第1393集 入侵黑鸠 黑鸠的各项搜查极为严格 根本不是那么好进去 就连赵南岳带着富商们进入万象国之时 都做了一些简单的抽血等等的化验才得以进入 一路走来 富商们直接沿着路线的城市展开了对万象通宝的收购 没错 万象通宝的比例再次抬升 短短一天就又涨了快一半 富商们此话一出 路上的行人纷纷停了下来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他们 现在万象国四处都是兑换翡翠币的 他们根本就排不上号 没想到居然有人直接在大街上摆摊收翡翠币 老板 这是五十万万象通宝 您快帮我兑换成翡翠币 这是您的七万六千九百二十三翡翠币 富商们也不磨叽 直接坐在小马扎之上就从兜里掏钱 顿时 原本围在四周的民众们仿佛是看到了肉的饿狼一般拥了上来 是我先来的 老子妈早就在这儿排队了 你别跟我抢 你他妈独自玩意儿 别他妈插队 拥挤的人群让赵南岳的眉头一皱 速声说道 短静 一个个自己排好队 在赵南岳的威慑力之下 原本还拥挤的万象国民众乖乖地排起了队 短短一个小时的兑换时间 富商们就收进来近千万的万象通宝 可见万象通宝在万象国现在已经沦落为烫手的山芋 赵叔 我已经安排人 继续在这里兑换匪贼币和万象通宝 我们可以离开了 秃顶男人推了推自己的眼睛 对着赵南岳笑眯眯地说道 好 那我们现在全速向着王都出发 万象国王都哪怕是晚上 整个街道上也依然是灯火通明 民众们排着长队 守在银行或者当铺的门口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浓浓的担忧之色 他们所有人都在担心下一秒 翡翠币和万象通宝的汇率会继续上升 从昨天的1比5到今天已经涨到了1比6.5 没人知道明天起来会涨到多少 就连今天去买东西的物价都贵了不少 平日里几块钱一斤的水果 现在就要十几块万象通宝才能买到 或者拿出翡翠币购买也可以 但是现在家家户户对翡翠币 那是珍贵的不得了 谁都舍不得拿出翡翠币出来 勇于购买物品 刚刚来到王城的富商们 纷纷架起了桌椅 并且拿出喇叭开始循环播放 高价回收万象通宝 翡翠币回收万象通宝 喇叭的声音一出 就让那些因为排队 而迟迟等不到自己的民众 纷纷扭过头来 看着远处一排的小桌子 上面还挂着一个横幅 专业翡翠币回收万象通宝 一群连队都排不上的万象国民众 顿时走了过来 激动地说道 你们这上面写的是真的吗 万象通宝可以兑换翡翠币 看着逐渐拥挤而来的万象国民众 赵南月宛如红钟般的声音 在每个人的耳边响起 我们是来自大局联手的商会 你们不管有多少万象通宝 我们统统吃得下 也就是说你们都不要急 一个一个的排队上前兑换 在赵南月莫名的威压之下 人群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一个个乖巧地开始排起了队 给我兑换三万匪醉币 一名男人拿出了积攒了一辈子的 二十万万象通宝 递给了坐在那里不断兑换的手下们 而富商们则是聚在一起 开始分析着万象国 现在境内的局势 现在的情况 根本不可能真的因为 万象通宝即将秉执 那些人在故意地散播传言 秃顶男人胖胖的脸颊之上 露出了些许沉重之色 他们这些人 虽然都是南月省里面 身价还算不错的 但若是那些枫叶国的金融巨额 真的很下心来 拿出自己的全部身家 来进行这场愈演愈烈的商战 那么他们所凑出来的 二十亿翡翠币 估计也只是杯水车薪 开山水都已经说了 后续会继续联系 各个富商前来帮忙 不至于 不至于 一脸和善的男人 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眼镜 开口分析道 不错 季老爷子说得对 当务之急 是先将整个万象国 愈演愈烈的增长幅度举住 说到这点的话 赵老爷子 你们有看到去哪吗 众人扫视了一圈周围 发现赵南月的身影 早就不知所踪了 秃顶男人胖胖的脸上 顿时就露出慌张之色 急声道 我呢 赵老刚到万象国就被绑架了 哎 愿他没事啊 老人瞪了秃顶男人一眼 怒骂道 赵大哥可是宗师戒别高手 哪个鬼儿子能绑架 我说的是真要是绑架 愿绑匪没事 此刻的黑鸠指挥府外 一道黑影已经出现在了那里 细看一番模样 就会发现正是赵南月的背影 他现在要做出发之前 李莫特意嘱咐自己需要做的事 那就是清除黑鸠高层 彻底清理掉这帮 养奉阴为 口密附件的乱臣贼子们 赵南月的身影在黑暗之中 几个跳跃就来到了 黑鸠指挥府的园中 这就是宗师级别的强悍之处 哪怕有人巡逻 都发现不了赵南月 赵南月手中拿着一打相片 那都是林墨交给他的 这上面的人都是今晚必杀之人 同时也是黑鸠的高层人员 西黑的院子中 巡逻黑鸠成员的手垫 是那么的显眼 赵南月看着那两个手垫 越来越近 也逐渐听到了一些声音 今天那个娘们可真是润啊 她老公当时那个表情 可不是嘛 被咱们三个来回侮辱了一遍 居然还有力气骂咱们 可惜就是最近那个飞甲组织啊 现在动手都不敢留下活口了 不然被这飞甲组织上门 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赵南月眼中的怒火之色 逐渐旺盛 看来林墨所言不错 这黑鸠还真就是一个畜生聚集地 明天咱们一起去那东城里边 那个寡妇家 那个寡妇听人说可水里了 哈哈哈哈 好呀 到时候围兄一定让着你 他们没有发现身后有一双大手 陡然靠近 只不过很可惜 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黑暗之中 两名巡逻士兵瞳孔猛然收缩 意识地就想喊叫出来 然而一只大手早就捂在了他们的嘴上 轻轻地向着两边用力 卡 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响起 两名黑鸠成员的眼中光芒逐渐暗淡 两人的身体逐渐无力地倒下 被赵南月拖到了一边 将他们的身体扔在一处草丛之中 赵南月继续向着前方行进 赵南月一路看着各种各样的房间 顿时就麻了 早知道就该留个活口 给黑鸠高层的位置问出来再杀了 黑暗之中 不远处再次亮起了两束亮光 赵南月的眼神突然一亮 这不是刚瞌睡就送来枕头吗 真是好事 妈的 那群狗日的都在屋里要不玩女人 再不记得也去逛窑子 就咱俩在这边巡逻 没办法呀 谁叫咱俩孝敬得少呢 赶紧巡逻吧 等下一会儿下去歇歇 两名黑鸠成员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手中的手电摇摇晃晃地扫来扫去 难道你们上司 还要你们孝敬钱财吗 对呀 那江湖他们老钱巨华 就是到搞我们 美女也没有 我们又没什么钱 两人说着说着 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不是两个人巡逻吗 这个突然出现的苍老之声是谁呢 在两个人毛骨悚然之时 一双有些皱纹的双手 搭在了他们二人的肩膀之上 两位小哥不必着急 只要你们配好我 什么事情都不会有 第1394集 都鹏死亡 两人顿时就用衣服 将自己的头罩住 有些沉闷的声音 从衣服中传出 前辈 您直接问 我们两个今晚什么都没看到 赵南月看着捂着头的二人 眼中闪过了一抹怪异之色 这黑丘里面居然也有如此老实之人 去相信什么看不到样貌 就不杀自己那种鬼话 你们黑丘的指挥师在哪 都卡指挥师在最里面的一个院子里 他的弟弟和他在一块呢 两名蒙着面的黑丘士兵 好似想到了什么 继续说道 前辈 黑丘的高层都在指挥师附近的院子里面住着 您直接去问就可以了 黑暗之中 赵南月看着如此上道的黑丘士兵 内心有些犹豫 这两人到底要不要杀 看他们的样子 又好像不是那些无恶不作的黑丘成员一般 忽然 赵南月如阴谋般的双目之中 看到了一名士兵手腕上的金色手表 虽然洗刷得十分干净 但是微微血字却还沾染在上面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玩 两名黑丘士兵好像也听出了赵南月的话外之音 直接就要叫人 有入 两人的话语还未说出 就被赵南月狠狠地捏住了脖子 看着两人赵南月眼神冰冷 不再废话 双手微微用力 轻轻地咔声 赵南月手中的二人也不再挣扎 将手中的两具尸体轻轻放在一边 赵南月不断地在自己的内心重复 不要对黑丘的任何人抱有怜悲 哪怕是一条狗 赵南月的身影不断地在黑暗中游走 穿梭 他在一些房间之外听到了女子的哭啼以及哀嚎之声 但却并没有下去直接将那些败垒击杀 他的首要目的就是斩兽黑丘的所有高层 在没有完成这个条件的前提下 所有的事情都要向着后面去排 黑丘指挥府的最深处 都棚都卡的院子当中 两人正坐在院子之内 一人抱着一个身材婀娜多姿面容妩媚的女子 她们正在吃着烤串 油乎乎的手还在自己怀中女子的身上不断地乱摸 哎呀 大人 你弄得我好难受啊 你个小浪蹄子 都卡再次吟笑着拍了一下女子的屁股 德哥 如今断家寨已经被我们围了好几日 跟前断水断电 时间差不多了吧 都棚将口中的妖子咽下 对着都卡问道 差不多个屁 断家寨那是什么地方 十几年前他们没通水没通电 照样活得好好的 断家寨的斋子里面估计有不少的水井 并且他们储存的食物足够支撑最起码半年 都棚眼神一亮 一个绝佳的毒计在他的内心升起 德哥 那要不咱们给他们井水里别下 看着都棚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 都卡的脸上也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好啊 你进断家寨 再在断大善的面前 给水井里投毒 然后再杀出来 都卡看着都棚的眼神 宛若看着一个憨批 人家断家寨打的井都是地下水的 又不是河流什么的 你进都进不去 还想着给人家的井水投毒呢 那咱们现在咋办吧 打又打不进去 磨又磨不死 都棚的声音有点颓废 就连怀里软软的女人都没感觉了 断家寨的人心 早晚会乱的 等着吧 都卡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冷笑 他就不信 断家寨的村民半年都不出来 都棚都卡院子的隔壁 赵南月看着已经死亡的黑鸠高层 对比了一下手中的相片 将这张照片收入口袋 赵南月已经击杀了十几名黑鸠的高层 手中还有这两张最后的照片 正是都棚以及都卡两兄弟 赵南月耳朵轻轻一动 听着隔壁传来的嚣张之声 脚尖轻轻一点 赵南月就如同一只灵敏的猴子一般来到了都卡的院子之中 站在墙角的阴影之下 赵南月看着正在吃着烤串的都棚以及都卡 眼中善过肃杀之意 吃吧吃吧 这最后一顿吃完就直接上路了 大哥 那个林墨现在此时此刻一定傻眼的 干得罪咱们兄弟万象国都让他进不来 不知道二位是干的什么事情啊 那还用想 自然是疯狂在林墨身上泼脏水了 然后直接威胁边境检查所 让他们将林墨拉入万象国入境黑名单 正当都卡一脸洋洋得意之时 却发现怀中的女子早已满脸惊恐地看着后方 一只沉稳有力的手放在了都卡都棚的脖梗之上 死亡的危机之感让两人的身体寒毛耸立 冷汗顺着额头流下 不知道前辈是哪方高手 晚辈二人可是有哪里得罪的前辈 能够不觉地摸紧黑灸指挥符 并且还没有被发现 都卡的内心疯狂地咆哮 那群巡逻的蠢蛋 等自己活下去 把他们统统大写八块 扔到尸坑里面去 看不出来 你俩还挺会说话呀 赵南月有些放松的话语 让都棚下意识地以为自己没事了 而都卡瞳孔猛然一缩 第六感让他的眉心一阵刺痛 想也不想 直接将女子向后推去 而自己则是一个驴打滚 来到了前方 咔嚓 身后传来的鼓裂之声 让都卡的内心狂震 扭过头来 发现自己的弟弟 都棚的脖子 已然呈现出软烂之状 嘴巴甚至还隐隐张开 好似想说些什么 都棚的双眼瞳孔 声音沙哑 宛如恶鬼一般 前辅宫 现在离去 我可以当今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否则 整个黑酒 不死不休 都棚沙哑的声音 以及通红的双眼 宛如风魔 有点吓人 赵南月内心不为所动 先不说自己杀不杀他 就自己今日退走 他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没有二十年脑血栓 都不相信这种话 赵南月没有去接话 身形顿时再次消失 下一刻出现之时 已经是在都卡的面前 一巴掌狠狠地呼出 都卡直接被扇倒在地 他眼中带着震惊 与不解之色 不明白赵南月 为何直接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赵南月一脚直接踹在了都卡的心口之处 哟 都卡直接喷出一口浓郁的鲜血 双目突出 眼神怨毒 你 不得 好死 呼吸逐渐停止 都卡的心脉 直接被赵南月踩断了 哪怕是林默在这儿都救不了了 两名面容妩媚的女子神色惊恐 刚刚想要尖叫 赵南月直接一人一个手刀 全部打晕了过去 忽然赵南月好似感觉到了什么 抬起头 看向了屋顶之上 一袭白衣站在屋檐之上 好似比月亮更加孤傲清冷一般 皮肤宛若一块美玉 柳叶细眉之下 是一双深邃的瞳孔 薄薄翘起的嘴唇 让他看上去有些阴柔之色 让赵南月一时间辨别不出男女 阁下是何人 赵南月有些警惕地看向了裕画提安 他竟然在后者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些淡淡的威胁 这种感觉必然是宗师级别的强者才能有的 飞甲才建立短短几天 所以赵南月根本就不知道裕画提安的事情 阁下在我万象国杀了我万象的人 现在还来问我是谁 裕画提安看着倒在地上的都棚以及都卡 眼神中没有丝毫波动 两个只会争权夺势 沉迷美色的废物 死了也就死了 赵南月现在不动手 之后他也会自己动手 据我所知 万象国的宗师级高手西少 根本没有阁下这好人吧 赵南月的双手暗暗准备 可以在第一时间防范裕画提安的攻击 第1395集 裕画提安出手 宗师级强者交手 若是心怀大义会死的 万象国只属于国王陛下组织的飞甲提督 裕画提安 不知道这位阁下 可愿意跟我走一趟 裕画提安的语气 轻轻淡淡 看上去好像没有丝毫的威胁 但两人都没有放松警惕 两根珠圆玉润的玉针 出现在了裕画提安手指的夹缝 但在今天这事 是不能善调 那就 做过一场伴 赵南月话音刚刚说出 就见裕画提安手掌 轻轻一翻 两根透明的玉针直接射出 瞬间溶于黑夜之中 赵南月脸色一变 听到破空声袭来 直接后退几步 他刚刚站的位置 瞬间就多出了两个小洞 裕画提安脚尖轻轻一点 身后的白色大肠直接升起 又是几根无形无色的透明玉针 向着赵南月射去 并且直接封住了 他的左右上下全部方位 赵南月面色骤然阴沉 调动体内力量 直接一拳轰出 几根不知道是何材质 所打造的玉针 居然没有断裂 几根玉针直接倒飞回去 向着裕画提安攻击 裕画提安白色大肠 直接一卷 几根玉针就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赵南月飞升而来 一拳向着裕画提安打来 后者倒退一步 身形宛若鬼魅一般 宛如杨之白玉的仙仙玉手 直接抓向了赵南月的手腕之处 玉画提安阴柔的面色陡然一变 身形顿时倒退束步 才将赵南月磅礴的力量化解掉 好武功 好身法 两人互夸一句 一黑一白的身影再次交杂在了一起 玉画提安身形宛如鬼魅 赵南月很难捕捉到他 忽然 玉画提安直接一拳 砸向了赵南月的背后 后者连忙反应过来 向前一步 同时转身一拳砸去 两人拳拳相对 赵南月脸色忽然一白 与玉画提安对拳的右手 无力地搭了下来 各下好功夫 今日我不在状态 改日再战 赵南月话语说完 直接就要转身离去 玉画提安肯定不会看着他离去 再次栖身而上 白色大肠直接一卷 数十发羽针直接向着赵南月全身袭去 赵南月听到如此密集的破空之声 直接拎起都卡的身体 飞速地旋转 都卡的身上瞬间多出了数十个小洞 鲜血蔓延而出 而赵南月抵挡的功夫 玉画提安已经再次来到他的面前 再次一拳袭来 赵南月无奈地咬牙 完好的左手挥动力量 再次抵挡而去 卡 手腕处清脆的响声 让赵南月面色有些苍白 直接跳起 站在墙上 玉画提安 左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此丑我赵南月记下了 玉画提安没有立刻前去追击 而是站在了院子之中 赵南月 玉画提安心中记下了这个名字 一会儿去让人调查一下 看看这个赵南月到底是什么身份 早已经不知道多少岁的玉画提安 宛如一个老古董一般 外界大名鼎鼎的赵南月 她都不知道是谁 看着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两名女子 主人都死了 你们两个活着也是兴师走肉 任人玩弄得下着 轻轻一甩袖子 两根飞针直接射进了两个女人的心脏之中 玉画提安的手放在嘴边 轻轻地吹了一下 凶 数百名身穿瑞赫服装的飞甲成员 就涌了进来 纷纷站在玉画提安身前 提督啊 黑酒的人员都收押得怎么样了 已经大体全都收押起来了 他们听说我们是飞甲 根本不敢反抗 玉画提安点了点头 轻薄的嘴唇再次张开 明天上午 全都押到飞甲指挥府门口 跪成一排 让民众上前辨认 若是曾经犯下不法之事的 统统任由民众处置 不可阻拦 明白了吗 明白 玉画提安的话语 无疑是给所有的黑酒成员判了死刑 整个黑酒没怎么做过坏事 还活了下来的人都在飞甲里面来 甚至有的人不做坏事 就会被黑酒排挤 打压 大家都是老鼠过街 人人喊打 凭什么你就清高 所有人都在欺压 鱼肉百姓 你自己在那维护正义 这不是嘎嘎打其他人的脸吗 所以迦德烈见到玉画提安之后 就让阿诺德将之前调查的 没有鱼肉百姓的黑酒成员 全部调了出来 黑酒大牢里的那些人怎么样了 玉画提安话语一出 飞甲的成员们顿时面色苍白起来 提督大人 那下面 一名飞甲成员语气有些迟疑 苍白的脸色 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他们之前在黑酒呆的时候 最多的就是做杂货 所以基本上 根本就没有见到过黑酒的地牢 刚才进去看了一圈的众人 差点直接吐了出来 到处都是暗红色的血痂 空气中的铁锈味直冲大脑 马上就快被填满的大坑 以及那些鲜血淋漓 看不出人样的平民 玉画提安没有再问 而是直接向着地牢的方向走去 暗淡的地道之中 铁锈味逐渐浓郁 玉画提安的面色却没有变化 淡淡地吐出了两个字 掌灯 顿时 几个火把从飞甲队员的手中亮起 照亮了整个通道之内 让人一阵恶心的感觉传来 整个通道内血迹斑斑 干涸的血迹 以及新的血迹 相互叠加在一起 甚至让路面都有些滑滑的 黑酒还有多少人没有被抓捕 梯图大人 根据户籍部的记载 黑酒还有几千人 以及军师文强不在 其他人则全部被抓捕 玉画提安轻轻地点了点头 身上洁白的大肠 逐渐被地上的血迹沾染上了红色 巴达 玉画提安脚步声响起 在空无一生的牢房内 幽远地回答 被绑在木架子之上的百姓 勉强地抬起了一下眼皮 就再次闭合上了 玉画提安看着庞大的牢房之内 伤痕累累的普通人 对着飞甲成员说道 先请郎中保住他们的命 然后找找家里还有亲戚没有 有了让家里人来领 没有 就让他们结束这痛苦一生吧 玉画提安的声音 让所有飞甲成员心头一柄 连忙答应下来 深夜 双手脱臼的赵南岳 回到了一行人居住的酒店之中 原本还没有睡的秃顶男人 见到赵南岳回来 顿时就迎了上来 当看到赵南岳的双手 无力地耸拉着时 顿时大吃一惊 诶 赵老 您的手怎么了 秃顶男人有些大的惊讶声 让其他在屋子里睡觉的富商们 也纷纷起来 看到赵南岳耸拉着双手 顿时都急躁了起来 没事 刚才举办事情的时候 被人伤到了 既不如人 双手都脱臼了 我等一下弄回来就好了 赵老 居然有人能伤到您这位宗师强者 赵老 需要去找医生吗 赵南岳一脸严肃地摇了摇头 语气沉重 不用找医生 我受伤的消息千万不能流传出去 伤我的是飞甲族制的提督 玉化提安 面容阴柔 你们以后见到的他 一定要躲得远远的 万人不可招设 富商们以及赵南岳没有发现 在桌子之下 有一个闪着红点的探听器 对了 万象币的收购如何了 诺诺 目前我们已经收住了近五亿的万象币 王城的居民手中 大多都已经换完了 赵南岳疏心地点了点头 那就好 王城的五星级大酒店中 嘉百略以及所有的金融大鳄 都面色阴沉地坐在客厅之中 中间的桌子上 一个手机正在不断地播放着赵南岳所说的话 第1396集 叶曼草重燃 嘉百略的眼中闪过浓浓的愤恨之色 林沫为什么就要抓着自己不放呢 嘉百略的脸上露出了浓浓的冷笑之色 对着众人开口说道 他赵南岳不是想要隐瞒自己受伤的消息吗 那咱们就彻底散布全国 让所有人都知道 可是这样做能阻拦他们和我们的商战吗 一名金融大鳄站了起来 对着嘉百略问道 并不能让他们直接结束和我们的商战 但是却能让赵南岳和林沫的威信大将 迁债当初可是有很多人不服林沫的 若非他的身后有赵南岳 估计都不会搭理他 第二天上午 整个万象国以及互联网都传播起了一则消息 林沫的背后靠山 南岳省赵家赵南岳被万象国飞甲 郁化提安打伤了 并且还专门的歪曲了事实 像什么赵南岳被打得奄奄一息 差点就去世了 消息一出 整个万象国都开始震动了起来 对林沫有仇的文强 丁梁柱等等 纷纷有些不相信赵南岳会被打得奄奄一息 但是赵南岳被飞甲打伤的事情 估计是真的 而文强也知道了黑鸠一夜之间高层被赵南岳杀了七七八八 并且剩余的成员还被郁化提安直接拉了回去 当众跪在门外 只要有民众说他干过什么坏事 直接当场斩首 抑或者可以从飞甲成员那里借把刀自己动手 一个上午 飞甲指挥府的门前血流成河 哪怕是之后用清水将血迹清理了 但灰色的石英地面还是不可避免的被染上了一层淡红之色 千寨之中 此刻数十家寨子聚集在一起 每个人都面目凶狠 几名坐在最前方的壮汉正在不断地商议着事情 各位 当初那个灵墨强行逼迫我们去种什么粮食 导致我们现在失去了叶曼草这个暴力 现在灵墨背后的靠山已经倒了 并且他本人现在连万象国都进不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恢复叶曼草这个充满暴力的事情 一鸣脸上带着疤痕 眼神凶狠的光头壮汉站了起来 对着众人说道 黑牛寨主啊 断家寨与灵墨关系向来不错 若是我们如此 会不会 另一名壮汉坐在椅子上 对着光头壮汉问道 断家寨 一群只能看着死亡降临的家伙罢了 光头壮汉脸上露出不屑之色 语气中充满了讥讽 那群家伙早就被黑鹫断水断电 我就不信他们能够一直支撑着 这时坐在另一边的一名老人 突然对着光头壮汉说道 黑牛寨主 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叶曼草了 虽然叶曼草涨势很快 两三天就能出现一批 但是所有的苗仔 都被狄默当时用各种方法销毁了 老人的话语引起了所有人的复合之声 对呀 我家的叶曼草之前直接被它一个不留 全部拿走了 我们家的也是 就连种在厕所里的都没放过 我家比你家还惨呢 我放在床底下的叶曼草 都被他们直接扛走了 碰 村民们的声音让光头壮汉 烦躁地拍了一下桌子 叶曼草的事情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寨子当初还是有点保存的 经过这些天的培育 足以分给你们每一个孩子了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叶曼草往后获利的钱里面 我要你们一成 大厅之内顿时宁静下来 诸多寨子的掌权者 纷纷对着自家的人讨论起来 一成的利润虽然看起来不多 但是本来去除人工运输各种成本之后 赚的也就是预计利润的八成 再刨出一成给黑牛债主 总共也就七成 但是想到若是人家不给苗子 自己等人根本就赚不到 黑牛债主 我们铁家债同意 我们也同意 好 那各位现在就让人去搬叶曼草吧 光头壮汉大手一挥 各个寨子的寨主 纷纷指挥着自家村民 去搬运叶曼草的苗子 而黑牛则是带着十几家寨子的寨主 趁着夜色向着外面走去 黑牛寨主 你现在带我们去哪啊 一名男人跟在光头壮汉身后 向着对方问道 去黑牛筑地找他们上司 什么 顿时 原本还跟在身后的十几位债主 顿时就停下了脚步 用一脸警惕的目光 看向了最前面的光头壮汉 都站着干嘛 你们不去就没有他们的掩护 到时候万一被人发现 林默能放过你们 光头壮汉看着身后胆小怕事的一群人 骂骂咧咧了起来 我早就跟黑牛现在的指挥 史文强大人沟通好了 他会支持我们的 虽然光头壮汉的保证中 充满了自信之色 但是想到前些天被屠杀的寨子 以及那哀嚎冲天的声音 你们到底去不去 不去就滚蛋 这份生意不适合你们 看着光头壮汉 转身就要继续前行的身影 十几名债主对视了一眼 咬了咬牙 俺们去 断家寨之下的黑鸠指挥所营帐之中 文强正坐在最上方 仔细地观看着手下送来的各种情报 他没有带领黑鸠的人回去 就是担心那个新建立的组织飞甲 根据现在最新的消息 赵南岳被玉化提安打成重伤 文强一阵思索 这背后定然有人在推波助澜 至于赵南岳的什么重伤 只剩一口气之类的话语 文强根本就没有在意 这话谁信谁傻逼 文强指挥室 外面有人找您 领头的是一个叫黑牛的光头壮汉 一名黑鸠成员掀开帘子 走了进来向着文强禀报道 文强缓缓地放下了手中的手机 在内心快速地回忆了一下 前两天 这个叫黑牛的寨主突然跑过来 上来就喊着 我要见你们最高领导之类的话 差点被黑鸠士兵给直接毙了 到最后 还好文强刚刚过来见到 拦下了黑鸠士兵 那个壮汉上来就说 他想种植叶曼草 希望文强可以帮助 并且说出了 只要文强愿意帮忙 那么他愿意让出四成的利润 叶曼草的暴力文强是知道的 所以听到他说出四成之时 略微有些心动 但是文强最终还是拒绝了光头壮汉 因为只有一个人的话 哪怕是四成利润 也根本就入不了文强的眼 于是那个光头壮汉就说出了 回去拉人前来入伙的话语 现在看来是拉到人前来了 让他们进来吧 是 很快光头壮汉就带着十几名寨主走了进来 文强指挥室 这些都是我们种植叶曼草的好手 我们十几家联合起来 不知可否能让您出手啊 光头壮汉目光恭敬地看向文强 指了指自己身后有些担忧的十几名寨主 四成的利润 黑丘的成员会包围了你们的债子 至于你们干什么 我可不管 王城之中 枫叶国商会与赵南岳带领的商会 逐渐进入白热化 后者大量抛售着手中的万象通宝 甚至有的金融巨额 已经压上了自己的全部身家 赵老 我们的翡翠币储存 已经只剩一亿一千万了 若是还没有援军 我们预计今天晚上 所有的翡翠币都会消耗一空 徒顶男人一脸焦急地 找到了正在为自己手腕 捆绑绷带的赵南岳 后者丝毫没有着急之感 只是默默地从口袋之中 拿出了一张卡 里面有快三十亿翡翠币 拿去 赵南岳的云淡风轻的语气 宛如这二十多亿的翡翠币 是二十多万一样轻松 第1397集 借款 徒顶男子看着赵南岳 云淡风轻的模样 顿时目瞪口呆了起来 好家伙 让赵南岳装起来了 赵南岳虽然表面上古井无波 但内心还是有一丢丢小激动的 这就是自家小辈们 看的那种小说里面 霸道总裁的感觉吗 这二十多亿的翡翠币 宛如两块钱一般扔出去的感觉 真的好爽 这张二十多亿翡翠币的卡 是林默临行之前交给赵南岳的 至于是哪来的 赵南岳回想起来 那个一脸骄傲的小子 老大老大 你在我手里这是什么 丁力拿着一张银行卡 一脸得意的 在林默面前晃来晃去 你背着媳妇藏私放钱 林默的话语让丁力的脸色陡然一炯 哎呀 怎么可能 我丁力堂堂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怎么可能会怕老婆藏私放钱呢 那我就去告诉你媳妇 你有大量的钱财 林默面无表情的话语 直接给丁力狠狠地整破房了 哎 老大 我这可是大一灭青来帮助你的 丁力一把就拉住了林默 做事要去掏手机的时候 脸上还露出了卑微的笑容 林默有些狐疑地看了丁力一眼 开口说道 这次的事情需要的金额巨大 你这几万块钱还是别凑热闹了 丁力一把就抓住了林默的手臂 认真地看向了林默 老大 我这次大一灭青可都是为了你啊 你不能这么看不起我吧 林默看着可怜兮兮的丁力 一个念头浮现在心中 有些迟疑地开口 你不会给你老岳父官约的家抄了吗 林默的话语 让丁力的脸色陡然僵硬了起来 他挠着后脑勺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嘿嘿嘿 老大 你说这话就过分了 我那能叫抄家吗 我只是借用了一项我岳父的钱财而已 丁力的话语之中透露着极其不自信的感觉 自今老丈人还被林默关在一栋别墅内养老呢 自己直接背着他带人把他的家财全部抄了 该卖的卖 该抵押的抵押 曾经官约拥有的一切 转眼都化作了云烟 林默郑重地接过了丁力手中递来的银行卡 开口说道 你的心意我知道了 这件事情过后 所有的钱会一分不少还给你 让你有个交代 若是让官约知道自己的所有财产 都被丁力带着武蒙的人给抄了 估计直接会与丁力的父母为起点 亲戚为半径 祖宗十八代为目的 每个人都来一遍亲切地问候 然后再去丁力媳妇那诉苦 到时候 哪怕丁力的妻子再善解人意 估计心中也会留下隔阂 你抄了家也就算了 你还全部给了别人 这换谁能忍呢 对了 直接你们对坏翠翠的比例 不是一比八吗 直接降到一比六 赵南月看着转身要离去的图顶男人 再次开口说道 赵老 您是认真的吗 图顶男人回过头 看向了赵南月 神色严肃 一旦将比例重新降低 那么翡翠碧的消耗 将会是以前的几倍 甚至还会有些无理之人 跑过来说 自己之前还凭什么是八块 现在却只有六块了 无妨 直接去前面放出消息 老夫是受伤 不是废了 赵南月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面容之上浮现出了淡淡的杀意 一群只会在暗中搞小动作的无胆鼠辈 若是真敢出手 赵南月也不介意彻底捏死他们 万象五星大酒店之中 一名金融大鳄面色十分难看地走了进来 诸位 对方居然把汇率调低了 从原本的一比八变成现在的一比六 各位若是再继续遮掩下去 他目光扫视了一圈 寒声说道 他们所有人基本上都在来之前将自己名下的公司以及财产抵押给了枫叶国的各个银行 每个人手中多的不说 两三个亿还是最起码的 但是到现在 明面上的资金也才不过二十五亿 甚至万象通宝 他们的手中只剩下五亿了 但是对方如此胸有成竹地前来降低比率 肯定是还有大把的翡翠币 坐在一旁的加百略也是站了起来 目光扫视了一圈说道 我的旧臣们 现在最多也就只有十亿万象通宝了 若是诸位还能藏着 大家就这样损失巨大的回去吧 在场所有的金融大鳄面色沉寂了下来 甲百略殿下 您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 甲百略看向四周 缓缓开口说道 为今之急 最让我们困难的已经不再是翡翠币了 而是万象通宝 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向银行借 其一 他们不知道各位的名下 财产已经抵押出去了 第二 我们要借的万象币 现在是整个万象国最泛滥的就是万象币了 并且 现在万象币的汇率逐渐降低 银行也乐意借出 甲百略的一番话 让本就有些略微沉寂的房间之内 多出了一些窃窃私语之声 每个人都在考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就在众人犹豫之时 苏勒斯从人群之中站了出来 我会先去银行进行金额 为十五亿万象通宝的借款 各位若是怕了 就直接回封野国吧 这次的事情 就当是没有参加过一般 说完 苏勒斯就拄着自己的拐杖 向着门外慢悠悠地走去 身后的金融大鳄们看着苏勒斯的身影 最终不再犹豫 站起身来 我会尽力向万象银行借款八个亿 我会尽力借款五个亿 我会尽力借款六个亿 若是往常的时候 这些金融大鳄们去万象国的银行 之中借钱 好几亿如此大的金额 定然不会很轻松地成功 甚至万象银行 还要派人去封野国调查一番之后 才会批款 但是如今万象国之内的 万象通宝价值变化太过严重 万象国的银行们 看到今天往下降低的汇率 自然不会去考虑那么多 他们都想狠狠地赚这些金融巨额一笔 加百略忽然接起了电话 眼神中闪烁着喜悦之色 殿下 我们已经运出的第一批军火库的物资 在地下黑市组织卖了六个亿 那边的声音 让加百略原本还有些凝重的脸上 露出了轻松之色 你们没有被加德烈发现吧 殿下您放心 我们做得十分隐秘 变成买通的军火库的守卫长 绝对不会被发现 很好 我这几天需要大量的万象通报 不要只在黑市出手 一部分通过海运出去 殿下 海运的利益不会快速到手 这样会不会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电话挂断 加百略的脸上露出冷笑之色 六弟 哥哥我也是没办法 你可一定不能怪我 万象王宫之中 加德烈坐在最上方 手中拿着一张奏折 看向跪在下方的五官 若是加百略的旧臣在这儿 一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跪在地上的这个 正是被他们用了大价钱收买的 军火库守卫长 你们开始了吗 加德烈将手中的奏章 轻轻地放到了桌案之上 双目看向了跪在下方的守卫长 回北陛下 那些乱臣贼子 已经开始在地下黑市贩卖 守卫长拿出了一份支票 恭敬地递给了一旁的护卫 护卫翻看了一番支票后 这才快速地来到了加德烈案前 将手中的支票 恭敬地放在了桌子之上 加德烈用修长的手指 拿起了那张支票 看着上面六千万的数字 脸上不由地露出了微笑之色 他们走私黑市的位置 已经打探清楚了 第一千三百九十八级 借款失败 陛下 那处黑市就在王城城外 几公里的一处地下基地之中 钓瓶袍围在附近 暂时不要动手打草惊蛇 等待我的命令 一个只有一半的虎符 被侍卫递给了侍卫长 缠罪命 守卫长恭敬地退去 只剩下加德烈手中 把玩着那张六千万的支票 阿诺德 翡翠碧收集得怎么样了 一道人影出现在了加德烈的身边 依然是干净的披肩蓝发 和制作精良的黑鹰制式铠甲 加德烈殿下 我们在枫叶国的翡翠碧收集 已经达到了二十亿翡翠碧 阿诺德的话语 让加德烈略微沉吟了一下 最终开口说道 二十亿差不多够了 等到林默他们那边 收购汇率达到原本的汇率之时 我们就出手 加德烈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寒芒 冷声道 这一次彻底 把翡翠碧的汇率抬上去了 虽然不能让万象通宝 和他一个级别 但是差不多还是能做到的 加德烈的语气之中 充满了冰冷之色 若是不给他们点苦头吃吃 往后估计是个人 都要来我万象撒野了 好 我现在就去让他们回来 阿诺德的身形再次消失 他的武功又厉害了 甚至加德烈感觉 再过不久 阿诺德就应该能摸到宗师的门槛了 加德烈从王座之上站起 夺着步向着火依娜的寝宫而去 火依娜现在的肚子越来越大 每天宫殿之外 都要站着两名御医 以及两名巫医 至于万象国的商战之事 也该结束了 加德烈看着手机上的一个群聊 里面除了加德烈的消息之外 全部都是遵命以及收到 而最上方的群名则是 万象国银行政策发展督导群 加德烈发的话语 则是通通拒绝所有 枫叶国金融巨额的借款 好处照收 办事不行 万象五星大酒店之中 啪 花瓶掉落在地的碎裂声响起 原本还充满了自信的苏勒斯 现在正一脸愤怒 双目好似能喷出火来一半 他怒气冲天地转过头 对着所有的金融大鳄 大声吼道 你们都是干什么去的 居然一个都借不出来钱 就在刚刚 这些枫叶国站在最顶尖的金融大鳄们 前去万象国银行借款 结果钱也花了 饭也吃了 酒也喝了 到了最后 居然仅仅只是给自己等人 来了一句轻飘飘的没钱 在场的金融大鳄们 脸色都是煞白之色 现在根本没有万象通宝的他们 已经废了 这也就代表这次做空万象国企业的事情 直接失败 甚至他们回去 就连银行抵押来的翡翠币都还不上 他们现在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破产 不可能 贾百略在哪 他不是心事淡淡地说 一定可以成功吗 一名金融大鳄脸色疯狂地看了起来 疯狂地寻找着贾百略的身影 对啊 贾百略在哪 为什么唯独没有见到他 诸多金融巨鳄顿时四顾地看了起来 却发现房间之内 根本就没有贾百略的身影 贾百略是不是根本就是万象国的卧底 目的就是为了今天 不会吧 自古最是无情帝王家 贾百略不可能会这么躲 那他到底去哪了 金融巨鳄们急得团团转的时候 突然响起了一声叹息 我要再看了 贾百略应该已经跑了 坐在最前方脸色惨白 好似命不久矣的苏勒斯 抬起头说了一句 什么 贾百略和我们不是同盟吗 他怎么可以跑呢 对呀 苏勒斯 贾百略 贾百略跑有什么用 这么多的钱款 他怎么还 面对众人的争吵 苏勒斯脸上闪过苦笑之色 贾百略哪里来的钱款 他又没有向枫叶国的银行借钱 借的是你们呢 并且就算是贾百略的旧臣 把名下东西抵押了 又能如何 他们本来就没有办法 继续在万象国生存 苏勒斯的话 一语点醒梦中人 顿时让金融巨恶们反应了过来 对呀 这个所谓的做空万象计划 本质上就是他们这些人 拿出所有的家底 来进行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赌局 亦或者说 这场赌局本身是没这么大威力的 而最大的威力 就在于加百略描绘得太好了 他描绘得几乎让所有的金融巨恶 都以为这是一场稳赚不赔 并且必赢的赌局 所以基本上 所有的金融巨恶 都将名下的所有资产 抵押给了银行 现在一切都失败了 回去后 所有人将什么都没了 甚至还可能成为巨富 大人 不好了 对方收万象通宝的价格又低了 已经变成一比四了 一名下人急匆匆地 从外面跑了进来 向着苏勒斯汇报道 不 苏勒斯本就衰弱的身体 直接怒火攻心 一口鲜红色的血液 直接喷涌而出 鲜血染红了他的嘴唇 但看起来 却更有一种命不久矣的感觉 一群只会嚎叫发怒的废物 房间内的金融巨恶们 顿时乱作一团 苏勒斯在这群人中 也算是最有话语权的一个 如今就连苏勒斯 都吐血昏迷了过去 他们真的还能有其他的办法吗 苏勒斯先生 快叫救护车 酒店外楼下的一辆轿车内 贾百略正坐在轿车之中 手中还拿着一个收音机 金融巨恶们所有的讲话 都从收音机里面 仔仔细细地传出 贾百略脸上 露出了无奈的笑容 这群蠢货到现在 都没有发现自己被算计了 银行借款全部失败 明显是有大人物动用了力量 而整个万象国 能有这份力量的 也只有自己的六弟 现如今的万象国国王 加得烈了 当贾百略想到这些之时 他顿时就毛骨悚然了起来 没有和金融大鳄们打招呼 而是自己一个人 换上了工作人员的衣服 悄悄地和他们一块 从酒店的后门离开 甚至在离开之前 贾百略还在床上 摆出了一个人形的形状 别想 我们现在如何 前面开车的贼眉鼠眼的男子 扭过头看向了贾百略 这名男子正是之前在当铺 将万象通宝贬值消息 泄露给掌柜的家伙 他本身就是 加百略之前的一名客亲 所以听到了加百略的指令 没有犹豫就行动了起来 把你的衣服给我 加得烈看着贼眉鼠眼 男子身上的黑色皮衣 目光一闪开口说道 啊 好嘞 男子力索地 将自己身上的名牌皮衣 递到了加百略的手中 加百略对着皮衣 一阵上下起手 看得贼眉鼠眼的男子心头一跳 这位爷应该不至于喜欢自己的衣服吧 找到了 加百略的手在衣服的一处 摸到了一个很小的硬点 并且隐藏在衣摆之上 一般人若是不仔细 用手一点一点地去摸 根本就看不出来 加百略的手指微微用力 看着被自己拽下来的黑色小圆球 上面还有着一个小小的芯片 应该是记录说话的 贼眉鼠眼的男子看到加百略 在自己的衣服上 找到了一个不知名的装置 下意识地就想要开口向着加百略解释 和自己无关 加百略则是直接捂住了他的嘴 语气平静地说道 去银行 我要去见钱那些行长们 随后 加百略直接用那件皮衣 裹在了定位气质上 扔出了窗户外面 快 去王城外的码头 我已经联系了接应的队伍 看着加百略充满了严肃的面孔 贼眉鼠眼的男子也不敢继续耽搁 直接一脚油门 狠狠地踩下 汽车宛如离弦之剑一般冲出 这谁啊 不要命了是不是 开这么快 你急着去死啊 老娘新买的白裙子 给我站住 第1399集 加百略的复盘 在无数群众的怒吼声中 轿车化为黑影 消失在了他们眼中 加百略的内心逐渐急迫 看着怀表之上的时间 不断地催促着 不管红绿灯 直接闯了 用最快的速度 前往城外的码头 在加百略焦急的催促中 轿车的时速 甚至已经在这市区之中 达到了一百码 自己等人从刚刚进入万象国之时 估计就已经被加德烈所盯上 甚至那天 他们去拜见之时 自己所谓的围巾以及水斗 在他眼里就如同跳梁小丑一般 但是加德烈 却没有直接动手杀了自己 自己可是策划了飞机失事的罪魁祸首 以加德烈的性子 根本就不可能放过自己 而他之所以一直隐忍 一定是有更大的目的所在 早已被焦急充满的加百略内心 不停地思考 一个个答案纷纷浮出了水面 最恐怖的事情 也出现在了加百略的心中 万象国之所以乱成这个样子 大部分都是因为黑鸠的作乱 而加德烈这么多的布局 都是建立在黑鸠的作乱之上 疑惑者说 黑鸠成立的一个目的 根本就不是为了清剿自己的残党 而是让自己进入万象 一滴滴冷汗 顺着加百略的额头留下 从来之前对加德烈的轻视 到来之后的凝重 再到现在 对加德烈这个包地的恐惧之感 加百略发现 自己已经看不透加德烈了 不安地扭动了一下 这十几万的车真是垃圾 还各屁股 他好像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 见了谁都笑嘻嘻的六皇子了 还有多久时间才能到城外的码头 加百略焦急的话语声 让驾驶位贼眉鼠眼的男子 更加全神贯注 等一下 最多十分钟 咱们就能到了 他们没有发现的是 在加百略的坐垫之下 有一颗黑色的小球 正在散发着点点红光 王宫之中 加德烈正把玩着一个黑色的圆球 加百略的声音不断地从中传出来 加德烈脸上的笑容也愈加浓郁 我的好三哥呀 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让你进来 走那么快干嘛呀 思索了一番 加德烈还是没有让人去追击加百略 而是拿出了手机 找到了通讯录中置顶的联系人 电话很快接通 林默沉稳的声音传来 加德烈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听到林默的话 加德烈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 开口说道 林默 商战已经结束了 加百略现在要逃跑 位置应该在海上 然后经过巴黎海海域 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将加百略拦截下来 你知道的吗 我不好出手 加德烈确实不好出手 因为王者在这个时代杀戮自己的血亲 估计第二天就会出现在整个世界的报纸以及网络上 就连当初的艾维斯 以及那三个犯了禁忌的皇子 加德烈也只是将他们一人安排了一个院子 加德烈不会杀了他们 甚至每天的伙食都是四菜一汤 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没有手机 没有声音 只有一张床 甚至连绝食身亡都做不到 加德烈安排的士兵 每隔三天就会进去观察一次 你要是不吃饭 直接掰开你的嘴 给你灌下去 他这辈子 不想再见到这些人 就让他们这样度过此生吧 两久 林默有气无力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我知道了 一个狗东西 加德烈的嘴角勾勒起了一抹笑意 有空来玩笑玩 我亲自带你逛一逛 嘟 电话的盲音响起 加德烈脸上的笑容掩盖不住 实在是林默那充满疲惫的语气 充满了搞笑 对于林默 加德烈抱着友好的态度 甚至若是可以 加德烈觉得林默 可以成为自己的一位挚友 他的性子沉稳 并且为人也很和善 对于朋友 那都是能帮就帮 这也是哪怕林默拥有了 可以直接斩首的能力 加德烈对于林默 也没什么太大的惧怕 五盟办公室之中的林默 挂断了加德烈的电话后 再次给太子拨了过去 若是有人见到林默的话 一定会大吃一惊 林默的黑眼圈 甚至都已经可以去找 国家吃铁饭碗的工作了 要是让外面的记者看到 估计报道就是 华夏正月使林默 想要与国宝抢饭吃 这到底是 喂老大 找我合适啊 电话接通 太子充满了活力的声音响起 让林默心中 生起了羡慕之感 曾几何时 自己也曾和太子一样 充满了活力 现在的自己 却被成堆的文件纠缠 想到了满脸皱纹的 大长老宣元明 其实大长老那样的强者 如此贤老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年轻的林默 丝毫没有考虑到 有一个职位叫做秘书 有事秘书干 没事 清理掉脑海中 那些烦躁的想法 林默开口说道 太子 你现在去找包龙兴 然后你们一起走 巴黎海那条航线 直接向着枫叶国的海域行驶 你需要围捕几艘船 万象国三皇子 加百略在上面 你驾驶奉行号 立即出动 林默的话语一出 那边的太子顿时 就激动了起来 好嘞老大 别说一个三皇子了 就连加德烈 我也给你绑回来 林默脸色一黑 悠悠地说道 太子啊 你回来之后来一趟我办公室 咱俩友好的消留一番 老大 你还在吗老大 喂 我这边信号不好 电话挂断 林默看着差不多已经批改完的文件 缓缓地梳了一口气 揉了揉自己的眉心 掏出一根银针 扎在了眉心之处 林默躺在椅子之上 打算休息一会儿 这几天实在是太累了 若是有选择的话 那么林默一定会选择上阵杀敌 卡 门被轻轻地打开了 近来要抱取 批好文件的顿时呆住了 片刻之后 一声大吼顿时传遍了整栋楼 太深使御赐 封锁全城 风行号之上 意气风发的太子 正站在船舱之上 目光扫拾了一圈平静的大海 以及四处飞舞的海鸥们 大喝一声 小的们 加速 太子身后洁白的披风 在海风的吹拂下抖动了起来 披风之上 还有两个黑色的字体 正义 站在甲板之上 指挥水手的包龙星 看到了船舱上 中二的太子 顿时无语地捂住了自己的额头 对着好奇的水手们说道 他脑子是不是有点病啊 不用管他 包龙星的话语 让水手们纷纷散去了兴致 继续干活 太子 站得太高 小心被海鸥们的粪便洗澡 包龙星的话语 丝毫没有让太子有下来的感觉 而是继续站在上面回应道 包少 不就是点海鸥吗 他们也敢往我身上 太子突然感觉到 自己口中掉入了什么东西 湿湿的 还有点星 看着直接跳了下来 疯狂漱口 然后继续呕吐 终于已经把今天吃的小龙虾 以及海鲜全部吐完之后 太子看着天上不断盘旋的海鸥群 以及时不时掉落的白色不明物体 在包龙星惊骇的眼神之中 直接拿出了一柄RPG 太子 使不得使不得呀 这一发RPG发射出去 海鸥群可能还没死呢 自己等人就被搞死了 在包龙星的劝阻之下 太子好像也恢复了一些神志 将手中的RPG放在一边 叹息道 是我冲动了 怎么能拿RPG这种东西呢 就在包龙星以为太子 就此罢手之时 老子应该用这个才对 一挺十八管的加特林重击枪 出现在了太子的手中 枪管不断地转动 火蛇疯狂地喷涌而出 第1400集 海上逃跑 天空之中下起了海鸥雨 在巴黎海的边缘之处 几辆万象国的战舰 正在向着枫叶国的方向行驶 甲百略站在甲板之上 手中拿着一个高背的望远镜 他的目光在海面上四处乱转 好似在寻找着什么 殿下 您这是在做什么 一名身穿军装的刀疤脸男子 走了上来 他也是甲百略的旧臣之一 名面上的职位是万象国海军少校 但早在很久之前 甲百略为了清楚地知道大皇子海军的动静 就接触了刀疤男子 后来他也是被甲百略的智谋所蛰伏 成为了一名羽翼 甲百略看着周围数十公里内的海面上 一直追兵都没有 顿时有些不可置信的喃喃自语道 难道加德烈创立黑鸠的根本目的 不是为了制造国内动荡 然后让自己觉得有机可乘 吸引自己过去 那天在大殿之上 莫非真的只是善心大发 对一个投资商的关心 可是那衣服上的监听器 还有万象国各大银行的拒绝借款 整个万象国 哪怕是财务大臣等 都没有如此巨大的权力 殿下 殿下 一边的刀疤男人 对着加百略的耳边轻声喊道 加百略也从自己烧脑的思索之中 回过神来 看着刀疤男人 加百略语气严肃地说道 雷达有什么异动 观察时候有信息了吗 雷达在控制室里面 可以检测到方圆二十公里内的 所有电子信号 而观察手 则是在船的船杆之上 可以随时地观察到四周的海面 殿下 雷达 以及观察手 都表示附近根本没有问题 您 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紧张了 刀疤男人的语气有些犹豫 但是他还是感觉加百略有些太过于紧张了 紧张 你知道林默那是什么人吗 还有加德烈 你还以为他是一个被黑旧蒙蔽的国王 加百略的双目狮神 喃喃自语地说道 多少人就是因为轻视林默 被他一一踩在脚下 多少人因为轻视加德烈而被玩弄于鼓掌之间 赵才啊 有的时候直接出现的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你知道他明明早已出现了 但是迟迟不出现 刀疤男人赵才 看着三皇子无神 以及逐渐丧失希望的双目 一时也是沉默无言了 他不明白 加百略为何如此害怕那个林默与加德烈 但自己是手下 不该问的便不能开口 若是加百略想于自己说 那自己就洗干净了耳朵 恭敬地听着 若是加百略不想和自己说 那自己就压制住内心的好奇 一字不问 而船杆之上的观察手 正捧着一块面包大口地咀嚼 像他们这种 基本上下去很麻烦 所以一般都是在上面解决伙食 等到他将手中的面包吃完之后 再喝一口牛奶咽下 拿起望远镜时 突然发现后方的海域之上 突然多出了一艘纯白色的大型战舰 并且那艘战舰的身后 还跟了最起码二三十艘小一号的战舰 观察手下意识地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睛 自己吃个面包就几分钟的事情 怎么多出来这么多的船只 当他擦完眼睛 再次拿起望远镜放在眼前时 瞳孔顿时一缩 顿时扭过头 向着下方的加百略 以及刀疤男招财大吼道 迪西 原本还一脸失魂落魄的加百略 听到观察手的吼叫 顿时浑身一震 顿时跑到甲板的一旁 拿起望远镜看去 一艘最起码有九千吨网上的白色战舰 带着几十艘小一号的战舰 快速袭来 当 手中的望远镜 从加百略的手中掉落 他看着那艘白色战舰 喃喃自语地说道 是 是封刑号 封刑号 早在当初家园一世 还没有被艾维斯害死之时 就被自己的大哥 去偷袭八杀神山后山时 被林墨所缴获 现如今 如此浩浩荡荡地 向着自己袭来 看来 加德烈是让林墨 出手来杀自己了 加百略脸上露出了一抹苦笑之色 自己这个弟弟 还真是善良呢 为了自己不被谴责 直接找了外人前来 赵才 全力对准那艘风行号开火 尽量拖延他们的速度 穿上所有重物 全都跑掉 加百略扭头 看向了一旁的刀疤男子 语气中充满了轻松之色 之前对方一直不出现 加百略还以为林墨以及加德烈 又构造出了一张天罗帝王 等着自己 现在看着后方的那支舰队 加百略反而轻松了下来 明面上的敌人威胁总比暗地里的敌人小 随着水手们将船上的所有杂物 甚至连食物都只留下了一顿的之后 整个船体顿时轻松了一截 就连加百略身边的护航舰队都超过了 但是加百略却并没有叫他们也抛掉物品 因为这些护航舰 是他在面对林墨的舰队时最后的手段 面对猛兽 你不需要跑得比他快 只要比同行的人快即可 风行号之上 手中拿着一只奥尔良密制考海鸥的太子 恶狠狠地咬了一口 目光死死地盯着远方的三皇子舰队 也不知道是在咬谁 二营长 你看娘的风行主炮呢 一旁的包龙星脸色一黑 看着太子恨不得一巴掌呼上去 现在距离对方还有些远 主舰炮根本够不到对方啊 包龙星的客观分析 没有让太子认清现实 而是指着对方轰来的炮弹怒吼 那他们为啥能打到咱们 轰 炮弹狠狠地轰在海里 爆发出来的威力让海面掀起了波涛 海水顿时喷了太子以及包龙星一身 那他们人家在前面跑 开炮影响咱们 你开炮让他们跑得更快 一边对着太子怒吼 包龙星也在不断地瞄准着前方舰队的位置 终于位置够了 包龙星脸色一凝 拿着对讲机怒吼道 主炮又五十度 往上三十二度 挺射最新的穿甲弹 发射 包龙星赶紧带着太子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同时张开了嘴 狂暴的嗡鸣之声响起 一枚尾部冒着烟的火光直接飞射了出去 目标正是加百略舰队之中最大的那艘战舰 短短几个呼吸 火光顿时在战舰之上爆发 战舰尾部燃起了熊熊的烈火 战舰远处的一艘不大不小的护卫舰之上 加百略松了一口气 他就猜到 对方拦截肯定要先往最大的战舰之上进攻 所以直接带着光头男人来到了这边的护卫舰之上 赵才 距离枫叶国的海域还有多远 加百略目光热切地看着前方 只要自己回到了枫叶国 那么就无需担忧自己的人身安全 自己还能东山再起 今日之仇他加百略记下来 殿下 我们距离枫叶国的海域还有15海里 刀疤男人拿着导航对着加百略说道 通知所有其他的船只 立刻对后方的舰队发出进攻 为我们争取实践 加百略看着后方越来越近 已经能逐渐看清船体样貌的风型号 与其有些焦急 是 刀疤男人的语气有些犹豫 但还是点头领命了下去 周围船只上的人都是他的亲信 大部分还是他的老兄弟 现在却要让他们就这么牺牲掉 他的内心还是有些不忍 但是碍于这是加百略亲自发的命令 刀疤男人也只能无奈地前去执行 所有舰队所有舰队直接向后方全体开火 一边撤退一边开火 命令传下 虽然所有的护卫舰都不断地向着后方开炮攻击 第一千零四十一集 复死 但是还没有打倒风型号 就被周围的护卫舰在半空之中用炮弹拦截 反而风型号一般不开炮 开炮之时绝对是卡在没有炮弹可以拦截之时 以狂暴之时击打在加百略舰队中靠后的一艘护卫舰之上 顿时火是蔓延开来 这些护卫舰上的炮弹都是穿甲燃烧弹 里面蕴含了大量的汽油等蔓延性物质 当火烧起来的时候 一般的方法根本就压制不住 逐渐的压制不住的火势逐渐蔓延到了弹药库 在前来压制火势船员惊恐的目光之中 火焰直接触碰到了那堆放起来的炮弹 哄 又是一团冲天火焰 这艘护卫舰顿时化为了一艘废铁 这艘船上的所有人也都统统伴随着这艘护卫舰沉入了水中 行走在最前方的护卫舰之上 加百略看着导航之上不断变短的距离 脸上逐渐露出了欣喜之色 而他身后的护卫舰正快速地被太子等人率领的舰队消灭 就连风行号旁边跟着的护卫舰 也开始攻击加百略的护卫舰了 三艘 五艘 十艘 加百略的护卫舰便全部因为损伤 被迫被太子等人搅和 短短半个小时 整个海上便只剩下了加百略所在的护卫舰 以及身后不远处的主舰 看着已经停下 并且挂上了白旗的主舰 以及还在飞速朝着前方行驶的护卫舰 太子以及包龙星对视了一眼 顿时就明白了 加百略根本就不在主舰之上 那艘护卫舰才是真的 现在还能开泡马 太子脸色难看地看向了一边的包龙星 没想到今天居然被一个加百略给耍了 对方的距离已经跑远了 包龙星摇了摇头 思索了一阵后 拿起对讲机说道 开启全部马力直接追上去 不要去干碎上 庞大的风行号再次启动 快速地直接窜了出去 身后则是有一艘护卫舰 看管着已经投降了的加百略舰队的主舰 这个最高马力 是当初大皇子特意在风行号之上安装的 就是担心有什么突发情况 风行号会因为速度不够的原因 追不上或者逃不掉 而最大的坏处 就是事后战舰的核反应堆 以及蒸汽机轮 有大概率的会因为过度的功率 而导致短路直接报废 甚至严重点 直接起火都有可能 之前一直不用 就是因为感觉没那个必要 他们距离枫叶国的海域 还有一段距离 有足够的信心将对方打下来 但是现在不同了 对方已经马上要进入枫叶国的海域了 一旦对方进入枫叶国海域 那么包龙星以及太子 就无法继续动手 否则就算是杀了加百略 那么两人甚至是林墨以及包甲 都有可能受到牵连 再加上原本就理亏 就算是华夏护独子 那也必须得给国际上一个说法 风行号宛如离贤之剑一般的 向着加百略所在的护卫舰追去 护卫舰之上 加百略看着飞速袭来的风行号 脸色焦急 还有多久才能到枫叶国的海域 就不能再加速了 面对加百略的怒吼之声 刀疤男子目光只是死死的盯着自己手中的导航 他那干裂的嘴唇不停地轻声念叨着 三海里 二点七海里 二点五海里 加百略突然目光一亮 对着刀疤男子说道 快快快 联系风叶国海域边防军队 就是我是万象国皇子加百略 加百略曾经在一个酒会之上 见到过风叶国海域边防的长官 两人还相谈甚欢 现在提前打电话 对方一定会过来的 快速地从自己口袋拿出了手机 公海之上的信号很差 但是加百略已经顾不得了 直接找到了手机之中 备注着风叶国海域巡防官的人 拨打了过去 慌乱之中的加百略 明明是自己打电话 却要对着刀疤男人说让他打 电话一被接通 加百略就大声地说道 巡防官先生 我是加百略 我现在在风叶国海域外面的 公海被人追杀 我需要你的帮助 电话那头稍微沉默了一下 然后一道沉稳的声音回道 加百略底下 我们不会让任何 风叶国境内的所有人受伤 加百略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喜色 转头对着刀疤男子大喊道 快 全速前进 只要进入风叶国的境内 我们就安全了 胡卫健用着自己的权力 向着风叶国的海域而去 而在风叶国的海域之中 也逐渐出现了几个小小的黑点 正在驶来 那些正是风叶国的边防军队 后方风行号之上的太子 顿时怒火中烧 咬牙骂道 绝对不能让那群狗热的给我跑了 快打炮 包龙星测量了一下双方的距离以及位置 内心暗暗计算 主炮 现在立刻 左方25度 往下32度 子母弹 开炮 这是包龙星的最后一读 哪怕是他这个从小出生在船上的年轻人 都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能中 熟悉的嗡鸣声再次传来 一个被火焰覆盖的炮弹轰然飞出 护卫舰之上的加百略正双目通红的看着刀疤男人手中的导航 1.5海里 1海里 就在加百略以为能逃出升天之时 天空之内出现了一个火团 并且快速的向着护卫舰袭来 估计最多只有十几秒就能打到 再看看导航之上还有0.7海里的距离 刀疤男子眼神一狠 直接伸出手抓住了加百略的身子 直接扔进了弹射救生胶囊之中 在加百略充满了复杂情绪的眼神之中 刀疤男子留下了一句话 就直接关闭了舱门 恕我冒昧 三殿下 臣去了 救生胶囊被直接弹射而出 在加百略的目光之中 刀疤男子站在甲板之上 拔出了自己腰间的长剑 狠狠地插进了自己的腹部 子母弹无情落下 冲天的火焰轰然升起 加百略也被巨大的弹力 弹进了枫叶国的海域之中 你们这么多人 竟然还让加百略跑了 武蒙的办公室中 大熊猫一般的林默 听到太子的汇报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风行号再加上几十艘的护航舰 居然还是让加百略跑了 这谁能想得到 太子看着林默有些惊奇的眼神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 那个加德烈实在是太狡猾了 居然没有在主舰之上 而是躲在一艘护航舰上面 虽然最后加德烈的左翼舰队 都被我们弄了回来 但是他本人也被弹射舱 发射出去了 无妨 一个加百略现在已经没有了危险 不用管他 林默轻轻地摇了摇头 从座椅上站了起身 在太子惊恐的目光之中 将对方摁在了办公椅之上 太子 我去休息一会儿 你先帮围兄顶一会儿 在林默充满了不容抗拒的话语之中 太子抬头 看着桌上比自己都要高的文件 脸上流露出了浓浓的苦涩 以及悲凉 他倒也不是不能去批改文件 可是谁没事喜欢蹲大牢啊 但是看到林默有些疲惫的模样 太子还是无奈地拿起了桌子上的文件 认真地去分析各个角度 武蒙的条件以及需求 而林默则是来到了办公室另一边的 一张简易的长椅之上 那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被子 林默没有掀起 直接就躺了上去 这些天 他需要去考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也太过于疲惫了 之前万象国与加百略那些金融巨额商战之时 他需要去考虑自己等人的资金够不够 还有武蒙的事物压在林默的肩上 让他根本无法喘气 甚至连自己的妻子无故出走 去了万象国 第1402集 广德堂堂主 黑鸠的势力在林默身上泼了脏水 让林默都无法进入万象境内 疲惫让林默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太子也放低了自己那边的声音 天色已然临近黄昏 没有什么温度的夕阳 透过窗户照射在了林默的脸颊之上 他长长的睫毛动了动 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林默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梦里自己明明已经找到了许半夏 可就是无法靠近他 每次林默一靠近 许半夏就会直接往后倒退 林默就这样一直走 而许半夏的身影也就一直退 默然地抬起头 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 已经五点半了 太子被林默的起身吸引了注意力 目光看来时微微一愣 老大 你 你怎么哭了呀 太子的话语 让林默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眼角 手的触感是湿润的 林默真的在睡梦之中流泪了 没事 只是太阳有些刺眼 太子看了一眼黄灯灯的夕阳 以及一脸常态的林默 内心疯狂的弟子 你糊弄人就算了 但是你不能按照糊弄傻子的方式来糊弄我们吧 屋内的声音再次沉默了起来 林默以及太子都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 太山使大人 外面有人找您 说是您的朋友 好 我知道了 林默开口回应了一句 随后就站起了身来 老大 我也要去 太子直接从椅子上窜了起来 愤怒地表示着自己也要前往 林默无奈地看着一脸自己不带他 他就当场黑话的样子 无奈地叹了口气 宋芷兰不在的迪恩天 想他 走吧走吧 你是家伙 听到林默同意了自己跟着他一起去 太子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一楼的惠客厅之中 一道黑袍人影端坐在沙发之上 手里吃着一块糕点 当听到有脚步声靠近时 黑袍人直接将手中的糕点塞进了嘴里 还赶紧在袍子之上擦了一擦 他是一个沉稳睿智的黑袍人 这个人设绝对不能崩掉 惠客室中的大门被一只修长的手掌推开 林默带着太子夺步走了进来 当看到惠客室之中的人影是黑袍时 林默明显表情一愣 他还以为会是攀阳市的人 来找自己寻求帮助 说是自己朋友 没想到竟然是海外洪门的 十八位特使之一的黑袍 上次见面还是在扎特百哈开战之时 后者将扎特百哈引到一处山谷 全灭扎特百哈 林默 你可算是来了 黑袍从真皮沙发之上站起身来 脉步走到了林默的身前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不错 很有精神 林默的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 黑袍好像看出了林默的窘迫 哈哈大笑了一声 爽朗地说道 你不必把我视作前辈 当初我和你爹把酒言欢 他还说当你出生了 给我当刚儿子呢 黑袍在林默的身上 仿佛看到了当年林孝的影子 依然是差自己一丝帅气 但那股潇洒之气却十分相像 这次来呢 都要是有两件事情 你想先听大事呢 还是想先听小事呢 林默面色一愣 他没有想到 黑袍会用这样逗小孩子的方式 来询问自己 要不我先听大事 什么 你居然猜到了 我这次来 一件事就是专门来看你的 林默一阵沉默 他仿佛看到了那黑袍身上 已经掉下了一层东西 那是他高冷神秘的马甲 哈哈哈哈 不闹了不闹了 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是不轻逗呢 黑袍看着林默充满了 麻木的眼神 顿时就明白 不能再逗小孩子玩了 哎 林默呀 这次我回去之后 和门中举荐了你 并且门中 也观看了你的资料 无论是你的崛起 还是为人处事 以活着是新兴 都是世界顶尖 所以 黑袍特意拉长了声音 想看看林默期待的眼神 然而回应他的 却只有林默那平淡如水的双眸 黑袍的声音 庄重了下来 从身后的口袋之中 拿出了一份 被裱起来的文书 由鸿门所有高层商议 门主决定 授予林默为鸿门第七堂 广德堂堂主 并且门中地位 只在门主 以及个别高层之下 哪怕是鸿门十八特使建制 也要行礼 黑袍严肃洪亮的声音 让屋内的所有人 都呆入木击了起来 黑袍直接对着林默 担心跪地 双手呈上了那份文书 鸿门十八特使之一 黑袍 见过林堂主 黑叔 使不得使不得 李默直接上前搀扶而去 由于不知道黑袍的真实姓名 李默就直接随意地叫了起来 黑袍被李默直接搀扶了起来 本来他是想要反抗一下 一意孤行的 然后他就发现 李默的力气比自己大了很多 若是自己执意不起的话 估计会被林默直接拽起来 到时候自己堂堂 鸿门十八特使之一 被人直接抬了起来 这事情要是传出去 黑袍觉得自己就能去死了 片刻后 林默以及黑袍坐在沙发之上 太子缩在远处 直接躺在地上 呼呼大睡起来 黑袍说 鸿门七堂之一是什么意思 林默看向了坐在对面的黑袍 为对方倒上了一杯八二年的拉飞 黑袍端起了高脚杯 轻轻地品尝了一口拉飞 悠然地说道 鸿门的力量分别是门主 六堂 十八特使 而我便是十八特使之中的一员 这个林默你是知道的 这笔六堂分别是 纸公堂 一星堂 三点灰 广德堂 新一堂 丹山堂等 六个堂口 等等 既然只有六个堂口 那我这个是 林默的脸上露出了疑惑之色 黑袍刚才念的时候 明明说的是七堂之一 怎么到现在介绍之时 却只有六个堂口了 哎 你先听我说 原本鸿门是只有六个堂口的 但是门主觉得 你天资卓越 又世界领尽之资 所以就直接在 原先六堂之上 再设立一堂 名曰广德堂 林默顿时就明白了 自己被封为的广德堂堂主 根本就是光杆司令 估计之后的找人 还需要自己这个堂主 亲力亲为的钱去寻找 看到林默略微有些沮丧的表情 黑袍再次开口说道 哎 你也不要伤心 我这次来 还带着鸿门的资助钱来 黑袍拿出了一张 不记名的黑色银行卡 递给了林默 这张卡是鸿门的 不记名存储卡 无论是在哪个银行 都可以取出钱来 而且里面的货币 都是翡翠币存入的 可以保证门中的弟子的方便 别小看了 这一张银行卡 那里边 可足足有着百亿 翡翠币的资金 就当是鸿门 对你的资助 好家伙 林默内心直呼 好家伙 不愧是鸿门 果然是家大业大的组织啊 自己和加百略 他们打伤战的时候 一共也才用了 四十多亿的翡翠币 鸿门这根翡翠币 不要钱一般的 直接砸来 那就帮我多谢谢组织了 林默接过银行卡之后 对着黑袍说道 你小子怎么知道 我还没吃饭呢 不用二十个菜 十八个菜就行了 夜晚 黑袍 太子 林默三人 坐在装修的金碧辉煌的餐厅之内 正是当时林默到来时 汪老三请他吃饭的地方 啪啪啪 上菜 太子看着已经八点了 直接拍了拍手掌 让外面的侍女上菜 黑袍的眼神朝着门口看去 只见一鸣鸣身着黑丝旗袍的女服务员 端着镶着金边的餐袍 上面放着一个个洁白无瑕的快餐盒 第1403集 大收购 黑袍隐藏在黑暗之中的嘴角 直接抽出了好几下 没想到啊 黑袍是真的没想到 本来以为自己大老远地跑过来 可以吃一顿山珍海味 没想到林默这小兔崽子就给自己吃快餐 林默起身 亲自在黑袍的面前放下了一个快餐盒 并且动手打开 这让黑袍的心中好受了一点 自家自知 吃得差点就差点吧 只要有礼貌就行了 黑袍说 这是大厨特意为你做的 怕你吃不惯我们这边的饭菜 这个是土豆炒马铃薯 这道菜是西红柿炒番茄 黑袍原本拿起筷子的手 已经开始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这不是因为杨巅峰 而是因为黑袍体内的怒火 在腾腾地燃烧 若是可以的话 他真的是想狠狠地把林默摁在腿上 打他的屁股 饭过三巡 林默最终还是将这些快餐撤了下去 上了整整十八道好菜 佛跳墙 蚂蚁上树之类的 林默啊 我明天就要回去了 一到时候 若是遇到困难 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黑袍将一串电话号码 记在了林默的手机之上 就化为一道黑影消失了 对的小子 我是十八特事之中的暗特事 名字一个暗 但是看他的样子 林默总感觉 他是担心自己拿不出饭钱才跑的 将卡里的百亿资金打给赵南月 通过了一层层的审核之后 林默看到了手机上显示的转账成功后 才回去休息 至于那些等待批改的文件 还有汪老三在呢 万象国之中 此刻的赵南月正在和富商们 进行着庆功宴 大厅之中到处都是山珍海味 以及各种名贵的美酒 而赵南月的手腕上面还缠着白色的绷带 赵老 根据我们的统计 我们这些天所收集的资产 已经达到了整个万象国的两成 两成 怎么会这么多 赵南月的目光看了下去 要知道整个万象国纵然经历了内乱和商战 此刻的市场充满了混乱之色 不少的老板都因为货币的动荡而导致了破产 甚至有的直接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自己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念头 直接跳了楼 但是就凭他们这么一支商会 也不至于能直接占两成的资产吧 赵老 你不知道 这两天万象国过的银行 都在低价抛售着各式各样的资产 油田农田建筑土地等等 应该都是之前那些人贷款给银行的 而银行内部没有办法彻底的消化掉 就只能用比较低的价格去出售这些资产 胖胖的秃顶男人抹了一把自己的头发 开口继续说道 再加上咱们之前兑换大量的万象通宝 汇率降低之后 万象通宝甚至比原先更加值钱 我们就直接说来 大量的公司 房产 油田 工厂等等 叮咚 赵南岳的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 接着就响起了一道声音 尊敬的赵南岳先生 您好 您的账户 到账 一百亿翡翠币 声音的响起 让厂下的所有富商脸色怪异了起来 没有想到赵老这一把年纪了 居然还会用这种的提示音 赵南岳打开手机 看到自己的银行账户之上 确实到账了一百亿 顿时一惊 接着林沫的短信就随之而来 赵南岳仔细地阅读之后 才放下心来 诸位 那个可不是你们心中想象的装逼提示音 赵南岳的声音 如红钟一般响起 让所有人面色一变 赵老居然说那不是提示音 难道一个震惊众人的想法从内心诞生 那可是一百亿翡翠币啊 就在刚刚 李沫给我转了整整一百亿的翡翠币 让我们自己看着用 赵南岳的话语一出 厂下的富商们纷纷炸开了锅 太山市居然有如此之大的金钱 那为何还需要我们钱来 一百亿啊 那是一百个人生小目标啊 老夫纵横商场六十余年 居然只有一个后生的百分之一啊 面对富商们的哀嚎之声 赵南岳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明天开始 妄想过所有银行出售的资产 直接给我往死里买 尽量直接一口价借口 无需浪费太多时间 赵南岳 那我们是所有的东西都收购吗 赵南岳思索了一下 内心分析了一下李沫的性格 这才开口说的 除了跑车以及女人 其他一切能转化为利益的东西 我们都要 当即所有的富商也不再继续喝酒谈笑 纷纷拿出手机 给万象国银行的行长们打去了电话 喂 是万象民生银行的行长吗 你们银行所有出售的资产 除了跑车等东西 其他的我全要了 你说我买不起 说说价格 让我听听能有多少钱 区区2.5个亿的翡翠币 都是小钱 我现在给你转一个亿的定金 深夜之中 一名行长直接爆出了自己的银行卡号码 他就想看看 这年头的诈骗犯能有多猖狂 您的余额到账1亿元 听着美妙的机械音响起 这名行长当即就傻眼了 而原本睡觉的20多岁的小娇妻 也被吵醒 露出了不满之色 看到行长在看手机之后 也凑过来看了一眼 当看到余额上面的一连串的零之后 小娇其脸上的不满顿时消失了 直接拿出了一条崭新的巴黎世家船上 抱着行长就要再来一次枯木逢春 一夜之间 整个万象国所有银行的行长电话 都被直接拨通 听到电话那头满是自信的声音 刚开始的不屑 到后面看到余额上面的九位数十的震惊 奶奶的 这种灰金如土的感觉是真爽啊 大厅之内 秃顶男人抚摸了一把自己那稀少的头发 出声感叹道 他虽然也算是小有资产 身价上亿 但平日里也没有这么把上亿不当回事 甚至就连一笔几千万的单子 他都要仔仔细细的核算一遍 生怕哪里出错 谁说不是呢 听到那行长刚开始有些不信 后面直接恭敬的声音 真是让我舒爽啊 一鸣有些弱不禁风的富商感叹了一句 本来以为这次来只是简单的帮帮忙 哪想得到还能赚钱 并且还能如此的畅快一回 加上这次所购买的资产 我们能掌握万象国几层资产 赵南岳算了一下 等到所有的资产尾款付出去了之后 那么还能剩下20亿的翡翠币 看来这次的商战 对于万象国的波动确实不少 不少人因为活不下去 将自己的房产抵押给了银行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资产 就能花掉足足80亿资金的原因 我刚才算了一下 若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资产来看 万象国现在最起码有3.5成的资产 是在我们名下 也就是李莫先生的名下 李莫现在来了万象国之后 就能体验到买房子的时候 发现整个小区都是自己的 到时候搞不好出去逛个街 会发现整条街有三分之一的人 问自己叫房东 很好 现在手里还有20亿翠币的现金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重启商业 因为李莫和加百略的商战 各种公司以及厂子 基本上都是遭受到了剧烈的波及 要么是直接将公司关闭 或者是直接开启了长假模式 之前的他们 可以对于这些情况不怎么上心 但是现在这些公司以及厂子都是在林莫的名下 那么该做的整顿 以及重新营业就值日可待了 毕竟不能把地方收购了 放那发霉嘛 第1404集 出声 万象王宫之中 此刻的加德烈 加德烈正一脸焦急地在一间宫殿的门口来回踱步 宫殿之内不断传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之声 这声音仿佛是响彻在加德烈心头 他看向了站在门口老太龙中的乌山学老 与其焦急道 学老前辈 您真的不需要进去看看吗 乌山学老看着加德烈焦急的样子 无奈地叹了口气 开口说道 我说小加德烈呀 生孩子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关卡 甚至现在医学这么发达 我之前就告诉了你 可以选择抛妇产的 有我在 绝对无痛 可你非要倔强地说 什么火医那不同意 要这么舍 说着说着 乌山学老看着加德烈 有些黯然的脸色 还是安慰到 不必如此担心 只要不是什么大出血 顶多只是痛了一点 乌山学老的话语 让加德烈的焦急减少了一分 但还是不断地在门口躲步 店门被小心地打开了 一名接生婆 端着一盆已经染红了的水出来 他快速地从门口 另一名接生婆的手里 接过干净的温水 再次向着里面而去 寡人的王妃怎么样了 加德烈看着那盆被染红了的水 内心的担忧不断地增加 开口问道 陛下 王妃肚子里的孩子头太大卡住了 我们会努力的 接生婆撇下了这么一句话 就急匆匆地走进店内 而大店的门也再次被关上了 加德烈的眼中闪过了哭笑不得之色 没想到自己这个也不知道是男是女的孩子 居然给他娘卡住了 一名身着盔甲的小兵小跑了过来 恭敬地站在加德烈身边 但却没有开口 加德烈顿时就明白了 士兵这是有不方便说的事情 看着依然关闭的店门 加德烈迈步走到了一边 而跟随着加德烈来到了一边的士兵 看了一眼周围没人后 这才开口说道 殿下 被先王打入冷宫的先王妃 最近几天有些神神秘秘 需不需要 侍卫的话语没有说完 但是加德烈明白他的意思 尹小离在很久之前 因为蒙蔽家园一世 就被家园一世彻底打入冷宫之中 而加德烈尚未如此之久 也一直因为不断布局 一直没有去搭理尹小离 现在整个万象 估计都忘记了这位先王的王妃了 加上尹小离这几天又神神秘秘的 加德烈完全可以诛杀之 思索离阵 加德烈摇了摇头 只是对着侍卫说道 你们加强人手 严加看管 寡人的王子马上就要出生了 还是不要妄造杀孽 是 侍卫领命下去 加德烈正要转身 火依娜的宫殿之中 就响起了一声婴儿的啼哭之声 加德烈的脸上露出了浓烈的开心之色 身形直接化为一道残影 向着火依娜的宫殿跑去 站在门口 加德烈的脸上满是开心之色 自己终于有孩子了 同时他的眼中也流露出了期待之色 自己的孩子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长得会不会白白胖胖的 非常可爱呢 嘖 宫殿之门被打开了 接生婆笑着走了出来说道 恭喜陛下 回应那王妃为您生了一位王子 哈哈哈哈 好 你们去内务司 每人领一万万象通宝 加德烈爆发出了惊天笑声 直接挥手让产婆们前去领赏 乌山学老听到婴儿的啼哭之声时 已然悄然离去 加德烈带着兴奋的心情 跨步走进了宫殿之中 只见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的火依娜 正面带微笑地看着床旁边的一个小篮子 听到动静之后抬头发现是加德烈 火依娜嘴唇轻起说道 陛下 这是我们的孩子 你快来看看 加德烈来到床边缓缓坐下 拉住了火依娜的鲜鲜御手 温柔地说道 王妃 你受苦了 陛下 我没事的 加德烈的大手轻轻地握着火依娜 有些冰凉的手掌 将自己手掌的温暖带给火依娜 加德烈的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小篮子 一个长得皱皱巴巴的小家伙正裹着小被子 躺在里面安静地睡着了 加德烈的嘴角忍不住地勾起了一抹微笑 陛下给他取个名字吧 火依娜有些虚弱的声音响起 加德烈心头一跳 按理来说 每个王妃的孩子出生之前 当国王的父亲就会提前将孩子的名字准备好 可是自己之前一直在考虑其他的国家大事 根本就没有为这个孩子想名字 火依娜好像看出了加德烈的窘迫 轻声地说道 陛下每日国是繁忙 想来也来不及为他去取名字 等到过一段时间再去吧 火依娜温暖贴心的话语 更让加德烈心疼 他弯下腰轻轻地抱住了火依娜的身子 温柔地说道 王妃 有你真好 加德烈这深情的话语 让火依娜苍白的脸色之上 都泛起了一抹红色 娇羞地说道 陛下就知道哄你孩子开心 当初我就是这么被哄骗的 加德烈一脸地痛心疾首 捂着自己的胸口说道 王妃 你这三十多度的身子 是怎么说出如此冰冷自古的话语的呢 本王的后宫就你一个呀 火依娜本是加德烈身为六皇子时的第十六位王妃 但是在艾维斯登基之后 给加德烈扣上了一个谋害国王的帽子 加德烈的手下们 死的死亡的王 就连他自己 要不是临摹出手快 估计也早没了 等到加德烈重新掌权之时 就剩下十六王妃火依娜还活着 加上国事的繁忙 以及一个个大局的部下 加德烈连给自己马上就要出生的王子 启明的心情都没有 更别说去再次选妃娜妃了 现在整个万象国百废待兴 欣欣向荣 只要自己能够完全地控制住玉化提安 以及他所建立的飞甲这两把刀 那么整个万象国再也不会有任何的风波 看着摇篮之中陷入睡梦的小家伙 加德烈的眼神逐渐恍惚了起来 他想到了自己的十几位兄弟 好几个姐妹 要么因为王族之间的争权夺势 亦或者被波及到了 当初的大皇子就是为了能够获得名望 成功登上王位而擅自偷袭霸杀神山 舰队直接都被人家搅和了 才勉勉强强跑了回来 二皇女艾维斯也算得上心狠手辣吧 但终究还是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各种欲望 被自己手下的大臣直接推翻绑了 哪怕是最后跑了出去 却依然被抓了回来 基本上家园一世所生的十几个孩子 现在也就只剩下几个人还活着了 加德烈有些犹豫地想着 自己到底要生几个孩子才合适一点 要不就生这一个孩子算了 清晨一早 所有的万象国银行的行长 纷纷来到了富商们所在的银行 当看到其他的银行行长也来到时 纷纷有些迟疑地开口说道 你们也是来签合同的 你也是来签合同的 数十人面面相去 这搞了半天 自己这些银行被一个人给包抄了 要不一会儿上去 走走走 一同上去吧 这些西装革履 面容严肃的行长们 纷纷挤进了一个电梯之中 但是当最后一名行长上来时 电梯抄载了 他有些皱纹的脸庞 充满了尴尬之色 刚刚迈步想要下去 就被身后之人拦住了 你作为外乡国 资产第五的银行行长 比我们重要多了 让我下去吧 不不不 让我下 让我下 你们先上去 众人争论不休 纷纷要自己下去 成全别人 第1405集 打探 那个 要不我先去吧 胸口之上挂着经理 二字牌子的男人 对着他们小声说道 眼前这么一群人 在这里推推嗓嗓的 他感觉自己不开口 都不好意思 顿时 整个电梯之中 安静了下来 看到自己身前 露出的空间 以及靠在两边 神游天外的行长们 这名大厅经理 感觉自己受到了 极其恶劣的精神伤害 刚刚走出电梯 经理身后的电梯门 就直接关闭了起来 你们了不起 你们清高 你们在这算计我 一个小小的经理 六楼之上 一群行长 纷纷迈步走了进来 而秃顶男子 也早早地 就站在了门外 迎接他们 各位 欢迎你们的到来 请进 一位位行长 走进了大厅之中 赵南月 以及所有富商 都已经齐聚在了大厅之中 欢迎各位 必然赵南月 也是这次商会的会长 赵南月走上前来 一个一个的 与银行的行长们握手 赵南月先生 这是王城之中 我们银行所出售的 除了跑车的全部合同 您过目 赵南月先生 这是我们在其他城市 所有出售的资产 您过目 赵南月先生 看我的 他们的那些 都是二手货 一个行长 看着挤在自己前面的一群人 情急之下说道 顿时 所有的行长转过头来 对他怒目而视 大家的资产都是收购来的 谁不是二手的 你清高 你了不起 你现场在这儿说行业内幕 看着他们的愤怒 以及宛如遭到背叛一般的目光 那名年轻行长双手抱胸 脸上露出了骄傲之色 我们银行出售的 可不是从别的地方 收过来的二手货 而是本身就是自己旗下的 我们银行也只是因为 濒临破产 所以才迫不得已出售的 看着年轻行长的 骄傲的样子 其他的行长面面相去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们忽然有些看不懂了 到底是自己等人的观念 太过于落后了 还是眼前这孩子 其实是个傻子 他们无法理解 为什么银行快要破产了 反而还这么骄傲 各位各位 我们有专业的云远 处理这些 老夫不管事情的 赵南月也看出了 这里面尴尬的气氛 哈哈大笑了一声 跑出来打了一个哈哈 缓解了一下 众人之间的尴尬气氛 一份份合同 被送到了一名名富商手中 他们则是开始翻阅着 这些行长拿来的合同 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坑 事后 赵南月和这些行长们 进行了友好的交流 所有收购的公司 以及工厂 都可以在短期之内复工 而赵南月只需要 在第一个月的时候 垫付上工资即可 而第二个月 就可以拿到大量的力 来给员工们发出工资 忽然赵南月的电话响起 上面的备注是林默 赵老 情况怎么样了 林默精神奕奕的声音响起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 他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林默 你放心吧 我们已经掌握的外向国 差不多三成的资产了 赵南月的话语之中 带着兴奋之色 林默都能十分清晰的感受出来 三成资产啊 等等 多少 林默的声音大了一些 让赵南月的耳朵都有些疼 整个外向国资产的三成 赵南月无奈之下 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语 没办法 就连自己当初知道的时候 都震惊得不行 堂堂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 就因为一次商债 直接被人购买了三成资产 这话要是传出去 估计会被其他的国家 直接嘲笑而死 在潘阳市待在家中的林默 突然好似想到了什么 对着赵南月说道 赵老 这几天你看看打听一下 黑丘的活动经费 都是从哪里弄的 赵南月文言一愣 随后眼中直接爆发出了精光 他明白了林默的意思 黑丘身为万象国的特殊部门 花费的经费 自然会比往常的经费更加的高 而万象国王的经费 公养给黑丘部队的 肯定无法给出太多 军政部还有边境 以及全国各地的士兵们 要去挤养 若是把所有的大头都给了黑丘 那么其他的军队首领 看到了之后会如何作响呢 而这个时候 想要凑集到更多的钱财 就只能找到一些民间的企业寻求帮助了 好 我明白了 我现在就去让人调查 挂断了电话之后 赵南岳直接喊来了图顶男人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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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点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图顶男人睡眼朦胧的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还穿着一件睡衣 本来众人昨晚就由于神情比较激动 整整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好不容易把所有的合同看完 确定了没有任何的漏洞以及毛病 并且签上了林默的名字之后 众人这才纷纷回去补觉 这才刚刚躺下十几分钟 又被叫了起来 这么想着 图顶男人用幽怨的目光 幽幽地看着赵南岳 赵南岳也被他的目光 盯得有些毛骨悚然 连忙开口说道 老夫这里 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在长中原 只有你的能力 我放心 虽然图顶男人总是一副不着边际的样子 但是他为人圆滑 处事情伤都不是常人所能披靡的 赵老 论慧眼十周 还得是您老人家 那些自称慧眼十周的人 也就是看个乐子 上方的赵南岳面色一黑 这臭小子到底是在夸他呢 还是在夸自己呢 赵老 您直接说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我保证给你办得漂漂亮亮 没有一点毛病 赵南岳的面色逐渐严肃了下来 对着秃顶男人说道 我需要你去打听一下 黑咎的所有活动资金 除了军政部象征性的办法 我要的开支 都是从哪里搞来的钱 赵南岳也知道 黑咎之前确实无恶不作 烧杀抢掠 但是那些财宝大多都没有变现 而是有一部分 上交给了加德烈 而剩下的大部分 都被黑咎的成员自己留下 这些财宝根本就没有算到 黑咎的行动资费里面 他们每次出动的汽车 坦克等各种军用物品 每次启动都是一大笔的钱 就说黑咎组织的汽车 每次出动都是大几十辆出动 加个油 最起码也要上万万项通宝 还有各式各样的武器保养 以及军火的购买 下面刚刚还一脸自信的 秃顶男人脸上顿时就露出了苦涩 颤声说道 赵老 那可是黑咎组织啊 您是想喝死我吗 这种不算是国家机密的情况 并不算难搞 但是哪怕是这样的情报 别人也不会随随便便的 就和你说 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应对办法 就是使劲喝 在酒桌之上 一瓶白酒不行 那就两瓶 两瓶不行就三瓶 这就是华夏的酒桌规矩 一般来讲 无论是谈生意还是打探情报 都是最好的办法 军不见当年兔子去找毛熊做生意的时候 因为价格始终谈不下来 毛熊甚至放出豪言 只要你们喝福特加能喝过我们 我们就低价卖给你 于是一个亲信就勇敢地去了 毛熊被拖走的时候 还喊着乌拉呢 孩子 我们需要你的胃 你的伟大事业 将被我们铭集在心 秃顶男人咬咬牙 点了点头 不就是喝酒吗 自己到时候 吃两个馒头垫一垫 眼睛一闭 不就是有点辣得白开水吗 大老 你放心 我一定会完成什么样的 秃顶男人转过身去 毅然决然地向前走去 周身流露出一股 风消消息 溢水寒的味道 夜晚 夜芭蕾酒店 昏暗的酒店之内 只有各种彩色的灯 在不断地散发着光芒 第1406集 单纯 一个靠墙的卡座里面 秃顶男人正和年轻行长 坐在一起 谈天说地 哎呦 老弟啊 自打见了你第一眼 我就感觉你和我那个 已经逝去的弟弟特别像 一样的拱直 勇敢 善良 以及帅气 秃顶男人拿着一瓶XO 给年轻行长倒了一杯 大声地说道 实在是这酒店里面 不大声不行 太吵了 而对面的年轻行长 被秃顶男人一顿夸奖 整个人都不好意思了起来 哪有啊老哥 我只是看不惯他们那些 欣欣作态的模样 而且我看到您的第一眼 也是被看亲切的 那你我兄弟二人 今天不醉不亏 铺顶男人拿起酒 直接就给年轻行长 倒了一杯 那我敬大哥 年轻行长没有犹豫 直接拿起了玻璃杯 一口闷下 这第二杯啊 就当是维兄 祝你前途远大 步步高升 年轻行长的脸色 已经有了一抹潮红之色 但他还是没有犹豫 再次拿起玻璃杯 仰天一眼而尽 这第三杯 为庆祝你未来 家庭航母 早生贵子 虽然感觉 秃顶男人的话语 不太对劲 但年轻行长 此刻的大脑 都是懵懂的 没有过多的犹豫 他再次拿起玻璃杯 仰头一眼而尽 秃顶男人 看着年轻行长 一杯接着一杯的样子 内心暗暗感叹 年轻真好呀 好骗 还天真 三 二 咦 果然 随着秃顶男人 心中的话语落下 年轻行长的脸色 充满了红色 整个人都坐不稳了 大哥 你怎么变成两个了 年轻行长 看着好像用了 影分身一般的 秃顶男人 呆呆地询问道 秃顶男人 看着年轻行长 呆呆的样子 内心暗道不好 哎呦 不会喝多了 别喝傻了吧 这还能问出东西吗 思索了一下 秃顶男人还是决定 试着引导一下 老弟啊 你说说 这黑鸠天天作为夺端 为什么还有人 愿意给他们提供资金呢 老哥 你以为那些人愿意啊 商战动荡 黑鸠还来要钱 所以直接全部不干了 你们买的那些企业就是 以往给黑鸠提供资金的产业 年轻行长的话语一出 秃顶男人顿时就开心了起来 没想到 真的是没想到 自己本来都做好了 今天晚上 要狠狠地伤害自己的胃 大喝一顿的时候 居然不用自己喝酒了 看着趴在桌子上 陷入沉睡的年轻行长 秃顶男人眼中闪过了怜悯之色 这倒霉孩子 还真是经历的太少了 仅仅只是说了两句话 喝了几口酒 就把所有的东西套出来了 将他的外套拿起给他披上 秃顶男人叫来了服务员 先生 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帮我算账 多少钱 服务员看了一下桌子上 就开了一瓶的酒 以及一些果盘 开口说道 先生 您一共消费了一万五千零三十 其中酒水一万五 我盘三十块 刷卡吧 服务员拿过来一个pose机 让秃顶男人刷卡 付完钱之后 秃顶男人对着服务员说道 这是我朋友 喝醉了 我现在有事带不走 你让他在这趴一会儿 不要打扰 好的先生 秃顶男子穿着一件薄薄的外套 在服务员的鞠躬中走出了酒店大门 感受到外面有些凉凉的空气 秃顶男子大吸一口气 这才感觉活了过来 哎 真羡慕那些年轻人啊 不把自己的身体当东西啊 叹息了一声 秃顶男子打了个出租 向着酒店赶去 他就想赶紧回去 向着赵老汇报完情况之后 自己可以快点回到房间 美美地喝一口自己的枸杞红枣 肾饱养生茶 然后舒服地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回到酒店 直接找到了正在沙发上坐着的赵南月 赵老 我花费了极大代价 终于搞到了黑旧的紫金 来源情报 赵南月面色一喜 给了秃顶男子一个赞赏的眼神 大体的意思 就是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人 然而看到秃顶男子风轻云淡地坐在对面 没有一丝一毫开口的意思 赵南月顿时就急眼了 混蛋小子 你压得说不说 看到赵南月的手 已然放到了自己的腰带之上 秃顶男子顿时就打了个哆嗦 赵叔叔叔 自己人 自己人 秃顶男子也不敢继续喝茶 装高身了 而是开口说道 根据我用来 千辛万苦百转千回魂 你要是再扯淡 老夫冲死你 根据我的情报 黑旧除了军政部提供的资金之外 其他的资金都是由万象国的企业所提供的 秃顶男子的话语一顿 再次开口说道 并且所有为黑旧提供资金的公司 以及企业 现在都在我们的名下 若是按照往常样子 每一个月要商交总共五千万的资金 距离千载 还有三天 赵南岳的眼中流露出了思索之色 若是这样的话 这件事情可以操作一下 只要自己不开业 黑旧就没钱 断家债门外 黑旧的临时大本营 文强正坐在帐篷之中 观看着手中的嫉妒报表 我们现在的存储 最多只能支持三天的 文强下方站着的军粮馆 点头说道 指护士大人 我们之前每个月的经费 基本上两天前就送来了 可是这个月却迟迟没来 我去打听过之后 才发现所有店面都关门了 军粮馆脸上也是露出男色 之前因为黑旧的赫赫威名 那些公司很乖巧的 就送来了经费 可是现在这些公司 全部关闭了 自己等人总不能 自己跑过去抓回来吧 底下的将士们 现在都在异乱纷纷 甚至有得说 文强眉头一皱 出声问道 下面的人都在说什么 文强的内心隐隐约约 也有些担忧 黑旧这只力量 若是吃饱了就是利剑 若是吃不饱 那么他们就会立刻倒转剑锋 选举出新的 能带他们吃饱的人 那些人送来的钱算进去了吗 听到文强的话语 君良管一脸苦笑之色 指挥师大人 那些人每次总共也就出去几十万的贷 咱们差不多就能拿到十几万 可是这十几万的金钱作为经费的话 根本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 下面的人现在都已经开始盛传说 杜卡指挥师死后 从此再无黑旧 含有的人直接说您软弱不能 根本不能带领黑旧走向巅峰 甚至含有的成员说什么要 换指挥师 君良管的话 让文强的内心宛若 批进了一道雷霆一般 他的眉头紧皱 手掌甚至已经在石墓的桌面之上 留下了入目三分的痕迹 再去查一查 现在那些公司 还是否在银行的名下 文强揉了揉额头 现在正是多事之秋 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黑旧呢 所以他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强行地约束着 黑旧成员的一举一动 不能烧杀抢掠和强辱妇女 甚至还定下了一系列的军规 这些在正规军中 都显得松散的条例 现在放在黑旧的身上 他们都接受不了 说着什么太过于严苛 可都卡带领黑旧时 完全就是两个样子 这些声音 让文强内心暗骂一群白痴 也不看看现在都是什么情况了 之前国王加德烈 还没有坐稳自己的位置 自然需要一支特攻部队 来铲除一击 在大清洗之时 只要你能干好自己的事情 哪怕是滥杀无辜 国王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文强已经看明白了 所谓的黑旧部门 就是加德烈一把 随时都会抛弃的刀 并且现在黑旧的作用 已经没有之前那么重要了 甚至此刻的黑旧的弊端 远远大于利益 第1407集 来自商会的杨谋 铲除一击的时候 加德烈为什么没有成立飞甲 刚刚铲除完一击 枫叶国的商会刚一进入 飞甲就成立了起来 这里面充满了加德烈的算计 甚至黑旧原本成立 就是为了消除一击 并且就连黑旧制造出 万象国内乱的情况 都被加德烈提前踩到 早早的就布下了弥天大局 等待着加百略 带着枫叶国的商会 自己进入虎穴之中 文强的内心隐隐作怕 加德烈早就从之前 那个单纯的小皇子 成为了一个心思缜密 不洗行余色的帝王 若是黑旧 在回归到之前的样子 飞甲就要来了 只会是大人 万象国银行所有出入的资产 都在一夜之间被人收购了 军粮官脸上洋溢着喜色的 从外面冲了进来 对他而言 只要那些公司 都成为别人的财产 那么他们就可以去上门要钱 维持黑旧的经济运转 文强刚刚还舒展了一些的眉头 再次紧皱了起来 目光紧盯着军粮官说道 你说银行下所有的资产 都在一夜之间被一个人全部购买了 军粮官点了点头 刚才他去查看时也吓了一跳 短短一个晚上 价值几十亿的资产 就这么扫荡而空 你有没有看购买所有资产之人 叫什么名字 文强面色阴沉 双目紧紧地盯着下方的军粮官 整个万象国能有如此之财力 一晚上购买如此庞大资产的 原本有三伯 枫叶国的商团 本来也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但是他们和大区联盟那边的商会打商战 被直接用碾压之态 狠狠地摁在地上摩擦 现在别说是购买这么多的资产 能不能不让自己破产都是个问题了 而第二个有如此力量的便是迦德烈 这位尊贵的国王 但是他定然不会下场做出这样的事情 而第三个 也是文强心中最不想出现的 大区联盟那边被林墨派来的商会 根据死亡者的护主名字 是一个叫林墨的 军粮官的话彻底打破了文强的遐想 他坐在上方的椅子上 脸上也是流露出了浓浓的无奈之色 天时地利人和皆是不在 黑丘拿什么给人家斗 甚至到现在林墨还被黑丘 破着暗中种植叶曼草的罪名 被限制了万象国的境内出入权 根本无法进入 但是越是担心什么就会发生什么 指挥师大人 门外来了一个秃顶的男人 说是已经告诉您他会来了 文强脸色顿时一正 目光看向了下方的军粮官 这家伙前脚刚刚回来 后脚就来了一个秃头男人 看来林墨的人早早地就算计到了这一切 就等着自己出手查呢 文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丝的无奈之色 对着门口的士兵说道 让那位闺客进来吧 以礼相待 纵然他文强精通算计 本身文桃武略 但是也带不动一群诸队友 和对面一群与自己一个等级的人打呀 文强哪里知道 根本就没有人去监视军粮官 秃顶男人此时到来 也不过是因为养生刚刚结束 就被赵南岳拿着皮带 直接粘了过来 过了短短几分钟 一名穿着西装的秃顶男人走了进来 见过黑酒指挥石大人 秃顶男人看到坐在最上面的文强 不卑不亢的礼数周到的行了一礼 你下去吧 文强让军粮官出去 并且让营帐门口的士兵们远离石部 阁下的来意我都知道了 你们有什么条件 直接说吧 文强苦涩地张开了嘴 喉咙涌动 说出了这句让他倍感无奈的话语 他的话语让下面站着 刚刚准备开口的秃顶男人 直接一猛 怎么我还没开口 那你都知道我要来干嘛了 但是他没有过多去考虑这些东西 而是将众人商议出来的条件 一一说出 第一 鬼方需要无条件的承认 我方太山使李末无罪 第二 鬼方必须向这整个万象国公开 向我方太山使李末道歉 行 文强的目光看着秃顶男人 语气坚定地说道 黑酒可以承认李末的无罪 但是黑酒不能向李末道歉 这是黑酒的底线 秃顶男人没有在这个事情上 与文强纠缠 只是开口说道 这回事关系 在别人说话之时将其打断 可不是什么身世行为 你的话 我不会进行否决 但是我要告诉您一个事实 那就是 我们对于您打不打也无所谓的 甚至李末国下与加多利陛下 是非常要好的关系 只是一直没有开口 秃顶男人的语气停顿了一下 随后说出了自己的全部内容 他的目光就这么不带有任何变化的 看着文强 他说的本身就是实话 你们黑酒可以不答应条件 那么你们就做好三天之后 依然没有任何资金的准备吧 黑酒现在的境地 简直就是如履薄冰 秃顶男人相信 文强会让他继续说下去的 我为我的行为感到抱歉 你继续往下说 果然 文强最终还是让秃顶男人 往下说了下去 他承担不起 几天后没有资金的后果 黑酒的那群恶狼们 会在毁灭之前 先灭了自己这个 在他们看来无能的指挥使 所以哪怕文强 再怎么不想答应这些条件 他都必须答应 刚才的打断 也只是在试探 大渠商会的底线而已 让文强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的底线居然如此坚决 第三 贵方必须立刻将包围断家债的力量全部撤回 立马恢复所有水电 第四 贵方完成以上条件之后 我们会每月给贵方提供原本价格的六朝 其他的都可以答应 但是最后一条绝对不能如此 文强一拍桌子直接站了起来 原本的五千万变成了三千万 整个黑鸠估计又要出现动荡 到时候压制起来可不容易 尊敬的指挥使国家 您要知道 我并不是来和您谈判的 而是直接向您说出的我们的条件 图顶男人依旧是面无表情 将一份纸质的文书 放在了文强的桌子上 随后是标准的西方鞠躬礼仪 图顶男人才缓缓地向外走去 文强则是目光复杂的 看着桌子上的那一纸文书 亦或者说 此刻这张纸早已成为文强的必选题了 要么签下合同 向整个万象国公布林墨是被冤枉的 随后道歉 并且取消一系列的东西 最后拿到大渠商会给的原经费的三成 黑鸠内部动荡 文强杀鸡敬猴再次稳定黑鸠 或许文强现在直接跑路 也能谋得一条生路 但他这么长久以来的时间 就将全部浪费 文强不想也不甘心这么做 罢了 华夏有句成语 卧薪尝胆 今是我文强 也来试试这颗苦胆 文强毅然决然地 在文书之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划破手指 摁上了纸印 快速地跑了出去 将文书交给了 已经走到黑鸠住地门口的秃顶男子 我答应你们的要求了 我会在两天之内全部做到 我也希望第三天会有资金送到 尊敬的指挥使阁下 放心 我们自然会遵守承诺 坐上了车 离开了黑鸠大营很远之后 兔顶男子才猛地松了一口气 他用手抚摸着自己的心口 喃喃自语道 第二天一早 在万象国民众猛逼的眼神之中 家中的电视收音机等等 甚至就连外面的街道之上 都出现了黑鸠人员 他们纷纷蒙着面 手中高高地举着一个牌子 第1408集 黑鸠的洗白 黑鸠上一任指挥使 杜卡无恶不作 冤枉邻国友人 华夏正月史林默 伤害国内居 引起万象国内部的经济动荡 以及社会动荡 在这里 黑鸠新任指挥使文强 指出了根据万象国的内部发展情况 我们应该 他们的身后 还有一系列的音响等等 把万象国的所有民众 听得是一愣一愣的 单纯的民众们 只在这长篇大道之中 听出来两件事 第一 黑鸠这个无恶不作的疯狗 对着民众们服软了 第二 黑鸠组织的新任指挥使 听起来不像是个坏人的样子 就这样 文强虽然用的是服软的方式 但却潜移默化地 开始给黑鸠这个黑的滴墨汁的组织洗白了 酒店的顶层之上 赵南月以及富商们齐聚一堂 纷纷看着下面道歉的场景 段家家那边的黑鸠组织撤退的吗 赵南月的目光 看向了正在喝着枸杞养生茶的秃顶男人问道 赵老 根据消息 段家家的水电已经全部恢复 门口也看不到一个黑鸠的存在 秃头男人咬碎了嘴中的枸杞 对着赵南月回应道 应该是能给林墨打电话 让他过来了 赵南月拿出手机给林墨打了过去 赵老 万象那边的事情都解决掉了吗 此刻的林墨依然来到了巴沙神山的山脚下 昨天大晚上段大山就给远在攀阳的林墨打了一个电话 说自己已然没有事情了 所有的黑鸠士兵已经从段家寨的门口挪走了 并且就连被断了很多天水电也都再次恢复了 虽然林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估计是和赵南月他们的商会有关 并且加上林墨本身就寻找许半夏心切 当天晚上就朝着万象国的边境而来 现在刚好抵达了巴沙神山 赵老 您那边的事情都解决了吗 赵南月充满了笑意的声音响起 已经处理好了 黑鸠已经将你的事情解释清楚 林墨你已经可以自由处处万象国了 虽然早就对这件事情有了一些预料 但林墨的脸上还是露出了些许的笑意 赵老 这么快就将事情搞定了 黑鸠那边怎么处理的 赵南月有些风消消息 溢水寒的语气传来 淡然道 天黑了 那黑酒酒 没钱吧 林墨陡然沉默 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说话 赵老怎么又有心情开起玩笑来了 你小子呀 还是这样 我们现在坐拥万象国三成资产 他们不答应我们就直接不给钱 那个指挥室迫于无奈之下 只能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一番聊天过后 林墨挂断电话向着优理几人告别 快速地向着万象国而去 根据之前的消息 自己的妻子许半夏出现在了万象国之中 只要自己到了万象国发动力量寻找 一定可以快速地找到自己的妻子 林墨想要当面向他问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离开自己 又为什么要不辞而别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许半夏都无法和自己这个丈夫 共同面对 林墨的眼神逐渐坚毅 万象国他来了 万象国的王宫之中 迦德烈正坐在王座之上 面无表情地看着平板上面的视频 视频的名字叫做 恶狗黑鸠忽然大街之上认错 林墨又是何许人也 手指网上轻轻一划 新的视频出现在了迦德烈的视线之中 震惊 华夏镇月使之手林墨到底有多么逆天 这是一张图片 是一些在网上能够搜查到林墨的信息 哪怕仅仅只是这些信息 也无一不透露着林墨天之骄子的身份 迦德烈目光深邃地 看着手机上的各个视频 他明白 黑鸠的服软肯定是和林墨有关 昨天万象国资产的大量购买 让税务局 以及一些机构的负责人纷纷上报 而这些所有的资产 油田 土地 豪宅 公司 工厂 他们都在一个人的名字之下 林墨 这些加起来 足以达到万象国三成左右的资产 居然在一个外国人的名下 哪怕是万象国本国的人 拥有如此多的资产 都会引来杀身之祸 更别说 还是一个外人拥有如此之多的资产 甚至万象国商业市场的命脉 已经把握在了林墨的手中 只要他不愿意那些公司开业 全部关闭 那么短短几天后 万象国的市场就会一片混乱 大部分的门店都已经关门歇业 那么仅仅剩下的一些店铺 根本就满足不了万象国民众的需求 林墨名下的大部分公司 以及盈利企业都是小型企业 平日里万象国的生活市场 都是靠着他们支撑 在新的可以支撑整个生活市场的公司们出现之前 万象国的市场绝对不能没有他们 悠悠的长叹一生 加德烈内心清晰地知道 自己日后只能活在林墨的阴影之下了 哪怕林墨根本不会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但是又有哪一位王者 愿意有一个人一直压在自己的头上 让自己不能喘息呢 纵然他和林墨身为好友 但是内心的不是 还是让加德烈有些纠结 亦或者说 纠结的并不是林墨在加德烈心中的地位 纠结的是那位阴狠无情 卑鄙无情的加德烈国王 与那位无比依靠林墨的加德烈皇子 不断地在纠结着 纵然无论是哪一个时候的加德烈 林墨在他的内心 都是一位可以背靠背的好友 只是现在内心深沉 心思复杂的加德烈皇帝来讲 林墨的威慑之感 给他的压力实在是有些大 忽然加德烈的身前 出现了一道人影 一脸微笑的阿诺德 陛下 您是在犹豫 如何去对付林墨阁下吗 阿诺德的话语 直接说进了加德烈的心中 但他面色却没有任何变化 从林墨阁下的性子 以及样子来看 您到底在担心着什么 是林墨阁下恐怖的宗师级地量 还是他现在手中掌握的万象国三成资产 加德烈的目光逐渐眯起来 脸上浮现出了阴沉之色 冷声道 阿诺德 你好像很了解我呀 臣子能够猜到君王内心的想法 这是大忌 阿诺德没有去向加德烈解释 而是继续说道 林墨阁下至今为止 可曾做过一件对不起您的事情 一管被封 短家寨被围水 垫被断 这些您都看在眼里 却从不大理 但是封野国那边刚刚被加白略联合组成商盟 又要做空万象 林墨就派人来了 甚至林墨先生都没有问我们要一分一毫的钱 完全是自己出钱 答应了这场商战 您不觉得一直以来都是您对不起 林墨先生吗 碰 阿诺德 你放肆 阿诺德平静的声音宛如尖刀一般 狠狠地扎进了加德烈的内心 他的手掌狠狠一拍桌子 起身对着阿诺德怒声吼道 阿诺德单膝下跪 低下了头轻声说道 他只是觉得陛下有些丧尸的方寸 已经暖得本心 阿诺德的话语让加德烈一阵恍惚 是啊 自己的本心是什么 自己当初的本心就是当上万象国的国王带领国家走上繁荣昌盛 自己在林墨的帮助下登上王位之后 对他的本心就是你帮我得到了荣华富贵 那么我就换你两肋插刀 再看看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 除了算计与利用 现在的自己真的还有考虑到与林墨的友情吗 加德烈宛如溺水刚刚被捞起来一般 瘫软地坐在王座之上 阿诺德 去联系华夏大使馆 就是我希望能够和华夏的武蒙大长老 轩辕鸣鸣聊聊 第1409集 会面 阿诺德看着上方的加德烈 好看的脸颊之上 露出了一抹发自内心的笑容 随即小石化为一道残影 向着大使馆的方向而去 来人 去请礼部大臣过来 王座之上的加德烈 好像想到了什么 拿起桌上的对讲机说了一句 很快 一名一头白发 留着白色胡须的礼部大臣 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 礼部大臣年事已高 来人自作 这位礼部大臣 是在家园一世刚刚登基之时 就已经在礼部任职了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 他依然还是在礼部任职 不过 已然垂垂老矣 臣 叩谢陛下恩赐 整个朝野上下 这位礼部大臣可以说 是最不怕加德烈的人了 不是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大 对于加德烈而言 哪怕年纪再大 犯了错也得老老实实地待着去 而是因为他为人公正清廉 礼部每年按理来说 也有不少的油水 而这位大臣偏偏勤俭节约 让礼部成为了一个最没有油水的地方 礼部大臣 寡人想要在王城的门口 准备一场欢迎仪式 不知道陛下需要什么级别的欢迎仪式 邻国有人还是王宫寻贵 这两种欢迎仪式是平日里最多的 每一场下来也就几十万的经费 如同寡人清零 得需要多久才能布置好啊 陛下您说 陛下您说什么 面对礼部大臣惊讶的目光 加德烈继续说道 红地毯最少需要百米 并且十步一名万象士兵 所有大臣都要随我一同前去 并且军队的护航 还需要一下从城门口排到王宫 礼部大臣内心狂震 不敢置信地开口说道 陛下 十步一名士官到达王宫 整个王城的军队都要参加 解释您的安危 无妨 只要他来了 这天下没有人能伤得了我 对了 礼花 皇家乐器团 各种花环 这些全部不能使 礼部大臣默默地咽了一口口水 他在这个位置坐了四五十年 迄今为止 还没有计划过如此盛大的迎接仪式 陛下到底是要迎接何人 陛下 这些下来可能要上千万的资金才能完成 无妨 寡人最不缺的就是钱这种东西了 陛下 我与华夏大使馆商议了一番后 约正在今天晚上八点 为您和武盟大长老进行视频回忆 阿诺德缓缓地从外面走来 对着加德烈说道 加德烈点了点头 让阿诺德退下 夜晚 加德烈的寝宫之内 一身庄重巢服的他 此刻正在不断地让下人整理细节 现在已经七点五十五了 还有五分钟和华国大长老 宣元明的会议就将开始 时间逐渐接近 原本摆放在一边的黑色电视 突然亮起 一名身着灰色衣服的信号接收员 快速地走了过来 各国的首领一般线上见面 都是通过卫星信号的接收 来进行线上见面 加德烈是万象国的国王 而宣元明则是华国武盟大长老 两人的身份自然是世界顶尖的巨头 不管使用哪家的软件 都会担心被偷听 索性直接用自己国家的信号连接起来 屏幕一阵闪烁 再次稳定下来之时 宣元明的身影 已然出现在了屏幕之中 老人面色沉重 目光之中带着点点杀意 怒视着加德烈 万象国的国王 我没想到你居然敢主动 给老夫联系 宣元明的语气之中 充斥着愤怒与悲伤的情感 就因为这个所谓的黑鸠清洗 死了不知道多少的华夏子民 到最后 却只是等到了一个 寥寥无几的黑鸠成员被杀的消息 大长老阁下 对于这件事情 我作为万象国的国王表示十分哀伤以及抱歉 都是我没有管教好自己的手下 对此 我作为万象国的国王 十分抱歉 说吧 加德烈对着大长老深深地拘了一躬 那副痛心疾首的神态 看上去真的就像是一位仁德的皇帝 这种鬼命上的话 就不必多说了吧 加德烈国王 说出你的事情 宣元明脸色冷淡 直接了当地开口说道 他不喜欢和这种人来来回回地绕弯子 甚至若非林默的阻拦 大长老甚至都要和其他几位商量 直接开战 华夏不可辱 华夏不可亲 尊敬的大长老 我希望可以让华国的正月使之首 泰山使林默 成为我万象国的国筑大臣 加德烈平静的话语 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 宛如巨石一般 狠狠地砸进了在场众人的内心之中 几名大臣以及万象国的记者 一时之间愣愣地站在那里 默默地咽了一口口水 内心暗暗道 假的吧 一个外人 怎么能成为我们万象国的首席驻国大臣 加德烈目光冰冷地转过头来 冷冷地扫了几人一眼 对着记者说道 打开摄像机进行记录 这将会发布在整个互联网之上 是 是 几名记者吓了一跳 赶紧打开摄像机 找好角度开始记录 只不过他们双眼中的震惊之色 却是无论如何都压制不下来的 首席驻国大臣 这是很久以前就被国王废除了的职位 无他就是因为驻国大臣的权力 实在是太大了 见国王可不贵 可以培养私君 就连万象国的所有臣子 都有先斩后奏之权 任何臣子见了驻国大臣 就宛如国王亲临 行跪拜之礼 除了皇帝一人之下 哪怕是皇子们见到驻国大臣 也要恭敬行礼 在万象国之中 国王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甚至说一句 是和国王共作江山也不为过 视频另一端的大长老目光微微一宁 看着迦德烈 在内心思索了起来 这位新登基不久的迦德烈国王 从为人处事来看 显然十分具有诚服 而如此有诚服 以及狠辣之人 又怎么会自家床榻 爬上他人呢 虽然大长老不太了解 万象国首席 驻国大臣的身份 以及权力 但是迦德烈身后的那些人 脸上的震惊 与不可置信的表情 太显眼了 贾德烈国王 我能了解一下 这个驻国大臣的一些事情吗 宣元明没有第一时间拒绝以及答应 而是看向了贾德烈 当然 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贾德烈点了点头 若是人家不同意 那么自己也不能强行逼迫人家 首席驻国大臣 是我万象国最早时期的一个职位 代替帮助国王管理百官 同时 也是我万象王国除了国王以外 最为尊贵之人 宣元明眉头一皱 这驻国大臣的职位 完全是比华夏封建师宰相的职位 更加权力庞大 如此之大的权力 贾德烈这个国王晚上 能够睡得安稳 那么 我们 一货叫林默 需要付出什么 而对大长老宣元明的疑问 贾德烈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之色 这个王位 是林默的帮助之下登上的 对于我而言 林默就是我的好友 所以 林默只需要在万象国有难之时出手相助即可 至于华夏 我贾德烈还没有沦落到向别的国家求助的地步 当然 万象国也愿意与华夏缔结友谊 最终 这是自然 随着屏幕的关闭 再次恢复黑屏 这场足以震动世界的谈话就此结束 第1410集 承诺 进宫之中 万象国的几名最顶尖的大臣 此刻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他们哪还能不明白 贾德烈大晚上喊他们进宫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林默首席驻国大臣的位置做准备 这个位置原本已经被废除也就罢了 但是现在既然重新恢复 那么几人断然不会坐任别人登上这个位置 贾德烈早就猜到了他们一定会反对 所以直接召他们入宫 诸位大臣 对于驻国大臣的恢复以及任命 你们没有什么意义吧 贾德烈充满了温和的语气 以及笑眯眯的表情 让几位大臣浑身一颤 贾德烈在即将要杀人之时 总会露出这看上去十分温柔的笑容 陈总觉得陛下的想法以及做法都十分完美 林默是我万象国的大恩人 若是没有林默 此刻还不知道万象国是什么样子 除了林默 驻国大臣这个位置无人可措 三名大臣抬起头看了一眼 已经悄悄将手放在刀柄之上的侍卫 内心怒骂道 你他们问我们意见的时候 别把手放刀上啊 不不不 全等都是法子媚妇之言 除了林默先生 我们谁都不服 对 除了林默先生 其他人得不配位 贾德烈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 走了过去 将几位大臣搀扶而起 诸位都是我万象国的设计之公骨 快起来快起来 贾德烈一脸关心地拍了拍几位大臣的肩膀 轻声说道 今后的国事之上 还希望多多劳累你们这些国之栋梁了 不麻烦 不麻烦 能为陛下效劳是我等的忠孝 对对对 陛下 老臣家中还有一些琐事 就先告退了 几位大臣现在是一点都不想和贾德烈这个狗东西在一块玩了 大家本来就在万象国这个大家庭友好的玩耍 一点点小小的错误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好吧 大家都开开心心地跟你玩 结果你拿了把刀子就像嘎我们的妖子 这天黑了 路不好走 你们送送几位大臣 明天记得呼送几位大臣上朝 贾德烈的目光看向了刚才十几名 手已经摸在刀柄之上的护卫们 是 我等一定会好好保护几位大臣的 就算是有贼人袭击 我们也会死在他们身前 几名侍卫单膝下跪 声音慷慨激昂让人热血沸腾 而几名大臣的脸上都要哭出来了 甚至双腿都有些颤抖 他们的内心纷纷开始慌了起来 这不是他们都答应了吗 怎么还派侍卫来护送他们回去 莫非加德烈是担心自己等人回去后反悔吗 陛下 他们身上肩负着守护您的重任 万万不可离开 另外老臣觉得林默大人 为我万象国付出的这么多 愿意写一份血书 请命整个万象 封林默大人 为我万象国首席祝国大臣 只在您一人之下 只要首席祝国大臣与您同在 我万象国就能一直繁荣昌盛下去 这名大臣声嘶力竭的声音 回响在加德烈的寝宫之中 为了怕加德烈觉得自己不够忠诚 直接双膝跪地 三叩手 看着那名大臣额头红肿的样子 一边站着的几名大臣呆入目击了起来 不是 这个事情不在事先商量好的剧本之中啊 这家伙居然背着自己等人疯狂地内卷了起来 顿时原本还在站着的几名大臣 仿佛感觉到了有一道若隐若无的目光 在自己等人的身上徘徊 扑通 顿时原本还站着的几名大臣再次跪下 大声地对着加德烈说道 残等 残等也一样 原先跪在地上的那名大臣 脸色一黑 内心疯狂地问候他们的祖宗十八倍 你奶奶的狗日的 就他们知道学老子说话 加德烈看着再次下跪的几名大臣 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一点 这几人都这么懂事 那就放过他们的九族 以及一条性命好了 几位大人这说的是哪里话 不至于弄得这么豪华吧 不带几人说话 加德烈就再次开口说道 既然诸位大臣如此坚定 那么寡人也实在是不好拒绝 明日早朝 记得拿上 随即加德烈对着十几名侍卫说道 还愣着干嘛 将几位大人送出王宫 就回来吧 几名大臣顿时就松了一口气 任由侍卫将自己抬起 往外走去 而加德烈的目光再次落向了 缩在一边的两名记者 与其悠悠道 只需要在报道上出现寡人和华夏大长老相谈甚欢 那些犹豪卫全部掐掉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第二天一早 万象国的早朝之上 加德烈端坐在王座之上 地面之后 看不出任何的表情 终于 加德烈不再继续沉默 缓缓开口对着众人说道 诸位爱卿 寡人昨日左思又想 寡人登基之前 二公主艾维斯假传圣旨残暴不仁 而寡人的好友 华夏镇月使林墨 看到万象国生灵涂炭 毅然决然以万人之字前来帮助寡人 而寡人击溃艾维斯之后 林墨却悄悄离开 未向寡人要一个封赏 寡人的内心十分不安 如此一薄云天之人 寡人怎能违背自己良心 不闻不问 下方滚滚诸公无人说话 皆是安静地看着加德烈的表演 想要看看这位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的皇帝 到底想干嘛 于是寡人想到了 既然这江山是他帮助寡人得来的 那么寡人就分他一半 万象国首席祝国大臣之位 当为林墨恢复 加德烈的声音越来越大 一个字比一个字小 他的每一个字都宛如落雷一般 狠狠地披在所有人的脑海之中 首席祝国大臣 那是何等高贵的位子 甚至说是半个国王也不为过 加德烈就这么要给那个林墨了 陛下还请三思 那林墨何德何能 能成为我万象国祝国大臣 还请陛下收回成命 林墨无才无德 不配成为我万象国祝国大臣 陛下 这等位置怎可让林墨一个万人贪人 朝堂之上炸开了锅 短短一分钟便有好几个大臣站了出来 跪倒在地 加德烈地面之后的面色陡然阴沉了下来 没想到经过大清洗之后的万象国 居然还有人敢违抗自己的意志 加德烈也不想想 踏步的弥天大局 三皇子能看出来 林墨能看出来 聪明人都能看出来 可是这朝堂之上的滚滚诸功 都是聪明人吗 他们有的人内心 估计还觉得加德烈是一个没什么用的皇帝呢 若朕 一定要恢复诸国大臣制度 并且由林墨担任呢 加德烈有些阴冷的声音 丝毫没有让下面的臣子们害怕 反而一个感觉的加德烈 只是在强撑 只要自己等人人多 他也不敢怎么着 那臣等就死见 撞死在这万象大殿之上 他们没有发现 在他们说出了以死觐见之后 王座之上的加德烈脸上 再次露出了微笑之色 不过那是雄狮杀人之前的嘲笑罢了 好 既然诸位爱卿如此担忧我万象国之发展 那朕就 底下的臣子们心中露出了喜色 果然加德烈这个窝囊废 根本就不敢和他们硬扛 到时候自己等人以死觐见国王的名声传出去以后 估计就会成为万象国 清始流明的大人物了 那诸位大臣就撞死在这万象大殿之上吧 加德烈猛地从一边的侍卫手中拔出了一把长刀 狠狠地丢了下来 第1411集 完独自了 鲸铁所打造的长刀 狠狠地砸在了一名大臣的身上 让他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嘀吼 加德烈就这么在他的身前扔了一把刀 然后又指了指一边的柱子 此刻他的意思已经十分明显了 寡人宅心仁厚 怕你们撞柱子死不了 给你们来把刀 到底是学习窝国那边的剖腹 还是自吻 抑或者真的投铁 去撞万象大殿的柱子 诸位直接随意选 顿时原本跪在地上 还在畅想未来的大臣们 身子纷纷一颤 看着掉落在身前的长刀 眼神之中流露出了浓浓的惊恐之色 怎么回事 剧本可不是这么走的呀 现在加德烈不是应该被自己等人逼的 放弃封李末为首席国筑大臣吗 难道他就不怕大臣们纷纷地上辞呈 万象国之中民众对他的一片骂名吗 他们的目光隐晦地 看向了前面的几位权力最大的大臣们 往日里此刻他们不就应该站出来 怒怼加德烈吗 好像是感应到了众人的目光一般 前面的几位大臣纷纷扭过头去 递了一个眼神过来 只不过这些家伙们没有看明白 那可不是放心的眼神 那是充满了浓浓的怜悯的眼神 昨晚最先跪下的那名大臣 大步地从队列之中走了出来 几名跪倒在地的大臣内心狂喜 看来自己今天果然不用死了 然而那名大臣的下一句话 彻底让跪在地上的几个家伙 心如死灰了起来 陛下 林墨是我万象国的大恩人 我万象国万万做不出 忘恩负义的那种痴情 为臣以血书恳请陛下 封林墨为我万象国首席 祖国大臣 而其他的几名大臣也纷纷站了出来 从怀中拿出了一份血迹斑斑的血书 撑在手上 臣等以血书恳请陛下 奉林墨先生为我万象国首席 祖国大臣 最后几名跪着的臣子脸色煞白 看着几人满是伤疤的手指 内心顿时就天塌地陷 自己等人被坑了 这几位大臣早在事先 就和加德烈这位国王商议好一切了 而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出来支持 就是为了杀自己这群鸡啊 几名大臣眼神发昏 直接晕倒在了大殿之上 坐在王位之上的加德烈 声音之中带着一丝拒绝之意 这样不好吧 林墨一个外人 真的能成为万象国的祖国大臣吗 顿时 列队之中的大臣们脸色纷纷黑了下来 你真是拿我们这些大臣当傻瓜呀 陛下 林墨先生在我万象国被艾维斯那个逆贼蒙蔽之时 古身一人救您于水火之中 之后更是带着刚刚万人的军队去古身对抗艾维斯 惨败而胜 帮助陛下您搏乱反正 重登皇位 武将队列之中死一般的沉默 他们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天的场景 如潮水一般的肌肉大汉们 扛着火箭筒不要命一般的往上涌 并且林墨先生还在先王被先王非 因小离蒙蔽之时被派军攻打 但是之后林墨先生却不计前嫌 为先王配置了稳住病情的丹药 若非罪人艾维斯痛下杀手 赤腹杀胸 他老人家一定可以见到陛下您登基之时的英姿 陛下这其中的每一件事都足以林墨先生成为我万象国的首席祝国大臣 并且林墨先生三见合意 这祝国大臣之位除了林墨先生还有谁配 大臣说完之后直接双膝下跪 狠狠地向着加德烈磕了一个响头 大吼道 望陛下可以听取 臣以死尽见 诸国大臣的位置除了林墨先生 无人可错 若是陛下不同意 臣就直接撞死在这大殿之上 斩钉截铁的话语 让平日里老奸俱华的形象瞬间改变 臣等复义 若是陛下不答应 臣等就撞死在这里 几位万象国权力最为巨大的大臣 全部跪在地上等待着加德烈的决断 聪明的大臣们皆是在内心不断地暗骂着那几位大臣 估计是早就提前和加德烈商议好了 所以才如此胆大 要知道平日里就他们几个老东西臭不要脸老奸俱华 而那些到现在都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臣子们 内心纷纷震惊不已 闲车之间刚刚出来就还敢如此的威胁陛下 难道他们几人平日里的老奸俱华都是伪装出来的吗 王座之上的加德烈一阵沉默 让那些不知道真相的臣子们内心隐隐地渗出了汗水 哎呀你们呀就非要如此逼迫寡人吗 传指 华夏镇院使林默德才兼备文涛武略 册封为万象国的驻国大臣 可培养万余清兵护卫先斩后奏 所有官员见之都要接续进行跪拜 加德烈的话语之中充满了被逼迫的无奈之色 丝毫看不出来 昨晚为了今天的这一幕 差点都要动手的样子 陛下圣明 陛下万会 所有的臣子们纷纷跪了下来 没办法 既然结果已经定下来了 这个时候哪个不长眼的还要继续投铁 直接跟作死无异了 加德烈看着跪了一地的臣子们 开口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退朝吧 明日早晨在王城门口 随寡人一起迎接驻国大臣 陈等告退 群臣散去 只留下加德烈一人坐在王座之上 安诺德 消息散播出去了吗 陛下 就在刚刚 我已经让人把消息放了出去 并且安排在全国王爷置顶 加德烈点了点头 林默 乖乖的来给寡人当祝国大臣吧 虽然仍然处于林默的阴影之下 但是想通后的加德烈此刻十分的豁达 黑旧的临时基地之中 文强看着手机上各个网页都在疯狂传播的消息 华夏正月使林默即将成为万象国加德烈再治时期的首席驻国大臣 传说中的驻国大臣之位再次出现 只是为了那个男人 林默到底凭什么成为驻国大臣 他的功绩 文强的脸色阴沉 仿佛要滴下水来一般 他的眼中布满了浓浓的担忧 以及愤恨之色 凭什么他林默就能被加德烈直接册封为驻国大臣呢 而自己在这里却被所有人排挤 黑旧的人觉得他太过于繁琐 而万象国的百姓们又觉得他是黑旧的人 一旦林默抵达万象国的王都 凭借着他驻国大臣的身份 到时候谁敢不从 而自己这个与林默有仇 甚至多次加害林默的人 他又怎么可能会放过自己呢 正所谓一不做二不休 与其担惊受怕 不如先下手为强 文强的眼中流露出了浓浓的杀意 现在想要解决有两个办法 第一就是半路截杀林默 但是林默堂堂宗师极修为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留住 而第二个办法就是杀进皇宫 直接携天子以令诸侯 只要自己能够成功地掌握住 加德烈这张王仗 那么林默就将再次回到之前的困境 而到时候风光出现在整个世界面前的 祝国大臣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 黑旧的现任指挥使文强 而到时候成为祝国大臣 黑旧里面的这群人 谁还敢阳奉阴违 自己必然能成为新的掌权者 来人 去召集所有成员 在操场集合 文强拿起了桌子上的对讲机 说了一句 随后就站起身 向着外面走去 沙场之上 五千黑旧成员散漫地站立在沙场之上 甚至有的直接坐在了那里 文强看着这些充满了散漫的士兵们 眼中充满了无语 这样的士兵 甚至连万象国最普通的军队纪律都不如 一个个甚至还不服管教 第一千四百一十二集 三皇子残党 全部起立 文强走到高台之上 声音严肃地吼道 看到文强的到来 下方懒散的黑旧成员们 才缓缓地从地上站起 一个个地站在那里 就摇摇晃晃了起来 指挥师大人 这大折天的 你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吧 兄弟们都忙着呢 一名身着黑旧单一制服的男人 从队伍中走了出来 他的身后是一名名面色恭敬的黑旧成员 这个男人就是黑旧下面 脑暴乱的几人之一 脸上有一条刀疤 所以基本上别人都管他叫刀疤了 至于真正的名字 谁也不知道 谁让你擅自出列的 回去 文强的目光宛若一只发怒的毒蛇一般 阴冷地盯着刀疤 明明太阳照射在身上 刀疤却只感觉到了无尽的冷意 下意识地向后倒退了几步 再看了看文强冷漠的面容 刀疤也是不敢再继续调血 而是默默地走到了队伍之中 队伍中的其他几名暴乱派的大哥 纷纷走了过来嘲笑道 刀疤 你狗儿的瓶是不是挺横的嘛 怎么今天这么拉了 一名光头壮汉一脸嘲笑地走了过来 还想伸手去拍刀疤的肩膀 刀疤一把就打掉了光头伸过来的手 冷然地说道 你若是觉得你很厉害 就自己出去试试 看看自己能在他手下过几招 文强虽然平日里都是以智者紧囊的姿态示人 但这并不妨碍文强本身就是一名实力不弱的强者的事情 光头壮汉听到刀疤的话语并没有真正的跑出去找事 刀疤这家伙虽然平日里为人比较傲气 但是大家确实是一个阶段的实力 否则黑鸠的里面会有这么多的派系 就连刀疤都不愿意去招惹文强 自己跑过去估计也是送人头 文强宏大的声音让整个沙场上的喧嚣之声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所有的黑鸠成员纷纷自主地站直了身体 等待着文强的下一句话 面对文强说出黑鸠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话语 大家无不严肃了下来 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观看万象国的日报 新一任驻国大臣在今天早朝被选举了出来 并且他还是我们黑鸠的仇人 或者说前任指挥使都卡干了很多得罪这位马上上任的驻国大臣的事情 而且前几天你们包围的断家寨就是这位驻国大臣的手下 你们说这位驻国大臣会对一个一直来招惹他的特工组织做出什么样的处理呢 话音落下 文强的目光扫视了一圈 所有人都在低头思考 达到了文强的预期 这位驻国大臣会立马用手中的权力毁灭黑鸠 文强的话语让整个黑鸠的沙场宛如死一般的寂静了下来 片刻之后一名黑鸠的成员走出来开口问道 那么文强指挥使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他的话语吻出了在场黑鸠成员们的心声 大家都迫切地要知道 如何才能避免驻国大臣一来就毁灭黑鸠 文强看着下方的黑鸠成员们 嘴角勾起了一抹笑容 诸位黑鸠的将士们 现在想要逆转这个结局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只要不让国王陛下 明日正式地出现在王城门口封赏临摹即可 国王陛下被身边的奸臣蛊惑 我们需要除去奸臣 而现如今想要做到这一条 就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杀进王公之中 杀进王公的话语一出 整个沙场之上明显地骚动了起来 毕竟杀进王公 生擒加得烈这个事 对于他们而言实在是太过于玄幻了 目光扫视了一圈 文强用诱惑的语气对着黑鸠的众人说道 只要你们能够杀进王公之中 到时候金银珠宝 宝石美人 随你们拿 在文强的诱惑下 黑鸠的士兵们逐渐躁动了起来 自古以来 每个人都对上位者的财宝 充满了好奇以及渴望 在文强的诱惑之下 黑鸠士兵们根本就按捺不住自己 人群之中走出了几道人影 他们对着文强行礼说道 我们愿意跟随指挥使大人的脚步 杀进王公 清军策 杀入王公 清军策 杀入王公 清军策 冲天的声音在沙场之上响彻 文强的目光之中露出了喜色 成了 并且由于之前飞甲的行动 文强直接带着黑鸠的众人 在王城外的一个偏僻地方 安营扎寨了 让黑鸠成员们都回去准备准备 晚上就直接夜袭万象王公 清军策 回到大仗之中的文强 突然看到里面居然多出了几个贼眉鼠眼的男人 他是何人 指挥使 他是来找您的 我就给您直接带过来了 卫兵下去之后 文强的目光看向了那几个男人 冷声说道 诸位找我最好真的有事 我平生最讨厌别人消遣我 文强的声音 丝毫没有让几人的面色起了变化 其中一个像是领头的男人走了过来 对着文强鞠躬行礼 同时开口说道 尊敬的文强阁下 我等听说 你要袭击王公 特地前来相助 坐在上方的文强面色一变 眼中浮现出了浓浓的杀意 您不必紧张 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三皇子的麾下 名叫蜀大 文强听到对方是三皇子的麾下之后 这才缓缓地放下了手中的枪 三皇子残党的处境比黑鸠的差多了 黑鸠现在在万象之中顶多是人人喊打被叫一具黑狗 但若是三皇子的残党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万象国之中 估计不出一会儿就会被飞甲直接派人逮捕 不知道蜀大先生不去枫叶国找您的主子 怎么反而跑到我这黑鸠来了 文强看着下面的几人 语气中有些漫不经心地说道 三皇子的残党自从上次的仪式差不多被加德烈直接连根拔了起来 现在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三皇子的最后臣子了 我猜到文强指挥时一定会杀尽王公 生擒加德烈 我能开门 文强眼中微微眯起 语气中也带着些许认真 哦 而等所言当真 若是这几个人真的能够打开万象王公的大门 那么自己等人定然畅通无阻 可以快速地找到加德烈 下方贼眉鼠眼的男子露出了一个笑容 他就知道文强听到自己的话语后绝对会同意下来 自然 这回是阁下 我也没有必要来寻开心吧 文强的心中不断地思索了起来 有了这几人的帮助确实会省力不少 那么诸位说说你们的条件吧 贼眉鼠眼的男子见到文强答应 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 开口说道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攻进王公之中 废除加德烈国王 似乎是害怕文强不会答应 贼眉鼠眼的男子再次开口说道 当然 加百略皇子重登皇位之后 诸国大臣依然是您的 在贼眉鼠眼男子的话语之下 文强露出了点点异动之色 再想想加德烈对自己的无事 于是直接一咬牙齿 好 本指挥室答应你们 但我也希望你们能够遵守承诺 真的打开攻美 否则 文强充满了杀意的双眸 扫视了一圈下方的三皇子旧臣 本指挥室定然对你们进行杀无赦 这回事放心 大家都只是一条身上的蚂蚱而已 第1413集 鬼神器 夜晚逐渐接近 黑丘成员们的营帐之中 刀疤光头以及其他几名暴乱派的老大都坐在一起 刀疤见到众人都不说话 了当地开口问道 怎么 你们真的打算相信那个狗屁指挥师说的话 刀疤的话让其他几人也纷纷开口说了起来 就那画的大饼 我家狗看了都摇头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几人议论纷纷 却一直拿不出一个主意 他们之中根本就没有人相信文强画的大饼 当时之所以能直接答应 也只是因为打算事后再慢慢地推敲罢了 他现在不能轻易地放弃我们黑丘这场牌 所以才会对我们进行容忍 而一旦他真的杀进王公邪天子以令诸侯 那我等黑丘的存在 必然要进行一番清晰 到时候 无论是我还是你们 都要死 刀疤的话语让其他几人纷纷沉默了下来 他们岂能不明白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了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刀疤缓缓开口说道 第一条就是刚才那条 跟他造反 成功了看他心情活着 失败了就都得死 而第二条 将他还有刚刚带起来的那几个人都绑了 送到加德烈殿下面前 等他的决断 第一条 我们只有四分之一的概率活着 而第二条 只要抓到文强 就都能活 坐在一起的几名头领 默默地对视了一眼 内心一狠 他们几千人杀进王公 生擒加德烈 清军策 这种事情想想都不可能 那么 现如今就只剩下一条路了 忽然 刀疤在众人惊骇的眼神之下 从床下拿出了一包白色的坟墨 鬼神器 哪怕是鬼神服下了一丁点 都要立马直接死亡的毒药 无色无味 甚至只要是指尖沾上一点 端菜 只要稍微触碰到菜即可 鬼神器就会立马与菜品融合 虽然剂量小 不至于直接毒死 但都可以足以让它全身麻痹 听到刀疤的介绍 所有人看向他手中的 白色小妖粉的目光 都逐渐惊恐起来 他们没有想到 刀疤居然随身携带着 如此恐怖的毒药 以前发生矛盾之时 刀疤若是在他们的饭菜里面 撒上那么一丢丢的鬼神器 估计他们就能直接去见 列祖列宗了 刀疤 你啥时候藏的毒药啊 一边的光头 弱弱地打了一个寒颤 庞大的身体 此刻看上去有些柔弱无力 他们平日里没有少打架 双方有什么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但是刀疤这个毒药 真的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随后在众人不可置信的眼神之中 刀疤默默地捏了一把 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我在带进来的时候 当着搜查官的面吃了一口 他们以为我带的是蛋白粉 但其实我早就吃过了解药罢了 在刀疤的一番解释之下 众人这才放心了下来 那我们就把行动时间定在晚饭之后 口号 和山统一 你们现在回去 和手下的人商议 若是有态度不明确的 刀疤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面 比划了一下 这个消息若是透露出去 被文强知道 那么几个人估计就不会那么轻松了 嗯 我们心里有数 众人纷纷散去 而刀疤也去找自己的手下的 黑鸟成员们商讨 天色逐渐落幕 黑鸟的士兵们也开始吃起了晚饭 身为黑鸟指挥使的文强 以及三皇子的残党几人 坐在营帐之中 一鸣鸣黑鸟士兵 端上各种美味佳肴 让文强内心暗暗地舒服了起来 看来自己今天的演讲非常成功 这些原本不服自己的黑鸟士兵 一个个乖巧地端着菜 唯一让文强觉得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他们或多或少 都会有指头碰到菜汤 不过文强也不是那些腐朽的贵族们 这些无伤大雅的事情 对于文强而言完全是无所谓的 诸位 尝尝我黑鸟的伙食如何 菜品全部上齐了 一鸣鸣黑鸟士兵退下 文强感觉到他们都站在外面 内心不禁感慨 看来自己今天的演讲过于成功了 让这些黑鸟士兵 哪怕是吃饭的时候 都要时时刻刻地保护自己 人的情绪一旦好起来 吃饭的味道都觉得好极了 文强夹起了一块肉 沾了沾菜汤 放进了嘴里 顿时一股酥麻之感 从浑身上下升起 这个感觉是妈妈的怀抱 正当文强想要出口夸赞这道菜 做得很好时 采泥油 下方的几名三皇子旧臣 口吐白沫 话还没说完 就直接倒在了地上 而文强此时也反应过来不对劲了 这哪是妈妈的怀抱呀 这简直就是阎王爷的被窝 正当他想要起身逃窜时 浑身上下却流出一股酸软之感 下一刻文强也无力地躺在了地上 浑身上下都被酸软之感充滞 而在外面悄悄偷听的黑酒成员们 听到了屋内轻微的扑通声 顿时就知道 这是刀疤老大的神秘药粉起了作用 顿时一个个手持武器 快速地冲了进去 文强躺在地上 身后的武功让他暂时没有昏迷 你们想干什么 文强的声音之中带着压制不住的愤怒之感 这群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王八蛋们 是哪来的胆子给自己下毒的 难道自己死了 他们就能安然无恙地活下去了 这回事大人 您不是号称什么算无一策吗 您猜猜 我们现在想干什么 刀疤从大仗之外走了进来 蹲在文强身前 轻轻地拍了拍他白嫩的脸颊 文强看着这些人的样子 还有手中拿着的麻绳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冷笑之色 讥讽地说道 你们不会觉得 把我还有他绑了 就能换自己不死吧 文强身知弱是他们 真的能把自己和三皇子残党交上去 加德烈还真的有可能不再追究过往 甚至遣散了他们 但是他不能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慌张之色 否则自己必死无疑 在刀疤的声音下 文强的瞳孔猛地一缩 他没有想到 这黑丘里面居然还有聪明人 来人 给我们文强指挥使和他勾连的三皇子残党绑了 明日跟我送到陛下御前 几个士兵一脸不怀好意地 从后方走了过去 手中又粗又长的麻绳 看上去就很结实 文强无奈地闭上双眼 事已至此 他也再无办法了 就当他想着闭着眼 任由黑丘成员捆绑时 突然感觉浑身触感不对 睁开眼一看 一名黑丘士兵正拿着麻绳 在他的胸前捆绑蝴蝶结 混蛋 是可杀不可辱 文强整个人 直接被龟甲腹一般的方式 捆绑在了柱子之上 看着空无一人的大杖 和对面的三皇子旧臣 文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现在一个看守的人都没有 自己就算是想要策反 都没有人可以策反 万象国境内的国道之上 林默正驾驶着一辆越野车 开出了120码的速度 滚滚烟尘在越野车的后方升起 而林默则是看着手机上的各种信息 里面都是对于自己这个加德烈 在职时期首席驻国大臣的猜测 甚至还有自己明面上就能搜出来的 各种履历 以及资料等等 昨天晚上加德烈就曾给林默打过电话 询问他是否愿意成为首席驻国大臣 第1414集 我们要见陛下 并且向着林默承诺 只要他愿意 这万象国只要是他有的 林默都有一半 并且又加上了之前探子来报的信息 许半夏的身影曾经出现在万象国之中 而万象国如此大的面积 全凭林默一人寻找许半夏 那和在大海之中捞针根本没有区别 所以林默就直接答应了 加德烈的首席驻国大臣的职位 并且告诉了加德烈 自己明天早上就可以抵达万象国王城 而加德烈则会早早地 就在那里布置好所有的一切 并且请出了记者为两人拍摄视频 上传到整个世界网络之上 林默的眼神逐渐坚定了下来 只有加德烈的帮助还不够 林默还需要更多的眼线 一个逐渐疯狂的想法 在林默的内心出现了 他有些犹豫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这样 但是内心对于许半夏 鸟无音讯的担忧 以及想法更加浓烈 越野车的速度 还在快速的加快之中 林默距离王城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他已经看到了王城门口密密麻麻的人群 以及站在人群最前方的那个人影 越野车稳稳地停在了万象国王城的门口 车门刚刚打开 一群早就准备好的记者 扛着长枪短炮就围了上来 面对不断闪光的镜头 林默只是淡淡一笑 林默 寡人等你等得好苦呀 一道人影跑了过来 加德烈狠狠地和林默来了一个熊抱 一身王袍的加德烈揽着林默 脸上充满了真诚的笑意 加德烈 我可告诉你 我只爱扮下义人 你是没有机会的 放弃吧 去你啊的 我还真喜欢我的王妃呢 两人的友好交流也被记者们记录在内 明天整个世界的网上都会知道两人的关系有多么的友好 我等恭迎祝国大臣 加德烈身后的大臣们也跑了过来 对着林默跪拜道 我万象国得上天眷顾 除陛下与祝国大臣两位天交 我万象可延续万年 依然是那位机智的大臣出生 让其他人的内心暗骂 太过分了 行个礼 你也要在这内卷吗 诸位快快起身吧 一鸣鸣大臣从地上爬起 恭敬地站在一旁 走吧 上寡人的车 加德烈指了指一边的豪华特质的家后车 带着林默正要坐上去 不要拦着我们 我们要去见陛下 远处的嘈杂之声 顿时让加德烈微微皱起了眉头 随后他看向了一旁的侍卫长 速声说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带过来看看 是 侍卫长连忙向着那边跑去 今天对于万象国来说 是个十分重要的日子 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 有任何的插曲 此刻外面一群黑鸠成员 正拖着文强几人 向着里面闯 而侍卫们则是勉强拦着他们 你们真的不能进去 陛下正在和诸葛大臣要回王宫呢 放屁 我们黑鸠有重要的事情 要上报给陛下 你们居然敢阻拦我们 刀疤以及光头带着一众小弟 往里面不断地冲 同时怒吼道 尔等放死 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 就敢来打扰秩序 一脸严肃的侍卫长 从远处走来 对着黑鸠的众人怒斥了起来 没有重要的事情要面接陛下 是他们阻拦我们的 哪怕是面对侍卫长 刀疤也没有丝毫地认怂 跟着脖子继续喊道 侍卫长看了黑鸠的众人几眼 想到了加德烈的话语 淡淡地说道 你们最好是有足够紧急的事情 跟我来吧 侍卫长最后的话语中 带着浓浓的冷意 若是这几人是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死 这还用你说 三皇子残党的事情 够不够大 刀疤拽了拽手里的麻绳 被五花大绑的三皇子残党 以及文强被拽了过来 没错 就是拽了过来 他们今天是直接被黑鸠的众人 拖过来的 黑鸠的人在前面走 他们就在后面被拽着 文强没有说话 只是一脸的沉默 他的衣服已经在拖拽之中 被磨烂了 甚至上面的衣服 都快要被拽下来了 三皇子残党 侍卫长的脸色陡然一变 深深地看了刀疤等人一眼 随后就转身快速地 向着加德烈那里跑去 而刀疤则是一脸骄傲地 拽着文强以及三皇子的几个党羽 向着前方走去 周围怪异的目光丝毫没有让他感觉到任何的慌乱 反而刀疤以及光头的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神情 陛下是黑鸠的人 并且还说抓到了三皇子的残党 加德烈的目光微微一凝 随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见到加德烈没有说话 侍卫长也不再说话 安静地站在一旁 很快刀疤几人就来到了加德烈的面前 直接就双膝跪地 黑鸠特工刀疤叩见陛下 你所说的三皇子残党呢 听到加德烈的话语 刀疤抬手拽了拽身后绑着的几人 陛下 就在昨天上午 黑鸠的指挥使文强大逆不道 居然要杀进王公刺杀陛下 甚至还许诺我等荣华富贵 让我等跟随他一起刺杀陛下 加德烈饶有兴致地询问道 那你们为什么不答应呢 因为陛下是上天赐予万象王国的机会 成为世界顶尖大国的机会 刀疤的语气之中带着狂热之色 不知道的还以为加德烈的死忠粉呢 加德烈顺着刀疤的手看去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笑意 文强以及那几个贼眉鼠眼的男人 正被以龟甲父的方式绑在地上 甚至身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灰尘 李莫的目光忽然被吸引 地上的文强让他有了一点兴趣 当初他第一次见面也是在万象国之中 如今不同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早已误释人非了 陛下 黑酒指挥师文强勾结三皇子参党 想要谋害您 我等认为杀无赦 原本的大臣们听到了刀疤的大声 急忙跑了过来和刀疤等人一同跪下 加德烈以及林莫的目光看向了几人 良久加德烈开口说道 你们都不打算剿面一下吗 文强看着加德烈苦笑地开口说道 陈王败寇罢了 加德烈 你迟早也会有这么一天的 你将驻国大臣的位置交给林莫一个外人 你的内心也在隐隐约约地害怕吧 文强的话语丝毫没有让加德烈的表情有任何变化 文强呀文强 若是以前 我真的还有可能被你这一番话给测翻了 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加德烈看着文强喃喃自语地说道 若是之前文强这么和加德烈说 后者可能还会犹豫一番 甚至内心之中对林莫充满芥蒂也是十分可能的 但是现在的加德烈 内心对于这些事情早就已经释怀了起来 哪怕是林莫真有那个心思 华夏也不会看着林莫彻底架空万象国的 因为一旦林莫真的架空加德烈 掌空万象国 整个世界都会迅速知道 并且加德烈的余光看了一眼虽然有些疲惫 但是仍然充满了锋芒毕露之色的林莫 他加德烈愿意相信林莫不是那种人 权力可能真的会腐蚀一个人的内心 但是林莫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会去贪恋权力 甚至换句话说 那大区联盟震月使的权力也不算小 来人 将他们关于水牢之中 等我之后再一 加德烈一声令下 一群侍卫上前将几人直接抓起 直接向着王城之中走去 走吧 今天让你见笑了 加德烈的脸上浮现了笑意 拉着林莫的胳膊坐上了车 第1415集 出逃的尹小黎 汽车行驶在长长的红毯之上 一群群的士兵面色严肃的持枪站立 随着汽车的逐渐前进 士兵们突然对准天空之中的气球开枪了 碰 随着枪声响起 顿时漫天礼花散落而下 冷宫之中 整个大院内荒草丛生 只有各种各样小小的昆虫 在不断地盘旋打转 而许久未曾出现在世人眼前的 先王妃尹小黎 就被先王家园一世囚禁在这里 整个冷宫之中寂静无声 就好像根本没有人存在一般 唯一的一间收拾的还算干净的卧室之内 一个小小的洞口赫然出现在地面之上 许久之后 浑身上下都沾染着泥土的尹小黎 抱着一堆土钻了出来 将怀中的土狠狠地扔在地上 尹小黎妩媚的脸颊之上 露出了浓浓的恨意 林沫 我马上就能出去了 你灭我尹家之仇 我一定会抱他 这几个月来 尹小黎每天就拿着一把贴身的匕首 不断地在地下挖掘通道 他原本白嫩的鲜鲜细手之上 已经有着一层厚厚的老茧 支撑他一直挖下去的洞里 便是亲人死前的嘱托 终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挖掘 他已经隐隐约约地 挖到了王宫的排水道之中 今晚他一定能够彻底地 从这座冷宫中逃出去 拿起早就收拾好的包袱 尹小黎再次钻入了那小小的地道之中 地道之中 尹小黎面色坚定地爬行在里面 他不能留在这个冷宫之中 自己父母的仇还没报 自己家族被灭的那天 父亲的话语不断地在尹小黎的内心回荡 他的内心逐渐坚定下来 只要能够击杀林墨 自己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身体服从 亦或者是别的 他都可以答应 尹小黎逐渐来到了一处白色的管道前 里面是呼啸而过的流水之声 尹小黎的脸上露出了激动之色 若是没有猜错的话 这就是万象国的排水管道 只要顺着这里 自己就能进入下水管道 到时候 自己就能直接逃出生天了 听着水流声的逐渐减小 尹小黎的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 这里的规律尹小黎是特意观察过的 每次的流水停止之后 15分钟内都不会再次开始 尹小黎的右手拿出了 早就已经失去了锋芒的匕首 随着右手的用力狠狠地敲击在白色管道之上 一下 两下 三下 管道终于还是不堪重负的破碎 尹小黎看着管道之上的缺口 脸上露出了浓浓的喜色 手中的匕首不停地滑落 管道之上很快就出现了一个 可以通过尹小黎的口子 没有犹豫 尹小黎直接小心翼翼地钻了过去 顺着流水的方向不断地向前爬行着 管道中的细小水流 打湿了尹小黎的衣服 但他却丝毫没有在意 管道很长 尹小黎爬了很久都没有爬到头 手掌和膝盖已经是通红一片 隐隐作痛了起来 尹小黎的脸色 也逐渐难看了下来 这条管道怎么会如此之长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终于尹小黎看到了前面的出口 刚刚从管道爬出 一股恶臭之味 就顺着尹小黎的鼻子往上冲 但他却没有丝毫的厌恶之色 脸上反而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因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里的确是王公的下水道 顺着不远处的铁扶手 向着上方爬去 黏黏滑滑的手感 让尹小黎十分地想就此松开 但是他心中的仇恨 却让尹小黎紧紧地 抓住了手中的铁扶手 很快就来到了井盖的下方 尹小黎将一只手 放在了井盖之上 用尽浑身上下所有的力气 咔 让人抓狂的牙酸之声逐渐响起 这个上百斤的井盖 就这么被一个小姑娘给掀开了 就算是大汉都要在上面 用尽全身的力气 都不一定能够打开 随着井盖的逐渐掀开 一缕月光照射在了尹小黎的脸上 她费尽千辛万苦地 将井盖升到了一个 能让自己钻出来的高度 艰难地从里面爬了出来 躺在地上气喘吁吁 尹小黎一身紧身衣 都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臭味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 哪个掏粪宫出来了呢 唯一不变的就是那凹凸有致 足以让男人发狂的躯体 以及面容 一道清响响起 两双黑色的鞋子 就出现在了尹小黎的眼前 顿时尹小黎吓了一跳 从地上赶忙站起 看向身前 下一刻她就呆住了 银白色的月光照射之下 尹小黎身前 是身穿一袭白衣的玉化提安 她那帅气 却又具备着女性阴柔的面旁 比尹小黎都更加白嫩的皮肤 让尹小黎一时之间 分不出男女 玉化提安那双柳叶细眉之下的 单凤眼 静静地看着尹小黎 尹小黎身体之中 隐隐约约传出的魅 让尹小黎感觉有些熟悉 你是何人 为何深夜出现在此 玉化提安平日里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 大多时间就喜欢待在王宫之中的某个屋顶 或者树叉之上 只有在需要批改文件 或者是有需要它决断时的情况下 玉化提安才会出现 刚开始加德烈也充满了疑惑 不明白玉化提安为什么会喜欢待在王宫之中 后来经过一番询问后 得出了玉化提安待在王宫心境的理由 尹小黎没有去回答玉化提安 而是默默地攥紧了手中 已经顿得不行的匕首 你就算拿着那把小小的匕首 也伤不到我分毫 玉化提安说的是实话 他宗师修为 哪怕不反抗 尹小黎就凭借着一把小小的匕首 也无法伤到他分毫 更别说 玉化提安看了一眼尹小黎手中的刀尖 都已经没有磨眉的小匕首 这样的匕首 估计连个普通人都伤不到吧 你是要来阻挡我吗 尹小黎终于说出了一句话 眼中甚至已经出现了泪花 那不是对自己可能会死的害怕 而是对于自己没能为父母报仇 就这样的悲哀 自己辜负了所有的期望 父母临死之前托付给自己的报仇 老国王家元一世之前对自己的宠溺 这些都被尹小黎一点点的辜负 眼前这个白衣人影看上去就如此的孤傲清冷 是那么的高不可攀 以及会当灵绝顶 自己今日看来真的是只能止步于此了 就在尹小黎黯然伤神之时 玉化提安开口了 你可愿意跟着我 玉化提安的话语 宛如山回路转柳暗花明一般 狠狠地让尹小黎大吃一惊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了玉化提安 她实在说 让我跟着她吗 她难道不是加德烈的人吗 你就不想象我的身份 面对尹小黎有些疑惑的提问 玉化提安沉吟了一下 从前你是什么样的身份都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跟随我 玉化提安的话语 让尹小黎的内心燃起了熊熊的希望之火 这是自己最后的一线生机 尹家尹小黎 愿意追随大人 干脑涂地 玉化提安看到尹小黎恭敬的样子 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薄纯微微张起 轻轻地说道 既然你愿意跟随于我 那么就随我回去吧 言罢 玉化提安身形宛如鬼魅一般地 直接来到了尹小黎的身前 直接抓住了她的胳膊 脚尖微微点了点地面 整个人顿时冲天而起 尹小黎被直接拽上了高空 顿时吓得花蓉失色 但是看到玉化提安那平静的面旁 内心不知为何地 再次安静了下来 玉化提安给她浓浓的安全感 让她自觉地就会放下心来 王城之中的一处小院里面 玉化提安的身影落了下来 第1416集 寻找许半夏 玉化提安没有将尹小黎 直接带回飞甲组织 飞甲组织里面的人多眼杂 而尹小黎的身份还十分的敏感 若是自己将尹小黎带离王宫的事情被发现了 哪怕是玉化提安估计都会遭到不小的麻烦 当看到尹小黎的第一眼时 玉化提安就认出了尹小黎的身份 但之所以没有一上来就拆穿 就是因为尹小黎身上的魅气 让玉化提安觉得尹小黎是一个可诉之财 并且还愿意臣服于自己 就她离开王宫也不过是顺手而为罢了 尹小黎全程沉默 一言不发 落地之后也是静静地站立在那里 你的身份比较特殊 平日里没事就不要出门了 屋里的冰箱有些好吃的 我明天会再过来一趟 玉化提安淡淡的声音响起 有些细 但是又不太过于尖锐 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听 听到了 尹小黎急忙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已经听明白了 随后 玉化提安就画为一道白影 直接消失在了尹小黎的面前 她要去王宫那边看看 为尹小黎做一下扇尾工作 否则明日先王妃出逃的消息 就会摆在加德烈的桌子上 玉化提安离开之后 尹小黎呆呆地站在院子之中 她的目光看着漫天璀璨的星海 心中喃喃自语地说道 爹 娘 你们在天上一定要保佑女儿啊 保佑女儿早晚可以手刃林墨那个狗贼 随后 尹小黎缓缓地脱下了身上 有些脏的衣服 依据足以让所有男人疯狂的血白色玉体 就出现在了院子之中 拿起一边的水管 炎热的天气让凉水冲在身上 恰到好处 诱人的轻吟之声响起 让人生出无限遐想之色 王宫之中 此刻正在举办宴席 加德烈坐在最上方 而林墨则是被他强行地摁在了自己的身边 林墨想要拒绝 却被加德烈以我都说了 万象国我有的 你有一半 女寡人平起平坐 这位置有什么不能坐的 于是林墨就被加德烈直接强行地 留在了这最上方的位置 臣万象国财务总长科菲特 敬祝国大臣一杯 一名年近五十的中年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瘦弱的身子却流露出了上位者的气息 那林墨就多谢财务总长了 林墨也没有去拒绝财务总长 而是拿起一杯红酒一饮而尽 对于林墨而言 这些东西只需要简简单单地运转一圈灵力就可以排出了 甚至在场的所有人跟林墨打车轮战 都不一定能将林墨干趴下 他宗师级别的体质 估计能从天黑喝到天亮 不愧是诸国大臣 果然豪气 老夫佩服 诸国大臣 老夫早早就听闻您的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是名副其实的青年才俊哪 那名疯狂内卷的大臣 也端着一杯红酒走了过来 对着林墨以及加德烈 远远的鞠躬行礼 那些都是一些夸大的谣传 您这样我可就膨胀了 林墨之后在万象国之中 寻找自己的妻子许半夏 还需要他们的帮助 所以也是笑脸相迎 一场宴会下来 大家都是一脸的开心 这个诸国大臣看起来 挺好相处的嘛 一点都没有传言中的 那么穷凶极恶 第二天一早 林墨早早地起了床 加德烈 你应该也知道我的主要目的吧 林墨见到了加德烈 直接就要和对方道别 对妻子的担心 让他根本就没有心情 停留在皇宫之中 要不在小周几日 我立刻让所有人 出动寻找嫂嫂 面对加德烈的提议 林墨只是淡淡地摇了摇头 若是你们找到他的时候 我不在 他会担心以及害怕的 听到林墨的话语 加德烈的脸上 露出了无奈之嗖 好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拦着你了 这是诸国大臣的腰牌 这个是寡人的令牌 若是你的腰牌 不管用之时 就把我的这个也拿出来 如寡人清灵 加德烈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尴尬的笑容 当然 要是你的腰牌 都没有作用的地方 那么寡人的腰牌 估计也没什么作用了 林墨看着加德烈 递来的两个腰牌 脸上露出了郑重之色 多谢 我欠你一个人情 咱俩还什么人情不人情的 当初要不是你 我早就成了 巴沙神山的后山养料了 加德烈亲自送着林墨 走到了王宫门口 将一旁侍卫递来的钥匙给了林墨 我会尽力让万象国所有的军队 观察嫂子的情况的 你不必忧心 林墨脸上露出了一抹苦笑之色 万象国王的土地之上 找一个女人 完全就是大海捞针 但愿吧 留下一句话后 林墨转身坐进了汽车之内 嗡鸣之声响起 汽车掀起一番烟尘 奔驰而去 此处就连林墨也不知道 自己要前往哪里 城郊的别院之中 郁化提安的身影 神不知鬼不觉地 进入到了院子之中 而正在院子之中 无聊地晒着太阳的尹小离 见到郁化提安之后 快速地站了起来 大人 郁化提安轻轻点了点头 看着尹小离 今天的尹小离 穿着一件淡蓝色的长裙 头发被一根玉簪束缚住 但是胸前却被撑得不堪重负 看上去马上就要崩坏了一般 此刻的尹小离打扮干净 却又不得太过于浓艳 有一种林家小妹的感觉 你想变强吗 看着尹小离哪怕穿着清秀 却依然每时每刻散发着魅力的身姿 郁化提安的眼中 却没有生出任何的情欲 他只觉得这是个天赋不错之人 听到郁化提安的话语 尹小离的脸上露出了狂喜之色 连忙回应道 属下愿意变强 永远追随于大人 郁化提安好像早有准备一般 从自己的大厂之下的口袋中 拿出了两本功法 这两本魅术皆是最适合你的功法 你的身体本来就自在魅力 修炼魅功自然是事半功倍 比别人快了一大截 若是能够修炼成功 便可成为强者 尹小离略有些颤抖地 接过了郁化提安手中的秘笈 拿在手中 定然不会辜负大人的期望 这是一条摆在他面前的康庄大道 甚至尹小离感觉 这是离自己为家人复仇 最关键的一次 郁化提安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待下去 身体化为一道白色残影 瞬间消失了 尹小离则是捧着两本古老的秘笈 不断地翻看着 并且眼中时不时地 流露出懵懂之色 老乡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 王城千里外的一处乡村之中 林墨正拿着一张 之前下面人交上来的照片 里面正是尘土飞扬之下 许半夏浑身披着的黑袍 被风吹掉 露出了许半夏 那种精致宛如瓷娃娃一般的容颜 扛着锄头的老人 目光贴近照片看了看 最终摇了摇头 小伙子 他这个上面所处的地方 可能会在靠近边境 那地方风尘大 而且他是你什么人呢 你怎么着急的找 老者指了指南边的方向 那里是万象国的边境 绿植比较少 平日里风沙最大 林墨看着许半夏的照片 脸上露出了一抹温柔的笑意 轻声说道 她是我的妻子 好像是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变化 林墨对着老伯摆了摆手 老伯 那我先告辞了 麻烦你了 没事没事 这有什么麻烦的 林墨坐上越野车 向着老人所指的方向驶去 这几天万象国的军队 以及各种各样的势力 都在用地毯式的方法 一寸一寸的 去寻找许半夏的身影 可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第1417集 玉化提安的野心 林墨不想坐在那里 傻乎乎地等着 于是就自己跑了出来 加入了寻找 随着越野车的离开 老人身后不远处的阴影之下 一道黑色的人影一闪而过 老伯的神色突然迷茫了起来 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自言自语道 老头子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天色逐渐暗淡 王城的别院之中 许半夏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淡红色的灵力 经过一天的探索以及修炼 他已经将魅宫修炼入门了 一声轻轻的脚步声响起 将尹小离从修炼状态中唤醒了 一袭白色衣衫的于化提安正站在他的面前 尹小离 见过大人 于化提安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尹小离 薄唇清起 你的天赋尚可 对我使用魅宫试试 于化提安要测试一下尹小离的魅宫达到了什么地步 虽然他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但是却可以根据尹小离的魅宫对他造成的精神波动来判断 是 虽然有些略微的迟疑 但尹小离还是立马照做了起来 浑身上下顿时散发出了一股薄薄的淡红色雾气 在这股雾气的衬托之下 尹小离的身体赖到了于化提安的身前 宛如一汪秋水的眼睛 可以狠狠地揪住男人的心灵 精致完美的面容 以及宛如上帝亲手创造的身躯 让任何男人都无法在这个女人面前无动于衷 长裙被微微地撩起 雪白纤细的大腿顿时露了出来 大人 尹小离的声音之中 带着婉转身吟之色 足以让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男人 将尹小离捧在怀中细细把玩 可惜 玉化提安对于这种东西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爸 妈 我很快就能为你们报仇了 原本面无表情的玉化提安 忽然面色一变 她忽然感觉到了一股 皆思底里的恨意 在尹小离的身上爆发 这股恨意甚至让玉化提安的身体都跟着愤怒了起来 原本古井无波的双眸之中突然多了一丝红意 之前的玉化提安给人的感觉是孤傲 那么现在的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阴咸狠辣 尹小离的动作忽然停止了下来 因为现在的玉化提安给她的感觉变了 之前的那股莫名的心安逐渐消失 玉化提安好像更要妖媚的面旁看向了尹小离说道 还需要多多练习 然后玉化提安的身影就直接化为残影 消失在了尹小离的面前 随着玉化提安的离开 尹小离松了一口气 刚才的玉化提安宛如换了一个人一般 眼中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古井无波 反而充满了野心 飞甲组织指挥府 玉化提安飞身落进了院子之中 一道劲气击打在了院子中的铜钟之上 嗡 古朴的大钟瞬间发出了嗡鸣之声 传遍了整个飞甲指挥府的院子 一间屋子之中快速地亮起了灯光 一道道身影飞快地从屋内跑出 站在了玉化提安身前 他们每个人都身着制作精良的鱼龙服饰 飞甲组织指挥府能在这里面住的 最起码都是小队长 普通的瑞赫府队员根本就没有资格入住 提督大人 看着身前数百名身着鱼龙服的飞甲成员 玉化提安眼中浓浓的野望 好似要燃烧起来一般 刚刚接到最新消息 国王陛下已经被人威胁 声明危在旦夕 现在立刻召集全部飞甲成员 无论是在干什么 全部十分钟之内 王宫门口集合 所有人随我 请军策 飞甲的众人一时间 背着巨大的消息惊得不知所措 但是良好的军事素养 让他们快速地回过神来 向着飞甲指挥府的外面跑去 短短十分钟 王宫的门口 已然汇聚了数千名飞甲的士兵 这些人都是玉化提安这些日子 一直疯狂招收的有天赋之人 进入飞甲之后 培养一段时间 就足以成为一名真正的成员 数千名士兵手中 明晃晃的火把 点亮了整个王宫门口 王宫的侍卫统领 快速地走上了城门 看到了下方飞甲 数千飞甲成员眼中 闪过惊惧之色 玉化提安 还有飞甲的成员 你们需要造反吗 他的怒吼之声 让下面的玉化提安抬头说道 加德烈陛下 被神威胁 生命危在旦夕 我等为秦王救驾 不想死就让开 秦王救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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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从哪听说 陛下被人威胁的 陛下好好的 尔等速速回去 今天晚上的事情 我可以当做你们没有来过 怎么可能当做没有来过 现在只是想要暂时地 稳住玉化提安罢了 只要等玉化提安 一旦率领飞甲的人离开 他转身就去加德烈的寝宫 禀报加德烈今晚之事 是为统领勾结贼人 阻止我等秦王救驾 傻 玉化提安一声令下 飞甲的成员们 直接开始进攻 身上的飞锁 直接扔出 挂在王宫的护墙之上 世卫统领目自欲猎 直接怒吼出声 开火 击杀这些乱臣贼子 保护殿下 枪鸣之声顿时响彻 整个王宫 震耳欲聋的枪鸣之声 将正在休息的 加德烈吵醒 他身穿一件 单薄的睡衣 走到门前 一把拉开殿门 只见不远处的天空之上时不时的爆发出光芒 枪声以及厮杀声连绵不断的传进了加德烈的耳朵之中 阿诺德发生什么事情了 加德烈的话语刚刚落下 阿诺德就单膝跪地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启离陛下 玉化提安带领飞甲成员 拿着启兵秦王的口号杀进来了 王宫护卫 侍卫 侍卫统领已经被玉化提安击杀在火墙之上 现在请陛下先跟我们撤离 加德烈的脸上充满了愤怒之色 他实在是没想到玉化提安居然会有这样的胆子 现在已经杀到哪里了 陛下 非加组织已经杀到了万象大殿 不 已经杀到国王寝供了 一道轻飘飘的声音响起 一身黑金蟒服的玉化提安出现在了前方 加德烈双眼微微一眯 跪在地上的阿诺德也直接起身 那把充满了优雅的淡蓝色长剑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一脸粗犷的马歇尔手持一把巨大的钢盾出现在了加德烈身前 马歇尔前辈 你先带着陛下离开 我拖住他 好 你脱身之后 尽快追上来 马歇尔没有说什么要死在一起之类的话语 玉化提安宗师的实力 他和阿诺德心里都十分的清楚 现在唯一有能力稍微拖延欲化提安的也就只有阿诺德一人可以做到了 自己留下来完全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样 马歇尔直接扛起了加德烈的身体向着外面奔跑而去 马歇尔去找林默 加德烈的语气之中充满了焦急之色 现在这个情况能够帮助自己的便只有林默一人了 至于火依娜以及刚刚出生还未满月的小家伙 纵然加德烈的内心有千斑不舍 但他无法带走他们 只要自己不被玉化提安抓到 那么火依娜以及孩子就不会有事 马歇尔带着加德烈的身形逐渐远去 而阿诺德的神色也逐渐凝重了下来 手中淡蓝色的长刀横在身前 温和地开口说道 完备阿诺德还请辞教 玉化提安看着阿诺德 脸上露出了点点不屑之色 你觉得能拦得下我吗 完备不敢夸下海口 但今日便想一事 阿诺德的身影瞬间向着玉化提安冲去 手中淡蓝色的长刀散发着盈盈蓝光 皮肤汗术 汤壁当车 不辞量力 第1418集 这招名曰归海 玉化提安白嫩的手掌 直接抓住了阿诺德淡蓝色的长刀 下一刻碰 长刀轰然破碎 阿诺德瞳孔一缩直接向后闪去 玉化提安身后的大肠直接一卷 飞向他的碎片 直接袭向了阿诺德的方向 身着精良黑鹰铠甲的阿诺德 哪怕尽力躲闪 身上的铠甲 却也还是出现了不少损坏 就连那张温和的脸颊之上 都出现了一道血痕 你还要阻拦我吗 玉化提安站在那里 就连身体都未曾动过一下 这就是宗师之境界 宗师之下接蝼蚁 哪怕阿诺德的天资再聪颖 没有达到宗师的他 根本就拦不住玉化提安 内心暗暗盘算时间的 阿诺德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晚辈还有一招 苦练的足足十年 还请前辈领教 淡蓝色的光芒 从阿诺德的手中绽放 原本散落一地的淡蓝色碎片 忽然颤动了起来 所有的碎片之上 都散发起了盈盈的蓝色光芒 所有碎片飞回阿诺德手中 淡蓝色的长刀再次出现 完备这一招明月 阿诺德手中的蓝光愈加浓烈 他的脸色也逐渐苍白起来 鬼海 惊天刀芒 从阿诺德的手中向着玉化提安劈去 玉化提安看着袭来的蓝色刀芒 脸上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 总是力量包裹在手掌之上 玉化提安那只白嫩纤细的手掌 竟直朝着这刀芒抓去 他竟然是要徒手抓 阿诺德费尽全力斩出来的刀芒 刀芒与玉化提安的手掌精致地接触在了一起 一阵遮天烟尘 升起遮掩了里面的场景 忽然 一阵狂风从烟雾之中升起 玉化提安的身影出现在了场地之中 最重要的是 他的右手手心多了一条难以愈合的伤疤 宗师级强者哪怕是受伤了 也会很快进行愈合 而如今玉化提安手心之上的伤口 居然一时之间无法自愈 有意思 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玉化提安抬起头来 脸上布满了宛如病娇一般的笑容 阿诺德 我愿称你为宗师之下 眼前空荡荡的地方 那里还有阿诺德的身影 玉化提安 发生了什么事情 乌山学老匆匆赶来 晚上他突然察觉到王兴暗淡 凶狼亮起 万象国将会遭遇到大凶之兆 玉化提安的目光看向了乌山学老 眼神中带着浓浓的杀意 没事 我请学老上路吧 玉化提安的身影猛地出现在了乌山学老身前 一拳带着无尽的力量向着乌山学老打去 不 乌山学老本就对玉化提安没什么防备 直接就被一拳打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直接喷出 不可置信的目光看向了玉化提安 老家伙 生命还挺顽强 玉化提安 你疯了吗 乌山学老的目光看着玉化提安 内心充满了不可置信 当时他见到对方之时 对方的双目之中只有古井无波的平淡之色 而现在的玉化提安 用狼子野心来概括也不足为过 第一拳你能看出 那是第二拳呢 玉化提安的身形宛若鬼魅一般的 来到了乌山学老身前 再次一拳打出 乌山学老勉强抬起了手中的龙头拐杖 勉强抵挡 冰寒之力顺着龙头拐杖 向着玉化提安蔓延 想要冰冻对方 玉化提安只是身体轻轻一抖 就宛若没事一般 乌山学老双目眯起 深深地明白 自己根本不是玉化提安的对手 龙头拐杖全力挥出 玉化提安向后略微躲避 乌山学老则是趁着这个空隙 直接向后逃去 他虽然不注重战斗之道 但身法却是世界一流 短短短短两个呼吸就不见了踪影 玉化提安面色阴沉地 对着赶来的飞甲成员怒吼道 乌族乌山学老 暗中毒害陛下 全国通缉 京城别院之中 尹小离收拾好了行囊 直接打开门悄然离去 他的第六感告诉他 玉化提安一定是去干什么大事去了 接下来的万象国 可能将会再次恢复动乱 尹小离不能再继续待在万象国了 否则估计会沦落为 玉化提安的一个随时丢弃的工具 而等到玉化提安再次来到这所别院 寻找尹小离之时 早已经人去楼空了 万象国的边境 林末已然连续寻找了很多天 都没有找到许半夏的踪迹 就连加德烈派出的军队 都无半点消息 沉沙飞扬之中 披着黑袍的林末 站在空旷无银的沙漠之中 满天璀璨星河的照耀之下 林末脸上露出了苦笑之色 这样也够了 至少他知道了许半夏现在实力很强 若是按照许半夏之前的样子 哪怕是想要刻意地避开自己 估计都会被自己直接快速地发现 而到现在 自己却连许半夏的一点踪迹都没发现 看来那丫头是故意躲着 不愿意见自己了 没有再继续寻找下去 林末回到了车上 既然他现在还不想见到自己 那自己就回去等着 等到他真的做完了信上所说的 不能告诉自己的事情之后 回去找自己 车辆行驶渐远 一道黑色人影出现在了林末刚才所站立的位置 一言不发 随后再次离去 亡成之外 马歇尔正带着加德烈疯狂地向着南边奔跑 根据之前得到的最新消息 林末往南边去了 他们根本就不是郁化提安的对手 现在只有去找林末 才真的有可能扳回这一局 一道身影快速地从后方赶来 正是脸色有些苍白的阿诺德 阿诺德啊 情况怎么样了 加德烈见到阿诺德追了上来 急切地开口问道 郁化提安率地飞甲 彻底攻击的王公击中 我们 阿诺德正在开口说着 忽然身后突然响起了树道破空之声 马歇尔赶忙挡在阿诺德身前 背后的巨盾挡下了袭来的暗器 你那一招确实不错 我郁化提安承认你为宗师之下第一人 不过 今天你们都要死在这里 郁化提安不知何时 居然已经跟在了阿诺德的身后 此刻站在一棵大树之上 面无表情地看着众人 郁化提安 你真是狼子野心啊 加德烈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 他当初只是觉得 郁化提安仅仅只是一把双刃剑而已 却没有想到 这一把剑会这么快就伤到自己 陛下 您过誉了 就让陈来送您上路吧 郁化提安飞身而下 直直地向着加德烈袭去 保护陛下 阿诺德苍白的面色忽然一变 马歇尔顿时就抵挡在了加德烈身前 郁化提安一掌狠狠地 打在了马歇尔身后的盾牌之上 马歇尔顿时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飞了出去 鲜血从马歇尔的嘴角之中渗出 马歇尔狠狠地撞在了一棵大树之上 昏迷不醒了 现在还活着的人便只有阿诺德 加德烈以及郁化提安了 阿诺德的脸色沉重 自己现在尚未恢复过来 而自己的搭档马歇尔直接被打得昏迷了过去 加德烈虽然有一些武功在身 但也只能算得上是一般 看到身后湍急的河流之时 阿诺德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光芒 他直接抓起了一旁的加德烈 体内仅剩的灵力包裹在了加德烈的身上 直接将后者扔进了身后湍急的大河之中 这条河十分宽大 通往着万象国的公海 加德烈若是能够找到安全的地方上岸最好 若是找不到安全的地方 估计也要葬身一望无垠的大海之中了 在海里有一线生机 但若是待在这里 便只有一条路能走了 那就是面对郁化提安 实死无生 第1419集 阿诺德重伤 见到阿诺德将加德烈扔进河里的动作 郁化提安顿时一怒就要出手 但阿诺德没有去管郁化提安 而是静止地将加德烈抛入河中 湍急的水流在短短几个呼吸之间 就将加德烈的身影冲得无影无踪 你找死 郁化提安怒吼一声 双目通红 头发冲天而起 像是风魔一般 他洁白如玉的手掌 狠狠地打向了阿诺德的身体 这下若是直接打到 那么阿诺德就算是不死 也必然要受重伤 阿诺德已然不再挣扎 他的身体早就脱力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郁化提安的手掌拍来 阿诺德的目光 看向了远处受伤昏迷的马歇尔 内心暗暗道 马歇尔前辈 看来答应你的豪华大餐 是不能完成了 郁化提安的手掌 狠狠地落在了阿诺德的黑鹰铠甲之上 瞬间黑鹰铠甲直接凹陷了进去 阿诺德只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袭来 下一刻就直接倒飞了出去 狠狠地撞在了马歇尔一旁的大树之上 甜丝丝的感觉涌上喉咙 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郁化提安看着只是丧失了行动能力 但还是没死的阿诺德 脸上露出了冷笑 两根玉针直接扎进了阿诺德和马歇尔的胸口之中 感受到两人的气息逐渐衰弱 郁化提安才转身打算离去 自己的人现在应该已经称霸了整个王城 而自己就可以彻底掌握整个万象国了 郁化提安的眼中浮现出了浓浓的野心之色 只要自己彻底掌控了整个万象国 什么所谓的枫叶国 什么真辣 早晚会屈服在万象王国的力量之下 郁化提安 郁化提安 谋逆造反 狼子野心 死 忽然 树林周围不断地响起了洪亮的声音 这声音让郁化提安脸色一变 顿时警戒地看向四周 被人靠得这么近 而自己却没有丝毫地发觉 是个高手 郁化提安 我诅咒你每日十二点 遭受烈火灼烧 每日零点 遭受寒冰世心 洪亮的声音再次响起 郁化提安突然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之中 突然多了什么东西 忽然 四面八方的空间出现了数把黑色长剑 长剑化作流光袭来 速度甚至让郁化提安都没有看清 凭借着本能勉强躲开 但郁化提安的身上 还是出现了三道剑痕 郁化提安的眼神之中 浮现出了阴沉之色 自己这是遇上高手了 并且还是巫族的高手 感受到身体内 内股如复古之躯的力量 郁化提安的面色越加难看 何方阁下 何否出来一见 郁化提安的话音落下 阿努德身后的树上 突然出现了一名黑袍之人 看上去没有任何强者的气息 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普通人一般 阁下出来暗算于我 难道就是为了一个加得烈吗 郁化提安的声音之中 充满了寒冷之色 他比不了这个黑袍人 郁化提安 你狼子野心 起兵造反 甚至重伤我巫族偕老 真当我巫族 没人了吗 黑袍人宛如红中一般的声音响彻 让郁化提安的眉头猛然一皱 阁下 我们可以 郁化提安刚想开口说话 眉心忽然一阵刺痛 下意识地一个驴打滚 一柄黑色长剑 再次从郁化提安身后划过 让他的衣服出现了一道口子 刚才若不是郁化提安强大的第六感 他就已经死了 你真就要和我鱼死网破吗 郁化提安看着扎在地上的黑色长剑 眼中闪过了浓浓的警惕之色 随即抬头 对着树上的人影大吼道 短短几个照面 自己就被弄得如此狼狈 郁化提安内心清楚 若是再这么下去 自己今天就要留到这儿了 伤我巫族之人 这天底下 而将会被我巫族追杀到底 郁化提安看着再次生起的黑色长剑 内心一恨 今日之阴 他日之国 等着吧 郁化提安的身影 快速地向后跑去 丝毫不带停留 现在王成是回不去了 不提那个林墨 单单只是一个眼前 这个自称巫族来人的强者 自己就毫无反抗之力 若是回去之后 两人加起来 自己连跑估计都跑不掉 见到郁化提安逃跑的身影 黑袍人冷笑一声 我巫族不过是平日里低调一些 就有人敢如此放肆了 黑袍人直接一跃而下 站在了阿诺德以及马歇尔的身前 在两人的身前停留了一两秒 两颗黑色的药丸射进了两人的嘴中 随后黑袍人影不再停留 瞬间化为一道黑影离去 王成之中 林墨刚刚开车进入 就看到了整个街面上都是聚集的人群 随手将车停在一边 林墨走下车拉住了一名路人亲切地说道 大哥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自己现在再怎么说 也是万象王国的二号人物 人物的形象还是要做一做的 原本被拉住的男人满脸不耐烦 回头还未看就喊道 谁啊你 就这么 男人正在说着 就看到了林墨的面孔 棱角分明 宛若天生地造一般的面庞 充满了和善的笑容 不耐烦的男人越看越眼熟 越看越熟悉 哎 大兄弟你怎么跪下来了 林墨一把拉住了暴躁老哥的胳膊 不让对方跪倒在地上 这国大臣大人 你要听加德雷陛下 报仇血恨啊 暴躁老哥庞大的嗓音 瞬间响彻四周 原先议论纷纷的人群们 顿时被他的声音吸引了目光 当看到站在大街上的俊朗青年时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 直接跪了下来 他们有的甚至双眼都流下了泪水 对着林墨疯狂地磕头 求助我大臣 为加德的陛下报仇啊 林墨看着一群群乌鸦鸦的万象国国民 脸色沉了下来 谁能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刚才那名朝着林墨跪下 但被林墨拖住的男人开口说道 祝国大人 昨晚飞甲发生叛乱 杀尽王公刺杀加德雷陛下 到现在陛下还毫无踪迹呢 林墨修长的眉头一皱 看向男人说道 你说飞甲组织发生了叛乱 然后刺杀了加德雷陛下 到现在为止 加德雷还毫无音讯 没错 求您一定要找到加德雷陛下呀 看着跪了一整条街的万象国百姓们 林墨大声地开口说道 将跪在身前的男人搀扶而起 林墨静直向着王公而去 自己就出去寻找了一下妻子的痕迹 怎么一回来 飞甲直接背叛了 甚至连加德雷都不知所踪 万象大殿之上 满朝滚滚诸公此刻都在争论不休 而火依娜正一脸坚定地站在最上方 加德雷王位的下方 她相信加德雷一定会没事的 昨天晚上飞甲的成员杀进王公之中 战火连天 火依娜抱着孩子 小心翼翼地躲在寝殿之内的密室之中 若非如此 他们五子二人估计早就被闯进来的 飞甲成员给绑了 若非后来整个王城守军 全部赶到 消灭以及俘虏了剩下的飞甲士兵后 火依娜这才敢抱着孩子走出来 莫非殿下 如今陛下失踪 老臣建议离王子殿下为帝 在加德雷陛下为找到之前 要您来处理政务 财务总长科菲特站了出来 对着火依娜说道 她的主意也引起了很多大臣的复合之声 不管是不是一心为国的忠臣 现在都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方法 加德雷目前失踪 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否还活着 国家不可一日无主 只有定下了新的主人 才可安民心 第1420几 停仗100 火依娜看着下方众多大臣的逼宫 一脸的愤怒之色 我的夫君加德雷国王还没死呢 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逼宫了 臣等不敢 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啊 王妃殿下 面对大臣们的话语 火依娜站在高处 有些无助地看着怀里的孩子 陛下 你到底在哪儿啊 尔等放肆 磅礴的声音响起 一道人影出现在了万象大殿的门口 林默一脸冷漠地 站在万象大殿的门口 看着在地上跪了一群的大臣们 冷然道 陛下还没死呢 只是刚刚失踪 你们就压制不住自己的狼子野心了 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是想要学习欲化提安造反啊 林默的嘲讽之言一出 所有跪在地上的大臣身体七七一颤 祝国大臣 我等绝对没有此意 祝国大臣 国不可一日无君 如今加德雷陛下失踪 你应有想 都他们给老子闭嘴 林默看着跪在地上的大臣们 脸上露出了冷笑之色 随后直接朝着他们走去 一脚直接将一名大臣踹翻在地 祝国大臣 你 一众大臣实在是没有想到 之前宴会上那个充满了和善的年轻人 此刻完全就像是从里到外 换了一个人一般 浑身上下散发着上位者的气息 丝毫不比加德雷差 甚至林默身上的气息 甚至还比加德雷更加强烈 林默看着一群跪倒在地的大臣 脸上露出了讥讽之色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 不就是想让小王子登基 然后一个个就可以在私底下肆无忌惮地勾连贪污 霍国殃民 祝国大臣误会了 我等不敢呢 不敢 林默目光扫视了一圈所有的大臣 怒声说道 而等包藏祸心的贪官污吏 还有什么不敢 来人 顿时整个万象大殿之中的所有官员 齐齐下跪 我等知错 还望祝国大臣开 林默看着那些臣子们 呵呵一笑 开口说道 而等现在知道错了 全部拖出去 干净地停张二十 要是有欺压百姓的 直接停张一百 说完 林默还笑眯眯地看了众人一眼 要是能在停张一百后活下来 我就宽恕他无罪 顿时 一部分臣子脸色煞白地 瘫倒在了地上 一摆下停张 打完之后 估计都直接成肉酱了 而那些身上干净一些的臣子们 则是纷纷地松了一口气 自己最多也就被打 二十几下 几天下不来床 想着就连被拖出去的时候 身上干净的臣子脸上 都是笑呵呵的 有的甚至直接不用拖自己走了 而身上有着各种污点的官员 则是脸色煞白地被拖了出去 李默大步地来到了一脸无助的 火依娜身前 轻声安慰道 火依娜王妃 不必担心 贾德烈不会有事的 火依娜的眼眶之中 落下了痘大的泪水 她勉强让自己不再流泪 开口说道 谢谢你 李默 李默脸上露出微笑 对着火依娜轻轻摇了摇头 王妃不必担心 这些日子 我会先将万象国的局势稳定起来 直到贾德烈回来 火依娜的眼中流露出了感激之色 她本来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虽然也是大家闺秀 但是面对一群大臣 却依然还是不知所措 目送着火依娜抱着孩子离去 李默随意地坐在了台阶之上 聆听着门外的惨叫之声 李默淡淡地从口袋之中掏出了一把瓜子 磕了起来 顿时安静的宫廷之中 只有李默磕瓜子的声音 以及臣子们被打得惨叫之声 诸国大人 所有臣子皆以行刑完毕 侍卫长拿出了一份名单 宣读了起来 亭仗二十者共五十四人 二十四人被打得昏迷了过去 余下三十人的身体无法动弹 李默眉头一挑 他可是记得清清楚楚 所有大臣一共有八十七人呢 剩下的人呢 剩下的三十三人 皆是没有扛到第四十下就直接死了 李默轻轻一笑 有些无奈地说道 机会我都给他们了 可惜一群人不中用啊 随后李默的目光看向了侍卫长 开口说道 去 把这些大臣们的遗产送回家中 记得 一定要原封不动 侍卫长刚开始还有点猛 这些人除了尸体还有什么 但是当看到李默那充满杀意的双目之时 他懂了 那些大臣的所有家人 全部停仗一摆 挺过来了就能活 一时之间 侍卫长看着李默的眼神都变了 他没有想到 这位大臣居然是如此狠辣之人 是 我这就前去 侍卫长刚刚走到门口 李默忽然开口说道 对了 派人去万象大酒店 请赵南约赵老先生过来 是 侍卫长匆匆地跑了出去 他现在多多少少对李默有点犯处 这祝国大臣也是个狠人呢 李默则是继续无聊地 坐在台阶之上磕着瓜子 现在的情况他根本就无法脱身 一旦万象国没人主持大局 那么 届时定然要再次开始内乱 而李默如今便是能够在万象国主持大局的唯一人选 霍伊纳的性子 若是强势一点 倒也可以维持局面 但是他被加德烈保护得太好了 根本就无法应对朝堂之上的那些老狐狸 不一会儿 大殿之外就走来了一道人影 正是双手缠着绷带的赵南约 少老 这绷带您还带着呢 林默看到了赵南约手腕之上的绷带 顿时就乐了 当初赵南约来到万象国 清剿黑鸠的时候 林默就特意做了嘱托 若是遇到强敌 那么可以假装示弱 甚至可以假装一些伤势出来 让那些迫于林默 以及赵南约压力的势头冒出头来 之前迁债的那些背叛林默 偷偷种植叶曼草的寨子 就是因为赵南约假装被玉化提安大伤 才引出来的 赵南约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笑容 开口说道 这不是这两天 正在清剿之前从心中之夜满草的寨子吗 我也就一直没有取下来 林默的脸上露出了我懂之色 之前自己被黑鸠限制 而无法进入万象国时 在赵南约和商会临走之前 特意和他商议的 借助赵南约受伤 来引出那些在暗中潜伏的家伙 林默 你在王公局中找我 估计是为了万象国吧 今天一早 这个消息就火速地传遍了整个万象国 飞甲组织首领玉化提安 带领飞甲成员叛变 当晚杀进王公后被镇压 但国王加德烈不知所踪 现在整个万象国都处于人形惶惶之处 若非刚才李默过来的吉时 估计火依娜就被成功地逼宫了 不错 赵朗 现在万象国的局势 你应该也看出来了 李默目光严肃 看着赵南约认真的说道 而在加德烈没有回来之前 我们需要先将万象国的局势 稳定下来 一旦万象国的局势继续这么动荡下去 那么其他的那些国家可就不会这么看着了 估计会立刻下场 狠狠地在毫无反抗之力的万象国身上 咬上一口 赵南约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看着李默 老夫全力配合你的计划 李默点了点头 对着赵南约露出了感激的眼神 赵老被自己不远千里地叫到万象 现在又给人家安排事儿 哪怕是林默 内心都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了 后宫之中 火依纳正抱着孩子 双目无神地坐在一处凉亭之中 现在的他失去了加德烈这个主心骨 此刻木木呆呆的 就连孩子脸上露出的笑意 他都不做理会 第1421集 科菲特之惨状 林默跟随着侍女的指引 来到了凉亭之中 坐到了火依纳的对面 轻声地唤道 王妃 火依纳依然双目无神 丝毫没有被林默拉回神志 无奈之下 林默将目光投向了一旁站立的侍女 侍女用手轻轻地碰了碰火依纳的身子 轻声说道 王妃殿下 祝国大臣来找您商议事情了 火依纳在侍女的轻轻摇晃之下 双目之中才缓缓地出现了光泽 当看到对面坐着的林默时 火依纳有些歉意地开口 抱歉 祝国大臣 刚才实在是没有注意到你的到来 火依纳的声音中 充满了沙哑以及低沉之色 林默内心轻轻一叹 看来加德烈的失踪 让他有些颓废起来 王妃殿下 现在加德烈失踪 而万象国的子民们 都处于恐慌之中 我们目前最大的事情 是先将所有的恐慌压制下来 火依纳勉强提起了精神 看着林默问道 祝国大臣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明天我会先召开记者发布会 表示万象国将会由我和你共同管理 直至加德烈平安归来 但是仅仅凭借着王妃殿下 你我二人还不够 我请来了南岳省的赵南岳老先生 将赵南岳赵老 册封为万象国之宗师 安抚民众们的恐慌情绪 随后建立起王妃你总满 我把控 赵老实时地管理 李默将自己内心的计划 统统对着火依纳说了出来 对了 王妃之后若是想要安排人接手的话 也是可以的 我们在明面上挂名就可 李默可以说是 将所有的情况都考虑了进去 万象国毕竟是人家的 哪怕自己明面上 有着一个驻国大臣的称号 但若是和赵南岳一直掌控着所有事物 哪怕火依纳刚开始不说什么 后面也会产生不满的情绪 全凭祝国大臣安排即可 火依纳的脸上显露出了一些疲态 起身对着李默开口说道 李默大哥 私底下我就这么叫你吧 我有些疲惫 就先回去休息了 从昨天晚上飞甲的成员杀入王宫 火依纳就抱着孩子 坠坠不安了一个晚上 今天上午就得到了加德烈失踪 以及大臣们的逼宫 浑身上下的疲惫 甚至让火依纳的头都有点晕晕沉沉的 身后凉亭之中的林默 有些头痛地扶住了自己的额头 国王失踪不见踪影 王妃带着刚刚出生的王子不管朝政 而祝国大臣却总理朝政 甚至微信比王妃都要高出许多 这个剧本怎么那么像自己害死加德烈 随后欺负王妃柔弱 王子年幼 直接给朝政把持了一样呢 但是想想归想想 计划还是要进行下去的 林默现在还要去那些活着的大臣们府上 做一些思想工作 财务总长科菲特的府上 他正一脸痛苦地躺在一张 两米大小的豪华大床之上 他的身后是好几名医生 正在小心翼翼地为他涂抹着药膏 轻点轻点 你们是想要了我的命吗 科菲特的惨叫声 让几名医生的脸上露出了无奈之色 我们已经很轻很轻了 但是你这个情况再怎么小心也疼啊 看着科菲特血肉模糊 劈开肉绽的屁股 几名医生莫名地打了个哆嗦 然后手指不小心地戳在了科菲特的屁股之上 惨叫之声再次响彻了整个屋子 科菲特的眼角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他们去逼宫地挨揍也就算了 自己就乖乖站在一旁看戏 为什么也要挨揍啊 忽然外面闯进了一个女人 她是科菲特的妻子 老爷 外面来了一个年轻人 说要见你 不见不见 哪来的 让他回哪儿去 科菲特现在的模样 别说是见人了 哪怕是加德烈回来上门见他 都不见 太丢人了 他说他叫林默 是您的朋友 管他什么林 科菲特的声音忽然止住 看向自己的妻子急声问道 那个年轻人是不是很瘦 而且还特别帅 见到妻子点了点头 科菲特内心顿时慌了 林默这个傻星这个时候来找自己干嘛 他不在王宫想想怎么安抚万象国的子民吗 剧情诸瓜大人进来 虽然万般不想见到林默 但生活还在继续 随着脚步声的响起 一脸笑容 手中还拎着果盘的林默走了进来 当看到科菲特无力地躺在床上之时 林默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惊怒之色 科菲特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那群狗人的居然会下这么重的手 林默死死地抓着科菲特的双手 说道 早知道他们下手这么狠 我一定不会让他们打这么多下的 打赛军神痛在我心呢 看着林默一副内心深痛的样子 科菲特内心一阵呵呵 不 诸国大臣这些都是我最有应得的 都怪我昨天连夜皮改文件 导致上朝是浑浑沉沉 那群家伙逼宫我 居然没有注意到 林默和科菲特手拉着手 宛如知己一般的交谈 小翠 去把我珍藏的上好茶也拿出来 给诸国大臣泡一壶 门外的侍女小翠一连猛 珍藏的上好茶叶 平常老爷说的 不就只有上好的 最好的 自己都舍不得喝这三个层次吗 这珍藏的上好茶叶 是拿第一种还是第三种啊 老爷 您说的是那种的 看着侍女的样子 科菲特就是一阵牙疼 林默脸上莫名的笑意 让科菲特的内心充满了不安 我赎柜最里面那一罐 嫌王生自的 这句话 科菲特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先王家园一世赏赐的茶叶 他自己平日里都舍不得喝呀 是 看着小翠下去 科菲特和林默来了一个对视 科菲特大人啊 你是不知道现在万象国的情况 到处都是动荡不安的场景 看到我心里实在是痛苦至极啊 科菲特的目光紧紧地看着林默 等待着他的下一句话 你说把你拉出去几天 能不能安民心 啊 科菲特的脸上流露出了一股崩坏的表情 我还等着你的下一句计划呢 你告诉我 你要杀我几天 诶 诸国大臣 老夫在位几十年 从来都是兢兢业业 科菲特的语气中带着浓浓的委屈之意 甚至老人家都快要哭出来了 科菲特大人 我就开个玩笑 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听到林默的话语后 科菲特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明天要在王宫召开记者发布会 万象国大大小小新闻社的记者都必须来 我依纳王妃要册封赵南岳赵老爷子 为万象国宗师 彻底安定万象之乱 科菲特的面色一苦 看来这才是林默的真正目的 林默不可能自己去一家家的通知所有大臣 财务总长科菲特 这位堪称职场交际花的男人 就是最好的传达工具 诸国大臣 您希望下官做些什么 直接告诉我便是 科菲特已经认命了 看来自己是逃不掉林默的魔爪了 关于赵南岳 科菲特也曾经听闻过一些 此次若是赵南岳成为万象国的国之宗师 加上林默驻国大臣的身份 确实能让万象动荡的民众们安静下来 我希望您能向所有的大臣们告知我们的计划 并且我不希望他们之中会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哎 下官明白了 科菲特这个酒精职场的老狐狸 瞬间就明白了林默的意思 无非就是让自己做个恶人 对所有的大臣们用各种手段 第1422集 发布会 让他们无论内心服不服 表面上都要服从 至于用什么手段 林默没说 科菲特也没有问 大棒加甜枣的套路 古往今来谁不明白 但是哪怕你内心知道 又能逃脱得了吗 科菲特大人 我还有一些钥匙要去处理 若是有人坚决表达反对 你直接告诉我就行 对了 这里面的药粉 应该能缓解你的痛苦 看着林默的背影和手中的小瓷瓶 科菲特内心暗暗吐槽的 哎 你他妈什么东西都提前准备好了 还跟我装什么临时起义 但是屁股传来的疼痛 不断地刺激着科菲特的神经 他将手中的小瓷瓶 递给了身后的医生们 别吐了 直接撒这个 林默刚刚走出科菲特的府底 内心念叨 三 二 一 果然 随着林默的倒计时 一道冲天残叫 直接响起 林默给科菲特的小瓷瓶里面 装的确实是能够快速让他的屁股愈合的药物 但是林默可没有说那个药粉撒上去到底疼不疼啊 第二天一早 万象大殿之中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记者们 他们手中扛着摄像机 脖子上挂着单反 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斥着激动以及兴奋的情绪 根据他们的消息 今天的发布会将是一个重磅的消息 他们手上的手表在不停地转动着 吸引着他们的内心 发布会正式开始的时间是在八点 距离现在也仅仅只有十几秒了 大大大 秒针走动的声音让在场的记者们内心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随着秒针彻底与八点重合 一阵脚步声响起 身着华丽长袍的火依娜走在最前面 而一身西装的林默则是跟在火依娜的身后 火依娜看着记者们不断闪烁的闪光灯 脸上的微笑之色不变 淡淡地开口说道 各位 就在前天晚上 我万象国居然发生了一起人神共分的叛乱 虽然早就知道了这件消息 但是记者们亲口听到火依娜讲述出来 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哗然 而且火依娜居然如此直接地就将事情讲了出来 而我的夫君 万象国的王者 也在那天晚上的叛乱之中失踪了 火依娜的语气之中带着浓浓的悲伤之色 但是下一刻 她的声音又再次地激昂了起来 纵然我万象国的国王失踪 但另一个支撑我万象国的支柱还在 诸国大臣听闻加德烈陛下失踪的消息 悲痛欲绝 千里奔袭追杀玉化提安 虽然玉化提安那个狼子野心的逆贼重伤逃跑 但我们也得知了一个消息 加德烈陛下并没有升天 这些话自然都是假的 林末到达王城知道消息之时 玉化提安早就不知道去哪了 但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安民心 这些无关紧要的谎言说了也就说了 并且我万象国今日会再次增添一名新的支柱 我代表加德烈陛下正式撤封赵南岳先生 为我万象国的国之宗师 顿时厂下的记者们一片哗然 一名女记者拿着话筒走上前来 对着火依娜问道 尊敬的王妃陛下 我想问一下 您是如何知道加德烈陛下没有遇害的 面对记者的提问 原本站在一边的林末走了上来 当时玉化提安被我打成重伤 怒吼着若非自己大意 加德烈怎么可能逃跑 凭借着这条消息 我们就能判断出来 加德烈陛下根本就没有遇害 甚至可能现在就在赶回王城的路上而已 记者再次提问道 那赵南岳先生的国之宗师是怎么回事呢 赵南岳先生在之前万象国商战之中 为我万象国抵挡了来自枫叶国的做空 并且在我追杀玉化提安之时出手相助 国之宗师实至名归 面对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后 这场发布会才算是真正的结束 而林末想要的效果也已经逐渐生效了 接下来只需要让万象王国的电视台 以及所有网络全部推广 将这场发布会的所有内容在网上疯狂推荐 只要让更多的万象国国民看到 那么原本惶惶不安容易被鼓动的民心 也就逐渐安定下来 并且万象国信息部还派出了很多水军在网上流传 让这场发布会很快就近人皆知了起来 你知道吗 那个反贼玉化提案已经被祝国大人打成重伤 一名男子走在大街之上 看着手机上的视频对着一旁的朋友说道 我也看到了 祝国大人还说加德雷陛下根本就没有遇害 完全就是那些人胡编乱造 我看啊 估计就是想要动摇我万象国的民心而已 另一边的一家烧烤店之中 正在和朋友撸串的男子 忽然看到了手机上推送的视频 老狗 老狗 别喝了 你快看你的手机 咱们万象国多了一位国之宗师呢 那名叫老狗的男人打开手机的浏览器 上面的第一个就是一席尽装的赵南月 哈哈哈哈 看来我万象国果然牛逼 就连宗师强者都加入到了国家了 两人也算得上是半个乡里人 对于闻名于天下的宗师强者赵南月 那可是如雷贯耳 看到赵南月出现在了手机之上 原本打算转成枫叶国国籍的想法 顿时就烟消云散了起来 王妃殿下 祝国大人 赵老 现在民众的情绪已经纷纷稳定下来了 甚至有的已经开启了派对 庆祝赵老 加入万象 侍卫长半跪在霍伊娜的身前 一字一句地禀报着 依旧还是那一个凉亭之中 三人坐在一起商议着国事 霍伊娜只是来当摆设的 她对于这些哪怕是认真听 但终归是宛如听天书一般 啥也不懂 本来她都已经不想来了 只想回去抱孩子 但是被林默进行了一番劝说 以及思想教育 毕竟火一纳不在这儿 林默总有一种自己把持朝政的感觉 听到侍卫长的话语 林默满意地点了点头 自己当初喊赵南月来的一个目的 便是用赵南月的名望 安民众之心 既然现在的民众已经安稳了下来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干什么 赵南月的目光看向了一旁的林默 林默稍微沉吟了一下 开口说道 接下来便由赵老您为安那些大臣 稳住朝堂 火一纳王妃凭借着名望 稳坐朝堂 那你呢 赵南月用疑惑的目光 看向了一边的林默 她把自己和火一纳的事情 都安排了下来 怎么没有说自己要去干什么呢 林默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轻声地说道 我明天就要回连省了 这里就都交给赵老你了 听到林默的话 赵南月顿时脸色一黑 感情这混账小子 又要自己跑路啊 林默哈哈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自己来万象国最大的原因 就是寻找自己的妻子 而现在林默已经猜到了 许半夏过得很好 实力也变强了很多 她也就不用再继续担心下去了 反而大区连省那边 还有一堆的事情 等着林默去做 万象国的局势也稳定了下来 只要有赵南月在这里坐镇下去 那么那些大臣们 有了昨天的痛苦 必然不敢再次逼宫 只要在这个时间之内 找到失踪的迦德烈 或者迦德烈自己跑回来 万象的所有隐患 自己就会消除 当天夜晚 林默直接就连夜赶回了大区联盟 将昏迷的太子 从文件堆里面拎了出来 第1423集 海芳市 纵然是林默这位宗师 看到这些文件都是一阵头痛 唉 汪老三不是说 把五盟的主要决策弄完之后 就没有那么多文件了吗 看着太子都快要口吐白沫的样子 林默无奈地揉了揉眉心 多好的孩子 就被这堆文件给逼傻了 将太子放在了躺椅之上 林默转身向着汪老三的办公室走去 汪老三的办公室之中亮着灯光 而他正在文件堆之中 不断地进行批改 看这个文件的高度以及厚度 估计是太子那儿的两倍 汪老三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 头也不抬地开口说道 文件就先放在一边吧 林默内心一阵感动 这是多好的同志啊 这才凌晨五点就如此努力 明年就给他涨工资 见到许久没有声音 汪老三抬头看了一眼 才发现是林默 我的林大人乐室 你出去风光了 留下我在这受苦 见到林默 汪老三就开始疯狂地大盗苦水 这些天可给他累坏了 哪怕手下都招了好几个助手了 但是这些文件却还是多得不行 潘阳市现在每天都是叙事勃发的发展 今天还是一片空地 明天就圈起来 开始打造起了高楼大厦 林默哈哈一笑 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自己之前说好的 帮助汪老三改革攀阳市 结果自己跑路了 不过现在虽然累了一点 但是所有的一切 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汪老三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意 之前被尹家所架空之时的憋屈 时时刻刻回荡在他的脑海之中 他的手下也开始培养起人才 等到再过几天 几十名专门培养过的人手 接手此事 汪老三到时就不必如此的疲惫了 这位时下一步打算 去哪个城市啊 汪老三对着林默问道 现在的潘阳市已经稳定了下来 林默已然可以抽身离开了 而他想要去彻底的建设大区联省 一个一个城市的前往 肯定是免除不了的 现在有了尹家这个下场 摆在明面之上 林默去别的城市开展行动的时候 会更加的轻松一些 林默的目光 在汪老三办公室墙壁上 大区联省的地图上扫视着 他要找到下一个更合适的城市 目光扫视了一圈 林默看到了一个地方 河内省海芳市 海芳市的地理位置 处于潘阳市 以及河山市的中间位置 若是能和海芳市内的商会 达成一系列的合作关系 然后从而去加深攀阳 河山 海芳三座城市之间的关系 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来 让三座城市快速发展 汪老三顺着林默的目光 也看到了海芳市 我就知道你会选择这个地方 海芳市的总体来讲 会比之前的潘阳市好上一点 汪老三从桌子下面 拿出了一份文件 递给了林默 在海芳市内的龙头家族 便是慕容家 只要能够让他们牵头 那么一切都好处理很多 并且碍于你之前 覆灭尹家 改革潘阳的战绩 他们应该会对你十分客气 甚至当你提出 要进行合作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在明面上答应 汪老三有条不紊的 为林默说着 自己分析出来的条件 林默点了点头 轻声说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 七点钟 太子迷迷糊糊的醒了之后 就直接被林默拽了起来 太子 我要去海芳市那边一趟 你要跟我一块去吗 林默的目光看向了 还有些迷糊的太子 递了一张诗巾过去 去去去 老大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太子一顿连连点头 都快成点头机了 没办法 实在是这些天 在潘阳市 人都快被那些文件逼疯了 太子宁愿在战场之上厮杀 也不想坐在那里看文件了 林默脸上露出了笑意 太子果然还是老样子 想了一下 林默就仅仅只是带着太子 前往了海芳市 而数万御林军 林默则是交代迪云带领着 现在在潘阳市驻扎 海芳市 城郊住宅区 泥泥的道路上 太子驾驶着越野车 缓缓地行驶 道路的两边 全是各种各样堆放的垃圾 恶臭的污水流淌在了地面之上 令人窒息的臭味 充斥着太子以及林默的鼻息 老大 咱们为什么要走这里啊 太子刚一开口说话 就差点直接吐了出来 林默的面色没有丝毫的变化 而是不断地观察着两边 低矮破旧的民房 还是土地的道路 以及流淌着污水 散发着恶臭的垃圾 无一不代表了这个地方 到底有多么差 有些辛辣以及刺鼻的味道 并没有让林默的面色有什么变化 当你所关注的事情不一样时 你周围环境所告诉你的也不一样 太子并没有去考虑一些事情 所以他会觉得这里面恶臭难闻 但当时的攀阳市和这里的环境一模一样 养狗蛋的母亲居住的小园村 和这里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城郊的一些地方 就足以反馈出一个城市的真实情况 前方的路面之上忽然出现了几个嬉笑玩耍的小孩子 太子摁了摁喇叭 小孩子却还在路面上追逐打闹 这些凶孩子 老大 我下去让他们一边玩去 太子刚准备下去 就被林默一把抓住了胳膊 林默对着太子轻轻地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我下去看看 你在车上等我 林默打开车门 静止来到了几个小孩子的面前 小朋友们 你们现在在玩什么呀 林默脸上带着微笑 蹲在了几个小孩子的面前轻声问道 一个高高的男孩也不怕声 直接对着林默说道 大哥哥 我们在玩警察抓小偷 林默从口袋之中 拿出了几枚糖果 放在手心笑着说道 这样吧 大哥哥问你们几个问题 你们要是能告诉我 大哥哥就给你们 怎么样 几名小孩子看到林默手中的糖果 双眼顿时绽放起了光芒 大哥哥 你快问吧 我们知道的都告诉你 啊 那你们知道 为什么这条路不修成水泥路吗 在林默的问题之下 一名流着鼻涕的男孩举起了手 嗯 知道 早时那群坏人跑到我家里说 让我们家拿十万块钱修路 我爸爸说没有那么多钱 他们就对我爸爸一顿骂 然后就走了 林默的双眸微微眯起 修路这种事情 一般都是由市政府来进行拨款 而现在居然有人来问居民们要钱 看来这里又有不少的老鼠以及蛀虫啊 那你们知道 大家的垃圾 为什么都堆在这里吗 一只小小的手掌举起 这次是一名小女孩 因为那群大坏蛋 在垃圾回收站站着 只要扔垃圾就要给钱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就只能先放在两边了 问完自己内心的两个疑惑 李默站起了身 将手中的糖果分给了每一个小朋友 大哥哥 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吗 之前那名回答李默问题的小女孩 突然向着李默问道 李默脸色一愣 但是看着小孩子纯真的面孔 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 转身回到车上之后 那群小孩子乖乖地站在路的两边 或许是因为林默给他们发糖了 也或许是因为林默在他们的内心 成了大英雄 汽车再次发动 太子看着林默面无表情的样子 内心叹了一口气 老大不愧是老大呀 简简单单几块糖果 就把这样的情况给打探清楚了 难怪自己是小弟呢 哎呀 第1424集 听风阁 太子 去听风阁 林默的语气虽然平淡 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林默又要开始谋划动手了 听风阁是海芳城最大的高档酒店 在里面进进出出的 基本上都是身价千万的富豪 里面简简单单一道菜 可能就要成百上千块 满是泥泞的车辆 出现在听风阁的门前 一个门童快速地跑了上来 这位先生 请问您有预约了吗 我叫林默 门童拿出了一本本子翻看一下 脸色顿时就恭敬了下来 啊 原来是林默先生 您请跟我来 林默带着太子从车上走下 将车钥匙交给门童 随后在另一人的带领之下 向着听风阁里面走去 三楼的一间豪华包厢之内 里面此刻已经坐满了人 他们都是海芳市各个家族的掌权者 每个人的身价最起码都在一亿网上 坐在最前方的是一名中年男人 名叫慕容江和 虽然慕容江和并非是慕容家的家主 但是所有人的心中都明白 慕容家家主慕容海闭关三十余年 慕容家的所有一切都是慕容江和之长 想到那个充满了霸气的身影 所有人都不禁地打了一个寒战 慕容海可不仅仅只是慕容家的家主 他同样还是海芳市五盟的会长 若非闭关三十余年不问世事 此刻的海芳市估计早就变了个样 在场的众人已然再次等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大家的表面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之色 甚至有的人到现在脸上还挂着些许笑容 林默现在的威名实在是太过于远扬 他即将来海芳市的消息一出 所有人都在打探着林默的行程 就是为了能够早一点地布下宴席 提前款待林默 甚至就连家中的弟子都狠狠地警告了一遍 这几天谁要是敢在外面惹事直接给你腿打断 华夏正月史之首泰山史本就是一个位高权重的职位 而林默居然又成为了万象国的驻国大臣 和国王共做一个江山的职位 这让这些家族对于林默的重视更加增高 若是换一个人在这里等如此之久 估计这些家族的掌权人早就走了 但此刻的他们也只能坐在这里面带微笑 谁也不知道林默这次到达海方市到底意欲何为 万一触碰上了林默的眉头 直接宛如尹家一般被灭门 几十年的基业白白毁于一旦了 嘶哑 房间的门被直接推开了 林默带着太子走了进来 看到满屋的人时 林默的脸上浮现了笑容 真没想到林某的到来 居然能享受如此隆重的对待 实在是感谢各位啊 看到林默之后 原本坐在前方主位旁边的慕容江河站了起来 他的脸上浮现出了浓浓的恭维之色 开口说道 哪有哪有 真月室能来海方市 可给我们激动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慕容江河的话语瞬间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哎呀没错 早就听闻真月室的鼎鼎大名 我等这几天 可是激动的谁都睡不着 天天盼着真月室的到来 吴内顿时全是一片恭维之声 他们这几天确实都没有睡好 连夜加紧让家族成员把自己干的脏事 全部弄干净 甚至一睡着 就梦到林末拿着一把低血的刀 站在自己的面前 这便室您请上座 慕容江河一脸笑容的 带着林末来到了主位之上 主位之上的椅子 和其他位子上的椅子完全不同 也就是俗称的太师椅 林末也没有推辞 而是直接坐在了那里 来人上菜 短短一分钟 一明明姿色颇为不错的侍女走了进来 他们的手中是一盘盘上好的佳肴 燕窝鸡丝汤 海森汇猪蹄 芙蓉蛋 莲花羹 几十道名菜一一上桌 整个房间之内顿时充满了飘香之味 诸位 此次林某前来是有一件事情 一个个正经危坐的家族掌权者虽然不动声色 但是内心却是暗道一声 林末终于要说出自己的目的了 林末的目光扫视了一圈 轻声地笑道 在座的各位有的已经可能猜到了 林某此次前来是想要和海芳市的商会达成合作 与攀阳以及河山市的商会进行交流 大家共同进步 赚钱 林末的话音刚刚落下 一旁的慕容江河就笑着开口 既然是真月史的要求 那么我们自然是不会拒绝的 林末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举起酒杯大声地说道 好 既然大家都如此之豪爽 我林末敬大家一杯 说吧 林末直接将这七十多度的白酒一饮而尽 好 不愧是真月史 海亮 不错 我牛家还佩服真月史 林末看着一个个脸上笑开了花的掌权者们 内心却没有丝毫的喜悦 这些家伙 此刻若是一脸为难的和林末商议 反而才有一些略微的可信度 而他们此刻却如此轻松地就答应下来 甚至脸上还布满了笑容 林末不觉得自己的威名足以让他们真的心服口服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林末的脸上出现了红韵之色 有些醉醺醺的对着身旁的慕容江河问道 慕容江河 我在来的路上路过了一处特别臭的地方 那里是怎么回事啊 慕容江河原本神志不清的眼神闪过了一丝光芒 开口说道 听到慕容江河的话语 林末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去吃菜喝酒 但他的内心却是无比的清醒 王家 看来应该就是那群上门要钱 以及垃圾站收费的家伙了 林末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冷色 宴会结束之后 醉醺醺醺的林末被太子搀扶上去打算离开 大哥 去玩 慕容家中 绝对说法 已经喝大了舌头的慕容江河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 对着林末喊道 林末勉强抬起头 一身酒气地对着慕容江河说道 二弟啊 不去不去 我订了兵款 两人说话都已经断断续续了起来 在与一众家族的掌权人一一告别之后 太子带着林末转身离去 刚刚回到车上 林末脸上原本的红月以及迷离迅速散去 刚才为了和那些家族的家主去套近乎 林末稍微表现得喝醉了一点 但堂堂宗师强者 怎么可能因为一些酒就醉了呢 太子 直接去城郊 我想看看 到底是哪家势力如此霸道 太子点了点头 向着两人来的路开去 听风格的包厢之中 原本还一个个笑容满面的家主们 在林末走后 顿时脸色就冷了下来 他们虽然没有林末的强悍体质 谦卑不醉 但是常年在酒场混迹 如何会因为这一丝丝的罪意 影响了神志 一个黄口小儿 运气好了一点罢了 就敢如此大方厥词 一名光头男人站了起来 脸上满脸的怒火之色 刚才林末在这儿 他只能压抑着内心的不满之色 而如今林末一走 他就直接蹦了出来 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谁说不是呢 上来就要我们与他合作 莫非是这两层身份 一名老人悠悠地说道 脸上也是带着愤怒之色 刚才林末在的时候 他的脸上的笑容 都快凝聚成一朵菊花了 现在林末一走 也是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除了二人 其他的家族家主 却是纷纷沉默 丝毫没有开口说话的想法 谁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人心向林末 万一自己开口 对方直接去找林末通风报信呢 第一千四百二十五集 处理 光头男人看着一群人沉默的样子 不禁冷哼一声 一群人都被人家打到家门口了 还把脑袋往回锁 面对光头男人的嘲讽 所有人都没有搭理他 一个没有脑子的莽夫而已 理他干嘛 大家的目光看向了最前方坐着的慕容江河 等待着他的开口 慕容江河醉醺醺的模样 也快速退去 安静地坐在最上方 看到所有人看向自己 淡淡地开口说道 不管你们是什么想法 明明而上 最好老实一点 暗地里怎么样 我不管 你们暗地里用什么手段 我不管 但同时 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 不会去通风报信 和若是连这点招架的本事都没有 那么也没有合作必要了 慕容江河的话语说完之后 原本沉默的众人纷纷开口了 我赵家同意 全家同意 所有的家主全部同意下来 你们要去找李莫下黑手 可以 我们不会去参与 要是那个李莫败了 也就败了 但要是你们输了 就别怪我们直接在他面前 把你们卖了 见到所有人都同意了下来 慕容江河的脸上 露出了笑意 现在的局面对他来讲 算是十分有利的 毕竟他也是一个比较排外的人 刚才和李莫醉醺醺的聊天 无非是两人都在不断地试探 而将王家所做的事情说出去 也只是慕容江河想要看看 这个镇月时的手段 海芳城城交的垃圾站 李莫带着太子来到了这里 扔垃圾一次十块 交钱交钱 一名一脸凶恶的壮汉 从远处的躺椅上站了起来 对着李莫大吼道 李莫没有说话 只是静止地向着垃圾站靠近 老子说让你交钱 你耳朵聋了吗 壮汉见到李莫 依然向着垃圾站走去 顿时就怒了 直接从一旁 拿起了一根棒球棍 朝着李莫就走去了 李莫身后的太子 见到壮汉如此嚣张的模样 顿时也不再走了 就站在原地 等着壮汉的到来 人一次垃圾十块 你们五十 要么交钱 要么滚 壮汉来到太子身前 挥舞着自己手中的棒球棍 太子看着 在自己头上乱晃的棒球棍 眼中闪过了一丝不屑 五十 好啊 我给你 话音一落 太子一把就抓住了壮汉手中的棒球棍 随后一脚飞快地踹在了壮汉的膝盖之处 同时 手臂直接摁住了壮汉的肩膀 壮汉的眼中闪过了震惊之色 好像是不太明白 太子这么小的个子 哪里来的如此强大的力量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我姐夫可是王家少主啊 太子的目光微微一眯 随后一脚踹出 直接将壮汉踹了出去 能怪多远滚多远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 就不是一顿揍这么简单的了 壮汉从地上爬起来 也不顾及身上的皮外伤 直接向着远处跑去 狗东西 老子这次走了 你等我回来打断你的双腿 而此刻的林默 已然来到了垃圾站的门口 里面完全都是空空荡荡的 垃圾站没有垃圾 这消息传出去 估计也只会被人当个笑话 老大 那人让我给打跑了 太子走过来 对着林默说道 王家的 听到林默的话语 太子点了点头 并且听他还说 还是什么王家少主的小舅子 林默轻轻地点了点头 将这件事情记在了心里 再去住宅区走一趟 林默想到了之前的那几个小孩子 自己本来不想管什么太多的事情 但是既然被自己碰上了 那也没有坐视不管的道理 更何况 林默在之前的那几个小孩子的身上 也发现了一个练武的好苗子 他这次来海芳市 最主要的就是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和海芳市的商会们 达成合作 促进三座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发展 这个目的现在已经算是 半完成的状态了 他们的内心肯定是会有些不愿意的 但是碍于自己的身份 又不能明面地拒绝 所以肯定会有人在暗地里进行小动作 只要自己抵挡住了那些小动作 商会的合作 自然而然就能进行下去 至于抵挡不住 林默对自己有信心 而第二个目的就是查看武盟 创建武馆 将武术发扬光大 海芳市武盟的会长 根据汪老三的消息是一名武痴 并且已经闭关了整整三十年 至今还未出关 而且根据身份 还是慕容家族的家主 慕容江河的亲哥 在慕容云海这位家族闭关之后 慕容家族的所有事情 都是慕容江河在打理 所以慕容江河 其实与慕容家的家主没什么区别 无非是还有一个闭关 三十多年的慕容海 武盟会长闭关这么多年 武盟的发展又是谁在掌控 看情况应该比汪老三当时要好上一些 随着车辆的行驶 道路也再次变成了土路 一股熟悉的刺鼻气味再次袭来 让太子的脸色都快变成了苦瓜脸一般 汽车行驶到道路的一半 林默再次看到了上午的那一伙小孩子 哇 是大哥哥来了 大哥哥 你是不是已经打倒了坏人 大哥哥 俺今天回去跟二娘说 二娘非说俺骗人 你要给俺作证啊 一群小孩子见到林默从车上走下 顿时围了过来 叽叽喳喳地说道 林默脸上带着笑容 温和地对着他们讲道 没错 大哥哥已经把坏人打跑了 从今天开始 垃圾就再也不用堆放在两边了 谢谢大哥哥 他哥哥太厉害了 俺娘还不信我 我现在就要回去告诉他去 小孩子们四散跑开 要回家告诉大人们这个消息 林默的目光注视到了自己之前看到的 那个好苗子身上 别的小孩子都跑了回去 只有他还站在那里 好像是见到了林默的目光看来 小家伙吸了一口鼻涕 鼓起勇气说道 道哥哥 我也想成为和你一样厉害的人 林默一阵失笑 揉了揉他的小脑袋说道 你为什么想要成为和我一样厉害的人呢 小家伙低头思索了一下 随后就抬起头大声说道 我 我想保护我的妈妈 不受人欺负 林默看着他那充满了光芒的双眼 揉了揉他的脸蛋 忍真的问道 你真的想要成为和我一样的人吗 哪怕再苦再累 你都不怕 小家伙狠狠地点了点头 一脸憧憬地看着林默 啊 那我答应教你 但是要先去见见你的妈妈 他同意了才可以 小家伙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浓浓的喜色 开口说道 谢谢道哥哥 我妈妈一直叫我小黑 你也这么叫我就可以 看着小家伙朴素的衣衫 却充满了灵动的双眼 可爱的面容上沾染着些许灰尘 林默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好 那我以后就这么叫你了 小黑 给远处的太子打了一个手势 让他找一个不碍事的地方等着自己 林默则是跟着小黑 在弯弯绕绕的房子之中行走 一间门前略显得干净的房屋之前 小黑的脸上露出了窘迫之色 大哥哥 这就是我家 里面有点脏 我进去 小黑的情绪有些低沉 低着头不敢看林默 对着他说道 林默一只手放在了小黑的头顶 揉了揉他柔顺的头发 我可没有看到有什么地方脏 你都不怕 我怕什么 林默温暖的话语落下 直接走进了这个有些老旧的房子里面 小黑见到林默的身影 脸上也浮现了一抹笑容 飞快地跑到了林默身前带路 第1426集 收徒 狭小的院子之中 一名有些瘦弱的妇女坐在一个小椅子上 手中正编织着一个娃娃 见到小黑带着林默走进院子 小心地将手中的伙计放在了一边 小黑 这位是 妇女看着散发着一股温和气息的林默 对着小黑问道 她的感觉告诉她 林默应该不是坏人 并且小黑脸上洋溢起的笑容 也证实了这一点 妈妈 这个大龟可厉害了 他打跑了垃圾站的那些大坏蛋 小黑兴高采烈地 跑到了瘦弱妇女的身前 开心地拉住了她的手 瘦弱妇女的脸色陡然一变 对着林默开口说道 这位先生 你快点走吧 那群人不会善罢甘休的 她的语气之中 带着浓浓的惧怕之色 那些人估计很快就会回来 他们人多势众 你还是赶紧走吧 瘦弱妇女 看着林默的穿着打扮 绝对不是这里的人 看着林默仍然没有走的打算 她再次开口劝道 阿姐 不必担心 那些人 肯定不会再来了 林默轻笑着摇了摇头 对着瘦弱的妇女安慰道 只要那个王家 不是真正的没脑子 就不会再继续来招惹自己 你 哎呀 瘦弱的妇女叹了一口气 声音有些苦涩地说道 那些都是王家的人 一个个心狠手辣 你是哪里来的 瘦弱妇女不再去说王家 而是从水井之中 打上了一些井水 拿出了一个干净的瓷碗接住 脸上带着笑容递给了林默 大兄弟 喝水喝水 家里没什么杯子 您别嫌弃啊 林默直接接过了瘦弱妇女手中的此碗 一饮而尽之后笑道 还是这井水田啊 那些纯净水 啥味没有 林默的丝毫不嫌弃 让瘦弱妇女的脸上 露出了真挚的笑容 小黑 先带这位大哥哥做 我去炒菜 晚上在这儿一块吃吧 瘦弱妇女转身 就要去右边的厨房之中炒菜 哎 大姐 不用不用 您别麻烦 林默直接叫住了瘦弱妇女 在对方疑惑的表情中 开口说道 大姐 我这次来主要就是想要带小黑习武 她是一个练武的好苗子 瘦弱妇女的脸上露出了迟疑之色 小哥儿啊 我家这小兔崽子什么样我能不知道吗 他这辈子出生在了我们这个家庭 这是他的命 我不要求小黑能有什么远大前程 我这个做母亲的 就想着他离家近一点 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过完这一辈子就可以了 随着瘦弱妇女的话语 原本兴高采烈的小黑 也逐渐低下了头 她知道母亲这是拒绝了大哥哥 您在担心我是骗子吗 瘦弱妇女摇了摇头 不 您的气质以及形式 绝对是一位大人物 虽然瘦弱妇女不懂什么看人之类的 但她觉得林默这样年轻俊郎 整个人上善若水的年轻人 能够没有一丝一毫的嫌弃 以及迟疑就去接过自己手中的大碗 这样的为人处事 定然是哪些大人物才能拥有的 那您为什么不同意让小黑跟着我学习 林默修长的眉毛微微皱起 看着眼前的瘦弱妇女 没有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画缝 瘦弱妇女给林默的感觉 虽然没有饱读诗书 但是却也很了解人意 并非是我不愿意 而是我们家 根本就支撑不起给小黑练武的费用 瘦弱妇女有些心疼地揽住了小黑的身子 这天底下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未来更加的光明呢 但自己身体虚弱 根本做不了什么太重的活 平日里只能靠做一些手工来赚钱 维持一些家用 而这些换来的钱 也就只够母子二人勉强地活着而已 她哪怕内心有再多的渴望 却也不敢去动一丝一毫的想法 看着小黑有些沮丧的样子 瘦弱女人的内心也是无尽地痛楚 孩子 沈妈无能 让你出生在了我们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家庭里面 您是在担心这个呀 林默看着瘦弱女人的样子 暗骂一声喝酒害人 平日里的自己 肯定第一时间就能观察出女人的窘迫 今天喝了点酒 本来以为会没有任何的事情 却没有想到让自己的观察有些漏洞 浑身运转起了灵力 一滴滴散发着浓郁酒气的液体 被林默逼了出来 小黑母亲 您放心 只要小黑跟着我 别的不说 一日三餐 我还是管的 听到林默的话语 瘦弱女人内心一阵 不可置信地抬起了头 她的眼中蕴含着热泪 看着林默的身影 直接就要双膝下跪 大姐 不用这样 林默一把搀扶住了女人的身体 您的恩情 我们家无以为报 小黑 给恩公磕头 一旁站着的小黑 顿时就直接跪下 三生闷响之后 他的额头甚至有些渗血 但小黑的目光 却依然十分的坚硬 他想要带着母亲走出这里 不想每次看到母亲的手时 他的手上就是心的伤口 大姐 你再不站起来 我可就直接走了 看着非要往下跪的瘦弱妇女 林默无奈地开口说道 你也起来吧 让你磕你就磕呀 也不知道疼 林默看着小黑 没好气地说道 这家伙 自己的额头都渗血了 也不知道擦一下 好好好 我不跪了 你千万别走 瘦弱妇女听到林默的话语 赶忙站了起来 想要拿些东西招待林默 却发现家里根本就没什么能够招待客人的 赶忙从自己的口袋之中 拿出了几张皱皱巴巴的纸币 递给了小黑 小黑 快去买点腊肉回来 不要让老师久等了 小黑接过了母亲递来的家里所有的存款 点了点头 飞快地跑了出去 林默看着这一幕 莫名地有些心酸 叹了一口气 没有阻拦 自己若是一点心意都不收下 估计他们只会觉得不真实 内心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安全感 老师 您坐您坐 林默没有去反驳妇女的称呼 原本他只是觉得小黑的天赋不错 可以引导一下 但是现在 林默改变主意了 收一个徒弟也不是不可以 娘 腊肉买回来了 小黑拎着一块有些小的腊肉跑了进来 交给了自己的母亲 给老师跪下 小黑的母亲手中拿着那块腊肉 一脸严肃地对着小黑说道 小黑听到母亲的话语 没有迟疑 再次对着坐在凳子上的林默跪了下去 小黑母亲 不用如此 老师 您就算是给我这个当母亲的 一个心理安慰可以吗 看着小黑母亲的眼神 林默最终还是一脸严肃地 看向了跪在那里的小黑 他知道后者到底想要干什么 林默并非不想收小黑为弟子 他为人本就洒脱和善 这些老套的仪式虽然庄重 但是孩子受罪啊 给老师扣手 在小黑母亲的声音下 小黑直直地磕了下去 碰 闷响之声响起 小黑原本就微微渗血地额头 直接破皮 血液顺着额头划过脸颊 老师 请您收下 小黑举着那块小小的腊肉 低着头递给了林默 林默接过了那块腊肉 拿在手中看着小黑 开口说道 小黑 从今日起 你就是我林默的弟子了 弟子拜见老师 一边的小黑母亲 终于松了一口气 眼泪顺着她的眼角流下 孩子他爸 小黑拜了个好老师 你一定要保佑他呀 林默搀扶起了小黑 看着他认真地说道 你既然称我为老师 那么就要做好吃尽苦头的准备 小黑认真地点了点头 嗯 老师 我什么苦都能吃 第1427集 王家少主 林默看向了小黑的母亲 对着他说道 今天时间有些晚了 明天早晨 你让小黑去武盟找我 告诉门卫找林默即可 看着林默的背影 小黑大声地说道 老师 你慢走 林默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这孩子很好 虽然小黑可能没什么见识 但是他的坚韧以及孝顺 却是大部分人都没有的 而只要有了这两个品质 其他的对于林默而言 想要增加很难吗 不说林默的专门指导 哪怕只是简简单单地 跟随在林默的身边 眼界就会与常人变得不再一样 太子在跟随林默之前 也没有想到 会干出那么多刺激的事情 巴刹神山下 和艾维斯的血战 枫叶国海域外 公海的追杀 哪一件拿出去 都是名声远扬的事情 在住宅区的外面 找到了熟悉的车辆 林默却忽然发现 太子不在车上 正要拿出手机联系 太子的声音 却从远处传来 老大 我在这儿 林默转头看去 太子正站在一群 躺在地上 不断哀嚎的人面前 见到林默的到来 太子简单地 讲述了一下 事情的大概 林默目光惊奇地 看着躺在地上的 王家少主 以及那十几名打手 没想到啊 这王家少主 这么投铁 居然还直接 忙了过来 林默蹲在 王家少主的面前 看着他眼神中的 惧怕之色 对着太子问道 你都对他做了什么 看给他吓他 我就卸了他两个胳膊 这家伙就这样了 看着王家少主的样子 林默轻叹一声 对他说道 回去告诉你家大人 打你的人叫林默 若是寻仇就尽管来 若是不敢 林默的眼神 惊天杀意透体而出 甚至衣衫都 无风自动了起来 林默经历过 无数厮杀 以及徘徊在生死边缘 所蕴含的杀意 哪怕是同为宗师的 赵南月都要有些惊讶 而王家少主平日里 就是一个天天 纸醉金迷 玩女人的富二代 在这股杀意之下 直接口吐白沫晕了过去 一股骚臭之感 忽然升起 这位王家少主 被吓晕的同时 直接尿了过去 林默看了一下 其他人的状况 淡淡地开口说道 你们的骨头 大概会在半小时的时候 自己接上 就是有些小小的痛苦 到时候 记得把你们这个少爷 带回去 记得说我的名字 林默带着太子 直接离去 留下一群人 躺在地上 成为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半个小时后 躺在地上的一众打手 忽然感觉自己 丧失了知觉的死肢 忽然有了一点奇怪的感觉 下一刻 骨头摩擦的歌之声 直接响起 钻心的疼痛 让这些壮汉 都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哀嚎之声 虽然持续的时间没有太久 但他们的额头上 还是涌出了冷汗 看着浑身骚味的王家少主 一群人面面相聚 不知道如何了 啪 混账 你们就是这么保护少爷的吧 一栋别墅之中 王家家主 也就是宴会上的那名光头男人 狠狠地将一个花瓶摔在地上 他一双虎目 狠狠地瞪着那十几名打手怒声说道 老子每年一人几十万的养着你们 狠狠是为了让你们在这跟我说敌人很强 十几名打手站在光头男人的身前 一个都不敢说话 他们内心清楚 自己等人不说话还好 顶多就是一顿骂 撑死也就挨顿揍 但是他们一旦开口 估计今天晚上就会在河里面喂鱼了 光头男人看着躺在地上 现在还昏迷不醒 一股骚味的王家少主 内心的怒火中烧 整个海防潮 谁他妈敢动我王家的人 谁打的少爷 十几名打手之中走出一人说道 家主 大少爷的家伙特别狂妄 甚至还让我们特意过来告诉您 王家家主算什么东西 儿子也是个酒囊饭袋 这种东西 他见一次打一次 还说少主根本就不是 就不是 眼见打手一直不说话 王家主怒吼道 就不是什么 就不是您的儿子 是夫人和别的男人 顿时 所有打手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 一滴滴冷汗在他们的后背之上冒出 他们内心疯狂地怒骂着说话的那名打手 你随便添油加醋骂骂也就算了 你怎么还把这么隐秘的事情说出来 光头男人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 胸膛不停地起起伏伏 直接从一边的书架后面拿出一把手枪 寒声说道 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 在哪儿 此刻的光头男人 已然愤怒到了极致 他现在满脑子之中就只有一个想法 杀人 他要去杀那个该死的东西 让他自己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之上 家主 他说他叫什么 灵魔 光头男人原本青红胶涕的脸色 忽然平静了下来 胸膛也不再大幅度地起伏 他一脸温和地蹲在了那名打手身前 开口问道 你说的到底是灵魔 还是灵魔 打手努力地回忆了一下灵魔的声音 猛地点了点头 家主 他说他叫灵魔 爸 光头男人顿时一个大耳光 打在了打手的脸上 你他娘的差点害死老子 瞎着你们的狗眼 居然敢放送上野去招惹灵魔 光头男人一脸怒气地对着打手骂道 不知为何 他的语气之中却充满了满满的外强中干 此刻的光头男人心中的恐惧之感 远比愤怒多得多 自己这些年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足够他自己死十几次了 要是灵魔因为这个原因注意到了自己 只是想想光头男人的后背就隐隐发凉 将手枪放在了书架上的暗格之中 光头男人看着十几名打手 从今天开始 你们给我死死地看紧少爷 若是少爷再出去惹是中飞 我允许你们用强用手段 十几名打手的内心疑了 这位家主平时不是最重视规矩吗 那个林默到底是什么人物 居然有如此大的威名 居然能让平日里 易怒的家主都不得不压制下来内心怒火 光头男人坐在客厅 目光深沉地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随后他拿出了手机 找到了手机上一个很久之前 巧合留下的电话号码 而备注的名字是齐奥比罗 第二天的清晨 林默一身修身长衫 没有穿正月史的衣服 带着太子走向武蒙 海芳市的武蒙 比林默刚到攀阳市的时候 要好上太多 四层的复古高楼之上 悬挂着武蒙二字的牌子 林默带着太子闲停信步地走入其中 一名前台见到林默之后 双眼顿时冒光 好帅的男生啊 这位先生 你有什么事吗 林默看着前台微笑地回应道 我叫林默 找你们副会长 汪老三给林默的资料上面 写的副会长这个职位 是在会长慕容云海闭关前 为了确保武蒙的正常运转 才暂时进行设立的职位 前台的女人看着林默上来 就要找副会长 愣了一下开口问道 您有和副会长提前预约吗 林默摇了摇头 正要开口说话 一个热切的声音忽然响起 这月时大爷 您可算许来了 我这两天可是盼星星盼月亮啊 一道有些胖胖的身影 快速地跑了过来 圆润的脸上带着真诚的微笑 前台小姐见到胖胖的身影后 顿时开口 副会长 林默看着眼前这个一脸恭维的身影 又看了看太子手中拿着的资料 你是和二和副会长 没错 正是小人 没想到真语时大人居然能记住小人的名字 实在是三生有幸啊 第1428集 我一定要看 太子抬起了手中的资料 放在和二的脸边 迟疑地开口说道 你确定这是你 和二看了一眼太子手中的资料 上面的照片是一名一脸温和笑意的男人 太子使劲地看了看照片上男人挺拔的身姿 再看看和二身上的肉肉 没错 得正式下官 那时候 我还很瘦 和二的脸上笑容丝毫没有变化 依然是笑眯眯地说道 那你这下巴上的美人质呢 太子指了纸照片上面的那颗美人质 下官觉得十分的不雅 就找人给请了 拦住了想要说这根本就不是你的太子 黎默开口说道 何大人嘴上说着什么盼星星盼月亮 那天欢迎宴你可没去啊 和二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苦涩 开始哀声叹气了起来 这位十大人啊 何而我内心也苦啊 您是不知道 自从会长大人闭关之后 我整个人都扛着武蒙的巨大压力 您看看我这充满了沧桑的脸颊 您别看我现在这么胖 我那都是被巨大的压力导致的肥胖 和二的一番搞怪 让三人之间的气氛十分的舒缓 这位十大人 您跟我去办公室聊 和二带着林默以及太子走上了楼梯 至于电梯因为麻烦 并且一共就四层 当初规划的时候就直接没有规划上 和二的办公室充满了简单的感觉 一张桌子 一张椅子 还有一个柜子 就只有这简单的三样 看着这简朴至极的办公室 林默不禁地感叹了一声 和二副会长在武蒙办公三十余年 办公室居然只有这三样东西 还真是简朴至极啊 和二听到林默的夸赞 脸上顿时露出了浓浓的笑意 正当和二想要将自己满腹的墨水 一念出来的时候 就听到了林默的另一句话 和二脸上的笑意陡然一僵 整个胖胖的脸上 看出去都憋红了一般 这位师大人 这 和二憋了半天 都没有想到下一句应该说些什么 林默一脸微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何大人 不必如此紧张 我林默并不是讨厌奢侈之人 稍微有些奢侈 我是可以理解的 林默自己都会在衣食住行上面 尽量弄好一点 更别说像和二这样的海方式武蒙的掌权者了 听到林默的话语 和二顿时就松了一口气 连忙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这位师大人 您可吓死我了 林默淡定地坐在了前面的椅子之上 看着和二淡淡地说道 何大人 听说慕容云海会长 已经闭关三十多年了 是 会长闭死关三十多年 至今未处 和二虽然有些奇怪 林默为什么会询问这些明面上的事 但还是恭恭敬敬地向着林默回答道 那何大人执掌武蒙三十多年 武蒙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和二顿时一愣 圆溜溜的眼珠一转 思索着林默的用意 武蒙现在看上去挺正常的 没有发展太过强盛 但也没有跟攀阳是一个处境 可以说平平无奇 没有一丝一毫的注意力 这位师大人 武蒙这些年来在何某的手中 也算得上运转良好 并且每年都会发展出大量的武术苗子 来进行专业的培养 林默看着和二桌上的文件 开口询问道 我想看一看和大人所说的好苗子 不知可否 和二所说的搅局天才 像平民们本就是一个被授光 最大的群体 而小黑这种天赋 以及新兴皆是一流的苗子 却没有被和二挖掘出来 和二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慌张之色 堆笑地说道 真月室大人 那群孩子有什么好看的呀 下官我在听风口 顶着宴席 来弥补我上次没有去迎接 真月室的赔罪宴 不知真月室可否赏脸 和二越是推辞 林默就越是觉得五盟里面有鬼 若是我一定要去观看呢 林默的双眸微微眯起 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笑意 看着和二 不过这股笑意 却让和二的后背之上 不断地渗出冷汗 自己这些年做的事情 若是被这位镇月室一一发现 那么和二觉得 自己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他在林默来之前就打听得十分清楚 林默对人和善 温文尔雅 但你不能去触碰他的禁忌 自己这些年来 被众多家族支持得如此好 就是因为自己将五盟的各种担要物资 全部给了家族弟子 平民子弟 五盟也有 但却得不到任何的恋武资源 纵然自己是因为会长慕容海 也是家族之人 无奈之下被逼迫才做出的事情 但错了就是错了 这也是无可辩驳的事 和二的大脑之中飞快地运转 最后笑道 若是镇月室大人一定要看的话 自然是可以的 并不忌讳 一边的太子看着和二脸上 像是应挤出来的笑容 撇了撇嘴 和二给太子的感觉 有些过于虚伪了 一张笑脸就好像是万年不变一般 五盟的二楼是一层专门建造的练武室 所有的隔音都做的是最好的 甚至还特意加厚了两层 这样可以确保所有的孩子都能紧力发挥 而又不吵到其他的楼层 刚刚打开二楼练武室的大门 顿时一股嘈杂的声音就响起 和二小秘密地看着林默讲道 这位师大人 我们这儿果音怎么样 林默点了点头 对和二表达了赞扬 随后就观察了起来 整个练武室大概有两百多个平方 地面之上铺着的都是层层的海绵垫子 保护孩子们不会受伤 在练武室的最中间 有一个擂台 上面正有两个人在准备较量 其中一名男孩明显有些瘦弱 只有双目炯炯有神 浑身上下都是叙事待发 另一名男孩虽然比较壮硕 但是下盘不稳 浑身松散 丝毫没有警惕 林默估计这场战斗 就是一场瘦弱男孩的稳赢局 何大人 咱们武室的伙食 现在都这么差了吗 不过 林默看着瘦弱男孩的身躯 对着和二问道 光吃不长胖 和瘦弱是两个事情 前者哪怕是吃得再多 也只是不会变得太胖 但是周身还是有些肉的 而擂台上的瘦弱男孩 明显就是营养不良的样子 武蒙对待所有恋武孩子 都是有统一的伙食标准 并且单单只是林默的目光 扫尸了一圈 就发现像这样瘦弱的男孩 还有十几个 在林默那双 充满了威压的双眼之下 和二的眼中闪过了慌乱之色 这位是道人 我 和二刚想要说话 就发现林默的目光 已经不在自己的身上 擂台之上两名少年之间的比斗 依然开始了 瘦弱少年小小的身躯 直接冲向了另一名男孩 那名看上去明显就撞实了很多的男孩 直接举起了手臂 挡住了瘦弱男孩的攻击 并且只是简简单单的 向后倒退了一步 瘦弱男孩被反振力振的倒退了四五步 壮实男孩的脸上 浮现出了得意的笑容 眼中也出现了点点讥讽 就这种平民家的孩子 居然也妄想战胜自己 瘦弱男孩的眼中 浮现出了不甘之色 凭什么这些富家子弟 每天不用训练 就能拿到所有的好东西 而自己这些人 哪怕是每天努力训练 哪怕是各项训练的第一名 那些炼体丹 助击丹之类的丹药 却一个也拿不到 正当他要继续发力攻击之时 脑海中忽然有一股 剧烈的眩晕之感 第1429集 难处 让他瞬间无力地躺在了地上 一阵阵反胃之感不断地袭来 他无力地趴在擂台边 对着地面大吐特吐了起来 那名和他共同站在擂台之上的 壮实少年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恶心之色 连忙跑下了擂台 甚至还能听到一句 废物就是废物 哪怕再努力 也不会从废物变成金子 林墨脸上的笑容不在 太子已经站在了和尔身边 林墨看着和尔 俊朗的面孔之上 此时十分的平静 但一股怒火冲天 雷霆万军的愤怒 却隐隐地从他的身体上透体而出 和尔此刻的脸色煞白一片 在林墨的压力之下 直接扑通跪道 和尔和大人 好 你可真好 林墨给了和尔一个眼神 后者直接一把提起了和尔 来到了瘦弱男孩的身前 林墨指着地上的男孩 吐出的青菜以及豆腐 声音中充满了肃杀之色 和尔 你告诉我 我武蒙给这些孩子们吃的 都是青菜豆腐吗 林墨震耳欲聋的声音 宛若怒聋的咆哮般 响彻在和尔的耳边 他的眉头此刻紧紧地皱着 武蒙里面 就是这么对待这些学武的孩子的 你告诉本尔 你知不知道练武之人 长期吃没有营养的东西 会造成什么 趴在地上的和尔 被林墨一把拽起 双目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问道 林墨的声音在强大修为的加持下 宛若咆哮一般 让和尔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 这事大人 下官没有办法呀 和尔看着林墨 苍白的脸上露出了苦笑之色 他再也不顾及其他孩子的目光 直接开口说道 这位师大人 您知道我们海芳是武蒙每年的主要金钱来源 都是哪里吗 家族 林墨看到刚才那一幕时 内心就隐隐地明白了 不错 若是我不把武蒙的丹药 以及资源 有限给那些家族弟子 甚至这些平民子弟也不能吃肉 否则他们就会直接断掉 对武蒙的金钱支持 到时候这个所谓的海芳是武蒙 就会直接垮掉 而这些平民子弟啊 到时候会连这些东西都没得吃 和尔的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声音沉闷地开口说道 下官也不像这样啊 可下官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办法 上面的经济也十分的紧张 加上我们还不在华夏的境内 更是艰难足足 若是可以的话 您觉得下官想弄出这样的不公聚事吗 错了就是错了 您是要打要骂 小的都认 但我们现在只能靠那些大家族的财力运转了 和尔对着林末深深一拜 不再言语 当时他刚刚进入武蒙之时 也是抱着一颗热血之心 觉得自己能够让着天地换心眼 可血淋淋的现实无时无刻 不告诉每一个人 不按照规矩就只有一个下场 被毁灭的连渣都不剩 林末看着和尔的模样 沉思了一下 开口说道 矮芳是武蒙副会长和尔 与家族同流合污 导致资源分配不齐 今日 我以镇月使的身份 罚你三年薪水 暂待副会长运转武蒙 等待戴罪立功 原本站在林末深前 脸色煞白的和尔突然一愣 他的眼神之中有着不可置信之色 在确认自己没有听错之后 和尔对着林末深深一拜 大声说道 和尔明白 绝不辜负这院实习人 戴罪立功 林末转过身来 看着两边静和分明的两群小孩子 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丹药 以及心缘 都会根据所有人的排名 以及表现进行分配 以前那种不管表现的怎么样都给你 绝对不会再发生 林末的话语让平民子弟的孩子们脸上 明显露出了高兴之色 一名有些矮矮的孩子走了过来 对着林末问道 这位大人 那我们以后还需要顿顿都吃白菜豆腐吗 因为练武需要大量的体力以及精力 而天天吃素 却恰巧让他们根本就没什么力气 去专心练武 甚至为了在练武的时候 不会因为大量的运动 将肚子里的食物快速消耗 他们每次吃饭 都要吃到顶嗓子眼才会放弃 刚才那名瘦弱男孩 就是因为吃的太多 加上浑身没什么油水 就导致了他头晕 乏力 恶心等等 林末看着这些孩子 脸上露出了一些微笑 轻声说道 不会了 以后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吃肉了 要是谁不让你们吃肉 你们就告诉我 说吧 林末还再次看了和二一眼 他可以理解对方的难处 所以才会对他酌情处理 他这次来海方市的第二个目的 就是观看武盟 是否有需要整顿的地方 现在看来 大渠联省的武盟 基本上都是需要依靠世家 以及各种势力 国内的资源 根本就无法及时地派发到大渠联省 小官谨记正面市大人的教诲 和二面对着林末的目光 认真地点了点头 之前的他需要去考虑武盟的各种情况 以及因素 在没有完全的准备之下 根本就无法去和那些家族撕破脸皮 而此刻既然林末已经来了 那么剩下的事情 想来林末自己就会解决了 他们凭什么可以吃肉 一道大声的咆哮响起 之前的那名壮实男孩 此刻跑了出来 这些钱 都是我们大家的家里拿出来的 他们这些贱民 能吃豆腐已经是施舍他们了 壮实男孩的话 引起了身后所有富家子弟的响应 对 那些都是我们家里拿出来的钱 凭什么给他们用 你要是让他们也吃肉 我就再也不让家里给你们钱了 这些从小就在密罐子里面长大的孩子 早就将所有的资源 无条件地给他们当成了一种理所应当了 他们的理念之中 应该早就出现了一个想法 这些都是自己理所应当的 大人 我们 那名矮矮的男生 看到对面那群家伙的嚣张 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无尽的落寞以及无奈 他们明明什么坏事都没干 为什么一定要针对他们呢 若是有什么不服的 尽管回去找你们的大人告状 李末的目光 轻易地错过了一遍这群二世祖 一个个就知道 靠着家里的势力欺负弱小 在李末的目光之下 刚刚还一个一个 挺着脖子的富家子弟 纷纷熄火了 一个个缩在那里 不敢说话 何大人 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们武盟并不缺那点钱 李末给和二留下来这么一句话 就带着太子转身离开了 看来那些家族真的是悠闲的日子 过得太多了 真的觉得武盟没有他们的资金 就跟开不下去了一样 钱 李末是有的 若是那些家族一味地作死 李末也不嫌麻烦 将整个海方式翻一遍 甚至只要李末愿意 河山以及攀阳的商会 都会直接地涌进海方 武盟现在最不怕的 就是他们断掉资金 慕容家祖宅之中 这是一所足足有五进五出的大宅子 慕容家几代人 十几条分支都住在这个院子之中 而此刻的慕容家家主的书房之内 慕容江河正一片平静地坐在那里 自己与自己对异 而白天的那个壮实孩子 也就是慕容江河的独子 慕容池正站在那里 父亲 那个家伙实在是太嚣张了 直接就拿走了我们的所有资源 并且还说什么 以后所有的资源 都要靠着他的努力去争取 那些贱民 凭什么可以去花咱们的钱 慕容池正一脸愤恨地 对着自己的父亲 讲述着今天的事情 第1430集 棋局 而坐在最上方的慕容江河 神情没有丝毫变化 手中的黑子缓缓落下 他才开口说道 慕容江河的话语 让慕容池顿时一呆 他有些不确定地开口 向着慕容江河问道 父亲 您是说我以后 真的要和那群贱民竞争吗 往日里一旦自己 与慕容江河讲起这些事 慕容江河都会直接 让自己去找管家 断掉所有支援武盟的资金 这样当天下午 那个武盟的副会长 就会快速跑过来求情 可是今天 自己的父亲 怎么没让自己去找管家呢 察觉到慕容池疑惑的目光 慕容江河叹了一口气说道 唉 赤儿 我今天教你一个道理 当你死死地抓住敌人的命脉时 怎么嚣张都可以 但是当你手中的命脉 变成了一条无关紧要的汗毛时 就无需再继续 因为不仅不会让他们服软 反而会彻底地激怒对方 慕容池带着疑惑的目光退了出去 书房之内 慕容江河安静地与自己博弈 李莫安 你下一步 会走什么呢 喃喃自语的声音 在书房内回答 这位慕容家现在掌权的人 根本就不是在与自己对弈 而是以海方式为棋盘 以所有人为棋子 慕容江河在不断地分析推理着林末接下来 究竟会做些什么 海方式的小吃街上 林末正带着一脸雀跃的太子前行 太子的手中拿着各种各样的小吃 以及零食 老大老大 你看这个面人 真逼真啊 忽然 太子蹲在一个小摊子面前 对着林末喊道 林末扭头看去 摊子之上有着许多栩栩如生的小人 孙悟空 猪八戒 唐三藏 都是一些小孩子最为喜欢的形象 摊主是一名已经粘入花甲的老人 带着一副老花镜 笑呵呵地看着两人 小伙子 若是不喜欢 也可以定做一个 都是一样的价钱 老人的话让太子顿时来了兴致 直接开口说道 老先生 您看能不能帮我捏一个两个人的 太子鬼鬼祟祟地 看了一眼莫名有些心不在焉的林末 将头附在摊主的耳边 说了一些悄悄话 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对着太子回了一句 没问题 一团团彩色的面团 在老人的手下 飞快地变化成了各种条条 太子就差眼冒金光了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 充满了好奇之色 老人家 您做这个面人做了多少年了 老人的手中动作不减 同时回应太子说道 我学面人 已经五十多年了 当年我见到面人的时候 和你一模一样 充满了好奇啊 那您当时为什么要学习这个呀 老人的眼中闪烁起了回忆之色 语气之中充满了说不清的情绪 因为哪个他 太子顿时明白了 这位老先生看来 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太子也没有再继续地询问下去 万一就触及到人家的伤心事了呢 好了 小伙子 给你 老人拿起了两根木签 扎进了面人的下方 随后递给了太子 谢谢您了 太子拿着手中的面人 脸上露出了黑黑的奸笑 两个竹签上面 分别都是两个小小的面人 组合在一起 一个是Q版太子 将手放在Q版林墨的肩膀上 一脸欣慰 就像是大哥一般 另一个则是一个Q版的林墨 一脸帅气地用手拉着Q版太子 你买的都是什么 林墨也从狮神中回了过来 刚刚看到太子 就发现他一脸慌张地 将一只手背在身后 另一只手 则是拿着一个竹签 上面是两个Q版的面人 老人的手艺 可以说得上是极好的 两个小小的面人栩栩如生 甚至还有三分神愿 林墨看着两个面人 忽然转头对这老人说道 老人家 您可以再帮我捏一个吗 好 您有什么要求吗 林墨回忆起了许般下的容貌 扮上之后 才开口说道 陈鱼落雁 碧月羞花 如出水芙蓉 又如一朵洁净的白莲 明眸好齿 禽首峨眉 气质如蓝 宛若天仙 听到林墨的描述 摆摆摆的老人顿时犯了难 小伙子 你不行给我看看照片吧 我这一把老骨头 可想象不出仙女啊 摆摆老人的眼神 也逐渐浑浊起来 当初的自己 好像也是因为那个女孩 才来到了面人的摊子前 就连描述跟林墨的都大差无几 不好意思 这是他的照片 林墨拿出手机 显示出了他用许般下照片 做的手机壁纸 摆摆老人仅仅只是看了照片一眼 就低下头捏了起来 两久 一个面人终于在老人的手中 逐渐成形 这次他捏得格外认真以及仔细 足足用了十几分钟 才将这个面人做好 看到老人递过来的面人时 林墨只有一个想法 像 简直是太像了 从面人上面细小的眉眼 以及身上的神韵 宛若浑然天成 太子 给老先生付钱 林墨对着太子说道 他的身上并没有带现金 而老人的摊位 也没有手机支付 不用了 这个年轻人 老夫觉得你很有演员 这几个面人 就送给你们了 摆摊老人笑着摆了摆手 拒绝了太子递来的现金 这位年轻人 能和你说句话吗 老人的目光看向了一边 拿着面人观看的林墨 您说 林墨转身看向了老人 若是有一天 你要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 不要犹豫 不要让自己后悔 老人的声音逐渐低沉了下来 他的眼里也出现了泪水 若不是自己当初胆小怕事 听到他要订婚的消息时 不敢前去 所有的一切可能都不会是这样 老人觉得林墨和自己很像 那种内心藏着的哀伤 哪怕藏得再深 但两个同样悲伤的人 自然是能感应得出来 林墨点了点头 轻声地说道 若是有一天 一定要做出一个选择时 我一定会义无反顾 从老人的面摊离开之后 林墨继续向着前方走去 手中拿着除了许半夏之外 还拿着刚才太子手中那个面人 狐疑地看了一眼太子背着的手 这家伙那只手里面拿的什么 汽车失控了 大家快闪开 前方拥挤的人群 传出了一声尖叫 所有人快速地向着两边躲去 一辆黑色的越野车 正快速地冲来 并且到现在都还没有减速 汽车之上 坐着一名身着黑色皮衣 右耳之上戴着三个圆环的黑发青年 此时的他 正一脸怒意地拍打着汽车的方向盘 他身边坐着一名漂亮的女生 此时正一脸惊慌地看着黑发青年 沈少 咱们已经跑到闹市区了 再这样下去 要出人命的 忽然 他的目光被前方忽然吸引了注意力 呆呆地看着前方 一袭白色风衣的林墨 带着身穿黑色衣衫的太子 走在街道之上 而副驾驶上的女人的目光 完全被林墨的容颜吸引了注意力 好帅啊 听到身边女人的话语 原本就一脸怒火的黑发青年 顿时看向了林墨 黑发青年的内心发狠 直接开着越野车向着林墨撞去 太子看到飞驰驶来的越野车 下意识地就想去摸向腰间 林墨的手轻轻地摁住了他的胳膊 对着他摇了摇头 这里是闹市区 若是太子直接开枪 可能会造成一些恐慌 手中的太鹅浮现 林墨看着越来越接近的越野车 用自己最轻的力量 直接刺在了越野车的前方 第1431集 从心的老人 一道微不可查的剑芒 顺着太鹅飞出 直接将越野车内的发动机 化为了废铁 失去了动力的越野车 逐渐减速 稳稳地停在了林墨 以及太子的身前 车上的黑发青年 见到越野车 刚好停在了两人身前 感受到身边女人 对林墨宛如花痴一般的眼神 眼中的怒火更加旺盛了 你们站在路中间 是想被撞死吗 看着打开车门 就下来大吼的黑发青年 太子眼中浮现出了一抹杀意 什么阿毛阿狗都敢这么嚣张 对着自己的大哥怒吼 给我大哥道歉 太子都到了黑发青年的身前 冰冷地说道 黑发青年仿佛听到了 什么笑话一般 自己今天好不容易 才从家里跑了出来 就被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傻子让自己道歉 道歉 你知道我是谁吗 老子沈非凡 青年狂妄地 爆出了自己的名字 瞬间就让周围的群众 倒退了几步 就是那个无恶不作 专干坏事的沈非凡吗 没错 就是沈家的超家主 整日里嚣张把户 无法无天 没有在意周围群众的话语 太子继续对着沈非凡说道 道歉 家父沈三千 我说道歉 我家在整个海方城也是数一数二 你让我道歉 啪 太子没有再和他废话 直接一巴掌打了上去 这下顿时让沈非凡呆住了 他没想到太子居然真的敢打自己 我杀了你 沈非凡直接向着太子冲来 可惜三脚猫的功夫 直接被太子撂倒在地 放肆 你敢动我们少爷 两名黑衣壮汉 从后方追了过来 一过来就看到了太子 再打沈非凡 顿时大怒 沈非凡看到两人 脸上顿时露出了 嚣张得意之色 这两个可都是自己的父亲 海方城首富 沈三千特意聘请来的 每个人都是世界权王级别的强者 下一刻 这两名所谓的世界权王 直接被太子两脚踹飞到了他的身边 沈非凡看着这两人额头上一根根青筋抱起 你们他们不就是世界权王吗 就这样 太子站在那里 看着三人冷笑道 哼 不会吧 你们就这 沈非凡面色仗红 对着两名保镖大喊 还愣着干嘛 快去请刘老过来 刘老是沈三千花了大代价 才留在沈家的一名客亲 甚至沈三千对刘老 比对自己这个亲儿子都客气 不必了 老夫已经来了 一道气息悠长沉稳的声音响起 一名身着黑色太极服 面容坚毅 鹤发童颜的老人 剑步如飞地走了过来 看着倒在地上的三人 老人不由悠悠地长叹了一声 沈家主一世英明 可惜生了个犬子 没有去看沈非凡的反应 老人的目光看向了太子 阁下是何许人也 如此行 话音未落 老人的余光 看到了太子身后拿着面人的林墨 他的瞳孔猛然一缩 宛如针尖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之后 老人的语气陡然改变 如此行事实在是让老朽敬佩 我家家主这孩子天性顽劣 如今能够得到二位的教育 简直是他最大的福气 沈家主沈三千 素来极为尊敬自己 不管是从哪个原因 自己也一定要化解了今日的世界 就算是海方城最强的 地头蛇家族慕容家 也不敢在明面上与林墨作对 只敢在暗地里当当老鼠 而沈家虽然家财万贯 是海方城的首富 但根基却薄弱 根本就没有慕容家的根基身后 刘老 他打了我 身后勉强站起的沈飞凡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老人 自己身为沈家少主 如今被人打了 你身为我沈家的客亲 不仅不帮我打回去 甚至还在感谢打我的人 闭嘴 这次回去 你就等着挨凑吧 刘老转过头 狠狠地瞪了沈飞凡一眼 这个混账东西 一天天就知道出来惹祸 这次沈三千特地 把所有的门都锁了起来 没想到还是让他跑了出来 并且还刚好得罪了 罪不能惹的林默这个正月使 若是一点把控不好局面 整个沈家都会遭受灭顶之灾 太子一脸有趣地看着赵老 饶有兴致地说道 看来这位老人家认出我们来了 林默正月使 以及太子先生的事迹 早就想当当了 林默的名声自然不用多讲 华夏医圣 南越河内两省会长 战堂教官 万象国筑国大臣 哪一个拿出来都是不弱的名望 而太子之前公海千里追杀到 枫叶海域边境的事情 也被报道了出来 他的英姿也早就扬名世界了 这位石大人 这条街的损失 我们全部十倍赔偿 凡是受伤 全部进行最好的医治 并且少爷 我们也会带回去严加看管 您看 这样行吗 老人的目光看向了太子身后的林默 也就沈家财大气粗 才能如此的好说 他现在就想赶快的稀释宁人 把这闯祸王带回去 扔给沈三千 若非刚才车辆一失控 保镖就给自己打了电话 自己赶来的也不算太晚 否则现在还不知道 是个什么情况呢 钱你们要赔 人你们也要管 但是他不能走 林默走了过来 对着老人说道 这位石大人 我家少爷就是个傻也不懂的叛逆少年 不至于如此吧 林默看着刘老的模样 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 他的天赋不错 就是没有加以雕琢 可以跟我学习一段时间 刚才李默就观察到 沈非凡的根骨不差 能在太子的一脚之下 那么快就爬起来 可以了 这 刘老迟疑了一下 但是看着后面叛逆少年一般的沈非凡 好 那就麻烦真月使大人多多调教了 刘老毅然决然地点了点头 直接转身 拎着两个最起码二百斤的保镖离开 只留下沈非凡一人 有些猛逼地站在那里 自己这是被刘老给出卖了吗 刚想直接跑路 沈非凡就看到了一脸凝笑的太子 快点 你不是很喜欢出去狂吗 呵斥之声响起 太子正一脸戏谑地 看着不断奔跑的沈非凡 他手中拿着一根九匹狼的皮带 只要沈非凡稍稍停下 那么太子就会直接一下鞭榻在他的屁股之上 前方的沈非凡嘴唇干裂 眼神之中带着麻木之色 整个人都感觉失魂落魄了起来 只是在心里念头的支撑下 快速地跑着 整整两个小时了 自己身后那个畜生 手中拿着皮带不断地追赶自己 只要稍微停下来 自己的屁股上就要挨上一鞭子 沈非凡的内心是绝望的怒吼之声 他堂堂沈家大少爷 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奇耻大辱啊 操场之外的林默 正一脸淡定地坐在椅子上 他的身边站着一名胖胖的中年男人 小小的眼睛看向沈非凡时 全都是心疼之色 沈三千看着林默 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欲不拙 不成器 沈家主 这小子若是从小就认真培养的话 现在估计也能够成为 大屈连省武盟的新一代康顶了 林默拿起手中的茶盏品了一口 任由一旁的小黑天茶倒水 沈三千看着沈非凡的模样 眼中闪过了挣扎之色 最终咬咬牙 儿子 你可别怪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太阳逐渐炎热 沈非凡的身影 也逐渐摇摇晃晃了起来 他的浑身上下全是汗水 唯有眼神仍然不变 死死地咬着牙关 内心不断地怒吼着 给我跑起来呀 第1432集 购买小区 沈非凡的身体之中 忽然迸发出一股热流 让他的速度忽然飙升 太子脸上戏谑的表情消失 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这跑了快一上午了 可算是达到了身体的极限 沈非凡奔跑的身影 忽然一软 直接倒在了地上 儿子 沈三千看到 沈非凡晕倒的身影 眼神之中 直接蹦出了泪花 胖胖的身影 飞快地朝着沈非凡跑去 他是累晕了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太子看着沈三千 抱着沈非凡不断地摇晃 无奈地说道 沈家主 你现在可以考虑是否要带走沈非凡 我绝不阻拦 李末喝了一口小黑地来的茶水 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眼神 看着沈三千说道 若是沈三千不想要沈非凡在这里受苦磨练 想要带着他回家 自然是不行的 虽然嘴上是这么讲的 但李末肯定不会放任一个好苗子 就这么毁了 更何况还是个顽固子弟 也算是造福世界了 这位师大人 非凡能够被您亲自指导 是他的福气 您该怎么练就怎么练 千万不要不忍心下手 沈三千将沈非凡放在一处阴凉之中 对着李末恭敬地说道 这位师大人 从今日起 我沈将会成为五盟最牢固的合作伙伴 看着沈三千匆匆离去的背影 李末脸上露出了丝丝笑意 这个沈三千也是一个聪明人 知道在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环境之下 应该做什么样的事 刚才他所说的 将会成为五盟最牢固的合作伙伴 就是想告诉李末 从今以后五盟的所有资金 他们沈家全部包了 以此来让林末 以此来让林末对待沈非凡 更加的上心 阴影之下的沈非凡 有些勉强地睁开双眼 我才感觉 我看到我爹了 下午 林末将太子留下 教导沈非凡 以及小黑 而自己则是前往五盟 他之前在来的路上 看到了一个老旧的小区 大门上还写着出售 林末一直在规划着 建造武术学院的事情 那块地的大小面积 以及和五盟的距离 都是最近的 并且所有的楼房 都是建造好的 自己只需要请装修队 将老旧的楼房 以及外面加固唤新一番 老旧的小区之外 林末站在小区的门口 拨打了大门上面的电话 很快 一名穿着休闲服装的 干寿男人走了过来 他脸上带着笑容 对着林末说道 您就是想要购买 这个小区的那位吧 林末点了点头 这得不是昙花的地方 那儿有个茶馆 咱们进去聊 干寿男人带着林末 来到了一处小茶馆之中 问老板娘 要了一壶酸梅汤之后 干寿男人看着林末 自我介绍道 我叫老猫 这个小区现在 也是在我的名下 直接说说 您想要出一个 什么样的价格 老猫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所占地 足足一百亩的小区 仅仅只是售卖三个亿 可以说是血崩了 但是这个小区 前几年出过人命 从那以后 根据居民的描述 说小区里面 半夜就会有恐怖的声音 甚至在第一位居民 出事后的一个月 又发生了一起 整个小区顿时 成为了一块不祥之地 废弃了好几年 哪怕一套房 只要五万块 都没人敢买 生怕前脚买进去 后脚就出事了 林末端起了 桌子上的酸梅汤 轻声道 不值 他将手机打开 随便找出了一个报道 放在老猫面前 这所小区 现在的风评 有多差 你应该也知道 若是我不买的话 估计再过几年 也不会有人买 而小区的内部 已经开始逐渐腐朽了起来 林末的目光 看向了有些迟疑的老猫 我可以给你两个亿 并且直接全款交给你 我家 最起码也要两亿五千万 老猫听到林末的报价 脸色陡然一变 当初这所小区 他足足花了六个亿 才建造起来 就等到时候 卖出去可以大捞一笔了 谁承想 直接发生了 人命这档子事 原本一套房 没有一两百万都买不下来 现在 哪怕是五万块钱 都没人来愿意买了 成交 林末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老猫顿时就是一阵懊恼 刚才林末报了两亿 自己下意识地 就直接往上抬了一半 看来自己是说得有点低了 但是没办法 人家都说出了成交 老猫的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无奈地和林末握了下手 随后从包里拿出了一份合同 在上面的金额上 写上了两亿五千万 定金的话 一百万如何 老猫的目光看向了林末 好 林末拿着合同看了一遍 随后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林先生 您需要多久的时间筹备资金呢 老猫也看到了林末合同上面的名字 开口询问道 明天早上吧 你把所有的手续带上 好嘞 老猫现在是能早出手 就想早点出手 这个小区现在就像是一根鱼刺一般狠狠地卡在他的喉咙之中 慕容家族的会客厅内 慕容江河坐在最前方的太师椅上 两边坐的都是暗中反抗林末的家族组长 王家家主一口引下了手中的香名 起身对着慕容江河说道 慕容家族 慕容家族 您今日叫我们前来不会只是为了品茶吧 慕容江河的脸上 古井无波 低声道 少安无造 坐在王家家主对面的老人 笑眯眯地讲道 王家主 慕容江河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对着老人点了点头 他慕容江河最烦的就是别人叫他副家主这三个字 慕容海明明都闭关三十多年了 那些老不死的 为什么还不承认自己成为新的家主呢 家主大人 有消息了 一名下人打开门快速地走了进来 在慕容江河的耳边悄悄地说道 慕容江河的脸色终于有了一些变化 对着下人挥了挥手 根据慕容家的最新消息 李莫要购买五梦五百米外的一处废弃小区 具体作用我不知道 但是我估计不会是什么好的事情 慕容江河的话语 让整个屋子内的气氛都沉重了一些 过了两久 一名家主开口说话了 慕容家主 不知您的意见是 要我说 咱们直接找人 给那个小区捣乱 破分 生垃圾什么的 给林莫那个家伙 制造一些麻烦 就算是找人装修 咱们直接让人挖墙脚就可 林莫给一万 咱们就给两万 往上对 王家家主不等慕容江河说话 直接站了起来 摸了一把自己的大光头 大声道 在她的声音下 其他的家主们纷纷不再说话 只是内心觉得 王家到现在还能存在 也是真的幸运 就王家家主这基本上是 富庶的情商 坐在前方的慕容江河 河眼中闪过怒意 勉强压制着 开口讲道 林莫是武蒙正月时 他完全可以动用全力 让人去看守小区 你说钱 河山以及盘阳两室的商会 你以为是吃干饭的吗 慕容江河的眼神中 暗藏着鄙夷之色 若非这个王家家主 性情冲动莽撞 关键的时刻可以拉出来 做一个挡箭牌替死鬼 慕容江河才不会 叫他前来进行会议呢 慕容江河的话语 让王家家主气愤地做了下去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咋办 慕容江河的目光扫射一圈 轻声说道 台价 第1433集 筹措资金 慕容傅家主 你是在好安开玩笑吗 之前不是说 其他两室商会 不会做干吗 王家家主顿时就怒了 对着慕容江河质问道 慕容江河面色一冷 手掌钻拳 眼中浮现出了冷力之色 王家家主 我希望你能看清这是哪里 这是我慕容家的地方 还轮不到你来擦眼 看着发怒的慕容江河 王家家主脸色胀红 但是却还是做了回去 这一击所谓的 只是让林某的损失更大而已 他既然有钱 那么原本三亿的小区 我就让他十个亿 才能拿下 慕容江河的话语一出 顿时就迎来了一群复合之声 慕容家主此计果然高潮 佩服 佩服 慕容家主果然是绝带活诸葛 运筹为我之中 这一次定然叫那个林某大出血 一群家主的声音之中 只有王家家主面色郁闷 夜晚林某居住的宾馆之中 芷兰姐 帮我筹策一些资金 需要两亿五千万 林某拿着手机站在窗口 看着外面的星星 对着宋芷兰交代道 宋芷兰有些忧愿的声音 从手机的另一端响起 你这家伙 每次找我都是正事 你就不能关心关心我吗 挂断了电话后 林某静静地坐在了屋外的椅子之上 不知从何时开始 他就喜欢晚上独自坐在门外 看着满天星河 手中握着那个小小的面人 或许只有这样的时间 自己才能够回到一个丈夫的身份 对自己的妻子充满了思念之色 白天的他是华夏武蒙镇月时 无论干什么事情 都要波澜不惊 运筹帷幄 阳台的门被推开了 穿着小熊卡通睡衣的太子 打着哈欠走了出来 老大 这么晚还不睡吗 林某看着被困意包围着的太子 一脸嫌弃地说道 睡什么睡 你这个年纪是怎么睡得着的 太子一脸地猛逼 我不就是出来和你说句话吗 你这都能训到我 老大 你今天早上出去看看那个小区怎么样了 太子为了避免林某继续训他 直接转移了话题 已经谈下来了 两亿五千万购买所有的产权 太子的脸上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那么大的地方只有两亿多吗 太子之前与林某一起看的时候 那所小区的占地面积很大 小区里面包含了花园 小河 还有道路等等 太子寻思着 最起码也要四个亿左右 才能拿下呢 老大 你就不担心那些家族组长们 会在暗中考试吗 太子的眼中隐隐带着兴奋之色 只要林某一声令下 他就直接扛着火箭炮 上门拜访 自从上次王家的事情之后 太子就看出来了 海芳市的这群家伙 都不是什么老实玩意儿 表面上一个个笑得那么开心 暗地里绝对在悄悄地搞鬼 林某看着太子的模样 轻笑了一声说道 那群家伙呀 早就出手了 那所小区的位置 靠近海芳市的市中心 能在里面买房的 差不多也都是一些 海芳城的白领们 而那群人怎么可能 因为感情什么的 就跳楼自杀呢 大概也只是那些 世家做的一个局而已 就是想通过这种办法 来让那处小区不在值钱 然后通过超低价 把小区收购 最后再消除所有的谣言 通过这样的手段 谋取暴力 一直不都是世家们 最喜欢的吗 慕容家的书房之中 慕容江河此刻坐在上方 一名下人跪在那里 你知道这次的事情 意味着什么吗 慕容江河的声音 略有一些平淡 但却让下方跪着的下人 浑身颤抖了起来 家主 您看在我跟了您 这么多年的份上 就饶我一次吧 下人对着慕容江河 疯狂地磕头 血顺着他的额头流下 他跟着慕容江河 二十多年了 深深地知道 对方的心狠手辣 我说过 小区里面的人 不要停下 把所有的谣言 传播得越强烈越好 结果 你就是拿着 这样的结果 给我看的 慕容江河 看向下人的眼中 是浓浓的利器 那所小区 他足足盯上了四五年了 甚至为了用最低价拿下 还不惜制造出了命案 为的就是那处小区 能够制造出巨大的利益 我想你 应该知道怎么办吧 慕容江河看着下人 轻轻地说道 下人的身体一颤 面色顿时 如白纸般苍白 他知道慕容江河的意思 对方是想要 自己去自裁 自己的家人 都在慕容江河的手中 若是自己不听话 慕容江河 有一百种的办法 让自己的家人 生不如死 小人 明白 下人对着慕容江河 深深一拜 语气之中 充满了浓浓的苦涩 我会前往警察局自首的 承认那所小区的 所有事情都是我谋划的 明日清晨 整个海方城 都会传遍这个消息 到时候 您就自然而然地 升高价格 慕容江河 眼神低垂 沉声道 不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找到那处小区 现在的主人 告诉他 你愿意出五个椅 你全程需要戴着面具 若是被人发现身份 最好不要让人认出 否则 慕容江河从桌子上面 拿出了一张照片 放在了下人的身前 多可爱的小姑娘 你说 要是被做成的阴坤 是不是太过于可惜了 跪在地上的下人 看到照片时 瞳孔猛地收缩 声音嘶哑地 对着慕容江河祈求道 家主 我不会让人 发现我的身份的 也希望 您可以在我死后 让他们离开 深夜 老猫的一处居所之内 他正一脸猥琐地 和一名风尘女子 亲亲我我 今天的合同 让老猫的内心十分开心 毕竟废旧小区 这个上不上下不下的鱼刺 终于要被拔掉了 小女 今天晚上本将军 就让你看看什么是长板铺 七尽七处 躲在老猫怀中 化着浓妆的风尘女 笑得花枝乱颤 娇声说道 哎哟 可不要将军没当成 成了柳夏慧啊 那我就让你看看 到底是将军 还是柳夏慧 说吧 老猫就要干正事 邦邦邦 清脆的敲门声响起 让老猫手上的动作 直接僵住了 她的脸上 顿时浮现出了怒火之色 最终骂骂咧咧了起来 他奶奶的 这么晚的 谁得翻脑子 打开门的老猫正要怒骂 却被面前的黑衣人 直接震住了 那名慕容家的下人 穿着一身黑袍 脸上戴着一个 猙獰的恶鬼面具 浑身上下 就连手都藏在一双手套之中 唯一裸露在外面的 就是那双布满血丝的双眼 你 老猫一时之间 被吓得不敢说话 她的身体默默地 向后倒退了一步 一只手悄悄地 摸向了一边的椅子 只要眼前这名 奇怪的黑衣人 有任何的举动 老猫都会直接拿起椅子 狠狠地抡过去 我要买下 你名下的那一所小区 黑衣人的话语 让老猫眼中的狐一之色 愈加浓重 这位先生 我名下那所小区 在今天下午就已经卖了出去 你买晚了 老猫的语气之中 充满了戒备之色 任谁大晚上家门口 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男子 并且还一身遮掩了全身的黑色衣衫 张口就要购买自己那个 好几年都没人问价的小区 不管是谁 估计内心的第一印象就是 这不像是个好人呢 我知道今天购买你小区的那个人 只出了两亿五千万 我出双倍的价格 五个亿 黑衣人充满了沙哑的声音 让老猫的内心陡然一阵 这里面到底是有什么 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第1434集 违约 这位先生 您是认真的吗 老猫的目光逐渐从原先的戒备 转化为了贪婪之色 那可是足足五个亿 足够自己再次东山再起 他现在已经没有去思考 眼前这名黑衣人 到底是谁的心思了 只要你给的钱够多 那么小区自然就是你的 碰 一个银色的手提箱 被黑衣人直接扔在了老猫的脚下 这里面有两百万的订金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老猫直接将行李箱捡起 看到里面摆放的整整齐齐的现金之后 脸上顿时迸发出了浓浓的笑意 这位先生 定金我们是需要百分之一的 这些不够啊 这些是你赔付给那个家伙的违约金 剩下的钱之后会全部送来 黑衣人的话语 让老猫脸上的笑容更加浓郁了 虽然不知道自己的那个小区 为什么会突然这么抢手 但是老猫的内心明白 现在的小区已经不是自己能够拥有的了 强行地拥有下去只会让自己活不长久 还不如赶紧卖一个好价钱 再次东山再起 夜色逐渐退去 黎明缓缓升起 早晨的七点半 黎明缓坐在小区的不远处 和太子吃着早餐 老大 你们约定的不是八点吗 这都七点半了 怎么还不来啊 太子喝了一口手上端着的豆浆 对着黎明询问道 一般来说 像这种生意 大家都会早来半个小时 表示自己的诚意 就连黎明早上都早来了半个小时 带着太子吃了一个早饭 而这眼看就八点了 老猫居然还没有来到 无妨 可能是突然有些事情耽搁了 黎明对着太子摇了摇头 示意他稍安勿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太阳也逐渐升起 八点已然过了十分 而老猫却还是没有到来 黎明修长的柳眉微微皱起 开始在内心进行分析 昨天老猫来的速度 绝对是彰显出了 他想卖掉这所小区的急迫和焦虑 但现在却一反常态地迟到 黎明的内心浮现出了一个答案 黎先生 不好意思啊 今天路上堵车 我来晚了 老猫身着一件黑色的貂皮大衣 嘴里叼着一根雪茄 脸上带着微笑 向着黎明走来 我要的东西呢 黎明看着老猫空荡荡的双手 顿时就知道自己猜中了 哎呀 黎先生啊 实在是对不住啊 昨晚突然有人找到我说 出五个亿购买这所小区 你也知道 我这几年负债累累 实在是没有办法 这是您的定金 这一百万是我的歉意 一定要收下 老猫递来了两个纸袋 随后就直接转身离去 黎明伸碎的双眸 此刻深沉了起来 老大 太子在黎明的耳边叫了一声 黎明扭过头 看着太子纷纷不平的样子 但笑道 这有什么的 我都没生气 你气什么 只不过在太阳的照射下 黎明脸上的笑容有些冷 他目光扫视了一圈周围 在某个地方稍微停留了一下 你看到那边的老鼠了吗 黎明在太子迷茫的眼神之中 指了指不远处的小象 总有老鼠会觉得自己隐藏得很深 但是他们却不知道 黎明的脚尖轻轻一踩 一颗石子 瞬间已超越了音速的速度 飞向了小象之中 一道轻微的声音响起 小象之中 黑衣人目光惊骇地看着身前墙壁上面的小洞 自己居然直接就被发现了 这是来自林默的警告 他要向自己以及自己身后的力量 宣布一个事情 他林默不是一只纸老虎 若还是继续招惹 下次被打穿的就是自己的心脏了 黑衣人的远处 慕容江河的亲信被他赐名为一的慕容衣也是一脸煞白之色 相比于黑衣吓人的毫发无伤 慕容衣的手臂之上已经有了一块肉直接被打掉了 灰尘沾染在伤口之上引起了阵阵刺痛 但他却咬紧牙关一点声音都没发出 慕容江河派遣他前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击杀效果 只要那名黑衣吓人一旦有什么其他心思 慕容衣就会直接在暗中动手 将他直接弄死 林默见到小巷之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动静 也不再看那边 刚才他直接聚音呈现 将自己的话语准确地传播到了巷子之内 就是想要看看那两只小老鼠会不会主动地跳出来 果然 藏头漏尾的家伙 哪怕是马上就会面临死亡 也依然只会藏头漏尾 没有再继续出手 林默扭过头 看向了太子 走吧 咱们去其他地方逛逛 林默带着一脸不明所以的太子 走向了远方 而小巷之中的慕容衣擦了擦额头因为疼痛 而流出的冷汗 不再去看自己已经隐隐露出白色的伤口 直接从口袋之中拿出了一个小小的球形 直接在手指之间捏碎 白色的消炎粉末纷纷扬扬地飘洒在了慕容衣的手臂之上 慕容衣面不改色 如同感受不到任何的痛苦一般 他拿出手机快速地找到了联系人里面的第一个 用一只手费力地打出了短信 慕容衣才微微地松了一口气 目光再次向着那名黑衣下人看去时 却忽然发现空无一人 慕容衣的脸色陡然一变 那家伙什么时候消失的 自己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他的身影消失的痕迹 慕容衣大人 还真是你啊 一道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哑之声 在慕容衣的身后响起 他的瞳孔猛然一缩 宛若针间 身躯下意识地变相挪动 却感受到了脖子上的一丝冷意 散发着寒芒的短刃 放在慕容衣的脖梗之上 慕容衣的身体僵硬 慢慢地转过头 看着黑衣下人 你是想彻底背叛慕容家族吗 黑衣下人听到慕容衣的话语之后 缓缓地摘下了自己的面具 面具之下 是那张充满了浓浓笑意的脸颊 只不过这笑意很悲伤 那名下人的语气中 充满了难以压制的怒火 对着慕容衣嘶吼道 背叛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慕容江和让我送死 我没有拒绝 甚至直接毁下了自己的嗓子 就是为了不会被轻易地发现 可是你们是怎么对我的 下人的眼眶直直地滑下来两行泪水 当人悲伤到极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下人不知道 但他知道现在的自己 内心只剩下了悲痛 以及仇恨 他一把直接抓起了慕容衣的衣领 一只手将短刃在他的脖子上 留下了一道血痕 阴阴的鲜血顺着慕容衣的脖子留下 而下人眼中的仇恨之色却并没有减少 甚至愈加地浓重了起来 慕容衣的衣领被下人紧紧地握住 鲜血顺着脖梗流淌在衣服之上 将黑色的衣服染得更加深沉 我的女儿 我的妻子 下人充满了血丝的双眼 宛若魔鬼一般地盯着慕容衣 你们以为直接暗中杀害着我的女儿以及妻子 我不知道吗 慕容衣的嘴唇紧紧地抿在一起 语气中充满了震惊地说道 不可能 家主大人是那么和善 运筹帷幄 怎么可能会去 说着说着 慕容衣的语气也逐渐不再那么坚定了 她想到了自己 以前慕容江河一脸悲痛地找到自己 告诉自己家族有人背叛 而那人的妻女还在慕容家的掌控之中 让自己将他们全部送出去时 自己内心的愤恨 甚至直接将那母女二人杀害 抛尸荒野 现在思索之后 比脖梗之上短刃更凉的是慕容衣冰冷的内心 第1435集 看球 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一直视为信念所在的慕容江河 背地里会是如此心狠手辣 不择手段之人 慕容衣的双目之中逐渐失去了光芒 她任由那名黑衣下人脱拽着自己的衣领 无神的双目平静地看向了那名下人宛若一潭死水 你若是想杀我 就直接动手吧 但你妻女的事情 我慕容衣绝对不知道一丝一毫的消息 若是慕容衣知道这名下人的妻女要被慕容江河杀害的消息 一定会在暗中悄悄将两人保护下来 送得远远的 慕容衣之前身为对慕容江河最为忠心的亲信 不仅没什么架子 反而对待家族内的其他人十分温和 只有面对家族之外的敌人时才会显得那么无情 下人的眼中闪过挣扎之色 最终化为浓浓的苦涩 他抬头仰望天空 内心的苦涩之感让他的喉咙甚至说不出话 男男 爸爸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下人永远都忘记不了自己在慕容家的朋友 给自己发来消息时 那血腥的照片让他几乎无法呼吸 自己往日里最疼爱的女儿 被数十只慕容家圈养的猎狗狠狠地追逐 剧烈的疼痛让下人的额头青筋抱起 他从口袋之中拿出了一根绳子扔在慕容一的身上 这是他之前就已经提前准备好的绳子 就是为了现在这一刻 慕容一沉默地拿起绳子 将自己的手腕束缚在了一起 你现在是要去找他对吗 慕容一所说的他自然是临摹 只要自己的消息被慕容江河得知 那么整个海方城能够保证下人安然无恙的 便只有镇月使林墨了 同时黑衣下人若是想要为自己的妻子 以及女儿报仇 整个海方城能够成为他助力的 也就只有林墨一人 黑衣下人脸色苦涩 声音沙哑地说道 现在整个海方城除了踏实一线生机 我还有别的办法吗 黑衣下人此刻好像是也释然了一般 他现在早就已经不怕死了 只要能够为自己的家人报仇血恨 自己这条命哪怕是死了也就死了 至少他会觉得自己是死得其所 而不是白白地被慕容家追杀致死 自己的妻子以及女儿还没有为他们报仇 慕容一的脸上露出了木然之色 没有再继续说话 而是跟随着黑衣下人的身影 向着前方走去 他甚至到现在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小花园的凉亭之中 林墨正和太子两人相对而作 老大 咱不去做点别的事情 太子呆呆地看着林墨 不知道对方的想法 从刚才开始 林墨所做的事情 就让太子不是太明白 林墨看着梁亭之外 徐徐落下的枯叶 轻声回应道 你要是看懂了 那你还叫我什么老大 林墨的话语 让太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确实 自己要是知道老大的心里想的是什么 那么自己应该就成了老大了吧 梁亭之外的清风吹拂 林墨端坐于椅子之上 不急不躁 两久两道人影出现在太子的眼帘之中 卧槽 老大这是早就知道有人了吗 太子的内心疯狂震惊 这难道就是老大的算计吗 黑衣下人朝着林墨跪倒在地 沙哑的声音中充满了悲痛 小人慕容家仆 慕容家副家主慕容江河 逼迫小人与镇月使作对 并且暗中杀害了小人妻女 甚至连小人那六岁的女儿 扔进了裂狗的圈里 让数十头饥饿的狼狗 将一个六岁的孩子 四岁吞食 说吧 黑衣下人神色悲痛 语气哽咽 深深地朝着林墨进行叩手 碰 额头与地面碰撞的闷响直声响起 血液顺着地面 向着四周流淌而去 捉拿慕容江河 还小人妻女 一个公道 慕容一也跪倒在林墨的身边 沉声说道 慕容家慕容一 愿意将慕容江和所有的罪证 全部供出 说完之后 他也是狠狠地扣手在地上 闷响直声让人怀疑 地砖会不会被两人砸坏 看到慕容一手臂之上的伤口 林墨眉头微微一动 轻声说道 他来我有预料 不过你的出现 倒是让我感到很意外 慕容一的内心一颤 这是一种怎样的控制力 自己明明自始至终 都只是跟在黑衣下人的身后 根本就没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而林墨内心的棋盘 却是直接将他也规划了进去 见到两人久久没有回话 鲜血却已经在地面之上流淌出了一条 长长的痕迹 起来吧 慢慢说 不仅仅是慕容江河的 哪怕是其他人所犯下的斑斑猎迹 甚至是五盟会场的事情 都可以说出来 我林墨给你们做主 慕容家的祠堂 慕容江河跪在一个灵位之前 沉默不语 这个灵位是慕容海 以及慕容江河的父亲 上一任慕容家族家主的灵位 哎 父亲啊 大哥明明只想一心学武 您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做接班人呢 老大 老三 老四 他们一个个 哪个在谋略以及算计之上胜过我 哪怕是到的现在 老三以及老四 都被我安排的去陪您了 慕容江河沉稳的声音 回荡在祠堂之内 这些话语若是传出去 足以让整个海方城的人都大跌眼镜 没人能想到 这位常年捐助贫困家庭的大慈善家 居然在暗地里 害死了自己的两个弟弟 甚至若非慕容海是武门会长并且武功高深 估计也早在几十年前就被慕容江河暗中害死了吧 慕容二 慕容一那边怎么样了 一道人影从祠堂外走近 对着慕容江河尊声说道 家主 慕容一忽然失去了联系 到现在都没有丝毫消息 祠堂内顿时寂静无声 慕容江河脸色阴沉 看着慕容二 那个工具呢 慕容二的声音有些微微颤抖 说道 他也失去了踪迹 你说什么 慕容江河一把从地上站起 直接抓住了慕容二的脖子 失去的踪迹 真好 你怎么不跟嘴说 他去的武蒙呢 慕容江河阴沉的脸上 隐约有些动容 跟踪李末的那名下人 现在忽然失去了踪迹 就连慕容一这个自己的白手套也不见了 他们知道的事情 一旦让林末知道 他慕容江河会粉身碎骨的 还在这愣着干什么 发动慕容家所有力量 在安地里寻找 慕容江河对着还跪在面前的慕容二怒吼道 这群废物就没有一个人是让他省心的 是 小人现在就去寻找 慕容二快速离去的身影 并没有让慕容江河的内心平静 街道之上 林末正在闲逛 他的身后是太子 以及牵着慕容裔的黑衣下人 林末带着几人 就这么淡淡地 从慕容家的大门口碰巧路过 刚刚走出慕容家大门的慕容二 顿时就看到了四人 当看到黑衣下人 以及双手被束缚了起来的慕容衣时 他的面色顿时变幻 朝着屋内跑去 家储 家储 还在祠堂之中静心的慕容江河眉头一智 找几门慌做什么 找到他们了吗 慕容二喘了一口气 气喘吁吁地说道 哎 找 找到了 慕容江河顿时快速地来到了慕容二的身前 他们现在在哪儿 抓回来了吗 慕容江河脸上的表情逐渐放松 略有些赞扬地看着慕容二 他第一次感觉慕容二的能力也蛮出众的 没有 慕容 慕容一在 在哪儿 第1436集 乌一 慕容江河一把抓住了慕容二的肩膀 力量让慕容二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痛苦之色 但还是快速开口 在那个正月使林默的时候 刚才从家族的门口走过去了 慕容二的话语宛若雷霆万君的晴天霹雳 轰然响彻在慕容江河的心神之中 他的脸色有些难看地站在那里 黑衣下人以及慕容一居然落到林默的手中了 这也就是说 自己这些年来干的所有脏事 林默都已经知道了 不 不对 既然林默知道了自己那么多的脏事 那他为什么不来直接处理自己 而是带人在慕容家的门口乱转呢 他是想要表达什么事情吗 忽然慕容江河的眼神一亮 他知道林默的要求了 慕容二 你现在立刻将今天上午过户的我冥想那座小区拿给真月室 告诉他 我听闻真月室又想要建造武术学院的想法 愿意资助小区 林默到现在还没有处理自己 就是因为小区 自己乖乖地将小区奉上 林默可能会暂时放过自己一马 否则那把悬于头顶之上的闸刀会直接落下 是 小的现在就去 慕容江河现在根本不敢出现在林默的面前 否则的话 他应该会自己拿着所有的证件 前去找林默 可他担心万一林默直接一刀抹了自己 一了百了怎么办 慕容家祖宅的不远处 林默站在一棵树下 他静静地处理在这里 好像是在等些什么 正月室大人 这是我家家主让我给您的 大街上 林默手中拿着几个证件 仔细地翻看着 纵然是背对着众人 林默却好像知道他们的想法一般 欲要使其灭亡 必先让其疯狂 时候还不到呢 别急 林默身后拿着考串的太子 以及黑衣下人皆是一漏 林默这句话显然是对着他们说的 乌衣大人好厉害啊 乌衣大人简直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啊 谁敢再说 乌衣大人是骗人的 小心我打他 前方拥挤的人群中 响起了兴奋的声音 吸引了几人的注意力 林默将手中的证件 全部放在了太子身后的小背包之中 还顺便从里面摸出了一包 五香味的瓜子出来 晃晃悠悠地走到了人群的边缘 林默的身高 让他能够勉强看清楚人群中心发生的事 人群的最中心是一名中年男人 常年被太阳照晒 已经有黑的肤色 头上缠了一圈又一圈的丝巾 黑色为主 其他颜色为辅的衣衫 看样子有点像是苗疆那边的装扮 此时的中年男人蹲在一名躺在地上 昏迷不醒的男人身前 粗糙的手掌 放在昏迷男人的胸口之上 以一种十分奇怪的频率摁压着 呃 原本昏迷的男人忽然侧过头 对着地面疯狂地呕吐 一些紫色的残留物 被男人狠狠地吐了出来 中年巫医看着逐渐苏醒的男人 严肃地吩咐道 你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敢吃啊 再晚三个时辰 你就可以为安了 刚刚苏醒的男人面色苍白 眼神中带着浓浓的后怕 以及一丝对着巫医的狂热之色 男子的家人也是飞快地跑了过来 对着中年巫医下跪 感谢巫医大人治好了我儿子呀 哎呦 无妨 中年巫医挥了挥手 再次叮嘱道 回去之后 切记吃切清淡 男子的家人带着男子回去了 周围的群众顿时对中年巫医的呼喊声更加高涨 巫医大人厉害 巫医大人果然不是骗人的 哎呀 这个巫医居然真的这么厉害啊 所有人都在夸赞着中年巫医 李默看向中年巫医眼中闪过了一丝寒芒 刚才在中年巫医在救完人之后 对方眼中的那抹狂热 李默清清楚楚地看在自己的眼中 那种狂热的感觉绝对不会是正常人被救回来的感觉 正常人在生死之间被救回眼中最多是恐惧和感激 那种狂热的虔诚之感就像是蛊惑人心的手段一般 在李默思索的时候 中年巫医对着所有的群众说道 各位 今日我还有事 大家平日里若有什么不适 可以来巫馆找我 就在城东的柳叶巷内 中年巫医对着围观的群众们拱了拱手 背上了地上的药筐 围观的群众一个个自觉地让开了身影 让中年巫医直直地走过 看着中年巫医远去的身影 李默没有追上去 今天还有小区的事情 需要李默前去处理 暂时无暇顾及中年巫医那边的情况 并且根据李默的观察 这种狂热的情绪是一种隐形的 也可以理解成是在精神层次的一种隐藏 到时候化解也十分容易 所以暂时不急于去处理 带着几人向着武蒙的方向走去 这些过户手续什么的会有一些麻烦 李默要去找何二 让他帮自己将所有的手续全部办完 中午在武蒙和那些孩子一同吃过饭后 李默将慕容医以及黑衣下人 暂时安置在了武蒙的客房 他下午要去处理那个巫医的事情 何大人 关于海芳城的巫医组织 你有什么了解吗 李默找到了正在办公的何二 向着对方询问道 何二胖胖的脸颊之上露出了一丝疑惑 将手中的文件放下 他给了李默一个稍等的眼神 随后转身在身后的柜子之中翻着起来 一份埋藏在所有文件最下方的牛皮纸袋 被何二拿了出来 这位师道人 这位就是关于海芳城巫族的所有资料 何二将手中的牛皮纸袋递给了李默 李默接过了何二递来的牛皮纸袋后 直接打开 武蒙对于巫族的所有调查都记载在上面 几十年前 一群巫族人突然来到海芳城 并且定居在柳叶巷 几十年来 巫族的人里出现了一批名叫巫医的人 他们平日里行医救人 在柳叶巷内开办了一家巫馆 所有来到巫馆的人都可以进行治疗 并且金额十分的廉价 甚至有的时候 他们会连一点金钱都不收 完全免费 李默看着手中关于巫族的资料 修长的眉头微微皱起 被救的男子苏醒时 眼中深藏的内抹狂热 李默绝对不会看错 但是就连武蒙的资料上面 都没有相关的记载 这也就说明了巫族这次的事情不简单 何二见到李默微微皱起的眉头 内心顿时一挑 他小心翼翼地对着李默询问道 呃 这位师导人 巫族是有什么事情吗 李默看着手中的文件 轻声说 我怀疑巫医可能会让人在心里埋下一种心理暗示 暗中崇拜巫族 何二的脸色一变 顿时也是阴沉下来 身为武蒙的副会长 他自然是知道 若是李默所说的事情是真的 巫族的巫医们这么多年来 行医救人不知道有多少 只怕他们阵壁一呼 恐怕半个海方城都要失控 我会去对他们进行调查 武蒙最好做好准备 李默将一份关于巫族的人员名单 放进了口袋中 一边将剩下的文件放进牛皮纸袋 一边对着何二说道 呃 我明白 您尽管调查 武蒙会在柳叶巷的外面 形成包围镜 何二的脸上浮现出了冷然之色 他平日里虽然是笑嘻嘻的 但却分得清事情的关键 若是那群巫医 真有李默所说的能力 那么不管他们到底 有没有暗藏祸心 海方城都容不下他们 对了 我想请你找人 将幸福家园 重新地改造一下 建造成一所武术学院 我将会在那里 开办第一所武术学院 第1437集 再聚集 李默看着何二 伸手将一张银行卡 递给了他 这是昨晚宋芷兰连夜调动来的资金 有五个亿 原本林默是只要了三个亿的 但善解人意的宋芷兰 直接打来了五个亿 还告诉林默出门在外 一定要把钱带够了 结果今天慕容江河 就直接下手将小区 给彻底的收购了 最后就直接白送给了林默 不不不 这位师大人 我不能收您的钱 究竟武术学院这是 为了海丰是好的事情 我们出钱就可以了 何二看到林默推来的银行卡 连忙将其推了回去 这是何二在职场 混迹多年领悟出来的 这虽然属于林默的私人工程 但是完全是和武蒙挂着勾的 哪怕何二不收林默的钱 也算是有理有据 林默看着何二推回来的银行卡 直接塞进了他的手中 拿着用吧 不然又不知道 你钱要从哪里拆过来了 这里面有五个亿资金 你随意调动 学校的图纸 你也找人设计一下 林默平静的目光 看向了何二 轻声说道 但我不希望用的材料 会是什么粉末砖之类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要用最好的 钱不够就给我打电话 多的就算是给你的功劳 林默怎么可能不知道 何二拒绝了之后会怎么做呢 无非就是从其他的地方搞钱 来弥补武术学院这块的亏空 小人多谢这位石大人 何二见到林默的样子 也知道自己没办法拒绝 于是只能接下了手中的银行卡 不过他的内心确实暗暗地想到 到时候学校的选材 自己一定要亲自观看才行 一定不能出现任何一次充好的东西 确保整个武术学院的材料 都要用到最好 林默离开之后 何二喊来了自己的助手 让大家在柳叶巷的外面 形成一个隐秘的包围圈 带上武器 但是不能暴露 何二的脸上充满了严肃的表情 眼睛中闪过狠辣之色 若是在必要的时刻 可以直接进行接上 何二的助手内心震惊地 看着这个自己跟了几十年的副会长 他没有想到平日里一脸和善 甚至遇到事情 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何事老 居然也有如此沙发果断的一面 是 助手带着何二的命令跑了出去 短短几分钟 一辆辆黑色的轿车驶出了武蒙 他们分散开来 向着柳叶巷的位置开去 王家的别墅之内 此刻已然聚集起了人 慕容江河坐在沙发之上 神情严肃 王家家主坐在一旁 揉了一把自己的光头 慕容傅家主 您今天怎么跑到我家王家 这个小庙来了 王家家主的声音之中 带着点点阴阳怪气的意味 平日里慕容江河 从来都是以一副老大的姿态 在慕容家召集所有人 这次居然跑到了王家 来召集众人商议事情 之前刚刚得到消息的众人 都是一脸的诧异 若非听到了慕容江河的声音 还以为是王家家主 这个莽夫胡闹呢 慕容江河脸色沉重 看着已经到齐的 反林墨联盟的家主们低声道 我怀疑慕容家 已经被安插进了林墨的爪牙 慕容家已然不再安全 不可能吧 慕容家传出了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会被安插进卧底啊 在场的家主们纷纷哗然 一个个的脸上都露出了 不可置信的表情 慕容家传承多年 祖宅之内基本上都是自家人 哪怕是安插一条陌生的狗进来 估计都会被直接发现 但现在慕容江河却说 慕容家可能已经被林墨 安插进了人 就连慕容家都抵挡不了林墨的入侵 被安插进了卧底 那么他们这种 还不如慕容家的家里面 是不是除了自己 已经全是卧底了呢 不过慕容江河属实冤枉了林墨 他现在根本就没功夫 来对付慕容家这种世家 海芳城需要林墨的事情还很多 今天也就只是给慕容江河一个警告 原本还在阴阳怪气的王家家主 也不在阴阳怪气 他的目光也是看向了慕容江河 等待着对方的话语 现在唯一安全的地方 可能就是王家家主的这所别墅 所以我此次才会在这里 邀请大家相聚 慕容江河的话语 让所有家主的幻想全部破灭 他们一个个脸色变换了起来 屋内的气氛顿时沉重起来 而王家家主的面色更加难看起来 他的目光扫视了屋内的所有家主 内心不断暴跳如雷 虽然慕容江河说话的语气是好话 但是这个内容总感觉像是在讽刺自己一般 是 我是一个爆发户 没有你们那些祖宅 但是你们一个个还颇被认同的点头 是个什么情况 根据武蒙最新消息 你们打算将那所小区改造成一处武术学院 然后在武术学院里面成绩出色的学院 毕业之后会直接进入武蒙任职 慕容江河的话语 再次宛如一颗深水炸弹一般 在众人的内心爆炸 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海芳城 成为这么多年的大家族 并且保持不变 因为的就是一个垄断的特性 之前的武蒙那些平民子弟 直接被他们逼得只能吃豆腐白菜 基本上算是已经废了一半 哪怕是天赋再高 也不可能有家族子弟的优秀 林末来了之后 先是打破了这条规则 并且所有的家族 还不好直接将输送武蒙的资金断掉 但哪怕林末打破了这条规矩 那些平民子弟 对于家族的影响也没那么大 毕竟人数稀少 造成不了什么动荡 但现在一旦林末成功地开办了第一家武术学院 将整个海芳城内的好苗子全部挖掘出来 并且毕业之后还能直接进入武蒙任职 这样的条件无论是谁都是无法拒绝的 到时候那些原本被埋没的平民子弟之中 估计会被林末直接挑出来一大批恋武的苗子 那名一脸和善的老人站了出来 声音沉重地说 主位想必大家都知道 一旦让林末将 胡书学院建造起来 我们所面临的危机 老人间歇的话语 不仅没有让家主们有任何的不爽 反而更加激发出了他们内心的悲愤之感 谁也不知道到时候自己会不会直接被人取代 众人的目光再次看向了慕容江河 希望这位被外界称为活诸葛的男人 给他们拿个主意 慕容江河眼眸低垂 看到众人都在看着自己 沉声说道 现在哪还有什么锦囊妙计 绝地反击 他重重地一拍桌子 声音慷慨激昂地大喊道 他李末既然要让咱们过不成 那咱们也就让他也过不成 他李末不是要改造小区 成为武术学院吗 咱们就在暗中使用各种方法捣乱 将施工队的材料替换 悄悄断掉他们的电 甚至直接制造命案 慕容江河的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 声音冰冷 武术学院需要老师吧 将所有会武术的老师全部联系 问他们愿不愿意和我们签订十年合同 就算真的成了 那么我们动不了李末 还动不了那些学生了 慕容江河的话语引起了所有家主的支持 他现在早就将李末的没有利己清算 视为了稿式时间 大街上充满了小贩们的吆喝之声 李末坐在算命的小摊子之前 看着对面戴着黑色小眼镜的大师 这位大师 我想要算一下我的姻缘 第1438集 试探 林末对面的大师听到林末的话语 直接拿起了摊子上的一个龟壳 龟壳在他的手中不断地摇晃 最终落下了三枚铜钱 大师仔细地看完三枚铜钱之后 顿时大吃一惊 这位先生 您的姻缘 大师的声音之中充满了犹豫 好似不能泄露天机一般 李末顿时就知道了他想要什么 微微一笑站起身来 对着大师说道 大师 我懂了 您的意思是 姻缘不可捉摸 我慢慢等着便是 受教了 李末对着大师表达了谢意 随后转身直接离开了 大师看着林末离去的背影 一阵无言 他只是想让林末掏钱 哪来的什么姻缘不可泄露啊 你把钱给我 我跟你说一段四世分水的话 然后告诉你天洁不可泄露 你他妈自己在那脑补什么呢 林末迈着平稳的步伐 走进了柳叶巷内 入眼的便是一鸣鸣排队的人 他们看到林末后 好像习以为常了一般 林末站在队伍的后方 顺便听听他们的讨论 我今天切菜不小心切到了手 巫医大人只是简单地挥了挥手 我的伤口就好了 你那算什么 昨天晚上我丈母娘 给我打的伤痕也全部消失了 这巫医大人真是摘星人厚 还没有收我的钱 这些言论让林末好看的眉头 再次微微地皱起 看着他们一个个十分崇拜的样子 内心沉默了起来 看来巫医们的影响 已经逐渐深入人心了 这些普通人眼中闪阔的狂热之色 不是伪装出来的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虔诚以及崇拜 甚至愿意为了他们 显出自己的生命 以及身躯一半 队伍快速地向前前进 林末已经看到了屋馆的里面 古色古香的房间内放着一些椅子 乌医们站立的地方是一个纯木制的柜台 他们的身后还有着一个个的柜子 里面存放的应该是草药 林末刚刚进入屋馆的大门 一股浓郁的药香味便在屋内弥漫 这位先生 您是要包药还是要看病呢 一名身着彩衣的年轻女子 站在柜台前面带微笑地对着林末问道 我来包一些药 你想要包些什么药 或者您告诉我需要治疗的症状 林末修长的手指在柜台之上轻轻地摩擦 看着年轻女子说道 包偶包生乌草 生南星 红娘虫 闹羊花 乌头等各药一百克 林末的话语说完之后 年轻女子的脸上浮现出了怪异之色 这位先生 您稍等一下 年轻女子对着林末说了一句 然后就快速地向着后方跑去 林末对于她的表现并没有丝毫的意外 自己刚才所说的药材都是一些剧毒之物 平常仅仅只是一味 就足以将一个成年人毒死 更别说林末足足要了五味 并且每样还都要一百克 年轻女子急匆匆地掀开帘子 走进了内屋 大祭司 外面来了一个人 要的全都是一些剧毒的毒药 而且他要的量都十分的大 每一样毒药都是一百克 内屋之中的大祭司 也就是那名中年巫医 正坐在椅子上看着医术 听到年轻女子的话语后 脸上也是露出了诧异之色 内心思索了一下 抬头对着年轻女子讲道 我去看看 中年巫医从椅子上站起来 他倒是想要看看是谁来砸场子的 中年巫医身为海芳城巫族的大祭司 不至于看不出来 购买这么多剧毒药物的 要么是同行来踢馆 要么就是有人想要进行谋杀害人之类的事 但是若是想要害人 定然不敢如此地大声声张 所以现在肯定就只有一个答案了 自己被上门踢馆了 中年巫医走出内屋 一眼就看到了柜台之前 带着微笑看着自己的临摹 他的瞳孔直接一缩 内心之中不断地思索着 他今天上午刚刚见过黎沫一面 当时黎沫就在人群的不远处 英俊的面容让中年巫医对他有一些印象 他的气质以及为人处事 绝对不会是一般人 中年巫医的脸上也浮现了一些笑容 走到了黎沫身前说道 这位先生 我们今天上午是不是见过 当然 当时我还在不远处看到了你救人的场景呢 黎沫轻轻地汗手 没有否认自己见过中年巫医的事情 我们能借一步说话吗 中年巫医指了指身后的房间 对着黎沫问道 既然大祭祀都这么说了 那我肯定不会拒绝 中年巫医盯着黎沫的目光之内 出现了震惊之色 对方是怎么知道自己大祭祀的身份的 顿时 中年巫医对于黎沫的忌惮更加深厚了起来 黎沫之所以能够知道中年巫医大祭祀的身份 只是因为听到了年轻女子对他的称呼 宗师级别的修为 让黎沫可以清晰地听到两人的谈话 走进安静的内屋 中年巫医的脸色不在和善 他脸色冰冷地盯着黎沫 喊声说道 你到底是谁 赖我不管 所为何事 黎沫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中年巫医的话 他的目光扫视了一圈内屋的环境 才轻笑地对着中年巫医开口 要是我不说出我的身份 你是不是还想让那些小虫子对我出手 黎沫的身上忽然飞出了九根银针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射出 昆虫痛苦的嘶吼之声响起 中年巫医的眼神之中顿时出现了惊骇之色 他没有想到自己隐藏在暗处的几只蛊虫 居然全部被林沫直接发现了 不过在感知到他们还活着后 中年巫医才算松了一口气 他的目光盯着林沫 语气中带着怒意说道 这位阁下 你是觉得我巫族可以任你容捏的吗 林沫沉吟数秒 这才慢悠悠地开口说话 语气中带着淡漠之意 那你是觉得五盟是摆设吗 林沫的话语让中年巫医的神情沉重了起来 之前的他对于林沫 顶多也只是有一些小小的警惕之心 所以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担忧之色 巫族遍布整个天下 若是林沫动他 整个天下 无论林沫走到哪里 都会有巫族人不断地前来追杀 并且海芳城的巫族 不仅仅只有巫医一脉 但现在 林沫已经明确地表明了他五盟的身份 也就是说这次前来是五盟的意思 巫族纵然遍布天下 但却也没有和五盟抗衡的能力 中年巫医弯着身子 对着林沫鞠躬道 不知五盟大人前来 所为何事 林沫坐在椅子上面 手里拿起了中年巫医之前看的那本医书 一看居然是百草纲目 你觉得我来找你 能为什么事情 中年巫医的眼中闪过一丝杀意 但想到林沫可能是五盟高层的身份 还是压制了下来 林沫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 手中的本草纲目瞬间化为碎片 在屋内飘落 他的语气之中带着无尽的冷意 好像要将中年巫医彻底冻结一般 接着行医之事 在他们的精神层面进行暗示 不愧是无阻 好手段 中年巫医原本平静的脸色 微不可查地颤动了一下 眼底的深处浮现出了震惊 以及不敢置信 他没有想到 自己做了如此隐秘的事情 居然会被林沫发现 五盟的大人 你在说些什么 我听不懂的事情 我在海防城行一多年 从来都是在所有人 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进行治疗 至于您所说那些精神层面的暗示 我更是听都听不懂啊 第1439集 笔斗 林沫看着中年巫医 一副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若非自己当时亲眼看着他进行治疗 估计也就相信了吧 这种事情说出去 确实就跟魔幻一般 根据林沫的观察 这样的功法也应该只有中年巫医一个人会 否则若是所有的巫医都会 那么五盟必然能有所察觉 也就只有中年巫医一人掌握 并且他自己使用 所以造成的动静 才不会引起五盟的注意力 以及调查 我是五盟正月使之首 泰山使林沫 今越南河内两省五盟会长 中年巫医的眼神变换了一下 眼中的杀意更加浓郁了起来 看来自己的秘密 已经被这个五盟的什么老实子使者给知道了 中年巫医在犹豫着 到底要不要直接出手 召集所有巫族的人 从林沫所说的身份来看 他甚至只要一句话 自己等人在海方城肯定待不下去 甚至根本就走不出海方城 但是只要召集所有人 将林沫留在此地 趁着五盟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带着所有的族人直接离开海方城 据说万象国的巫族势力 十分得到王室的重用 自己等人过去 或许还能跟着他们吃香的喝辣的 中年巫医以及所有的巫族 都很少会去用现代的信息网 大多都是靠着巫族自己的信息网 去收集消息 他丝毫不知道 就算林沫站在那里不反抗 让自己杀 柳叶巷外里面三层 外三层的五盟成员 也会直接展开杀戮 甚至何二为了万无一失 还调来了一些重型火力 各种重型狙击枪 纷纷已经夹在了柳叶巷外面的制高点上 而且林沫还是万象国的驻国大臣 哪怕真的能跑到万象国 估计也会被直接以暗害驻国大臣的罪名 将他们洗白白送上万象国的刑场上面 林沫的话语让中年巫医眼中的杀意 逐渐被压制了一下 他们在海方城居住了几十年了 若非必要也不想背井离乡 中年巫医对着林沫 轻轻地鞠躬询问道 谁没事愿意背井离乡啊 那是有病 林沫看着中年巫医的模样 轻薄的嘴唇微微张开 三日后 你我定些一场巫术比斗 若是你赢了 我从此之后不会再去管你的事情 只要你不再使用那种术法 但你若是输了 就带着族人离开海方城吧 林沫平静地看着中年巫医 好似丝毫不担心对方拒绝一般 中年巫医听到林沫的话语 脸上忽然露出了笑容 自己行医几十年了 可能别的比不过林沫 但若是比医术 中年巫医绝对充满了自信 好 那就三日之后 我紧等你上门 中年巫医的语气巨傲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已经赢定了 也不再去故意客气地面对林沫 就连自己在外面作秀的时候 也只是稍微冷淡一些 希望大祭司最好放在心上 否则若是输了 到时候灰溜溜地离开 可不太好看 林沫的话语 让中年巫医的脸色 再次难看了起来 他看着林沫冷冷地嘲讽道 林沫听着中年巫医的嘲讽 并没有多说什么 巫术可能在有的时候真的有用 但也不过是三千旁门左道之一罢了 林沫身为华夏医生 怎么可能会去担心这个 林沫静止地走出了内巫 在所有人奇怪的表情下离去 随后中年巫医走了出来 一脸的悲苦之色 各位 接下来我们巫馆 要闭馆三日了 刚才那位年轻人 被巫馆发出了切磋的邀请 若是输了 我们就要永远地离开海芳城 不能再为各位继续就诊了 实在抱歉 中年巫医的话语 让外面还在排队的人们 纷纷说了起来 就刚才那个年轻人 估计还没我大呢 就想来挑战巫医大人 还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 长得丑想得美 虽然我觉得你说得对 但是那个年轻人挺帅的 巫医大人 你放心 到时候我们一定来支持你 没错 看看那个家伙 凭什么来挑战您呢 民众的情绪被中年巫医 几句话直接调动起来 一个个义愤填膺 挥舞着手臂 要为中年巫医助阵 更有甚者已经悄悄地向着林沫离开的方向跑去 他们要让林沫知道一下什么是社会的险恶以及残酷 中年巫医脸上悲苦的表情并没有丝毫的变化 继续苦着脸说道 大家千万不要这样 那个年轻人可能只是想要试一下呢 你们也千万不要去跟踪人家 更不要动手 比斗的时候若是大家观看 也千万不要扔东西 中年巫医的话语让义愤填膺的民众们一个个说了起来 巫医大人 我们知道您心善 但是这个人都找上门来了呀 对呀 巫医大人 您行医这么多年 这种人一看就是想要踩您 我呸 亏他长得那么好看 没想到却是这么恶心的一个人 哎 何至于此呀 中年巫医常常地叹息了一声 他的身躯好像都弯了不少 有些疲惫地转身走进了巫馆之中 两扇木门缓缓地关闭 中年巫医疲惫的身影也逐渐被遮挡 你们看 这巫医大人每天疲惫不堪地为我们看病 现在居然还有人要踩着巫医大人的名声上位 三日之后啊 大家跟我一同为官 只要那个家伙来了 咱们拿石头之类的臭鸡蛋的 谁还管得了咱们 没错 我现在就回家准备臭鸡蛋 若是林默还在这里 估计只有一阵巫医吧 他还需要借着中年巫医的名声上位 华夏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 都想求着林默给他看病呢 巫馆之中之前 还身形有些弯曲的中年巫医身子支了起来 之前苦着的脸此刻也充满了嘲讽之色 一个毛头小子就算他是武蒙的高层又能如何 只要自己把外面的那群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蠢猪情绪把控好 那个林默难道还真的敢让自己带着族人离开海方城 走出小巷的林默忽然停下了脚步 他对着一名站在树上的武蒙成员指了指身后 对方顿时就瞄抖 跳了下来拔出了自己的配枪 抓起来关几日清醒清醒就可 林默将武蒙成员的配枪塞回了他自己的枪套中 轻声吩咐道 林默生怕这家伙直接开枪给身后的几个蠢货全崩了 到时候事情传播起来压都压不住 坊间的民众们别的不说 八卦的能力已经点满了 武蒙成员认真地点了点头 看着林默崇拜道 真院士大人您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林默拍了拍他的肩膀 露出了赞赏的笑容 大概的意思可能就是 我很看好你哦 这是林默之前跟着大长老轩辕铭学的 他就经常会笑着拍一拍武蒙成员的肩膀 问问他们工作怎么样之类的 武蒙成员的脸上露出了亢奋之色 内心不断地尖叫 啊 这月是大人好评意境人啊 他拍了我的肩膀 为什么感觉这月是大人的笑容好温暖 难道 林默向着外面走去 他没有发现那名武蒙成员内心的胡思乱想 第1440集 狗太子 电话突然响起 何二的声音传了出来 这位谁大人 出事了 林默原本温暖如序的脸色 恢复了平静 开口说道 发生了什么 我马上回去 武蒙和二的办公室内 刚刚回来的林默就看到了和二脸上的阴霾 是武术学院的改造 早早的阻拦 以及打扰 林默看着和二直接问道 能够让和二如此愤怒 并且还通知自己前来的 也就只有武术学院的建造被人搞事了 和二点了点头 对着林默汇报道 我今天下午调去的施工人员 有一人在单独去量材料的时候 被人打了一顿 并且接连在幸福小区的电线 以及水路 也全部被人破坏掉了 甚至连我们的材料 都被他们调包了一部分 以此终好 林默的眉头一皱 脸色有些严肃了起来 沉吟了数秒 林默缓缓开口说道 调动武末的成员 在幸福小区的周围 形成包围警戒圈 一旦抓到任何捣乱的人 全部先关起来 林默的声音变得冷了起来 等我把手头的事情忙完 就一个一个地去 处理 真当他林默软柿子了 见到林默的声音冰冷 和二连忙点头 迟疑了一下 和二对着林默询问道 这位是大人 那刘夜宵那边 还需要继续让人进行包围封禁吗 留下几个人看着就行 其余的人 就让他们先撤回来吧 从和二的办公室里面走了出来 林默忽然想到了 二楼的练武室里的那些孩子 也不知道这两天吃得怎么样 有没有进步 带着微微的期待 林默来到了练武室的门口 刚刚打开门 就是一阵棋刷刷的声音 林默走到玄关处 看到了孩子们 他们一个个站的笔直 整齐 口中朗诵道 未曾习武先修德 短德者不可语之学 文能安邦 武能 孩子们有些稚嫩的嗓音 让林默的脸上浮现出了丝丝笑容 这些人才是一个国家未来的希望 也是武盟未来的希望 没有去说话 林默轻轻地退了出去 自己现在过去 可能会打扰到老师的教课 回到了居住的宾馆 刚刚打开房门的林默 就看到了一个恭敬的身影 大哥欢迎回家 看着一脸恭敬的沈非凡 以及他手中还拿着的水 林默默默地将自己的目光 看向了远处的太子 后者脸上还露出了 十分自信骄傲的笑容 好像在对林默说 老大 你看我把这小子调教得多好呀 林默接过了沈非凡手中的水 看着孩子脸上的表情 内心暗叹一声 唉 这孩子看来是被太子 给玩出心理阴影了 自己就不在这儿没多久 太子对沈非凡 干了什么事情 居然让一个处于叛逆期的 中二少年 乖乖地听话 老师 您回来了 小黑从一边的屋子里面 快速跑了出来 看到林默后 小脸之上顿时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对他来讲 除了母亲 老师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老师给了自己新的造化 让自己可以练舞 林默的恩情深深地 印刻在小黑的内心之中 嗯 这两天太子教你什么了 林默蹲下身子 揉了揉小黑的头 对着他询问道 太子哥哥教了我如何 快速地让你 小黑正要向林默 汇报自己这几天学习的成果 太子额头之上 快速地渗出了冷汗 仿佛看到了阎王爷 微笑着对自己在招手 顿时一个划铲 跑到了小黑身前 直接捂住了他的小嘴 林默看着太子浑身上下 大汗淋漓的模样 狐疑地说道 太子你这是怎么了 几分钟怎么出了这么多汗 太子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强颜欢笑地说 今天天气太热了大哥 我就容易出汗 林默看了看外面呼啸的大风 突然沉默了 你不会教了小黑 一些不好的东西吧 林默的话语 让太子的内心下意识地一跳 连忙开口解释道 老大你是了解我的 我肯定不会给小孩子 教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林默看着太子 强颜欢笑的样子 眼中浮现出了 浓浓的怀疑之色 最终他还是点了点头 没有再继续追问这个事情 太子顿时松了一口气 这要是被林默知道 自己这几天 对小黑的瞎叫道 明年的今天 可能就是自己的忌日了 你教小黑的色情秘籍很完整吗 那是自然 这可是多年的珍藏 下意识地说完的太子 浑身突然一僵 深夜 幸福小区施工队的休息地 为了方便施工队 直接在一间大的屋子内 铺上了单子休息 漆黑的环境之中 忽然响起了一阵阵 轻微的脚步声 几名穿着夜行衣的黑衣人 悄悄地走在楼道之中 他们通过微弱的月光 交流着手势 老大 我们要不要 一名队员用手指 在脖子上滑了滑 看向队伍前方的黑衣人 前面的黑衣人手上的动作 快速地闪烁 大概的意思就是 不杀 先搞破坏 但是在黑夜的影响下 队员却看成了杀 然后搞破坏 他的眼中浮现出了狠辣之色 从腰间掏出了一把匕首 前方的队长瞳孔一缩 快速跑过来 摁住了他的手 同时对着队员低声地怒骂道 你这个白痴 我说的是不准杀 黑衣队长压抑着自己的声音 一巴掌就拍在了队员的头上 队员黑布之后的脸上 露出了委屈之色 天色这么黑 我不就是没有看清楚吗 队长来到了施工队休息的门前 从发丝之中 拿出了一根钢丝 将钢丝插在钥匙的孔里面 队长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不断地控制着钢丝 却始终没有听到开门的声音 队长身后的一名队员 悄悄地摸了上来 对着他的耳边小声地说道 队长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种门根本就没有上锁 需要手动啊 队员的手放在了门把手上面 往下用力一摁 嘎 大门被他直接打开了一条缝隙 队长默默地将自己手中的钢丝 藏在了发丝之中 不再去看队员的得意的双眼 他发誓 下次再有什么危险的事情 他一定要让队员去当探路的 几人敲咪咪地摸进了屋子之中 乌其妈黑的环境让众人有些看不清 但是也不敢说话 他们的目光看向了屋中堆积的建筑材料 睡在建筑材料之前的建筑人员 并没有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所有人都到齐了吗 黑暗之中忽然响起了一道平静的声音 六个人到齐了 你谈谈小声一点 队长听到声音吓了一跳 生怕吵醒这些建筑人员 随后快速地扭过头 压着嗓子 对着身后怒吼道 平静的声音查看了一下队长身后 确实有五个人 于是直接大喊了一声 顿时原本漆黑一片的屋内 顿时亮如白昼 六名身穿夜行衣的队员们 在强光的照射下 下意识地遮挡住了双眼 一脸冷笑的和二 带着十几名五盟成员 站在他们身后 五盟成员看到六人后 直接宛若虎狼般扑了上去 手中的尼龙绳飞速地旋转跳跃 将一名身着夜行衣的队员 捆绑了起来 和二胖胖的脸上 看着这些家伙满是怒意 他就知道 这群狗东西绝对不会安生下来 五盟成员们强行掰开了六人的嘴巴 将他们最里面的牙齿拔了下来 鲜血顿时流淌而出 六个人全部都露出了痛苦之色 牙齿被生生地拽了下来 上面甚至还带着血肉 第1441集 沈非凡变了 观察了一番 五盟成员们的脸上 露出了疑惑之色 副会长大人 他们的牙齿里没有藏肚 被死死地绑在地上的六人眼中 露出了委屈之色 他们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家仆而已 最多也就欺负普通人 三天的时间转眼便消失而去 这三天的时间内 林默处理了何二抓到的六名下人 在一番刑具的威逼利诱之下 他们很快就招了 几人都是王家的偶人 这次受了王家家主的命令 就是前来破坏这些建筑材料 林默让何二先将他们关押在五盟之中 并且又亲自指导了小黑一番 太子昨天刚刚从床上爬起来 之前被林默一顿胖揍 并且林默还不给他进行治疗 于是就苦兮兮地在床上躺了两天 老大 要不要我去给你加油助阵啊 太子听到林默要出门 去和巫医进行医术比斗 顿时就跑了过来 兴奋地对着林默说道 林默看着太子的模样 眼中充满了怀疑之色 他怀疑太子会在加油助阵的时候 拿着一瓶机枪 只要给对面加油的 全部直接扫死 不必了 我中午之前就会回来 林默摇了摇头 只是带着小黑向外走去 小黑现在还小 带着出去长长见识也是可以 太子看着林默拉着小黑走出去的背影 内心一着哀嚎 果然自己终究还是被抛弃了 沈非凡在三人都离开之后 默默地收拾起了桌子 此刻的他就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一般 沉默寡言 少说多做 这还要源于太子对他的心灵毒鸡汤 那天在林默离开之后 太子将沈非凡拉进屋内 足足单独聊了一个小时 当沈非凡再次出来之时 就十分的沉重 整个人原本桀骜不驯的气质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谁也不知道太子究竟和沈非凡 说了一些什么东西 当沈三千看到沈非凡时 还震惊地大喊 这绝对不可能是我儿子 柳叶向外 此刻已经围得人山人海 在中年巫医的表演之下 那群人们纷纷奔走相告 将中年巫医可怜的形象 大肆宣传 同时狠狠地抹黑着 林默这个挑战者的名声 柳叶向外面的人山人海 全都是来为中年巫医加油助力的 那个挑战者来了 他就是那个 想要踩着巫医大人名声上位的家伙吗 这种人居然长得这么好看 皮囊之下却是如此的恶毒 林默带着小黑 从远处不紧不慢地缓缓走来 周围群众们恶毒的语言 甚至是人身攻击 丝毫没有让林默动容 一群被蒙蔽了双眼的家伙 不至于让林默生气 但林默牵着的小黑 看着周围那么多骂林默的家伙 充满了肉感的小脸 都因为着急红了起来 我不许你们说我的老师 小黑的大吼声 让周围议论纷纷的群众 停止了那么一两秒 下一刻 他们话语的主人公从林默 转变为了小黑 你们看那个孩子 小小年纪 居然还管这个无耻之人叫老师 这样的小东西要是我呀 当初刚生下来 就直接一把扔到毛坑里 这个孩子我认识 是承交一个寡妇的儿子 寡妇 对呀 他爸被他妈那个灾心 早早地就渴死了 难道会拜这个无耻之人为师 你们说他妈会不会 那谁知道呢 自己一个人将一个孩子带这么大 估计早就不干净了 果然是人和人聚在一起 垃圾也和垃圾聚在一起 周围群众们刺耳的讨论声 让小黑的眼中逐渐出现了泪水 眼泪顺着小黑的脸颊流下 滴在了林默的手上 原本正带着小黑前行的林默 感受到手上温热的触感 发现小黑的脸上 全部都是委屈之色 那双灵动的大眼睛 也逐渐黯淡下去 林默将一只手 轻轻地放在了小黑的头上 温柔地揉了揉他的头 小黑 不要因为这种人的话语而伤心 因为 林默的目光扫射一圈 眼神冰冷了下来 这群家伙呀 都是一群被蒙蔽了双眼的可怜蛋而已 林默浑身上下的杀意 透涕而出 休闲的白色衣衫 无风自动了起来 他的身后宛若出现了一座 尸山血海一般 而林默就是那个高坐在尸山血海之上的 孤傲君王 在林默的目光扫射之下 所有人脸色皆是变得惨白 心里差一点直接瘫软在地 尿了出来 一群大人对着一个小孩口出笔伐 你们就不是你们口中的无耻之人吗 林默的话语让他们一个个沉默了下来 看着没有一个敢说话的人 林默的手指在小黑的脸颊之上 轻轻地擦了擦 随后就继续带着他向着柳叶巷之内走去 巷子之内 一群穿着彩衣的汉子站在两排 肃杀的气息在他们的身上散发而出 这些汉子都是见过血的 林默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淡定自若地带着小黑迈步向着里面走去 忽然林默再次开口对着小黑说道 小黑 老师今天教你一个道理 咬人的狗是不会叫的 只会吝吝狂吠的狗是不敢咬人的 因为他们怕死呀 小黑脸上露出了懵懂的表情 虽然听不懂老师在说些什么 但是小黑乖巧地点了点头 不懂的可以回去再问老师 但是外面不可以落了老师的面子 两边站立的巫族汉子们 脸色纷纷一阵青一阵红 他们怎么可能听不出来林默在说他们呢 要是想要动手就直接上 要是不干 一个个就别跟个傻大愣一样 站在那里 最终站在最前面的巫族汉子 不甘心地沉声说道 你们都回去吧 纵然所有人的内心都充满了不甘心 但是却也没有人去质疑 为首汉子的决定 在巫族的族内环境当中 规矩是最大的 林默带着小黑 夺步来到了巫馆的门前 门口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各种的桌椅 中年巫一早就站在巫馆的门口 背着双手等着林默的到来 你来了 嗯 你不会应该来的 可我终究还是来了 面对中年巫一的话语 林默淡然地回应道 说说吧 你想怎么比 中年巫一看向了林默 文斗 武斗 还是实践 中年巫一所说的文斗 就是两人比对草药 以及病情掌握的理论知识 武斗就是两人共同进行医治 哪方医治的更多 效果更好 便算胜利 而实践 所说的就是招来一名疑难杂症的患者 谁先治好 便算谁胜 林默看着中年巫一轻笑道 那就三样一起来吧 这样我也不算是欺负了 中年巫一文言 脸上顿时露出了怒涩 一个黄口小儿就敢如此的拖大 才学了几年的医 就觉得自己比肩滑驼了 随即中年巫一冷笑着说道 好呀 只是希望 你这位武梦的大人不知后 不要孰不起 柳叶相之外 十几名巫族大汉 搬着几张桌子走了出来 他们将桌子排成一排 放在一起 林默与中年巫一相对而立 巫一大人终于出来了 巫一大人 你一定要战胜这个无耻之人啊 一个愣头静 还想要挑战巫一大人 回娘胎里再学五百年吧 别出来蹭巫一大人的名上 学医估计连巫一大人一半的时间都没有 还斗个屁的衣啊 山呼海啸一般的嘲讽声不断响起 若非是之前 林默杀意吓到了他们 此刻那些臭鸡蛋烂白菜 就要如同雨水一般袭来了 站在林默身边的小黑虽然有些生气 他们辱骂自己敬爱的老师 但是他也紧紧地牢记着林默的话语 不要和这些被人蒙蔽了的双眼的大傻子争吵 大祭司 既然这次是我挑战的 那么就由你来出题吧 两人采用的方式是最为经典的一问一答 双方若是谁回答不上来就算输了 好 那么你可不要第一题 就直接答不上来拜北了 中年巫医听到林默的话语后 脸上露出了冷笑 随后大声喝道 这题是中年巫医的试态 他想要看看林默的医术如何 中年巫医所问的问题 让林默都不用思考 就能直接说出 这种简单的问题 也就只能去为难为难 那些所谓的医学生了 甚至连一些经验丰富的医生都会知道 接下来就轮到林默发问了 千金子 马前子 天仙子 草屋叶 再加上解毒草制 会死人否 林默的问题让中年巫医顿时一愣 他本来以为林默会问些什么疑难杂症 没想到会是草药学 千金子等前四位药草都是剧毒植物 寻常人哪怕是尝到一点点的枝叶都要口吐白沫 心脉断绝 林默将四种毒药结合在一起熬制 这怕是气味就足以毒死人了吧 但是他又在药方之中放入了解毒草 这让中年巫医一时之间拿不准了主意 他的额头之上逐渐渗出了汗水 大脑飞速地运转模拟 但是 奈何中年巫医哪怕行医这么多年 却也没有经历过如此古怪的案例 林默在最后一位加上解毒草 必然有他的用意 这四种剧毒植物若是在一起遇到解毒草 莫非真的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逆翻咸天 无毒 最终中年巫医沉声地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实在是中医史上有太多的案例证明了 毒药并不是一直都是毒药 只要药力搭配得到 那么毒药也能够瞬间转化为救人的圣药 林默听到中年巫医的答案 在他不可置信的目光中摇了摇头 这四位剧毒之物 哪怕是一位 解毒草都不可能解开 更不要说四位毒药融合在一起 放多少解毒草都没有用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里面加解毒草 中年巫医气急败坏地瞪着林默 若不是林默故意在里面加了解毒草 而自己用惯性思维去考虑林默的答案 才会得出没有毒 若是林默没有在里面加解毒草 自己肯定不会答错 什么时候 出题还不能加入错误的事情 去进行迷惑了 林默平静地看着中年巫医 冷冷地说道 中年巫医的脸色 顿时一阵轻一阵红 巫医大人 他就是仗着逻辑骗您而已 没错 不就是说的意思吗 我们支持您 周围群众的声音再次响起 让中年巫医的脸上再次出现了自信之色 好 这一局输了便是输了 但是下面的武斗以及实践 我就绝对不会再让着你了 中年巫医特意在话语中加上了 不会再让着你这几个字 来表明出自己刚才之所以会书 是因为故意让着李默而已 周围的群众再次爆发出了欢呼之声 巫医大人加油 一定可以引过这个卑鄙小人的 刚才不过是巫医大人让他一下而已 没错 若不是巫医大人可以让着他 他怎么可能答对巫医大人的问题 锅躁的声音 让李默的眉头微微皱起 目光扫尸四周 李默的目光所到之地 刚刚还欢呼大叫的群众直接哑火了 两人分别坐到了两边的两把椅子上 周围的群众身体不舒服地纷纷走出 巫医大人 我最近一直感觉油闷 呼吸困难 巫医大人 您帮我拔把脉 我最近一直流鼻血 巫医大人 您 相比于中年巫医那里群众的争先恐后 李默的桌子之前只有几个年轻人冷着脸走了过来 为首的年轻人眼神不屑地看着李默 若不是巫医大人那边已经排满了 自己才不会来李默这边呢 一个半出茅庐的小子为了名声想来踩巫医大人 真的是不嫌害臊 他刚想坐下 李默的声音就直接响了起来 你这是肾虚 回去多补补就好了 少放纵 多休养 年轻人脸色顿时僵住了 他仿佛已经能感受到身后同伴以及周围奇怪的目光 你把脉都没有把 凭什么说我肾虚 年轻人对着李默大吼道 只要确定他在瞎说 自己的名声就还在 神皮乏力 眼带深沉 精神不振 最重要的是 你就站了这么一小会儿就开始冒虚汗 若是再这么持续下去 你就会彻底将自己的身体搞垮 李默坐在椅子上 看着年轻人不急不慢地说道 中医最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四个方法 李默只是简简单单地看了年轻人一眼 就看出来他有严重的肾虚 大哥 难怪你每天晚上都不跟我们出去 亏我们把你当大哥 有女人你都不告诉我们 年轻人身后的同伴们纷纷响起了一份甜鹰的声音 年轻人面色发红 恨恨地看了李默一眼 随后快速地转身向着远处跑去 他本以为李默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 没想到现在却有如此深厚的学识 不仅没有揭穿李默的真面目 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李默坐在椅子上 目光粗略地扫过了其余几人一眼 开口悠悠说道 三人一一被李默点了出来 顿是没脸再待在这里了 李默身旁的乌依 余光看到李默居然如此厉害 只是简简单单地看上一眼 就会知道对方身体的状况 这就算是行医几十年的老中医 都很难做到 中年乌依的眼中带着震惊之色 莫非李默并非是一个 初出茅庐的愣头青 而是一个艺术天赋极强的天才 周围人群的惊呼之声 让中年乌依的动作不由地加快 你肾虚 你胃病 你熬夜导致肝脏亏损 每一个来到李默位置前的人 都被准确地说出了自身的问题 林默并且还给出了他们的各种解决方法 基本上不到一分钟就能看好一个人 而中年乌依不仅需要仔细地询问各种症状 甚至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脱一些衣服去仔细观看 这样的对比成立下来 人群中的声音也逐渐变了方向 是他 没错了 他就是我老公 他们虽然在精神上面被暗暗进行了引导 但那也只是让他们不敢相信林默的医术而已 但此刻林默的姿态 以及圣券在握的把握 让所有人的内心有些动摇起来 桌子上刚刚乌足大汗插上的长箱 此刻已然快要燃尽了 中年乌依的眼中流露出浓浓的不甘之色 他的眼中闪过很辣 向着身后的巷子打了一个手势 长箱燃尽熄灭了 只认你一定是巫医大人今天的状态不好 我们要求改天再进行 围观的观众们内心的信仰纷纷被林默打破 被中年巫医影响最深的几人 纷纷着急地叫喊了起来 第1443集 巫族事情结束 中年巫医阴冷的眼神 看了一眼身后的巷子 悄然无声地点了点头 柳叶巷之中 此刻站着一名身材矮小的老女人 她的手中拿着一个小小的蛊虫 此虫名曰灭亡蛊 只要能够进入敌人的身体 无论对方多么强大 都会在瞬息之间死亡 只是每次使用完后 灭亡蛊也会随之死亡 所以灭亡蛊的数量极为稀少 老女人的手掌抬起 一股力量将灭亡蛊飞快地射向了林默 原本还一脸平静的林默 忽然感觉到身后的一丝危机 修长的右手 直接拿出太阿 剑芒冲天而起 一个黑色的小虫子 在这股霸道无比的剑芒之下 直接化为了灰烬 林默原本平静的面色冰冷了下来 冲天杀意透体而出 柳叶巷外 原本安排的五盟成员 一个个顿时围了过来 所有人全部离开 一道道小虹点 出现在了中年巫医的额头之上 眉心已经刺骨的疼痛 疯狂地向着中年巫医传递着一个消息 死亡的感觉正在蜂拥而至 中年巫医看着短短几秒钟 就将柳叶巷彻底包围的五盟成员 顿时就明白了 他们早就做好准备了 中年巫医也知道自己彻彻底底地输了 碰 大祭司 不要啊大祭司 中年巫医没有去搭理身后的巫族族人 轰然对着林默下跪 脑袋放在地上 将所有的姿态放到了最低 五盟的大人 这一切都是我这个被欲望掌控的家伙的指使 只求你能够让我身后的族人们离开 我愿意自财谢罪 中年巫医的声音中充满了悲凉 或许自己当初打开那本秘籍之时 就早已经不再是自己了 而是一个被欲望所掌控的行尸走肉 柳叶巷内的巫族们 看着中年巫医的模样 一个个沉默了下来 我知道我的错误十分的严重 但是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中年巫医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死到临头 原本有些悲凉的声音也平静了起来 林默手持太阿夺夺步走到了中年巫医的身前 太阿的剑尖放在了中年巫医的身体一处 林默淡然道 是这里 对吧 中年巫医有些错愕地抬起头 目光与林默平静地双眸对视在了一起 下一刻 太阿的剑尖直接插进了中年巫医的身体之中 疼痛让中年巫医痛苦地嘀吼了一声 柳叶巷内的巫族们见状 一个个顿时目自欲裂 他们的大祭司此刻在被人拿着剑折磨 他们却只能在这里看着 自己止一下血 林默将没有沾染上丝毫鲜血的太阿拔了出来 深邃的双目看向了跪在地上的中年巫医 你应该庆幸你到现在没有伤害一个人 今日我废除你的经脉 让你无法再次施展功法 明日之前带着所有的巫族族人 离开海方城吧 林默略显平淡的话语 却让中年巫医浑身颤抖了起来 他没有想到林默居然愿意放过自己 并且还让自己带着所有的族人安全地离去 他难道就不害怕自己离开之后 重新回来报仇吗 林默的身影在中年巫医的眼中不断地放大 他狠狠地对着林默叩手大声地说道 你今日的恩情 还是我巫族比将百倍偿还 他知道自己和林默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人 林默的眼界实力心胸都不是自己可以相比的 自己还一直狂妄地不把林默放在眼里 中年巫医对着林默磕头的场景 让身后的巫族们纷纷惊呆了 那个人伤了大祭司 大祭司居然还给他磕头 你们快看 那个人带着所有人都走了 他没有杀大祭司 大祭司还活着 一群巫族发现了中年巫医并没有死亡 顿时兴奋地冲了上去 将中年巫医小心地搀扶了起来 大祭司 你怎么样了 领头的壮汉看着中年巫医小心地问道 中年巫医对着众人点了点头 开口吩咐道 我没什么大事 你们快回去收拾东西 我们今天晚上 连夜离开海坊找 中年巫医的话语顿时让所有人都呆愣了一下 大祭司 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为什么要离开 对啊大祭司 我们在这里住了这么久 我不想走 中年巫医面色有些苍白地看着周围熟悉的一切 沉声说道 今晚必须走 赶快回去收拾东西 在中年巫医严肃沉重的话语之下 所有人面带不甘地回去收拾东西 中年巫医坐在巫馆的门口 轻轻地抚摸着自己亲手安上去的大门 他也不想背井离乡 离开这个居住了几十年的城市 但是自己犯了错 就要认自己的惩罚 甚至自己本来都以为会活不过今天 但是没想到 林沫仅仅只是废了自己的一条经脉 无法再次动用那本巫术而已 另一边的大街 小黑拉着林沫的手 有些好奇地问道 老师 他犯了那么大的错误 我们就让他这么走了 在小黑看来 如此大的错误就应该去蹲小黑屋 林沫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小黑的头顶 温和地说道 小黑 所有的事情 并不是只从表面上去观看的 下雨了 海芳城的天空之上 快速地下起了嬉嬉小雨 雨水滴打在行人的身上 让他们的步伐更加匆忙 地面上四处爬行的蚂蚁们 一个个被冲得无家可归 他们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了 明明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湿气 却突然下起了雨 路边的大树 在雨水的冲刷下 好似散发出了新的生机 一只只羽毛艳丽的鸟儿 落在大树的树枝上避雨 青石地砖铺成的长街之上 身着白衣的林沫 打着一把黑伞 将小黑拉在身边 塌塌塌 雨水清脆的声音 击打在黑暗之上 小黑看着外面薄薄的雨幕 有些开心的伸手去抓了抓 肉肉的小手 与雨水接触时冰凉的触感 让他再次缩了回来 老师 我们不回住的地方吗 小黑发现林沫 带着自己走的方向不对 抬起头看着自己的老师 好奇地问道 林沫的目光 看着天空之中落下的雨水 回应道 老师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一趟武盟 到时候 小黑你要乖乖地待在武盟里面哦 小黑乖乖地点了点头 他知道 自己要是跟着老师 老师一定会有所顾忌 不仅帮不上老师的忙 反而会拖老师的后腿 街道上的雨水气息逐渐浓郁 空中的小雨也在逐渐地变大 就连他们好像都感受到了一场马上就会到来的大战 为什么 为什么林沫总是能要 为什么所有有力条件都在他那边 你们都是一群什么都成不了的废物 一群只能靠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家业 欺转怕硬的废物 慕容家家主宅院中 慕容江河神色疯狂 右手一一地指着在座的所有家主 你王家一个爆发户 也想寄身海防出大家族 呸 你李家更是一团垃圾 新一代全是酒囊粉带 你死后你家土崩瓦解 你 慕容江河一个一个地将所有的家主都怒斥一遍 丝毫没有去顾忌他们早已难看至极的脸色 你王家的下眼也都是一群废物 去搞个小事情都会被你抓住 外面逐渐变大的雨声 却是深入骨髓的恐惧 他怕了 他早已经怕了 他已经不想再去和林墨做继续的抗争了 当他的最后一张底牌 华夏谢家派来的人听到慕容江河所说的情况后 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转身就走 唯一留下的一句话就是 你们现在必出 等死吧 在慕容江河呆滞的身影中直接转身离开 王家家主看着慕容江河血红的双眼 嘴唇仿佛被牢牢地焊在一起 无法张开 自己手下们都是什么德行 他很清楚 平日里拿着自己的钱替自己办事 但是要真遇到什么生死危机 那些手下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将自己这个所谓的家主抛下 这就是根基太薄的缺点 根本没有完全可以放心的人手使用 估计那些家伙现在已经将自己等人说了个干净 慕容江河见到王家家主不说话 哪怕内心再怎么愤怒 也如同打在棉花之上 看着坐在屋内的十几位家主 慕容江河的脸上显露出了疲惫之色 对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了 慕容江河的语气之中充满了浓浓的不甘之色 若不是现在的局面已经成为了死局 林默的手中不仅仅掌握着那名下人以及慕容一 就连王家家主派出去搞破坏的下人 现在也在林默的手中 自己等人的所有证据 现在都被林默把握在手中 内心久久无法散去的危机感 不得不让慕容江河做出了这个决定 他的目光远远地望向了慕容家的后山 那是慕容家的家主慕容海闭关的地方 慕容海在闭关之前曾和慕容江河说过 在慕容家或者武盟遭到了什么无法解决的事情时 可以前往慕容家后面的山洞换他出关 此刻的局势已经不是慕容江河可以继续掌控的了 我回去家族的后山唤醒家兄 这也是我们的一线生机 在这之前 我希望各位能够老老实实地坐在这里 哪怕离我杀进来 将刀放在你们的脖子上 都不准动 说吧 慕容江河直直地走入了雨幕之中 他没有去打伞 任由已经变成庞陀大雨的雨水打在了自己的身上 屋内的一个个家族家主面面相去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听取慕容江河的话语坐在那里 今日的海芳城哪怕下着雨 空气却比往日清新了很多 但却隐隐地隐含着金戈铁马的沉重之气 之前还能在门口玩耍的小孩子 纷纷被大人们叫回了家 青石长街上 齐刷刷地走来了一批人 他们身着缩衣 腰间跨着长刀 身后背着用隔语布包裹着的枪械 缩衣之下 衣服上大大的五字 彰显出了他们的身份 五盟 他们行走于大雨之中 直直地向着自己等人的目的地 慕容家族走去 慕容家族祖宅的各个街道之外 每一条街道都有着身着缩衣的五盟成员战首 整个慕容家族已经被进行了全方位的包围 并且还是光明正大 随处可见的包围 大雨之中的氛围 在五盟成员的到来之后 更加的沉重 此刻的慕容家祖宅之内 宛如热锅上的蚂蚁 所有人看到祖宅之外 站得笔直 腰间跨道 哪怕是不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那里 那股压力也如同山呼海啸一般袭来 配合上天空中愈加沉重磅礴的雨幕 慕容家根本就没有人能够静下心来 慕容家辈分最高的老人 慕容江河 以及慕容海的大爷爷慕容周 从一间小屋内 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 他的弟弟就是上上上任的慕容家家主 也就是慕容海和慕容周父亲的父亲 慕容周在下人小心翼翼的搀扶中 走到了慕容家的主院 自从自己的弟弟死后 慕容周就早早地不再插手慕容家的事情 如今慕容江河不知所踪 慕容家顿时群龙无首 无奈之下大家只能将慕容周 这位辈分最老的人物请出来 慕容江河呢 慕容周看着站在一旁的慕容池 沉声问道 慕容池脸上也是一脸的茫然之色 太爷爷 我也不知道父亲去哪里了 慕容池对着慕容周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慕容江河刚刚还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但是就过去了这么一小会儿 人就找不到了 慕容周苍老的脸上 露出了浓浓的怒火 对着下人说道 慕容江河咱且不要管 事情的来龙去脉 问清了吗 一旁搀扶慕容周的下人脸上 带着慌乱之色 快速地对着慕容周汇报道 太老爷 现在整个祖宅内 没有一丝一毫的信号 我们的信号被全面断掉了 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和外界联络 获得一丝一毫的消息 慕容周的脸上露出浓浓的无奈 气急地对着下人说道 那你们就不能出去问这些人 慕容周的语气中 充满了对现在慕容家的失望以及自责 外面的五盟成员到现在 也仅仅只是包围了慕容家的祖宅 没有一丝一毫的进攻意图 这不就表明了 现在最起码还有什么大人物没到吗 现在不出去求情 难道等人家进攻吗 慕容周看着整个慕容家的成员 眼中全是失望 或许是自己这些年太过于放纵慕容家了 导致慕容家现在已经沦落成了这副样子 慕容周的话语 让下人快速地跑了出去 很快 一身衣衫已经湿透的下人 从外面跑了进来 太老爷 不行啊 那些包围我们的人 根本就不愿意说话 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下人的话语 宛若惊雷一般 狠狠地击打在了慕容周的内心 慕容周面如土色 身体直直地向着后方倒去 什么人连看都不值得看一眼呢 只有死人 老太爷 一群人吓了一跳 一个个跑了过来 快速地围住了慕容周 一个个面色紧张 生怕老太爷直接惊死过去 不 慕容周双目暴凳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太老爷 叫医生 快去叫医生 惊慌的声音 顿时在大堂内响彻了起来 所有的慕容家子孙 一个个面色焦急 慕容江河刚刚失踪 现在慕容周又口吐鲜血 慕容家现在本就动到 绝对不能失去慕容周 这根定海神针了 都给我回来 原本差点摔倒在地的慕容周 忽然站了起来 她的脸色红润 双目炯炯有神 看上去根本就不像一位 年已过百的老人 此刻的慕容周面带笑意 脸上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惊慌之色 她的目光看向了外面的羽目 哈哈一笑 看来上天对我慕容周不保 今日特地来送我一场 慕容家的大厅内 所有人纷纷跪下 尽管拼尽全力的压制 但还是响起了低声的哭泣 慕容周的目光扫视一圈 看着众人高声说道 都哭什么哭 老夫我能走到今日 已经是转烂 都给我起来 二房三房 你们都过来 两名中年人快速地走了过来 威红的眼眶 无不证明了他们刚刚也哭了出来 我走之后 你们就是慕容家的下一任掌权人 慕容家如今逐渐没落 你们带着慕容家 一定要好好生活 严管所有顽固子弟 不可惹事生非 两名中年人面色惊慌 刚想说些什么 慕容周那双皮包骨头的大手 放在了两人的双肩之上 第1445集 赔罪 慕容周苍老干瘦的身体 静直地向着外面走去 消失在了羽目之中 跪在地上的族人眼含热泪 气刷刷地对着慕容周离去的背影一半 他们也知道 慕容家族的定海神针没了 所有族人内心的动容悲伤之情 快速地转变 转变成了对慕容江河 皆私底里 恨不得抽筋八皮 大写八块的恨意 若非是慕容江河这些年 在暗地里做了那么多坏事 并且还惹上了这位武盟的大人物 慕容家族怎么会遭受 如此巨大的劫难 慕容家族的定海神针 也不会就这么含着一口气 去为儿孙争个机会了 慕容江河 从此之后彻底逐出慕容家 谁在找 谁反对 那两名被慕容周任命为 下一代家主的中年人 站起身来 目光看着其余的族人 冷声说道 我等赞同家主意见 所有人同声地说道 慕容家的祖宅门前 打着那把黑散的林墨 宛如散步一般地 来到了祖宅门口 见过泰山史大人 所有身着缩衣的武盟成员 在这大雨之中齐声开口 他们的声音 没有那么的慷慨激昂 有的只是语气中沉沉的寒意 充满了寒意的声音 甚至让这遮天雨幕 都抖动了一下 他们都是武盟 最为精锐的成员 何而这次将武盟 所有的成员调动 所有参与了 这次世界的家族们 一个都逃不掉 现在他们的主宅 在外面也早就围满了武盟的人员 这就是武盟的真实实力 不出手还好 一旦出手 自当一名惊人 何而此刻也是身着一身缩衣 宽大的身体 却让缩衣有些不能勉强地遮住他的身体 看上去在这严肃的氛围之中有些滑稽 各位大人 老朽慕容舟 前来请罪 雨幕之中忽然响起了一道声音 慕容舟从慕容家的大门 快速地走了过来 雨水打在他的身上 将他的衣衫打湿 看上去让他这位老人看上去有些狼狈 枪 一道的刀光剑影 出现在了武盟成员的手中 清脆的刀剑轻吟之声 在这片雨幕中响彻 几名武盟成员 快速地来到林墨的身前 手中的长剑 对准慕容舟 以保证有任何不对劲 可以直接将后者击杀 并且用自己的身体挡在林墨身前 哪怕有什么暗器 也能为林墨挡下 不必如此 让他过来 林墨轻轻地 对着身前戒备的武盟成员说道 他一眼就看出了慕容舟 不过是回光返照 吊着一口气 等这口气散了 他也就该走了 此刻哪怕是林墨出手 都救不回来这位老人了 哪怕你伤得只剩下一口气 林墨都能救回来 但现在老人能够活着 也只是因为内心 那个强烈的心愿 疯狂地榨干着老人的身体 支撑着他的动作 诸位大人 老朽慕容舟 这次前来就为了说一句话 您看成吧 慕容舟的身子微微弯曲 表达了对林墨 以及何二的敬意 何二的目光看向了林墨 胖胖的脸上 想要说些什么 何大人 有话直说便是 林墨自然看出了何二的犹豫 直接开口说道 听到林墨的话语 何二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贴在林墨耳边说道 林大人 此人是慕容舟现在 辈分最大的老人 慕容舟上一人家主的大伯 就连已经闭关的盟主见了他 都要恭敬地 问他叫一声打爷爷 何二向着林墨 缓缓地阐述老人的身份 并且他早在多年前 就不再参与慕容家的事情 现在出来 估计是慕容家的内部 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 听完何二的解释之后 李墨轻轻地点了点头 很经典地 小的惹了事情 长辈出来擦屁股的场面 李墨的目光看向了慕容舟 开口说道 说吧老先生 让我听听 你想说些什么 李墨的话语 让慕容舟的脸上 露出了一些喜色 对方现在愿意听自己说话 就代表慕容家还有转机 两位大人 我知道两位的难以 慕容将和心思的爱徒 暗中安排人去对付 真月时大人 并且一而再 再而三 老朽可以理解 真月时大人内心的愤怒 李墨撑着手中的黑伞 目光平静地望着对方 他知道对方肯定不会是 跑出来吊着一口气 就为了说这些话 但所有的事情 都是慕容将和乃一脉所为 慕容家其他人对于此事 甚至大多都不知道 真月时大人 不管是用催眠 还是其他手段 慕容家的其他人 绝对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慕容家愿意逐出慕容将和这个不忠不孝之人 并且将他内一脉所有参与的此事之人全部交出 只求真月时大人 能够让那些毫不知情的族人安全地生活下去 慕容周重重地对着李墨败了下去 他并没有对着李墨撒谎 慕容家参与了针对李墨暗中破坏的就只有慕容江河那一脉 其他的慕容族人多数都只是看看没有说话 他们不愿意去做这种事情 但是身为一个家族的族人他们也不能去阻止 磅礴的大雨击打在慕容周的背上 让他红润的脸色逐渐苍白了下来 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李墨看着慕容周轻笑了一下 不如 慕容家后面的假山 这是一座被慕容海人工建造的小山 慕容海的闭关场所所在 也就是在这座山的山顶 慕容江河行走在小路之上 雨水将他的衣服打湿 甚至让慕容江河无法睁开眼来 他只能眯着眼行走在山路之上 短短几分钟的路程 慕容江河却走了十几分钟 山顶是一栋纯石头所打造的 当时慕容海进去之时 只带了一箱压缩饼干 并且当着所有人的面说道 我死之后此屋崩塌 也就是这句话让慕容海 哪怕三十年都没有出来 但是却依然让人坚信着他还活着 慕容江河怀着复杂的心情 走到了山洞的门前 站在门口声音沙哑地大声喊道 大哥 慕容家有难 除了你 无人能够化解 你闭关了三十年 也该出来了 慕容江河的声音 回响在小山的山顶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整个山上确实没有一点声音 回应慕容江河 若是在外面 估计别人会把他当成一个傻子 狂风暴雨中 慕容江河看着面前的石屋 沉默不语 哪怕没有一丝一毫的声音 但他仍然没有离开 慕容江河不相信 若是自己的大哥慕容海真的死了 会不按照自己的话语 让这座石屋坍塌 忽然只有雨声的小山之上 出现了一阵微弱的声音 慕容江河眼前的石屋忽然颤动了起来 一道道裂痕 出现在石屋的墙壁之上 下一刻 石屋就瞬间化为漫天碎片 一名上身赤裸 下身是一件短阔的男子 出现在了慕容江河面前 他浑身上下的古铜色肌肉之上 全是大大小小的各种伤口 一股宛若凶兽一般的气息在他的周围不断散发 慕容海的目光缓缓睁开 一抹寒光在他的眼中一闪而过 让原本看着慕容海的慕容江河浑身顿时僵硬 好似很多年没有活动过一般 慕容海的身上发出炒豆子一般的声音 噼里啪啦的声音在慕容海的身上响起 慕容海的目光看向了慕容江河 声音沉稳 宛如一只刚刚苏醒的巨虎 我猛真也是礼墨打上来了 现在只有你出手了 第1446集 出关 磅礴的大雨冲刷在了慕容海的身上 好似在为他洗刷着身躯 听到了慕容江河的话语 慕容海顿时神情一乐 五盟的人是何儿吗 三十多年前 慕容海二十多岁之时便成为了五盟盟主 但后来为了攀登武道的更高境界 他选择了必死关 现在已经过去了多久了 慕容海看着慕容江河询问道 哎大哥 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看着慕容江河身上被岁月留下的痕迹 慕容海的眼中闪过了感慨 江河 你老了 他慕容海 虽然是一个武痴 但对于慕容江河这个弟弟 也还有一些感情的存在 慕容江河听到慕容海的话语后 沉默不语 是啊自己早已经老了 没有了年轻时的豪气 以及侠肝义胆 现在的自己若是有足够的利益 估计会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牺牲吧 慕容海的视线看向了前方 好似透过雨幕 看到了包围在慕容家门外的五盟成员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 江河 你已经变了 慕容海静直地从慕容江河的身边走过 脚尖用力 整个人瞬间宛如炮弹一般 直接弹射了出去 小山的山顶之上 只留下了一句 这次无论发生了什么 我都会帮你处理 但你好自为之 空无一人的小山山顶之上 慕容江河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 紧接着 他爆发出了宛若疯子一般的笑声 慕容海 你觉得自己很优秀吗 我前半辈子都活在你的阴影之中 现在后半辈子 你也要用影子遮开我 都去死 都去死啊 这位被称为慕容家绝代智囊 诸葛在世的慕容江河 今日被慕容海的一句话 彻底化为了一个疯子 看 来了 慕容家祖宅的门口 撑着黑散的林墨 对着站在雨中的慕容周说道 远处的屋顶之中 一个人飞快地纵横而来 身形霸道 每一次踩在屋顶之上 就瞬间冲过来一大段距离 慕容周也看到了远处的那道人影 脸上露出了苦涩 慕容家武功有如此高超的 便只有一个人了 海方城武门会长 慕容家家主慕容海 浑身上下 只穿了一件短裤的慕容海 跳了下来 静静地站立在慕容家 慕容家家主慕容海 当初他为的判断武道顶峰 选择别的死官 现在估计是被慕容家 好那个混账东西 从闭关中喊了出来 慕容海有些魁梧的身体 站在慕容家的祖宅之前 一人的身躯 好似能够阻挡千军万马 他的目光看到林墨时 陡然一亮 慕容海在闭关之前 将海方城的所有高手 挑战了一遍 几分高下也决生死 海方城所有能被他看上的高手 全部都死了 只能在死之前 在慕容海的身体上 留下一道疤痕 但他们却始终没有让慕容海 找到那种生死之间的感觉 但看到林墨时 他感觉到了 慕容家慕容海 今日请站 这一站几分高下 也决生死 慕容海说完之后 并没有任何动作 但是他的浑身肌肉 却紧绷着 就如同一只叙事待发的猎豹 慕容海甚至没有去提一句慕容家 对他而言 哪怕是在身边 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慕容江河 也不过是一个略微熟悉的人罢了 慕容家也就只是一个 生活在自己羽翼下 父亲递来的累赘 此战若胜 林墨生死 慕容家自然没有了丝毫的事情 但此战若是输了 哪怕林墨不下杀手 慕容海也不会活着 因为他不需要一个敌人 对自己怜悯 林墨看着慕容海 眼中闪过了一丝战意 慕容海已然抵达了半部宗师 若是他能有一场 和同等对手的对决 也并非不能突破宗师境界 将手中的黑伞递给了和尔 在对方担忧的面容之中 林墨漫步走了出去 修长的右手之内 出现了古朴浩然的太厄 武蒙林墨 今日接战 林墨的话语落下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下一刻 慕容海与林墨不约而同地斗了起来 在这已经影响视线的白色羽目之中 飞速地向着对方靠近 慕容海的脚趾踩在地上 猛然发力 强大的力量 甚至让周围的青砖都直接破碎 他的身影让周围的羽目都不油地 被冲开了一条道路 林墨手持太厄 一袭白衣 在羽目之中却没有沾染分毫雨水 所有即将要接触到林墨的雨水 都被他用力量分开了 面对宛若猛虎一般袭来的慕容海 林墨手中的太厄 散发起了盈盈白光 一道白色的皮链 顿时从太厄之上挥出 袭向了慕容海 林墨的心里 还是很欣赏慕容海这样的舞痴的 可惜他的家族却牵连了他 这一剑林墨只用了六成的力量 慕容海见到林墨袭来的剑气 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大喝道 来得好 他的右手直接成拳 白色的劲气出现在了拳头之上 慕容海一拳直直地砸向了白色的剑气 碰 慕容海的拳头与剑气触碰在一起 宛若击打在了实质性的物体上面一般 一道道进风 从慕容海的拳头以及剑气的交界处散发而出 垂直落下的雨幕 在攻击的进风之下 也被刮向了远处 慕容海身后的祖宅之中 慕容家族的族人正邻着雨悄悄观看 当看到慕容海 一拳和林墨的剑气 对持在一起时 一阵阵的惊呼声从祖宅之内响起 家主大人好厉害 面对那个男人的攻击 居然丝毫不惧 直接迎难而上 哼 那个林墨也就是一个欺民道士之辈罢了 没错 家主一定要杀着他 维护我慕容家族的颜面 就这样的小编三 我们慕容家多得是的 我看家主还没有发挥权力吧 这些尖锐刺耳的声音是慕容江河一脉 他们盼望着林墨的死亡 这样慕容海不管族事 慕容江河便又可以执掌大权了 而他们身为慕容江河一脉 自然可以享受更多 二房三房的两名中年人眉头一皱 两人的训斥非但没有让慕容江河一脉 安静下来 反而一个个声音更加的大了起来 哎呦呦 刚被那个老东西认为下一代家主 就要拿自己的族人立威了 一个老不死的东西 说的话居然也真有人相信 就是慕容海家主还活着呢 你们两个就想上位了 有能耐出去打敌人 说自己人算什么本事 慕容江河一脉的人还不知道 他们所说的慕容江河 此刻正疯疯癫癫的 在那个小山之上 不断地瞎跑 他们尖锐刺耳的声音 让两名中年人的面色难看了起来 将这些家族罪人全部关起来 等待事后按家法处置 两名中年人的声音 让慕容江河一脉的人顿时大吃一惊 他们一个个对着两人怒目而是 咆哮道 你们二房还有三房敢关我们 你们等家主回来 一个也跑不掉 你们这是想要家族内部产生分歧以及争斗吗 他们的咆哮声丝毫没有让二人改变主意 不再去理会那些被拖走的人 两人的目光继续看向外面的鼻童 此刻的大雨已经足以让人感受到疼痛 第1447集 破宗师 狂暴的羽目之中 慕容海再次发力 彻底地将这道剑气击碎 砰 剑气破碎 四散消失 慕容海的手背之上已经出现了一道伤痕 鲜血顺着伤痕蜂拥而出 顺着指尖滴落在地 使出你的权力 我不需要你的权让 慕容海的眼神透过身前的羽目 怒视着林默 在他看来 林默的手下留情 反而如同在侮辱他一般 他在林默身上感受到了死亡的危机 对方的实力不可能只有这些 慕容海的身影再次向着林默疯狂袭来 林默的脖唇轻轻张开 诞声说道 如你所愿 林默的手臂抬起 手中太鹅不断上下挥舞 弯跃一般的剑气 宛若狂风骤雨一般 向着慕容海袭去 短短一两秒 几十道剑气浪潮 就冲到了慕容海的面前 慕容海眼睛中充满了亮光 丝毫没有躲避的打算 直接冲进了剑气海洋之中 家主大人怎么直接冲进去了 家主不会出事情了吧 闭上你的乌鸦嘴 慕容家族的族人们纷纷发出惊呼 就连两名中年男人的眼中 也都出现了紧张之色 舒服 一声大吼响起 慕容海直接凭着肉身 冲过了剑气浪潮 他的身影宛若游龙 直接来到了林默身前 一拳挥舞 狠狠地向着林默袭去 林默也不再动用太鹅 而是直接施展起了之前白老爷子教导的白家十二伞手 两人的拳脚不断地碰撞在一起 发出一声声的闷响之声 慕容海的脸上露出了畅快的笑意 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在欢呼雀跃 他们已经迫切地期待了很久这样的战斗 林默也快速地动用着白家伞手和慕容海打斗着 林默很久都没有进行过如此畅快淋漓的战斗 整个人的战意也高昂了起来 他的攻势死死地压制着慕容海 逼迫着对方 现在的林默也仅仅只是动用了七成的力量 他要亲手将慕容海逼到宗师之境 那样的战斗才有意思 在林默密不透风的攻击之下 慕容海浑身上下逐渐轻肿了起来 但他的目光却更加的锐利 浑身上下的气势也更加的恐怖了起来 这一招名曰霸天 终于慕容海全神贯注地 将自己全身的力量都融入了这一招之内 强大的劲气包裹在慕容海的拳头之上 这一拳后自己可破宗师 你的恩情我慕容海成下了 慕容海霸道的一拳直接分开羽目 向着林默一拳轰来 林默面色露出笑意 大声说道 这样的一拳才够劲 两人不约而同地露出笑意 林默彻底将白家十二伞手施展开来 也不再去压制自己的力量 全力爆发 现在的慕容江河 才有让身为宗师的林默睁眼瞧的实力 慕容海的霸天和白家的十二伞手最后一式碰撞在了一起 强大的力量让两人身下的地面一层层的归裂 甚至已经逐渐地凹陷了进去 给我破 慕容海体内的全部力量汇聚起来 冲击着那阻拦着他的最后一道瓶颈 只要突破了这道瓶颈 自己就可以踏入宗师之境 就能去领略宗师眼中的境界 到底是何等地步 忽然慕容海的口中猛然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他体内的一部分气血 已经在一种毒素的沾染下无法动用 而强行动用他们的后果 就是毒素充满全身 不出三刻定然暴毙而亡 慕容海想到了自己闭关之时 慕容江河递给自己的那一箱压缩饼干 想到了自己这三十年来 每年吃一块 大多时间都只是喝露水 哪怕是慕容海这个武痴的脑子再笨 此刻的他也想到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箱压缩饼干内 早就被慕容江河下了毒药 亦或者说 那就是用毒药所制作而成的压缩饼干 但是发作时间极其漫长 三十年来 若非慕容海今日要踏入那宗师之境 甚至都不会知道 自己的体内会有毒 你想要跟我说便是 我可以给你 慕容海的口中喃喃自语 以他武痴的性格 无法想明白 一个明明是累赘的东西 慕容江河为什么会这么的想要 但下一刻 慕容海的脸色再次转变为了狂热 今日哪怕是死 我慕容海也要 登顶宗师 慕容海直接调动体内的气血 管他有没有毒呢 直接全部融合在一起 围绕着大周天奔腾 卡 慕容海的体内忽然响起了一道清脆的响声 这道卡了他几十年的锁链 断了 一股宛若狂风咒语一般的气势 从慕容海的身上爆发而出 慕容海轻轻地捏了捏拳头 感受着身体内的力量 满是战意地看着林墨冲了上去 林墨看着慕容海 眼中也浮现了浓浓的战意 两人打斗的进风都足以让地面归裂 半个小时后 慕容海的身影停了下来 他的身体已经无法再继续压制毒素了 纵然眼中满是战意 却只能抱着遗憾而终了 我没说你可以死 第二天 整个海芳城内流传起了一条消息 海芳城龙头家族掌门人慕容江河 以及数十家家族掌权人 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武蒙抓捕 海芳城各大家族皆是震动了起来 他们没有想到 身为海芳城龙头家族掌权人的慕容江河 会直接被抓 一个个暗自庆幸 自己当时没有选择去和林墨作对 伴随着慕容江河被抓的消息流传开来的 还有另外的一起骇人听闻的事情 慕容家家主慕容海出关了 并且在林墨的卫招下突破了宗室 这天的海芳城不知是何原因 空气都感觉带着甜 武蒙后院的沙场之中 两道人影正在不断地交手 一身白衣的林墨仍然是灰尘不染 而一身古铜色剑子肉的慕容海则是一脸的热血 林墨再次一招白家十二散手将慕容海的攻击化解掉 慕容海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愤愤不平之色 大声道 不打了不打了 跟打棉花一样 没意思 慕容海的话语让周围围观的五盟成员们 脸上纷纷露出笑意 他们本来以为会长大人会是一位雄霸天下 唯我独尊的强者 现在却发现就像是一个脑子里面只有肌肉的铁憨憨 林墨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之色 自己要是不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段 去化解慕容海的攻击 估计这家伙能打到精疲力尽才肯放弃 昨天慕容海浑身毒素爆发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死时 林墨九旋针封住了慕容海周天的经脉 用自己的力量将慕容海体内大部分的毒素 通过银针放血排出 慕容海现在就属于到了宗师级 但是力量又不够 你说他不到宗师级 但是却足以吊打宗师之下的所有人 哎 吃饭吃饭 和你打真没意思 慕容海一脸无趣的向着五盟二楼的食堂走去 自从昨天他看了一圈练舞的孩子们后 好像触发了奇怪的熟性 当看到小孩子们崇拜的目光时 慕容海虽然表面不说 但是透过他的眼神 林墨却感觉这家伙很享受 慕容江河以及那些家族的家主 全部被关在了海方城的监狱之中 当昨晚五盟的下属带着疯疯癫癫的慕容江河来到时 慕容海的眼中流露出了一些复杂的情绪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就算是养条狗死了也会伤心一下 更别说慕容江河这个相处了十几年的弟弟了 他是五吃 但不是白吃 当看到慕容江河时 慕容海便想要下意识地出手结束慕容江河的生命 第1448集 西奥比罗的谋划 在他看来 若是慕容江河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 估计也会想一死了之 不受这么多痛苦 这是他这个哥哥唯一能做的事情 但是当看着慕容江河恐惧的眼神 慕容海放弃了 武术学院在没了阻拦之后 为了可以更快 和尔又招标了几个建筑队进行改造 武术学院的雏形也已经渐渐地造了出来 并且林默昨天也已经联系了河山以及攀阳两市的商会 让两市的商会来海方市进行会谈 三方商会的交谈合作来促进三个城市的发展与安定 就在林默开始进行最后一环目标 对海方城进行改革之时 枫叶国伯爵之女齐奥比罗已经开始在暗中再次行动 暗潮再次涌动 这次齐奥比罗的目标已经不是放在林默的身上了 在枫叶国的一处农场中 一身紧身衣的齐奥比罗走到了正在为马匹疏毛的枫叶略身前 那双能够吸引无数男性眼光的大长腿穿着黑色的皮裤 完美地勾勒出了齐奥比罗的身具 但这双完美的大长腿却并没有吸引加百略的注意力 加百略穿着一身牛仔服 戴着大帽子 不须地给马儿梳着毛 齐奥比罗见到加百略居然不理自己 甚至还专心地盯着那只马匹 加百略 我在跟你说话 终于加百略不再继续为马儿梳毛 而是将手中的钢书放在地上 他的目光淡淡地看向了齐奥比罗 看到了吗 看到了什么 齐奥比罗看着加百略那张 略显英俊的面旁疑惑着 我眼中的惧怕 无能 以及平淡 加百略平静地阐述着 就好像在说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 此刻的他看上去 就真的像是一位平平无奇的农场主而已 往日里的荣华富贵 全是滔天 在现在的加百略眼中 好像已然微不足道了 现在他想要的就只是安安静静 在这个鸡脚嘎拉 过完自己这忐忑的一生 或许在很多年之后 他会自豪地对着别人说道 我当年 可是一位全是滔天的王子 但也就仅此而已 一个林墨就将你打击到如此地步了 齐奥比罗的语气中 带着浓浓的嘲讽与不屑之色 他不相信加百略 会因为这些小小的挫折 就丧失斗志 一或者说 齐奥比罗感觉此刻的加百略 就像是在伪装一般 没错 尊敬的齐奥比罗殿下 我怕了 齐奥比罗的嘲讽之声 对于加百略 丝毫没有起任何作用 他一个翻身跨在了身前的马身上 拉起马身上的缰绳 对着齐奥比罗说道 尊敬的齐奥比罗殿下 您要去找林墨麻烦 自己去便可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您 林墨的一路走来 就宛如一味神话的崛起 你胜不了他 话音落下 加百略一甲马的肚子 驾 马儿瞬间朝着前方的广阔之地跑去 齐奥比罗脸色难看地站在原地 看着策马奔腾的加百略 一个被林墨吓破胆的家伙 当初真是瞎了眼 齐奥比罗迈动着自己的大长腿 夫妻离去 他本以为加百略听到自己要去找林墨麻烦 估计会直接加入 没想到后者却是直接拒绝 马场之上正在策马奔腾的加百略 眼神闪烁 余光看着齐奥比罗离去的身影 没有多言 对方一定要去找林墨送死 加百略想拦也拦不住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齐奥比罗还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林墨从来就没有输过 齐奥比罗坐上了车 对着司机说道 去枫叶国的机场 司机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为难之色 小姐 老爷说了 不许您靠近任何机场 哪怕是高铁站也不行 齐奥比罗的脸上 顿时露出怒色 加百略这个废物皇子敢无视自己 现在一个小小的司机都敢这么忤逆自己了 别忘了 你每个月的钱都是我给你发的 齐奥比罗目光冷冷地看着司机 对方面对齐奥比罗的横眉冷队 无奈之下只得启动车辆 向着枫叶国的机场驶去 齐奥比罗殿下 这些是我们最多能调查到的资料了 在一架私人飞机的里面 一个吓人恭恭敬敬地 将一份情报递给了齐奥比罗 齐奥比罗接过手中的文件 开始仔细地查阅起来 这份情报是齐奥比罗花了大价钱 从情报贩子的手中买到的 现在的齐奥比罗 也已经意识到了林默的实力 以及所掌握的力量 若是硬刚起来 十个自己都比不过林默 所以只能在暗地里进行谋划 齐奥比罗殿下 我们的团队对林默的资料 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发现他的身边几乎没有弱点 他所结识的 都是各种全尸不小的人物 手下对着齐奥比罗说道 眼中还带着些许震撼之色 自己等人当时对林默进行分析之时 他的各种数值都达到了最高 可以说是一个接近完美的男人 齐奥比罗眉头微微一皱 开口问道 既然是几乎没有弱点 那么肯定还是有的了 手下点了点头 拿出一张照片 递给了齐奥比罗 照片上面的人正是方慧 以及徐建功的照片 这两人是林默的妻子 许班夏的父母 在华夏那边的叫法是 公婆 齐奥比罗看着手中的照片 疑惑地对着手下问道 我问你的是林默的弱点 你给我他岳父岳母的照片干什么 难道我还能直接去给他岳父岳母绑了 威胁他不成 齐奥比罗的语气中有些无语 虽然他失去了三皇子加百略这个智囊在身边 但是他本身的智商也不是太差 若是自己真的去把林默的岳父岳母给绑架了 估计林默会直接动用所有力量进行寻找 而自己一旦暴露 林默也会不死不休地对自己展开追杀 齐奥比罗殿下 根据我们的调查 林默的岳母方慧以前十分地看重林默 虽然林默之后地位增长 但是方慧的内心却担心林默会抛弃掉许半夏 并且林默的妻子在不久前失踪 根据最新的消息 至今还未找回呢 而方慧早就已经对林默长时间还未找到许半夏产生了不满 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方面进行谋划 手下的话语让齐奥比罗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林默 我明面上打不过你 那我就搞乱你的家庭 潘阳市一家新开的夏末早茶 此刻的门口正热闹非凡 今天是这家夏末早茶正式开业的第一天 潘阳市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因为林默的身份前来捧场 王老三来到了方慧的面前 脸上露出笑意 对着方慧说道 方老板 祝您开业大吉啊 方慧脸上满是笑容回应道 方慧长怎么还亲自前来 真的是受宠若惊啊 哪里哪里 应该的 王老三仅仅只是在夏末早茶 进行了一个剪彩 随后就急匆匆地再次赶回了武盟 前天林默发来消息 说海芳市那边已经稳定了 让自己派人前去商谈 汪老三这几天一直都在进行这些事情 找出潘阳市的游历企业前去 一位为潘阳市平日里极少见得到的大人物 纷纷露面 面带笑容的与方慧进行了交谈后离去 方慧脸上的笑容已然都快掩盖不住了 就在夏末早茶不远处的拐角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那里 一动不动 齐奥比罗已经到了 殿下 我们现在做何打算呢 坐在驾驶位上面的手下 看着齐奥比罗疑惑地问道 第1449集 伪装 齐奥比罗修长的大长腿交叠在一起 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 从一旁拿过一个化妆箱 齐奥比罗对着自己一顿休整 短短几分钟 齐奥比罗原本红润的脸色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如纸一般的苍白 胶艳欲滴的红唇也变得干枯开裂 齐奥比罗宛若换了一个人一般 整个人都失魂落魄了起来 拿起一件十分老旧 已经洗得发白的衬衫 没有顾及前面的手下 齐奥比罗直接将自己华贵的衣衫脱下 驾驶卫的手下 见到齐奥比罗脱下了自己的衣衫 赶忙将头低下 换了一身衣服的齐奥比罗 顿时从附加千金的身份 变成了一位穷苦百姓 但洗得发白的衣衫 却依然无法遮掩 齐奥比罗傲人的身躯 甚至还更加的衬托出了他的宏伟 齐奥比罗对着后视镜 看了一下自己的装扮 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在这儿等着 留下这样的一句话后 齐奥比罗直接被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整个人的气质神情 瞬间发生了变化 脸上原本高傲自信的表情 彻底隐去 浮现出来的是 柔弱无助的弱女子神情 她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无助以及迫切 无意识地向着方慧的方向走去 夏末早茶中 交代完事物后的方慧 打算开车离开 远处走来了一个女孩 方慧的身子微微一挪 避免撞上 接着就拿出了手机 打算打电话 忽然 方慧感觉到自己碰到了什么东西 手中的手机 直接摔落在了地上 谁啊 走路没张眼吗 看着自己已经摔碎了屏幕的手机 方慧顿时抬头怒喊 一脸可怜无助的奇奥比罗 站在方慧身前 眼眶寒泪 急声说道 对不起 我刚才走神了 这一切肯定是奇奥比罗 故意为之的 为的就是能和方慧搭上话 赔钱 我的手机很贵的 不知道吗 方慧看着眼前柔弱的奇奥比罗 郁闷地大喊道 自己的手机里面 有很多重要的东西 现在摔坏了 休还要好几个小时 满眼嫌弃地 看了看衣着老旧的奇奥比罗一眼 方慧暗骂一声 畏气 痘大的泪珠 顺着奇奥比罗的眼角滑下 他从自己的口袋中 拿出了零碎的现金 断断续续地说道 对不起 我身上只有这么多钱 我老公身上有钱 你等我找到我老公 我一定还给你 方慧神色略有些诧异地 看了奇奥比罗一眼 你老公电话多少 在哪里工作 我带你去找他 看着自己摔碎的手机 方慧现在虽然有钱 但是也舍不得自己掏钱花 虽然带着这个女人 去找她的老公有些麻烦 但方慧更倾向于后者 我老公叫林默 我不知道她的电话号码和工作地点 她大多时间都在出差 每周只会来看我一两次 奇奥比罗的话语响起 宛若惊雷一般 在方慧的内心乍起 你说你老公叫什么 看着声音陡然高了一大截的方慧 奇奥比罗吓了一跳 顿时不敢说话 只是站在那里默默地流着眼泪 方慧为了自己内心的猜想 赶忙换了个语气 姑娘 你告诉我 你老公是不是叫林默 并且还长得很帅气 奇奥比罗弱弱地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方慧 轻声道 您知道我老公现在在哪吗 他都好久没来看我了 方慧的胸膛内 涌起滔天火焰 双目之中都隐隐约约要喷出火一般 她说自己的女儿 许半夏离家出走这么多天了 林默明明手中有着那么巨大的权力 但却还没有找到许半夏 原来是在外面养着小狐狸精啊 是害怕许半夏回来 打扰她继续和小狐狸精亲热吧 跟我走 方慧一把拉起奇奥比罗的手腕 拽着她向着自己的车子而去 现在不能在这种大庭广众的环境下 谈论这件事情 你干嘛 放开我 奇奥比罗柔弱的身子 不断地拍打着方慧的手掌 想要让方慧放开 紧紧抓着自己的双手 苍白的脸上露出了无助的表情 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 看上去可怜兮兮的 我知道林默在哪儿 你跟我走 我带你去找他 方慧的话语让奇奥比罗的脸上露出了犹豫之色 最终对林默的思念 还是让他默默地跟着方慧的身影 不远处的街道之上 一个久违的人影站在那里 正是雷家二少爷雷绍婷 自从当初对白若荣的告白失败之后 雷绍婷就一直没有出现在林默的世界之中了 但他其实一直都在暗中对林默进行谋划 只是苦于一直找不到下手的好办法 雷绍婷看着被方慧强行拉走的奇奥比罗 脸上闪过了一丝阴冷 之前自己确实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但是现在自己看到了 攀阳市的一栋别墅之中 方慧从柜台上拿下了一张照片 放在脸色苍白的奇奥比罗身前 他用手指指照片上的林默 对着奇奥比罗质问道 你老公是不是他 奇奥比罗看着方慧怒火中烧的模样 和颤抖的手指 眼底闪过一抹讥讽之意 林默如此厉害的人物 居然会有如此愚蠢的岳母 没错了 他就是我老公 奇奥比罗的情绪好似猛烈地爆发出来一半 一把将桌子上的相册抱入怀中 手指还不断地在照片上林默的位置摩擦 眼泪顺着脸颊不断滑落 当听到奇奥比罗的肯定之后 方慧眼前一阵发黑 滔天怒火冲天而起 方慧此刻充满了抓狂以及无奈 看着虽然没自己女儿漂亮 但是颜值也十分高的奇奥比罗 难怪林默一直都找不到自己的女儿 看来根本就是故意的 把你们认识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 一个字不许差 奇奥比罗被方慧的怒声吓了一跳 断断续续地开口说道 我和我老公是在城郊认识的 当时的他是那么的英俊潇洒 为人和善 我们相识之后 很快就产生情愫 并且以夫妻相称 但他告诉我 他的妻子死了 但是需要三年后才能去办结婚证 并且他的工作很忙 需要经常出差 一周只能来看我一两次 奇奥比罗的话语让方慧的怒火愈加旺盛 好 好得很 自己的妻子刚刚怀孕 不过是失踪 他不仅不去找回来 反而去找别的女子 甚至还和他说自己的妻子死了 才不能去办结婚证的 这样的女子就只有一个 还是说是林默伪装得太好了 只有这一个刚好被方慧撞到了 奇奥比罗的话语之中 充满了对林默不是太了解的漏洞 若是将方慧换成许半夏这个 十分了解林默的妻子 立马就能听得出 这奇奥比罗的话语之中的漏洞 两人究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并且林默在攀阳市也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但奇奥比罗的表现 就像是刚刚开始寻找自己丈夫的模样 并且若是林默 也绝对不会用自己妻子死亡了这个事情 来当做借口 但方慧本就对林默了解不多 加上许半夏这么久都没有丝毫的消息 方慧的内心本来就对林默还有些偏见 这些因素让方慧根本就没有丝毫怀疑 奇奥比罗的话语 你这几天先住在这里 我会把林默找来的 方慧阴沉着脸 压抑着脸上的怒火 对着奇奥比罗沉胜说道 奇奥比罗好似十分害怕方慧 乖巧地点了点头 换成一个略微冷静的人在这里 就会发现事情的不对劲 这一切简直都太顺利了 像奇奥比罗所说 他居住在城郊 那种地方在林默到来之前很乱的 奇奥比罗这样十分好看的女生 还能干干净净地站在这里 怎么可能对于陌生人一点疑心都没有 并且方慧的途中甚至都没有过多的说话 奇奥比罗就这么呆呆地跟着他跑了回来 若是真有这么单纯的女孩估计早就被隐家拐卖了 方慧拿出抽屉里面的备用手机 气急败坏地给林默打去电话 方慧要让林默回来 面对面地质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海芳市之前的破旧小区 现在已经改天换地 四周都散发着勃勃生机 三栋读书用的教学楼 八栋休息用的宿舍楼 还有宽大的练舞场以及演舞场 学校的走道旁是随处可见的垃圾桶以及热水器 可以让所有的练舞学子随时随地都能喝上水 和二带着眼神中闪烁着兴奋之色的慕容海 以及林默走在前往食堂的路上 食堂是林默最为重视的一环 当初五盟二楼练舞式的事情 让林默一直记在心中 练舞的孩子们不说餐餐大鱼大肉 但居然拿天天吃着白菜豆腐 这不是培养一个孩子 这是在毁了他们 正恩师大人 会长 您二位放心吧 五盟学院的食堂 我们采用的是公开照标 并且全部的流程进行公开化 食堂的内部也会安上监控 避免所有人关关相互 隐私接通 并且我们还会顶级派人 在私下里对学性进行接触 通过私下里获取信息的手段 来了解五盟学院的状况如何 和尔的脸上出现了浓浓的自信之色 这次的武术学院所有的事情 和尔都是按照全部高度重视来进行处理 保证武术学院的情况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一丝一毫的差错 对的 二位大人 武术学院的名字还没有定下来 不知道二位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 和尔的目光突然看向了二人 当然主要是林沫 慕容海那个大块头 除了打架练武 现在又新增了一项 喜欢看小孩子崇拜的目光 除了这些什么都不会 林沫沉吟了数秒开口道 就叫未来武术学院吧 和尔的眼神一亮 未来 武蒙之未来 武术之未来 好名字 就在众人谈笑风声之时 几人来时的车辆上 林沫的手机不停地震动 别墅外面的小花园中 方慧一脸怒意地看着手机上 显示的未接通的电话 好啊 连我的电话都不愿意接了 看来我许家 还真的养出了一头白眼狼 别墅内 乔比罗站在窗台之前 看着方慧满脸怒意的表情 眼中的嘲讽之色更加的浓重 这种智商的女人操控起来 简直不要太轻松 甚至在你操控她的时候 她还觉得这都是自己的想法 夜幕逐渐降临 别墅外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身着名贵西装的雷少廷脸上 洋溢着热情的笑容 站在门口 方慧打开门 看着雷少廷有些疑惑地说道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吧 雷少廷脸上洋溢着笑容 对着方慧开口说道 方总 我是华国雷家的雷少廷 方慧的眼神中闪过了茫然 华国雷家他确实有所耳闻 那是华国的顶尖家族 今日怎么上门来了 方慧回忆了一下 确实没有任何得罪雷家的地方后 才松了一口气 啊 不知雷少廷来找我 到底是有什么事情啊 方慧看着雷少廷 语气中带着亲切之意 雷家在华国也算得上庞然大物 若是能够交好 对自己定然有些帮助 方慧连雷少廷和林默起过冲突都不知道 就算是知道 估计会替着林默向雷少廷道歉的 雷少廷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 从怀中的包里拿出了一份合同 是这样的方总 我这次来呢 是因为我们雷家 十分看好您的夏末早茶 并且雷家决定拿出五个亿的资金 来投资夏末早茶 您看如何 雷少廷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十分低 双手将手中的合同递给了方慧 五个亿 方慧听到雷少廷的话语 赶忙拿过他手中的合同 查看了起来 当看到合同上面明确地写着 是五个亿的资金 并且全部一起交给方慧 方慧的脸上露出了浓浓的喜色 有了这么一大笔钱 夏末早茶的生意就能快速地扩散 在其他的城市也进行快速地发展和销售 雷少爷 快进快进 这外面这么善 进屋歇着 方慧整个人的态度 宛若换了一个人一般 对着雷少廷说道 这不方便吧 雷少廷的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 一时之间有些愁愁 哎呀雷少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进来喝口茶再走啊 方慧热情洋溢地一把拉住了雷少廷 强行拉着对方向着屋内走去 那 那打扰了 雷少廷一脸不好意思地 被方慧拉进了屋 刚好和齐奥比罗对上了眼神 这人来者不善呢 这女的伪装得挺好啊 雷少廷看着柔柔无助 脸颊之上还有泪痕的齐奥比罗 疑惑地问道 方总 这位金发闭眼的外国小姐是 方慧看到雷少廷 忽然问向了弱弱缩在一边的齐奥比罗 脸色陡然一降 家丑不可外扬 这种事情方慧内心还是知道一些的 齐奥比罗的身份还十分尴尬 并且原本方慧一直没有意识到的事情 忽然想到了 齐奥比罗不是说 自己是攀阳城郊的居民吗 为什么会是金发闭眼呢 齐奥比罗眼中闪过了一丝恨意 但心中也明白 自己不能再这么沉默下去了 不然哪怕方慧再怎么蠢 估计也会意识到不对 我的父亲是枫叶国人 齐奥比罗用着微不可闻的声音 弱弱地开口说道 我的父亲之前是枫叶国的一名富商 后来破产后 就来到了潘阳市 认识了我的母亲 齐奥比罗的话语让方慧眼中一丝丝的疑惑消散了 难怪感觉这女孩话语以及气质都有些教养 看来是她的父亲教导过她 齐奥比罗说这句话时 内心充满了恼火 眼底之中望向雷绍婷的目光中 也出现了浓浓的愤怒之色 在雷绍婷来到屋内的第一眼 齐奥比罗就感觉出来 这家伙绝对和自己是一个目的 她本来以为雷绍婷会和自己成为盟友 哪怕不成两人也井水不犯河水 但却没想到雷绍婷上来就对着自己发难 雷少爷 你先坐 不用管她 她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 方慧看着齐奥比罗 最终憋出了一个这样的理由 雷绍婷点了点头 缓缓地坐在了中间沙发上的主位 方慧的眉头轻轻一皱 客人应该是坐在两边的位置 雷绍婷上来就坐最中间 多少有些不礼貌 但是考虑到雷绍婷带来了五亿的合同 方慧还是压制下了内心的不满 方慧前去倒查 雷绍婷的目光则是看向了一边的齐奥比罗 你是什么身份 雷绍婷忽然压低声音 对着齐奥比罗低声说道 齐奥比罗的目光斜斜地 看了一眼远处背对着两人倒查的方慧 林默的仇人 齐奥比罗的话语 让雷绍婷的眼光一亮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林默的敌人自然也可以成为自己的盟友 结盟 雷绍婷直接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等待着齐奥比罗的答复 齐奥比罗略微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好 现在最为重要的就是彻底破坏林默的家庭 第一千四百五十一集 许建功到来 自己明面上斗不过的 那就在暗地里让他妻离子散 不得安宁 雷绍 喝茶喝茶 这时方慧端着一杯茶水走了过来 满脸笑意地放在了雷绍婷身前 多谢方总 方慧坐在了雷绍婷左手边的另一个沙发上 雷绍 不知道这五个亿的资金什么时候可以到账啊 雷绍婷将自己口中的香名咽下 轻声说道 方总不要担心 今晚二十四点之前肯定到账 方慧听到雷绍婷的话语 内心仿佛被打上了一针定心计 雷绍婷的合同上写的是 这五个亿的投资将转化为未来三年百分之五的分长 这个条件可以说甚至是不要钱了 并且雷绍婷所说的今晚十二点之前到账 更是让方慧的内心窃喜 忽然 别墅的大门被人推开 一身休闲装的许建功拎着一个行李箱从门外走了进来 当看到屋内三人的时候 许建功的脸上露出了错愕之色 老婆 这有点没事 许建功的目光望向了方慧 等待着他的介绍 老许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雷家雷绍婷 雷绍 方慧站起身来 对着许建功挥了挥手 同时对雷绍婷说道 雷绍婷 想必你也知道我的丈夫 许建功 雷绍婷一脸笑意地站起了身子 伸出手和许建功握手交谈 许总 久仰您的大名了 令千金许半夏当时可是名声极大天之娇女啊 雷绍婷的脸上露出了遗憾之色 可惜啊 当我知道贵千金的时候 已经和林默先生成婚了 不过许半夏小姐也确实和林默先生算得上般配 武蒙镇月史之首华夏一圣 光是这两个名头都是常人想都不敢想的 更别说还要将两个职位齐聚在一身的林默先生 雷绍婷的话语让许建功的脸上也是露出了笑意 哪里哪里 雷少爷客气了 小女与林默也是缘分所致 哪怕林默没有这些身份 只要小女喜欢 我们也断然不会阻止她 两人在这谈笑风生 许建功却丝毫没有发现 方慧逐渐阴沉下来的脸色 林默当初在我们家端茶倒水的时候是多恭敬 现在成了什么镇月史 架子也大了 我们俩老夫老妻都丝毫不放在眼里了 方慧阴阳怪气的话语 让许建功的面色微微有些不自然 侧过头低声道 哎呀 现在这个时候 你说这些干嘛 听到许建功还来说自己 方慧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怒色 许建功 我说个实话怎么了 实话还不让人说了 许建功见到方慧此刻 居然不顾外人 就开始不要颜面的要和自己吵架 脸色顿时也不好看了下来 对着雷少廷说道 不好意思啊雷少 今天家里面有些小误会 就不方便招待你了 下次我一定找机会 给你赔罪 不不不 徐总客气了 刚好我一会有事 告辞 雷少廷面色没有丝毫不悦之色 对着许建功说了一句 转身离开 但在众人看不到的时候 雷少廷的脸上露出了浓浓的怨毒之色 林默 你当初坏我大事 毁我姻缘 早就应该猜到今天这一幕了 雷少廷离开之后 许建功的脸色也沉了下来 看着方慧沉声道 刚才还有外人在 你就在外人面前 那么说林默 我们家是一点面子都不要了吗 方慧听到许建功的斥责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委屈之色 尖叫地说道 许建功 老娘为你们许家忙前忙后这么多年 还比不过林默一个外人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许建功看着尖声大叫的方慧 眼中露出无奈之色 想要开口解释 但方慧丝毫不给他任何机会 脸上露出冷笑之色 他的手指向了一旁 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奇奥比罗 大声吼道 姓许的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 你女儿被人绿了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吧 许建功原本无奈的脸色 听到方慧的话语陡然一遍 声音急切地对着方慧说道 你说什么 看到许建功脸上的焦急 方慧的脸上露出了冷笑之色 现在知道着急了 刚才训我的时候在想什么 许建功没有去管方慧的话语 而是死死地盯着对方 等待着自己的答案 他林漠早在不知道多久之前 就在拍阳市发展的女人 甚至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只有他一个 还是林漠在外面还有其他 我们不知道的女人 方慧说着说着 语气突然悲伤了下来 哀嚎道 不拿可怜的女儿半下呀 嫁给了这么一个没心没肺的白眼狼 亏我们家一直对他不跑 给他吃给他喝 他现在有了一点权力 就这么对我们 甚至半下失踪到了现在 方慧的眼角没有一丝泪水 但哭声确实响彻在整个别墅 我那可怜的女儿 失踪至今都没有丝毫的消息 怕不是林漠早就把半下抛在脑后 不管不顾了 方慧的哀嚎声 让许剑公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别瞅了 许剑公的大声咆哮 让方慧的声音下意识地止住 下一刻 声音更加响亮的哀嚎声响起 许剑公 你这个只会凶女人的家伙 你算什么男人 自己的女儿现在被人戴了帽子 你却对着我吼 你有种去找林漠呀 许剑公被方慧的声音 气得面色通红 林漠联系了吗 你就这么确定 一定是林漠出来鬼 我怎么没有联系 但是林漠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并且谁没事跑过来找林漠碰瓷 说是他的女人 没事找事呢 方慧的话语 让许剑公站在原地 一时之间不知所措 角落之中的齐奥比罗 看着两人争吵的模样 眼中流露出了浓浓的快感 若不是为了维持自己的身份 不暴露出丝毫马脚 此刻的齐奥比罗 一定会仰天哈哈大笑起来 没有什么事情能比现场看到林漠家里 发生争吵更开心的事了 忽然许剑公的目光转向了角落之中的齐奥比罗 你确定你的老公是林漠 若是你说谎或者隐瞒 那么我一定会追究到底 法律也会判处你污蔑他人名声的罪名 许剑公充满了怒意的话语 让齐奥比罗顿时吓了一跳 最终在犹豫了一番后 还是老实地说道 我和我老公林漠是在成交认识的 当时他是那么的英俊潇洒 为人和善 我们相识之后很快就产生情愫 并且以夫妻相承 但他告诉我 他的妻子死了 但是需要三年后才能去办结婚证 并且他的工作很忙 需要经常出差 一周只能来看我一两次 齐奥比罗的话语 和对当初对方慧所说的一模一样 只字不差 许剑公的脸色十分难看 但他还是觉得林漠不像是会出轨的人 并且许剑公的目光 看着齐奥比罗做了一番比量 颜值根本就比不上自己的女儿 身材就更不用讲了 并且哪怕年轻人喜欢玩些特殊的 半夏也并非古板之人 大概率还是不会拒绝林漠的 所以许剑公思索了半天 都没有思索出来 齐奥比罗到底哪点比自己的女儿好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如此果断地 就去说林漠出轨 给林漠发个留言 让他回来一趟吧 就说我有事情找他 许剑公语气有些沉重地 对着方慧说道 第1452集 许家来人 这还说什么 他现在连我的电话都不接 神家现在是什么身份 是我们这些人想叫就能叫得回来的吗 林漠可能只是在忙 他的事情比咱俩的多得多 许剑公头痛地揉了揉眉心 对着方慧耐心地说道 至于他 我会去联系一下武盟的会长 让他帮忙查看一下他的所有身份信息 若真的一切全部属实的话 哪怕是凭着我这张脸不要 我也一定要为我的女儿讨回一个功能 许剑公说罢 直接拎着手中的行李箱 疲惫地向着楼上走去 方慧看着许剑公的身影 想要说些什么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第二天的清晨 早早洗漱完的许剑公 打算去找汪老三 让他帮助自己对齐奥比罗 这个身份不明的人进行调查 徐伯母 之前是小侄无知顽劣 甚至还做出那样的弥天大错 最近几个月 小侄的内心实时在思索 自己做了这么大的错事 吃饭都宛如嚼辣 就连夜晚做梦 也都是在时时刻刻的愧疚之中啊 一道年轻的声音从楼下响起 许剑公感觉有些略微耳熟 赶忙换上衣服向着楼下走去 果然 方慧正坐在椅子上吃着早餐 而在方慧的身旁则是一脸恭敬 语气中充满了懊悔与自责的许明 许剑公的眼神微微一缩 目光里出现了怒意 当初许明将茶水 泼在他精心准备的正装 以及许家大典上的事情 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自己 许剑公直直地从楼上走下 看着许明眼光中带着寒意 许少爷 这里并不欢迎你的到来 请你离开吧 回你的许家 好好等你的少爷 这大渠可是很乱的 许剑公的话语之中 充满了冷意 以及排斥的感觉 让站在早餐桌旁边的许明脸上的微笑 不自觉地僵硬起来 他的眼中闪过怒意 一个南京那种贫瘠之地的分支 居然敢如此对待自己这个主脉的嫡系 若不是自己这次是被父亲派了任务前来 许明一刻都不想待在这里 伯父 之前的事情是小植的不对 小植给您赔礼道歉 求您不要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就当作是小植的年少无知 许明的语气中充满了诚恳 直接对着许剑公九十度鞠躬 并且一直都没有起来 好似等不到许剑公的原谅 就不起来一般 许剑公看着九十度鞠躬的许明 眼中闪过厌恶之色 既然你想鞠躬 那么就这么鞠着吧 千万不要动了 许剑公直接来到了早餐桌前 坐了下来 拿起了桌子上摆放的面包和牛奶 吃了起来 眼神丝毫不带去看许明 既然他想做出一个恍然醒悟的好侄子形象 那么就让他这么鞠躬着吧 什么时候不行了 什么时候走 面色朝下的许明脸上露出了猙獰之色 一个想要攀附许家的家伙 居然敢如此地羞辱自己 当初自己就不应该拿着茶水泼在他的身上 就应该直接拿废水烫死他 让人把他们一家全部处理掉 忽然 正在慢悠悠地吃着面包的方慧 突然开口说道 好了小明 你毕竟还年轻 有一些叛逆的举动 伯母可以理解 只要你以后不会成为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吃里爬外的就可以了 方慧的话语让许建功的眉头皱起 但是想了想 终究还是没有开口 方慧将自己身旁的一把椅子拉开 对着许明说道 好了小明 起来吧 刚好吃到东西 许明听到方慧的话语后 这才终于起身 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化为了那副 懊悔充满歉意的表情 伯父伯母 感谢您二位的原谅 小植以后 一定把您二位当作真的亲人 许明慢慢地坐在方慧旁边的位置 语气中充满了浓浓的感激 随后 他就真的宛如想要和两人 打好关系一般说起了家常 伯母 您最近看上去真的更加年轻漂亮了 许明忽然看着方慧 脸上全是一副震惊之色 之前看您风韵有存 宛如三十 今日一看 您要是和半夏小姐站在一块 不知道的 还以为您二位是姐妹呢 年纪大一点的女人最喜欢的便是别人夸自己年轻漂亮 没有人喜欢听别人说自己是个老太婆之类的话语 果不其然 许明的话语快速地引起了方慧的笑意 她的脸上露出了轻笑 呵呵地说道 小明 就你会夸人 伯母 我今年都快五十了 更别说和半夏站在一起像姐妹了 许明脸上的笑意不减 只是继续夸赞道 伯母 您这个就说错了 其他人哪能跟您比啊 您看看 就您这皮肤的白嫩程度 说是二十岁我都信呢 方慧的眼中露出笑意 称怪地对着许明说道 你这孩子 就知道说这种话哄我开心 短短几句话 方慧对许明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坐在对面的许建功 仍然是冷着脸一言不发 忽然 他紧闭的嘴唇突然打开 沉声说道 许少爷这次千里迢迢 从国内警督跑到这 鸟不拉屎的大渠 不会就只是单纯的 想要和你伯母 说一说这些红女人的话 许建功的话语 让桌上的气氛 再次忽然沉重了起来 许明脸上的笑容有些勉强 但还是努力地维持着 伯父 我这次来大渠 就是因为内心难安 特地请来道歉的 除此之外 绝对没有任何意思 许明的话语之中 信誓旦旦 说的就跟真的一样 许建功 小明千里迢迢跑到大渠 你不笑脸向盈就算了 你怎么还冷着你那张臭脸 摆给谁看呢 就连方会此刻都开口 指责起了许建功的不对 许建功眉头紧锁 内心压抑着自己的怒火 有些生气方会的立场 就这么转变了 当初许明来到别墅闹市 方会就这么彻底抛制脑后 不管不顾 伯父伯母 其实这次前来 我主要还带了一个好事情 许建功的眼神顿时就沉重了下来 眼中闪烁了栗色 许明这个狼崽子的獠牙 终于要录出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 小侄因为内心的愧疚 寝食难安 于是就去找了我的父亲 以及老爷子 进行了恳求 希望可以帮到不复伯母 最终 在小侄的恳求之下 我的父亲和爷爷 同意了一件事情 方会以及许建功 皆是没有开口 等待着许明的开口 您这一脉可以回归京城的许家主脉之中 并且 许家的药膳产业会 和伯母宁的夏末早茶并购 到时 许家会出资十个亿 对夏末早茶进行投资 而伯母宁 则是担任副董事长的位置 爷爷担任董事长 但并不会管理集团内部的食物 到时候 您依然是夏末早茶的负责人 而且许家会动用所有的力量 对这个企业进行宣传以及推广 争取让新一代的夏末早茶 成为整个华夏人人皆知的品牌 放屁 这不可能 许建功一掌 直接拍在了桌面之上 目自欲裂地瞪向了许明 许家现在的养生粥 对于夏末早茶来讲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 许明还说什么苦苦恳求 而来的大好事 许建功恨不得狠狠给他来上一拳 许家现在就想要用着区区十亿 和一个回归家族的机会 就想要拿走夏末早茶 真以为他许家是什么灵霄宝殿 不去绝对后悔了 至于合并之后 方会担任副董事长的事情 第1453集 你疯了 许建功更是脸上笑笑 说什么之后不会去操心集团的事情 所有事情都是方会管理 但真正的权力定然还是在许家老爷子的手中 到时候所有的一切还不是他们说了算 雷家的雷少廷来投资都是五个亿 许家拿出才两倍的钱 就想并购夏末早茶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痴心妄想 许明脸上的笑容差点维持不住 眼底满是阴沉之色 许家都已经服软了 并且还让自己前来好言相伤 许建功居然敢如此不给自己面子 一个难尽的分支 敢这么对自己说话 真觉得自己现在高高在上 可以和许家平等了 一时之间 桌子之上已经全是沉闷的气氛 许明也知道 自己此时开口 可能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许建功也再次坐下 双目死死地瞪着许明 若非后者这次前来 一直都是用子职的态度 伸手不打笑脸人 不然现在 许建功就喊物业 直接把他赶出去了 两久 一只沉默不言的方慧 忽然将手中的面包放下 我觉得 其实也不是不能答应 只不过我 答应他 方慧 你是真的彻底疯了吗 原本刚刚坐下 沉默不言的许建功 再次站起 对着方慧大声地质问道 坐在方慧身旁的许明眼中 闪过浓浓的喜色 只要自己将这次的事情完美地办下 那么自己在许家内的地位就能快速增长 想着 许明的眼神瞥了一眼对面的许建功 这老东西差点坏了自己的大好事 他的眼中生起了愤怒之色 等自己彻底稳固许家内的权力 第一件事一定是把许建功这个老家伙给弄死 许明的眼神顺带地还看了一下身边的方慧 内心不断地冷笑 这么愚蠢的女人 也配坐拥夏末早茶这么好的药膳配方 甚至还真的觉得许家对夏末早茶并购之后 他还能安然无恙地当上副董事长的位置 到时候并购合并完成 许老爷子出任董事长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将方慧这个无脑的女人直接提出集团 方慧面对许建功的质问 脸上露出了冷笑之色 怎么 现在自己的女儿失踪找不到了 连和许家的关系都要断了 真想当个孤家寡人哪 方慧讽刺的话语让许建功脸红脖子粗 面色一阵轻一阵红了起来 许建功气急地颤抖着手指 对着方慧怒斥道 方慧你 你糊涂呀 方慧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也站了起来 许建功 你的心胸就如此狭窄 自己的家人做出了一些错事而已 你也要如此斤斤计较 你许建功这辈子想当一个举目无亲的孤家寡人 就找林默那个白眼狼去吧 方慧的话语 让许建功的眼里出现了不可置信之色 他没有想到 方慧居然真的会去原谅许家当初的行为 他们当初 将药山配方骗走 自己抢劲一步开药山殿的时候 你都忘了 若不是林默后面找人来进行帮忙 现在能有夏末早茶 许建功 注意你的言辞 我才是夏末早茶的董事长 混账东西 天天就知道小张把护不辞进去 我会去捉迪许妹的事情 你好好的保护文强少爷 就算文强要死 你也必须死在文强的身前 明白了吗 明白 管家虽然是在打电话 但身体却依然是恭恭敬敬的状态 他在许家当了十几年的管家了 能够一直活到现在 就是因为自己一直中立 绝不偏袒的态度 更何况 自己的家人还在许家 一旦自己有任何二心 家人就会万劫不复 刚刚挂断电话的许明 一脸恼火地将手机扔到了旁边 随后抓起站在一旁的女生 狠狠地摁在了身下 这是他在攀阳市一个大学里面 找的一个校花 对方见他出手大方 并且还是来自华夏许家之后 直接就被许明拿了下来 在学校里面有多高傲 在许明的身下就有多么的乖巧 许明狠狠地撕扯着女生的衣服 他现在十分的烦躁 许少年慢点 弄疼人家了 被许明摁在身下的女生 被许明暴躁的手法 弄得发出了一声痛呼 贱人 你当初在学校 有很多人追你吧 就在许明向着女生的身下伸去时 被他之前丢在一旁的电话 再次响起 许明脸上的怒火更加狂暴了 我都说了我不答应 你是想死吗 也没有看到底是谁打来的电话 许明直接接通 电话的那头暴躁地怒吼道 混账东西 一道苍老的声音 从电话的另一头响起 语气中带着浓浓的怒意 许明的脸色陡然一白 这道声音是自己爷爷的 爷爷 我 许明刚想要开口解释些什么 但许老爷子根本没给他任何的机会 一切全部按照许一说的错 否则回来后 你就离开许家 去北京发展家族 为家族增转天王吧 许老爷子的语气之中 充满了冰冷之色 随后直接挂断电话 许明一屁股坐倒在地 脸色煞白 没有一丝一毫的血色 自己的爷爷居然说出了 让自己离开许家的话语 许明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一旦离开了许家代表着什么 自己就彻底失去了 争夺家主之位的权力 甚至可能沦落到和许建功 那个老家伙一样的地步 许少 继续来吗 古鬼 躺在床上的女生眼神缭乱 想要继续勾引许明 此刻的许明哪里还有心情 去弄这些事情 直接暴怒地对着女生怒吼 许明坐在地面之上 眼神中从原先的不可置信 变成了怨毒之色 一定是他蛊惑了自己的爷爷 看来我这次 是放了个竞争对手出来 许明咬了咬牙齿 他发誓 若是有机会 自己一定要杀了那个家伙 虽然自己对那个兄弟十分恼火 但是老爷子的命令 许明却不能不听 拿出手机 拨通了雷少廷的电话 许明冷声说道 来盘阳酒店603 有事情需要商议 现在立刻 许明的话语 让另一边的雷少廷 有些摸不到头脑 但还是快速地回应道 好 许明又给齐奥比罗打了过去 说出了一模一样的话语 十几分钟后 许明听到大门被敲响 打开之后 看到了雷少廷 以及齐奥比罗的身影 许明 发生什么事情了 雷少廷的额头之上 还有些许汗水 对着许明直接问道 进来说 许明看了一眼 走到两边 示意这里人多眼砸 雷少廷的眼神一变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许明如此着急 齐奥比罗则是静静地 跟在雷少廷的身后 走了进来 自从那天和许明 交换了身份之后 他就很少说话 许明带着两人来到客厅后 面色严肃地坐下 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全力相助 雷少廷以及齐奥比罗的眉头一皱 看向许明的眼神中 充满了疑惑 你确定不是在消遣我们 许明认真地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我现在也暂时不知道需要做些什么 但是我们必须准备好所有 只知道是要诛杀灵墨 并且我需要联系你们身后之人 让他们也动用全部的力量 这一次我们许家会动用所有的力量 雷少廷的眼神浮现出了震惊之色 许家也是华夏大族 如今动用全部力量 雷少廷思索了一下 认真道 我会动用我全部的力量 至于雷家 我不一定能够说动 我也会动用所有力量 但可能会有限 我的力量全部在枫叶国内 第1454集 谣言 许明点了点头 语气沉重地说道 无妨 只需要你们将自己手下 所有的力量全部准备好 林墨这次 必死 原本已经被赵南岳 加之林墨的微信 逐渐安稳下的万象国 此刻再次暗潮涌动了起来 万象国的民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流传出了 祝国大臣林墨 根本就没有真正地 将叶曼草毁灭 之前之所以在明面上 大肆地禁止叶曼草的种植 都只是为了牟利 为了将叶曼草的产权 牢牢地拿在自己的手中 并且通过自己的职位 将叶曼草悄悄地运出 万象国来谋取暴利 万象国的大街上 随处可见人山人海 我听说最近一直在流传 祝国大臣林墨 和国之宗师 隐蔽火依娜王妃 通过自身职权 走私叶曼草 你说是不是真的呀 一名小姑娘 正在和自己的闺蜜 小声地讨论着 她的闺蜜 轻轻地皱起了眉头 目光左右扫视了一番 一脸郑重地 对着她说道 我悄悄和你说 这些都是真的 现在火依娜王妃 已经被软禁在王宫之中了 那个国之宗师 也是祝国大臣的爪牙 现在整个万象国 都在他们的操纵之中 这不可能吧 小姑娘听到闺蜜的话语后 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之色 在她的认知中 祝国大臣林默 以及国之宗师赵南月 都是好人 就连刚才询问 也只是想要听听 自己闺蜜的意见 怎么不可能 那个林默和赵南月 就是两个超级大坏蛋 闺蜜见到小姑娘 居然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赶忙大声说道 周围的大人们目光 也被闺蜜的大声吸引了过来 见到周围这么多人的目光 都注视在自己的身上 闺蜜的内心一阵慌乱 但是在这股慌乱的同时 还有一股强烈的 想要表现自己的感觉 她抬头挺胸 仿佛在进行着 什么神圣的仪式 大声地说道 这些事情都是我在王城里面的 三审的儿子亲口告诉我的 她亲口告诉我说 那个林默和赵南月 都是大坏蛋 把火依娜王妃给囚禁了 闺蜜的话语 让周围的人不禁讨论了起来 小孩子应该不是骗人的吧 而且还说这么的信誓旦旦 可是祝国大臣深得 贾德烈陛下信任呢 而且那次发布会上 火依娜王妃也对她很是信任 你们说贾德烈陛下 会不会就是被她利用完之后 直接暗害了 不会吧 感觉祝国大臣大人 那么和善 不像是乱臣贼子的样子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意 谁知道她到底什么样啊 闺蜜的声音让大人们也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之中 毕竟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会骗人的样子 看到周围的大人们一个个不可思议的样子 闺蜜的脸上露出了满足之色 这些话根本就是她从一个疯子那里听来的 至于为什么说出一个三审的儿子这样的借口 就是为了让这群人相信自己根本没有骗人 这样的场景在万象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快速的发酵着 那些人得到消息的渠道 个个千奇百怪 什么在王宫内当值的亲戚 什么邻居的老公就是王宫之内的卫士 更有甚者的理由直接说她是火依娜王妃的侍女的男朋友 火依娜王妃现在每日以泪洗面 被林墨软禁在后宫之中 这样的消息飞快地流传在万象国的所有地方 纵然他们有些半信半疑 但却仍然有人信以为真 王宫之内 正坐在书房右下侧的赵南岳 听到侍卫的汇报后 脸色有些阴沉 眉头微微皱起 身为宗师的赵南岳 不仅实力强大 政治也十分敏感 短短十几天 整个万象国就被他治理得服服帖帖 那些大臣一个个老实的不行 生怕赵南岳的大棒加甜枣 但这场谣言 在赵南岳看来完全就像是早有预谋一般 刚刚爆发 就呈现出了山呼海啸之势 而自己现在一旦出手 动用力量开始压制 那么明天整个万象国都会传遍自己被这些谣言戳到了痛点 这才派出力量对于那些谣言进行压制 毕竟轻者自轻嘛 你明明没有做出那样的事情 那你去压制他们干嘛呢 不是做贼心虚吗 并且这股言论已经快速地扩展到了万象国的全国 赵南岳的脸上露出了头疼之色 李莫把所有的烂摊子扔给自己这个老人家 自己却跑回了大渠 让黑鹰谈所有人出动 全力调查那些谣言是从哪里传来的 若是发现的源头 直接让人暗中打绑架填枣 询问一番 并且让他们签保密协议 至于违反的后果 赵南岳沉吟了一下 这个违反的结果其实不好定 你定得太狠了 直接死罪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人签保密协议 到时候他们全部违反 难道万象国还能将所有人都直接杀了 定得太轻 又会让他们的内心轻视这份合同 就违反之后 每人需要赔偿万象国五百万 若是有钱人 就直接五千万 以此类推 按照情况一定 是 听到赵南岳的话语后 侍卫点了点头退了出去 大殿之中 只剩下赵南岳一人头疼的场景 仙寨之中 听到了万象国流传消息的各个债主 纷纷聚集在了一起 他们也想要知道 这则消息是否真的属实 若是属实 到底又是谁在暗中帮助林墨 种植着叶曼草 一名债主对着站在最中央的老人询问道 虽然语气十分的急切 但他却十分的恭敬 因为眼前的老人 是上一代千债中 至今还活着的最后一任 这名债主的话语 也引起了其他债主所有的共鸣之声 是啊 若阿公 若是有人悄悄种植的叶曼草 就直接站出来 男子汉大丈夫顶天底地 敢错就要敢当 没错 无风不起浪 难道这些事情 真的都是别人编的 搞不好每天运出去的药材 以及食物里面 就会有人隐藏着叶曼草 周围的人争吵的声音 让站在最中央 手持拐杖的若阿公 脸色苦楚 一言不发 直到所有人一个两个 忽然安静了下来之后 才缓缓开口沉声说道 你两个都说完了 是不是轮到我这个老家伙讲话了 若阿公的话 让所有人沉默起来 一个个低着头默不作声 若阿公的目光扫视一圈 语气中带着悲伤 我前债之所以被称为前债 就是因为前债同起连职 你们看看现在自己 对所有人都充满了怀疑 谁中之夜门草乱 自己出来 若阿公看到无人出来后 终于露出了微笑 好 你们都是我前债的好男儿 但是我希望 之后前债不会有人 被发现种植夜门草 老大 好像有人一直跟着我们呀 越野车上 正专心致志开车的太子神情一变 对着一旁的林墨说道 林墨的余光也看向了身后的那辆黑色轿车 轻声问道 跟着咱们有多久了 太子的眼中闪过思索之色 最终回答道 好像进入攀阳市的范围之后就出现了 就在太子疑惑之时 旁边的轿车上突然亮起了一个牌子 镇月使大人 速去武盟 林墨眉头微微抬起 武盟的人 汪老三为何不联系我 忽然 林墨看到了自己放在一旁 早已关机的手机 第1455集 抵达攀阳 眼中闪过一丝明雾 难怪汪老三都用上人力呼叫了 太子 直接去武盟吧 太子点了点头 直接改变了方向 向着武盟开去 刚到武盟 林墨就看到了一脸焦急 等在门口的汪老三 见到林墨后 汪老三赶忙凑了上来 一脸苦笑地说道 我的镇月使大人 您再不回来 我就要去找您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林墨有些诧异地看着汪老三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能够让对方如此忧愁 这 你自己来看吧 汪老三直接一把 抓住了林墨的手腕 带着他向着武盟的里面走去 当走到会客室的时候 林墨直接微微一愣 爸 您怎么在这儿啊 许建功正抱着一床被子 静静地躺在会客室一旁的地面之上 听到林墨的声音后 直接激动地跳了起来 林墨 林墨 你可算回来了 爸 我妈呢 林墨的话语让许建功的脸上涌起了苦涩之感 林墨 你告诉我 你到底在外面 有没有别的女人 许建功一把抓住林墨的胳膊 双目和林墨对视 等待着自己的答案 林墨脸上露出了狐疑之色 对着许建功说道 爸 您说什么呢 我从始至终都只对半夏一人动心 我若是有任何隐瞒 天地人神共诛之 林墨的话语 让许建功顿时松了一口气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咱们家忽然来了一个女的 说什么你是她的老公 你妈那个姓子你也知道 直接就信了对方的话 甚至许家来人想要并购夏末早茶 你妈居然也同意了 许建功的话语 让林墨的眉头不由得轻轻皱起 对方肯定不是那种想要骗一笔钱的人 那么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是想来搅乱自己的家庭的 林墨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寒芒 随后对着许建功说道 爸 你回去告诉妈 就说这些根本是没有的事情 他若是不信的话 等我回去直接对质 千万记住 不要让那个女人跑了 许建功连忙点了点头 再次问道 那许家并购夏末早茶的事情 怎么弄啊 林墨的目光 看向了汪老三 开口嘱咐道 暂时针对许家封闭攀阳市的 所有飞机场 以及所有高铁 禁止许家任何人外出 爸 你回去之后 先把班安抚住 我处理完这些事情后 马上就到 许建功点了点头 快步地向着外面走去 连地上的被子都没有管 北方会言语针对这么多天 自己终于能抬头吐气了 许建功离开后 汪老三也才舒了一口气 对着林墨说道 林墨 就在刚才 赵老爷子来消息 说要找你 赵老找我 我知道了 林墨拿起太子的手机 给赵南月拨了过去 电话很快接通了 赵南月的声音传来 哪位 这是赵南月的私人号码 能有这个的 一般都是身边的自己人 赵老 我是林墨 林墨小子 你可算出现了 赵南月的语气中 带着一些老顽童的怒火中烧 林墨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没想到 自己就手机关机 一直没充电 居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赵老 你说 万象国出事了 有一波关于 你控制叶曼草 将其彻底铲除的事情 只是为了 让自己私自掌控叶曼草 在这其中谋取暴力 并且还有谣言说 我们软禁火伊纳王妃 掌控万象国 并且封业国外交部 在昨天正式发出的通知 希望万象国 能给出一个交代 否则为了组织叶曼草的 暗中扩展 他们将要派出军队 进入万象调查 赵南岳的声音 严肃了下来 向着林墨速说着 万象国 现在的事情 这次的事情 在一支大手的推动之下 已经达到了 全国皆知的地步 并且就连 封业国那边 也十分配合的 动了起来 在整个国际之上 发出了舆论 说出了将会派出军队 驻扎万象的话语 这番话也让整个国际上 都有些微微震动 所有人的内心 都清晰地明白 封业国的军队 一旦真正地 驻扎进万象国的 疆土之内 那么 就会如同 复古之躯一般 哪怕你证实了 国内没有任何的 叶曼草痕迹 但是 他们依然会找 各种各样的借口 抓着你不放 哪怕是死 都不会撤出 万象国的领土 万象国在国际上 发表言论回应 会在近段时间 证明国内 并无叶曼草 繁衍痕迹 并且严重地斥责 封业国的不良用心 怀疑封业国 想要再次掀起战争 同时联系 与万象国交好的国家 在国际上 进行发声 表达封业国的 狼子野心 并且 万象国怀疑 他们想要再次 开启世界级规模 战争 若是他们入侵 万象国一寸降落 万象国将要开始 进行武力上的反击 林默的眼中 闪过冷意 本来想着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但是 看来那些 豺狼身上的伤口 再次压制不住 他们的野心了 可是 万象国的军事力量 根本不足以 对封业国进行威胁 反而会让封业国 以这个借口 来对万象国进攻 赵南岳有些担心的声音 从变化的另一边传来 万象国虽然综合实力不算差 但是之前大规模的发动战争 却让整个国家的国库空虚 人缘损失重大 加德烈上任以来 万象国的力量 也才恢复了十之八九 林默的嘴角勾勒出了一抹笑意 对着电话的另一头 轻声说道 华夏作为世界上 最为爱好和平的国家 不忍心爆发战争 生灵涂炭 于是对万象国 进行了人道主义上的物资援助 以及武器援助 并且对着国内宣布 翁叶国动摇万象国国本 将开启一级警戒模式 既然那些家伙想玩 那么林默就陪他们玩玩 不是在万象国散播谣言吗 我直接告诉所有人 这都是别人想要灭国的战术 咱们就玩把大的 好 我会去让万象国外交部 以及宣传部 还有皇下当事馆 别墅之中 此刻方会以及许明 正在坐着聊天 齐奥比罗则是远远地坐在一边 一言不发 伯母 伯父都几天没回来了 我们不需要找一下吗 许明的话语 让方会脸上露出了生气之色 怒声说道 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真以为谁喜欢他 就在两人谈话之际 大门忽然被直接打开了 急匆匆赶回的许建功 站在门口擦了擦自己额头的汗水 我还以为你和某个白眼狼一样 在外面有女人了呢 许建功没有在意方会的话语 只是将身后的门反锁上 他的脸上充满了自信 以及平静之色 坐在一旁的许明 以及齐奥比罗 眼神微微闪动 之前的许建功 明明是一副没有头脑的样子 怎么现在却如此平静 从现在开始 这个屋子里边的任何人都不能走 特别是你 许建功的目光看向了 坐在远处的齐奥比罗 森冷地说道 这位子称黎默 是你老公的女士 许建功的话语 让许明以及齐奥比罗的脸色 都是一变 一个不好的想法 出现在了两人的心中 许建功 你在这发什么疯啊 出去几天把你带傻了 方辉不管那么多 听到许建功的话语 直接就是怒吼 李莫回来了 所有的事情 都会水落石出的 许建功的话语 让方辉的脸色微微一变 脸上的怒火 都不自觉地少了几分 看着许建功脸上平静的表情 和他相处了几十年的方辉 看得出来 这是他在极度自信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的 第1456集 许家应对 看了一眼脸色正常的齐奥比罗 方辉眼里出现了疑惑之色 难道我真的误会林莫了 那这个从头到尾可怜无助的女孩 又是怎么回事 我父伯母 既然接下来都是家事 那小侄就先走了 许明站起身来 对着许建功和方辉两人说道 林莫马上就会回来 若是对方看到自己 估计之前的合同会直接作废 林莫这样极致恐怖的对手 根本不是方辉那个蠢蛋那么好忽悠的 许建功直接站立在许明的身前 沉生说道 小苗别急着走呀 等你林莫大哥回来 一块聊聊天 不了伯父 我今天的飞机 方辉对着许建功 一阵恼火的说道 人家孩子急着赶飞机 你在这阻拦什么呢 在方辉的吼声之下 许建功这才让开了身子 他不想让这个家庭闹得太僵 并且林莫之前 已经封禁了攀阳市所有的机场 只要许明拿着自己的身份去买机票 那么安检人员就会直接将他扣下 就算自己不拦着 他也跑不出攀阳市的范围 多谢伯父伯母 小侄就先告辞了 方辉点了点头 那伯母就不送你了 就在许明眼中带着欣喜 刚刚打开门 打算走出去时 一道人影直接向着这边疯狂奔来 齐奥比罗只是用了几秒钟 就直接从原本的客厅跑到了门口 许建功想要阻拦 却根本就跟不上齐奥比罗的速度 齐奥比罗的身形快速逃跑 他绝对不能留在这里 林莫居然回来得如此突然 这是齐奥比罗一直都没有想到的 自己若是被林莫抓住 定然不会轻松了结 甚至林莫还可能会直接把他关押到武盟的大牢 判他污蔑武盟高层的罪名 现在看明白了吧 见到已经无法继续阻拦齐奥比罗逃跑 许建功转过身来 对着方辉说道 方辉的脸色此刻一阵青一阵红 哪怕他再傻 此刻也看出来了 齐奥比罗根本就是出来骗人的 至于那些和林莫的相识相知 应该也就是他自己随意胡编乱造出来的 许建功看着快速离去的许明 脸色微微有些怪异 不知为何总觉得他跟齐奥比罗一样 离去的时候匆匆忙忙的 许家的事情就算被林莫抓到 也不会有太大的后果吧 快速跑出小区的许明 快速地拨通了一个电话 快 现在立刻去买回国的飞机票 千万不要继续待在大区连省 许明的语气之中带着惊慌失措之色 他没有想到 林莫居然会回来得如此之迅速 他可以平静地面对方辉以及许建功 但是却做不到正面去面对林莫 林莫现在的威望以及名声实在是太大了 过了几分钟 电话就再次回拨了过来 跟随许明前来的侍卫说道 少爷 现在整个潘阳市的机场 全都针对我们进行了封禁 我们现在根本就离不开潘阳市 若非刚才我跑得快 现在早就被扣下了 听到侍卫慌乱的话语 许明的身体不由自主地一颤 你先别慌 找个地方先躲起来 等我的消息 挂断电话后 许明看着怀中的文件包 眼中闪过犹豫之色 自己现在在方辉的眼中 还是一个好孩子 只要自己将这个合同交出去 那么林莫也不会对自己怎么样 更何况还有方辉那个老女人在 但哪怕林莫不对自己出手 自己回到京都之后的下场也不会好 许明的眼中闪过一抹狠色 人死鸟朝天 不死万万年 拿出手机拨通了许老爷子的电话 爷爷 林莫回到潘阳市了 这是他的主场 现在潘阳市的整个机场 对我们都展开了风镜 我们根本就无法离开 若是孙儿这次回不去了 您 您一定要照顾好您自己啊 说着说着 许明的语气之中甚至都出现了哽咽之色 但他的眼神却是没什么变化 电话那头的许老爷子沉默了一下 柔声说道 小明啊 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看看那份合同 能不能先寄回来 能的话 直接寄回来 这样 林莫应该就不会拿你怎么样了 而且 你不要担心 爷爷一定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爷爷 还等着你回来呢 另一边 京都的许家老宅 许老爷子阴沉着脸 安慰着许明 他不担心许明的安全 他在意的是许明手中那份关于夏末早茶的合同 只要有了那份合同在手 自己就可以直接吞并夏末早茶 到时候 凭借着许家的力量 夏末早茶必定可以快速地横扫全国 挂断电话 许老爷子思索了一下 又再次给一个人拨了过去 电话接通 他快速地说道 老兄弟 你应该也知道我找你是什么意思吧 话不多说了 现在的时机已经到了 直接来许家大宅一去吧 对了 把雷家那边也叫一下 好 电话那头响起了一道沉闷的声音 随后就被挂断 十几分钟之后 一名身着黑色衣衫的老人走了进来 正是谢家的谢老头子 许老头这么着急叫我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谢老爷子弯着腰 迈步走了进来 沉生向着许老爷子问道 他谢家对林默的恨意丝毫不小 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恨意入骨了已经 谢家的秘密组织唐前燕 以及众多高手 甚至连谢千山都被林默击杀了 整个谢家的暗中势力可谓是直接一蹶不振 谢老爷子的身后是雷家家主 动手的时候已经到了 徐老爷子的话语一出 其他两人的面色顿时一变 凝重了下来 怎么这么着急 谢老爷子的眉头紧皱 有些不解地看向了徐老爷子 距离对方通知自己两家 也才仅仅过去了几天的时间 按照许家老爷子 稳扎稳打的性子 怎么会如此快速地开展行动呢 雷家家主同样投来了疑惑的目光 徐老爷子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轻声说道 李末回到排阳了 并且已经察觉了我们的计划 什么 你们的人怎么搞的 谢老爷子直接站起身来 目光带着怒气盯着徐老爷子 林末是什么样的人物 没人比他更清楚了 当初李末孤身一人 闯入谢家的场景 还在他的眼中历历在目 徐老爷子面色严肃地看着两人 陈生说道 现在没时间说那么多废话了 这个机会一旦错过 就没有更好的机会了 三个传承悠久的世家掌权人 如此聚在一起 商量对付一个人 这要是传出去 足够惊呆所有人了 但那个人是林末 虽然不想承认 但他确实足够妖孽 每次都在三人觉得胜券在握之时 逆转局面 现在我们已经通过封爷国 尔森伯爵之女 齐敖比罗的影响力 调动了封爷国的舆论力量 让他们已经向着万象国发出了声明 万象国是林末十分重要的一处地方 只要封爷国借这个缘由出兵 林末万象国的势力必定废掉 看着徐老爷子规划满满的样子 谢老爷子有些疑惑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 封爷国一定会出兵的 万一万象国宁死不去 封爷国还会冒着 被整个国际口中笔伐的风险 去出兵万象吗 徐老爷子轻轻地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封爷国垂涎万象国这块飞肉十分之久 根本就不可能放弃这眼前的机会 并且万象国之前发动的数次的大型战争 早就已经没什么成型的力量了 第1457集 许家的经济封禁 徐老爷子的手指 在桌子上的地图上打了一个圈圈 冷然说道 现在我们所需要做的 竟是彻底封禁万象国 以及广阳市林末的产业 对林末造成最大的影响 谢老爷子和雷家家主不由地沉默了下来 经济垄断这样的手段 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使用的 这样会加大所有人的危机感 让他们不再全力地依靠自己 那样的话就违背了他们赚钱的意愿 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里犹犹豫豫 现在你们不下手 等到林末缓过神来 回来对我们一个一个地进行清算吗 徐老爷子看着沉默的两人怒声说道 谢老爷子和雷家家主一阵沉默 最终开口说道 谢家会调动整个家族的力量 对林末的所有产业进行经济封禁 以及商业垄断 雷家也会一样 对林末进行经济封禁 攀阳市的林末处理完了五盟中的事情 快速地向着家中赶回 姓许的 你就会吼我一个女人是吧 我怎么就吼你了 我在吼你讲道理好不好 刚刚来到别墅的门口 林末就听到了里面的争吵之声 爸 妈 林末打开屋门 对着两人轻轻地叫了一声 刚刚还不断争吵的许建功以及方慧 直接安静了下来 方慧则是面色怪异的 不敢去直视林末 毕竟之前齐奥比罗刚刚出现 自己就十分肯定地说着林末出了鬼 现在已经证实了 林末跟那个女人 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全都是齐奥比罗的胡编乱造而已 而林末则是面色微笑地看着二人 根本就没有提这件事情 林末明白 一个家庭要是想好好的过下去 那么必定要有一方 对另一方进行包容以及忍让 爸 妈 这眼看就中午了 你们想吃什么 林末看着许建功以及方慧轻声问道 方慧的脸色一阵犹豫 但在许建功伶俐的眼神下 还是开口说道 林末呀 这件事确实是妈的不对 妈给你道歉 没事没事 妈 这些都是小事情 但是妈感觉这次 小明应该是抱着友善的态度来的吧 方慧的话语 让许建功的脸色一变 不断地给他使着脸色 这次许明的态度也十分诚恳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许家一个道歉的机会 方慧没有去搭理眼睛都已经快成鸡眼的许建功 对着林末说道 听到方慧的话语 林末的脸上露出了无奈的叹息 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说方慧 那毕竟是自己的岳母 说不得呀 就在此时 林末的电话响起 林末小子 以许家为首的联盟 对着万象国的集团 以及种植药业 发动的经济风景 赵南岳充满了严肃的声音 从电话之中响起 林末没有说话 只是目光先看了一眼一旁的方慧 这才开口 好 我知道了 我等下就进行处理 电话挂断 许建功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方慧 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还会对许家那个地方抱有希望 方慧的面色也彻底难看了下来 林末刚刚回来 想要置他于死地的居然最先会是许家 好了 爸 妈 看来我是不能陪你们吃饭了 好 林末 你出去办事的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 林末微笑着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并对岳父许建功扔去了一个点赞的眼神 家庭和谐最需要的就是有一个黑脸一个白脸 转过身离开了这个自己刚刚回到的家中 就在路上林末的手机再次响起 芝兰姐 你这个大猫人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林末看到备注的联系人是宋芝兰后 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宋芝兰之前一直在忙商萌的事情 并且还要去操心广阳市的宋家 平常很少会有空来联系自己 林末 出事了 宋芝兰的语气中带着严肃之色 也让林末的脸色严肃了起来 芝兰姐 发生什么了 是那些家伙又开始不老实 还是又沉沉欲动了 林末说的那些家伙 就是当初被他用各种手段打服的家族 若真的是这个还好了 广阳市关于你的产业 全部被人用经济和商业禁风了 宋芝兰的话语让林末微微一愣 看来许家这次做得很全面 不仅对自己在万象的产业 进行了经济封进和商业垄断 更是对自己在广阳的产业都下了毒手 芝兰姐 你通知一下广阳的大家族们 就说我找他们 让他们派出一个代表前来 并且告诉他们 此次前来绝不会空手而归 好 我现在就去通知 宋芝兰快速地说完之后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林末的目光之中则是出现了幽芒 现在看来还真的有人觉得我林末好欺负呀 广阳市 霍家阁楼 此刻霍兴轩正坐在椅子上淡定地喝着口中的茶水 这里的建造古色古香最适合喝茶看景 就连一丁点的电子设备霍兴轩都没有安装 完全是由古墓以及青砖打造而成的 看着外面轻轻滴落的雨点 霍兴轩喝了一口口中的茶水 下雨天是他最喜欢待在这儿的时候 他很喜欢一句诗 竹斋棉听雨梦过长青台 就在霍兴轩安静听雨喝茶之时 一名管家快速地跑了过来 老爷 有电话 我心啊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有没有告诉你 做人不要急走 霍兴轩不满地看了一眼 这个跟着自己很多年的老管家 老爷 是宋家宋芷兰小姐的电话 什么 快拿来 刚刚还说着让管家冷静沉着的霍兴轩 直接站了起来 管家恭敬地将手机递给了霍兴轩 只是内心暗暗说道 还说让我沉着冷静 自己都这样了 霍兴轩快速地接通了电话 等待着宋芷兰的开口 霍兴轩如此激动 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整个广阳市 哪个大家族不知道宋芷兰 跟林默的关系极好 他一般打电话商量事情 绝对是林默找他们有事 霍家主 我是宋芷兰 我在 宋小姐请说吧 霍兴轩忽然看了一眼 旁边的消息纸上 那是下人之前递上来的文件 虽然手机更方便一点 但是大家族多少都有自己谋划的事情 万一手机上被中了病毒 上面写着林默在几十分钟前 遭到了谢家 许家 雷家等各个家族的经济封禁 霍家主 您应该也听说了 许家为首的一众家族 对林默先生发起的经济尽风吧 没错 我也是刚刚听说 本来林默先生是打算自己直接打破他们的经济尽风的 但是想到了您等一众家族 于是林默先生决定 叫上大家一块儿挣钱 宋芷兰的话语 让霍兴轩的目光陡然亮起 开口说道 不知宋芷兰小姐打算如何 霍兴轩的意思是 如何去打破许家那些家伙 对自己等人的经济封禁 现在只需要霍家主 您去联系其他几大家族的组长 最好派遣一个可以做出决定的人 前往潘阳市作为代表 这与此 不管成不成功 肯定不会让大家白白出力 虽然嘴上没有说 百分百能够打破许家那些人的经济风景 但是他的语气中 却是充满着自信之色 现在的林默只要愿意开口 数不清的富商 愿意给林默送钱 甚至五盟都可以拿出大把的资金 来支援林默 好 我明白了宋小姐 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霍兴轩直接一口答应下来 第1458集 公开 霍家的阁楼之中 广阳市十大家族的掌权者 现在纷纷齐聚一堂 老霍 你说的都是真的 李家家主坐在一旁 脸上带着一脸笑意 对着霍兴轩说道 其他的家主们也纷纷坐在了一起 一个个脸上都带着明晃晃的笑意 你们还要我说多少遍呢 刚才宋志兰宋小姐打来电话 告诉我们林默先生 要带着大家打破许家他们朔下的经济封禁 带着大家吃肉和汤 霍兴轩的话语 让周围家族的掌权人们的气氛不由地上升了一些 这次谁都不要拦我李家 我李家愿意出大头 放屁 李老头 你压得在这净扯淡 我宋家愿意出自一半 帮助林默先生 你他娘的宋志兰都是林默先生的人了 你还想要搞这么多 大厅之内 一群老头子以及中年人站在一起不断的争吵 其中就属宋家家主最猛了 甚至有了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气势 停停停 大家不要吵了 你们不要再吵了 霍兴轩站在大厅的前方 伸出兽不断地挥舞呼喊着 但是在场的所有家主根本没有人去搭理他 继续自顾自的争吵 对了 宋小姐留下的锦囊妙计 霍兴轩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赶忙看向了一旁的白纸 宋志兰早就猜到了众人会有如此的反应 早早地为霍兴轩准备好了锦囊妙计 当看到白纸上的内容时 霍兴轩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惊骇 诸位 就算你们把全部家财拿出来 我估计可能都不够 霍兴轩的话语一出 大厅之内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直直地看向了站在前方的霍兴轩 霍家主 你这话说的可就瞧不起我们了吧 就是 我们所有人身价加下的最起码也有千亿了 没错 下次在你的茶叶里面下药信不信 看着所有人不善的目光 霍兴轩的脸上露出了苦笑 他将桌子上的白纸拿起 翻了过来举在了手中 所有刚刚还叫嚣的家主们 此刻一个个都宛如被掐住了嗓子一般 那张白纸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五千亿 并且还在大字的下方加了一行 尚不封顶 这两行子让所有人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林默这次到底是准备弄多大的事情 五千亿的资金打底 并且还尚不封顶 哪怕是他们这些百年传承 底蕴身后的家族也没那么多的流动资金 所有家族的组长默默地咽了一口口水 不再争吵 站在前面的霍兴轩笑眯眯地说道 怎么了各位 不继续争吵风格了 全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早知道是五千亿的资金筹集 自己等人还说个鸡毛的话呀 宋家家主啊 您不是要出一半吗 宋家家主默默地往人群之中退了一下 霍兴轩的目光看着所有人开口说道 诸位 这五千亿资金 我们能凑五分之一 就已经不错了 至于剩下的 咱们拿不出来 可以直接在全国宣传哪 有林默先生的名头在 绝对会有数之不尽的辅商 纷纷投资 到时候 我们直接拿了五分之一的分格 也算是抢占先机了 霍兴轩的话语 让所有的家族掌权人皆是一愣 对呀 第二天的华夏 流传出了一个消息 华夏镇月使之首 医圣林默在无限制地进行被投资 顿时 这让原本一个个十分想要和林默拉上关系的富豪们心动了起来 谁家里没有个天灾人祸呀 林默妙手回春 生死人肉白骨的名号 早就传遍了整个华夏了 富豪们一个个怀揣着 林默能因为自己的投资 而认识自己的想法疯狂地砸钱 但有些不觉得林默太过于厉害的富豪们也纷纷投钱 因为他们看到了另外的一样 万象国的前景 老张 林默神医弄出的那个投资项目 你有投钱吗 京都的一所别墅内 一个刚刚回到家的富豪 对着自己的邻居笑着问道 投了呀 你投了多少 听到对方居然说投了 富豪的脸上露出了诧异之色 你不是一直都觉得林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奇吗 老张听到了富豪的话语 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我自然是觉得林默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我看到了万象国的前景 现在整个万象国都处于叙事待发的状态 并且还有国之宗师赵南岳的作战 可以说在里面投钱完全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这样的场景出现在华夏的各地 而林默所需要的资金也在快速地上涨 十亿五十亿一百亿五百亿一千亿 资金留在华夏的各地飞速上涨 甚至因为林默的公开 连一些小有资产的人都对林默进行了投资 许家大宅 巨大的碎裂声响起 许老爷子已经将平日里面最喜爱的花瓶砸碎在了地上 他苍老的面庞此刻铁青冰冷 林默 没想到你居然还能想到这样的主意 许老爷子的声音中充满了压抑的愤怒以及冰冷 本来以为这样的齐齐下手 再怎么说也能将林默的产业搞得半死不活 没想到不仅让他在全国再次出了一次名 甚至还汇聚了如此大量的资金 一旁的管家被许老爷子的模样吓得根本不敢开口 许老爷子缓了一会儿 心中的怒火逐渐消散下去 他看着摔在地上 化为一地碎片的花瓶 眼中闪过了一抹心疼之色 随即许老爷子冷声地对着旁边的管家喝道 你不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花瓶吗 就不知道去拦我一下 老爷 小的刚才拦了 没拦住我呀 管家的话语之中充满了苦涩之感 刚刚我拦你 说我一个下人居然敢拦你 我不拦你 说我为什么不拦你 我到底是拦你 还是不拦你呀 没拦住 你就不会扑我去把花瓶接住 万阳你是干什么去的 废物 徐老爷子的呵斥之声 让管家低头不敢言语 若是真的触怒了徐老爷子 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据给谢家和雷家传递消息 告诉他们 不惜一切代价 全力收购资金流 哪怕是威逼利诱 以及回锁手段 并且让他们把那些亲族 有族之类的能解的全部借一遍 我等传承这么多年 连一个刚刚崛起的毛头小子都打不过 是老爷 管家领命离去 去外面拿手机 联系其他的两家了 坐在大堂中的谢老爷子 双目中充斥着自信之色 流传了数百年都还在的家族 凭什么输给林默一个 刚刚崛起十几年的 在昨日 根据我台记者的最新调查 万象国内十分之一的平民 都已经感染上了叶曼草 并且为了能够吸上一口叶曼草 工钱都不要 就去为万象国祝国大臣李默种植叶曼草 万象国整个国家 已经被国之宗师赵南岳 以及李默彻底化为一片炼狱 枫叶国的一个报道频道之上 齐奥比罗一脸悲天悯人地站在上面 手中还拿着一张资料 他口中所说的万象国 已经成为了叶曼草的天堂 化为了一个修罗地狱 现在带大家观看一下我们现场的播报 电视上面的画面一转 出现在了一片田地里面 一名身形干瘦 后背之上还有着伤痕的老人 正在烈日炎炎的地中埋头苦干 摄像机的画面 很快就来到了老人的身前 经过一番十分官方的问答之后 记者对着老人询问道 这位老先生 现在这么热 您这是在干什么呢 第1459集 质疑的网友 老人的牙齿掉得都只剩下嘴上的四五颗了 颤颤巍巍地对着记者回答说道 我在种植叶曼草啊 记者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震惊之色 对着老人询问道 老先生 叶曼草在万象国不是禁止的东西吗 您怎么还在这种植呢 记者的话语 让老人的脸上浮现出了苦涩的笑容 眼角甚至还有眼泪流下 没办法呀 那些官兵 一旦你不给他们上浇叶曼草 就拿鞭子狠狠地冲你 说到这儿 老头指了指自己肩膀上面的红色伤痕 痛哭流涕地说道 贾德的陛下 就是被那个驻国大臣害的 甚至他们还囚禁了怀依娜王妃 整个万象国的内部 现在更是名不聊生 哀嚎遍地呀 老头的话语 让记者震惊地直接张开了嘴巴 外面不是说万象国现在所有的土地 都在种植粮食和药材吗 还宣传着什么万象国的国民 每一个人都可以吃饱肚子 老人听到这样的话 整个人的身体都在打颤 你们看看我现在的模样 像是那样的人吗 说吧 老人居然直接跪倒在了记者的身前 大声说道 求求伟大的枫叶国 派出军队拯救这个已经沦陷的国家吧 视频到这里到此为止 整个过程中只有老者和记者两个人出现 这则报道快速地吸引了无数枫叶国的国民 特别是最后那段老人跪地祈求枫叶国 派兵拯救万象国时 他们一个个都好似有了一种救世主的感觉 万象国以及林默和赵南岳 在他们的内心成为了一个干了无数坏事的大恶人 甚至有的人已经向着市政府发出了一件书 我们不应该坐视我们的邻国 与水火之中而不管 不错 伟大的枫叶国 应该出兵去彻底清除那些掌控外向国的恶人 枫叶外向常言有疑 我等不能坐视不管 一群群的人手持横幅走在枫叶国的大街之上 一个个脸上义愤填膺 仿佛要拯救的是自己的国家一般 但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万象国水深火热 祝国大臣林默和国之宗师赵南岳十恶不赦之时 一条消息出现在了枫叶国的互联网上 上面是一些农民脸上幸福的照片 和一个长相甜美的女生的合照 下面的配文是揭露枫叶国齐奥比罗之低俗 这个帖子刚刚在网络上出现 就直接爆火了出来 整个帖子的下面全都是一片骂名 人家齐奥比罗好心揭露万象国真相 现在这里却还有人在狡辩 就是 我看估计又是万象国派来的人 真的是 连自己的国家炼狱都已经尽力隐瞒了 也配当一个人子 在这一秒钟几百条臭骂的评论下 楼主怒了 一个置顶的评论 直接升上了帖子的最上方 那是一张楼主的身份证信息 隐瞒了一些身份证号码以及姓名 其他的直接明地出现在了论坛之上 同时楼主再次评论说道 不相信的话可以去看看万象国居民幸福直播间的直播 一个个什么都不知道 被个女的全部误导了 还在这狂吠 我对你们这群跳梁小丑都不想搭理 楼主的三条置顶评论狠狠地 在所有留下骂声的评论者脸上 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等到枫叶国的官方 想要去封闭掉这个帖子时 都被他惊人的浏览量 给彻底惊呆了 足足十几亿的浏览量 短短一个小时 一个帖子就被冲上了十亿浏览量 枫叶国网络信息部的长官 对着手下狠狠地说道 管他多少浏览量 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舆论 把帖子直接删掉 手下的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 他想要提醒自己的长官 现在这个帖子 在封叶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若是直接将其封掉的话 那么这则消息 就会如同炸弹一般 瞬间席卷整个网络 到时候 所有的封叶国国民 都可能会知道 这一切都是上层的推波助澜 但是看着长官愤怒的样子 手下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对帖子进行了封禁 短短几十分钟 整个封叶国的网络 再次发起了暴动 怎么回事 刚才的那条帖子 为什么没了 对啊 这不是什么不可以看的吧 官方到底在害怕什么 为什么这样的帖子都要封禁 就在网络上布满封叶国国民 对于官方的不解语疑惑 同时一股怀疑的念头 从他们的内心暗暗升起 难道那个帖子说的都是真的 就在所有人保持怀疑时 一批已经翻墙 看到之前那个帖子八主 所说的直播间 当看到直播间的时候 所有的封叶国人都愣住了 之前在电视上看到的场景 在他们的眼中宛若幕布一般 被狠狠地撕碎 直播间中分为四个屏幕 看样子都是无人机在高空拍摄 这四个场景中有青绿色的牧场 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牛群 在低头吃草 甚至在个别的牛背上 还有一两个小孩子 坐着谈笑风声 第二个画面则是万象国一处 城市的欣欣向荣的场景 一名名工人脸上带着笑容 在工厂内进行工作 在中途还会有额外的休息时间 第三个画面则是一个个大棚之中 种植户细心地照料着每一株草药 而这样的大棚 在万象国这片地方 足足有上千亩 最后一个画面 则是金黄色的太阳下 一个个古铜色皮肤的汉子 脖子上挂着汉金 头上戴着草帽 手上不停地挥动着锄头 甚至还有着一阵阵爽朗豪迈的歌声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枫叶国人民纷纷沉默了下来 将这些场景一一截图录屏 他们被耍了 一群怒火中烧的枫叶国网友 看着直播间内的场景 是如此的宽广以及磅礴 在想了想报道频道上 齐奥比罗 别角的演技 以及根本就不敢转动的摄像头 还有好像是提前背过一遍台词的老人 稍微对比了一下 哪边的真实 可想而知 他们一个个此刻都明白了过来 所有人都如同动物园 被关在牢笼之中的猴子一般 被狠狠地戏耍了 他们回到了枫叶国的网络之上 直接爆发了出来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 已经被林默和赵南岳两个人 控制的地狱之国 这一个刺眼的标题下 是宛如画卷一般的万象国场景 齐奥比罗 枫叶国是罪人 要求政府严惩散播无良信息的齐奥比罗 出口肆意抹黑 闭口侮辱人清白 真是枫叶国的好主持人啊 煞时之间 整个网络之上都充满了 所有枫叶网友发出的东西 他们对着齐奥比罗口诛笔伐 甚至直接跑到了市政府的门口 要求严惩 枫叶国的大多数网友也明白了 齐奥比罗根本就是骗人的 甚至有推塔站的网络大神 根据齐奥比罗报道上面的那道绿营 居然千里迢迢锁定在了枫叶国的 一个偏远山村之中 并且直接发出了声明会立刻前往进行拍摄 但智者往往很少 还有人依旧在不断地反驳着这个真相 万象国的那些一定都是摆拍 我不信 没错 就连伟大的枫叶国 都没有那么多地建这样的大棚种植草药 还有那些男人 一个个下地干活 脸上还露着笑容 这不是贱吗 这些常年如同社畜一般的枫叶国国民 根本没有体会过万象国之前的生活 偏远地区叶曼草横行遍野 所有人都遭受叶曼草的荼毒 那个时候的他们吃了上顿没下顿 田地里面全都是要他们性命的叶曼草 第1460集 齐奥比罗完了 所有人每日都过得提心吊胆 生怕自己合上双眼就再也争不开了 但是自从林墨彻底地清除了叶曼草之后 他们的生活比以前好了无数倍 每天都有大米饭吃到饱 甚至还有菜 这样的生活让所有万象国的农民们都为之沉迷 他们不懂那么多 但是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是谁带来的 祝国大臣大人 在万象国谣言四起 所有人都质疑林墨的时候 这些朴实的汉子们 大声地为给自己带来的希望的国王大人 发声呐喊 在白浅儿找到他们的时候 一听到是祝国大臣林墨的安排 顿时一个个都老实的不行 十分地配合白浅儿 这也就有了之前直播间 那宛如画卷一般美丽的一幕 白浅儿听到助手说 枫叶国的网络上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 一帮人怀疑万象国这些都是转出来的假象 另一伙人则是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 怒骂那些不相信的人 在推台以及小破站等一众网站全部宣布 明天早上八点 我们万象国民情观察直播间 会在所有平台同时直播 届时 所有有质疑的人全部可以来质疑 白浅儿的话语让助手快速地点了点头 在所有的网络软件之上 全部编辑上了一条消息 浅露万象国之美丽及迅速发展 体现出万象农民之淳朴气概 揭露无脑之人抹黑污蔑 就在明天早晨八点 这则标题可以说是在狠狠地打万象国那群人的脸了 也如同在滚烫的油里面倒入了一滴水 瞬间炸裂开来 枫叶国的网友们直接在那些还在不愿意承认万象很好的评论下 留下了一句明早八点自己去看 别在这儿吟吟狂吠 西奥比罗的家中 此刻的他正一脸惨白地坐在家中 双目无神 完了 一切都完了 他的口中不断地喃喃自语 到现在还不敢相信 就在节目刚刚播出之时 西奥比罗可以说是名声大振 声名远扬 但是在被人扒出那个直播间之后 却遭到了所有人的怒骂 就连西奥比罗此刻的推塔账号 原本的已经达到千万的粉丝数量 现在直接一落千丈 掉到了几十万的粉丝量 甚至里面还有不少都是他买的僵尸粉 忽然 西奥比罗身旁的电话忽然响起 是电视台的台长 台长先生 您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西奥比罗低声对着电话 另一边的台长询问道 西奥比尔 你这次的事情太大了 现在已经没人压得住了 台长沉闷的声音响起 声音之中不带着一丝感情 对着西奥比罗说道 你的播报频道 明日开始正式取消 你自己打一番离职报告吧 电话直接挂断 西奥比罗直接无力地瘫倒在地 他现在最后悔的不是招惹了林默 而是没有一下子将舆论引导起来 否则自己必然是风口浪尖的那一个人 枫叶国炒得是如水火不说 现在由于来自许家 谢家雷家等家族展开的强力经济封禁 以及商业垄断 林默的企业以及人员已经开始慌乱起来 甚至这场风波已经在逐渐扩散向了广阳市的市面 广阳市很多家公司的业绩都是直接跳楼式掉落 他们原本都是偏向于依赖收购方的生产公司 现在几个家族带着大量的盟友 对广阳市展开了商业封禁 单单只是殃及于尺 就让他们这些公司根本就没办法生活下去了 老板 我们公司的资金只剩下十万了 明天还要给员工们发工资 广阳市一名生产企业的老板 此刻愁眉苦脸地坐在办公室 而他身旁的秘书则是对着他轻声地提醒道 我们的厂房租期还有多久 秘书翻看了一下手中的资料 回答道 我们的厂房是两年多前租的 现在距离合同的到期还有一个月 老板脸上的愁苦之色更加严重了 我们现在挤押的多少配件 大概有两千万左右的配件 那些之前收购的公司 现在根本就不搭理我们 甚至还说 要怪就怪我们在广阳市做生意 好了 你先下去吧 是 秘书转身正要离开 老板忽然再次开口说道 对了 员工们的工资一样照发 千万不要去进行拖延 秘书的眼中闪过了感动之色 点了点头 老板一脸颓废地坐在了椅子之上 默默地点燃了一根烟 手机忽然传出一道响声 这名老板无精打采地看了一眼 下一刻他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原本沉重的脸上再次浮现出了兴奋之色 感谢林默大人 手机上那条消息写的是 林默大人收购广阳市所有囤积货物 宋志兰早就知道 一旦他们实施经济风际 广阳市的大小企业绝对要受到波动 于是直接以林默的名号 发出了一条收购积押配件的事情 广阳市是林默的大本营 若是大大小小的企业倒闭了 肯定会影响广阳市的发展以及稳定 京都许家大院之中 许老爷子一脸阴沉地坐在会客厅的最上方 他的两边是谢老爷子以及雷家家主 在两人的身后 则是一众密密麻麻的小家族组长们 你们的经济风际都是吃白饭的吗 到现在广阳市还没乱 徐老爷子目光阴冷地看着在座的所有人 怒声质问道 以往的经济垄断一旦始出 所有人都会惊慌失措 最后严重地直接破产 对方也会接受不了现实 跳楼自杀 但最让徐老爷子愤怒的 就是这次的经济垄断之后 广阳市依旧是一片平稳 没有丝毫的慌乱 见到所有人都低着头不说话 谢老爷子出来打了圆场 乐雪 你先不要着急 现在国外的舆论已经发展成功 国内广阳是林默的大本营 我们想要造成经济混乱 以及恐慌 自然没那么容易 谢老爷子的话语 让徐老爷子的目光闪烁了起来 既然广阳市现在已经无法造成有效的事情了 那么就打开关于广阳的经济封锁吧 要是京东的上面的人 我们这个样子也不太好看 徐老爷子的话语 让谢老爷子和雷家家主皆是点了点头 之前对广阳进行经济封禁和商业垄断 也仅仅只是想要快速摧毁林默的产业 但是却没有想到 对方就像是一头小墙一般 除了刚开始有些慌乱外 直接就快速地稳定了下来 现在哪怕是几大家族的经济封禁再怎么厉害 那些企业也不会直接倒闭 我们现在主要的注意力和力量 需要放在万象国的经济封禁和舆论引导上面 雪儿 你来和大家说说万象国现在的情况 徐老爷子再次恢复了老太隆忠的样子 对着一旁的管家说道 是 老爷 雪儿从雪老爷子的身旁走了出来 对着在场的众人一一说道 根据之前传回来的消息 冯野国此刻已经闹了起来 所有的国民都在讨论万象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 并且李某那边好像准备了一些直播什么的 要在明天早晨开始 雪儿的话语 让在场的众人一个个思索了起来 梁九 谢老爷子开口说道 我们之前经济封禁所造成的效果怎么样 雪儿看着谢老爷子认真地回答道 在我们刚刚开展经济封禁时 林某那边就拿出了资金进行运转 所以说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第1461集 进口粮食 徐二的话语让在场的组长们一个个脸色不好看了起来 他们搞了这么多的经济封禁以及垄断 结果一点用都没有 出乎意料的是 谢老爷子好像早就猜到了一般 无妨 林某的能力很强 不要侵蚀他了 谢老爷子轻轻地开口 对着身后小家族的组长们安慰了一声 随后冷笑着说道 那些给林某投钱的人 一个个只是不知道我们罢了 我回去后会派人给他们一个教训 万象国也不要沮丧 来日方长 谢老爷子 假如 我是说假如 一名小家族的组长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对着谢老爷子问道 明日林某他们的直播真的展现了万象国的美好生活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 这名小家族组长的话语也让很多人共同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现在他们每日进行经济封禁 实则都是在砸钱 谢家等几个大的家族可能不会在意 但对他们而言却至关重要 若是一个不慎 谢家他们是伤筋动骨 但他们可就是基业直接全毁了 面对这名家族组长的提问 谢老爷子的眼中闪过一丝阴霾 但脸上还是笑着开口 好想知道各位的担心以及害怕 但是也请各位放心 根据我们的记录 万象国之前每年都要在我国进口大量的粮食 但是今年万象国的进口还未开始 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做手笔 谢老爷子的话语让所有人都是一愣 下一刻他们就反应了过来 对呀 你万象国今年是蓬勃发展 欣欣向上 但是你去年还在种植叶曼草 甚至不久前还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 你现在就算是开垦大量的田地去种粮食 也根本赶不上 还是谢老爷子高明 我等景仰 不错 这种计策也只有谢老爷子这样的高手 才能想得到了 众人的夸赞声 让谢老头站起来拱了拱手 笑道 诸位客气了 客气了 只是他眼中的寒芒 却是丝毫未解 李莫 就算不能直接杀掉你 我也要费了你在万象国的手臂 谢老头坚信 只要自己几大家族联手 上面肯定不会出手 这次的计划万无一失 一日早晨七点五时 白浅儿穿着一身休闲服 站在田地里旁的道路之上 小红 你那边的镜头已经设施调整得怎么样了 白浅儿的耳边挂着蓝牙耳机 急匆匆地对着自己的另一名助手 小红问道 浅儿姐 你就放心吧 都打电话问了好几遍了 蓝牙的另一头 传来了小红忧怨的声音 她正站在一片广阔的牧场之上 指挥着人不断地检查着周围的拍摄设备 保证在直播的时候 绝对不会造成任何牛群羊群的混乱 白浅儿挂断电话后 目光又看向了身旁的助手小绿 我们这边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得怎么样了 戴着黑色镜框眼镜的助手小绿 急忙从一旁拿出了一份单子 浅儿姐 这些都是万象国的一些特产 并且绝对都是还没从地里挖出来的 这样第一可以在直播的时候 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新鲜 第二 也可以不让民众们的内心有任何的疑虑 白浅儿点了点头 漂亮的脸上露出了对小绿的赞赏 大声鼓励道 小绿 不错 我很欣赏你 回去就给你涨工资 听到白浅儿的话语 小绿的脸上顿时就浮现出了一抹红意 整个人都被白浅儿的话语搞得晕晕乎乎了起来 对了 我们连线的所有人都提前联系好了吗 小绿点了点头 开口轻声说道 所有的嘉宾都已经询问好了 其中还有一些世界巨星 只要我们等下开播 随时就可以和他们进行连线 白浅儿的脸上露出兴奋之色 大声道 开播 枫叶国 一名名网友坐在电脑或者手机之前 看着手机上七点五十九的时间 内心默默地念叨 快把真相拿出来给这些傻屁看看 快露出你们的真面目吧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手机上的五十九忽然跳动 随后归零 八点 原本还是一片黑屏的直播间 此刻忽然亮起 直播间中的画面是那一望无银的草原牧场 成群结队的牛羊正在徘徊 吃草 十几秒后画面再次跳转 一脸微笑的白浅儿出现在了直播之中 随着白浅儿的亮相 屏幕之上开始弹出了密密麻麻的弹幕 浅儿女神 快把万象国真正的样子给这群傻叉看看 真是气死老子了 证据都摆在眼前 一个个还不行 摆派全都是一些摆派罢了 就是 林默和赵南月那两个家伙 为了利益居然弄出这么大的摆派 有人清醒 自然就有人愚蠢 在无数的让白浅儿打醒那些人的评论中 自然夹杂着那些依然不信万象国正蓬勃发展的人 他们还沉浸在齐奥比罗的那个节目中 老人下跪 让枫叶国出兵的那一幕 白浅儿的脸上带着微笑 对着屏幕说道 大家的争论我们一直都是知道的 为此我们在这几天也一直做了很多的准备 接下来 我会为大家呈现出万象国各地的生态 以及居民的生活状态 也希望若是实在有不幸的观众们 可以来万象旅游一边 白浅儿的微笑解释 让屏幕上的弹幕再次暴增 甚至在这弹幕的海洋中 已经开始卡顿起来 推塔运营的后台 一名员工站起身 对着组长说道 组长 万象国那边的直播间 人流量暴增 线路已经快满了 这么快 组长的脸上露出一抹惊色 随后大声说道 把现在能调动的路线 全部调动到万象国直播间去 一定要维持直播间稳定 年底给大家的年终奖 参与凡 各个有白浅儿直播间的平台 一个个都在疯狂地增加线路 现在一旦黑屏 那么自家平台的名声 可就彻底臭了 浅儿女神 你身后那个老婆是干嘛的呀 浅儿 快看看你身后 我就说 万象国所有的一切都是百拍 那么大的老人下地干活 露馅儿了吧 弹幕忽然地一致 让白浅儿看向身后 白浅儿带着疑惑的眼神 回头看了一眼 顿时就明白了他们的反应 几名老人正拎着一些带子 向着白浅儿的方向走来 白浅儿转头对着直播间 展颜一笑 解释地说道 这几个老婆手里拿着的 都是一些草药 根本就不成的 一群喷子顿时又窜了出来 不可能 这肯定都是你们隐瞒事实的借口 我才不信呢 除非你让我们看看 这奶奶的 怎么就你们不信得多 小嘴跟抹了粪一样 巴巴个不停 就是 没见人家白浅儿 都自己过去给你们看那些带子了 直播间内各方人马的交战打得火热 一群人原本只是不相信 现在已经变成看见什么喷什么了 反正就是要把万象国说成一个已经堕落了的修罗炼狱 几位大伯 你们这拿的是什么呀 白浅儿来到了几位老人的身前 好奇地问道 几名老人看到白浅儿百里透红的肌肤 和他身后跟着的摄像师 顿时就明白了 这就是村里人说的那什么直播 小丫头 你就是驻国大臣大人找来的宣传大使吗 一名老人走上前来 对着白浅儿一脸慈祥地说道 第1462集 草药 没错 没想到就连大爷您都知道这个事情啊 白浅儿点了点头 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在这种偏远地区 他之所以那么方便 就是因为林末的身份 大伯 您几位现在是要去干嘛 白浅儿的目光看向了几人手中轻松拎着的麻袋 一名老人对着白浅儿笑着说道 小女儿 我们现在是要去把这些草药送到回收站去 一名大爷将手中的袋子打开了一些 一股浓郁的药香味从中传出 白浅儿感觉自己的精神一震 原本昏昏沉沉的头顿时就精神了起来 好神奇啊 大伯 你们这种的都是什么草药啊 就在白浅儿询问几位老人时 摄像师也赶忙将镜头对准了老人的麻袋之中 麻袋之中 苍翠欲滴的草药们层层叠叠地堆在一起 老人们担心路上的袋子会将它们枯萎 还撒上了淡淡的一层水雾 直播间内的所有网友们顿时一个个讨论了起来 这个看上去就好新鲜啊 一看就是刚摘下来的 那些说老人家干苦力活的下头难案 都给老子站出来 这些都是什么草药啊 主播快科普一下 我才不信呢 这就是摆拍 除非给我邮寄一带过来 不要到负 楼上的地址给我 我把珍藏的五不蛇给你发过去 老人听到白浅儿的疑惑 满是皱纹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骄傲之色 他伸出苍老的手 从麻袋之中拿出了一株放在手中 开口说道 这个是南河 按照你们的话来说呀 就是一个超级升级版本 不仅仅可以提神醒脑 揉碎后还可以止血消毒 煮汤可以清热去火 老人说完之后 将手中的那一株递给了白浅儿 小女孩 这个就送给你了 我们还要去回收站 中午来家里吃饭 我们家还种了好几种草药来 老狗 你家里才种的多少呀 我家十几种 都不好意思说话 几名老人吵吵闹闹的向着远处的回收站走去 可能在城市中娇生惯养的人看来这样的生活可能会很累 但是对于他们而讲 能有这样的生活已经是睡觉都能笑醒的了 当初他们遭受叶曼草的压迫 种植只会获得一点点的钱 自己的家人们根本就吃不饱 就连衣服都是好几年才能换一件 但是现在自从祝国大臣到来之后 直接彻底铲除了叶曼草那块毒瘤 并且还帮助自己等人种植田地 粮食水果蔬菜还有草药 甚至只要你种出来回收站就给你收 所以他们根本不担心 自己会再次过上鸡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就连孩子也不用担心 没钱去上学和买书了 看着几名老人离去的背影 和那洋溢出来发自肺腑的开心 白浅儿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笑意 将手中的草药递给了一旁的助手 大家也看到那些老人的神态已经表现了 至于是不是庄的 白浅儿没有把话说完 有的话也是不需要说完的 这场直播早就已经不是只有 枫叶国和万象国的网友了 影响力之大 甚至已经扩散到了全球的所有网络上 一亿五亿十亿 恐怖的人流量还在不断地迅速增加 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局势 那些说我们万象成为地狱的人 一个个看清楚了 在祝国大臣的带领下 我们好得很 一名万象国的子民发出了一条弹幕 这些天他都被那些其他国家的传言给气死了 我们万象国好好的 谁敢说我们不行了 我的天哪 不是说万象国早就被夜曼草侵袭 成为一个人间炼狱了吗 大哥 你那都是多早之前的消息了 你去看看枫叶国的论坛 好漂亮的环境啊 不是说已经被夜曼草横行了吗 在哪儿呢 一条条弹幕出现在了屏幕之上 白浅儿的脸上露出了浓浓的笑意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直播间的主播白浅儿 大家之前所听说的万象国被夜曼草沦陷 和已经被祝国大臣掌握的消息 我可以在这里和大家正式地进行辟谣 那些消息全部都是虚假的 京都许家大宅 徐老爷子正在喝茶 谢老爷子坐在他的身旁 看着手机上的画面 现在林墨已经把影响力扩散到最大了 你到底还在等些什么 谢老爷子的皱眉询问 让徐老爷子微微地转过了头 轻声说道 急什么 这种没有脑子的家伙呀 就是一把双元剑 我们完全可以过一会儿 让人引导一步 到时候这些家伙 就是解决掉林墨他们最好的武器 徐老爷子充满自信的话语 让谢老爷子的面色稍微安静了一下 但内心还是充满了不安 两人商议之时 白浅儿的镜头来到了一旁的农田之中 一位位上身赤裸的汉子正抡着锄头 在田地里忙活 各位 现在这里就是最新开辟出来的农田 专门用来种粮似的 白浅儿指了指不远处堆成一堆的种粮 对着镜头说道 他们都不怕累吗 这都是人家的日常了 楼上一看就没下过地 放屁 老夫十八岁就开始在田地里耕种播种了 十几年从未前断过 休要侮辱我清白 若若地问一句 楼上是不是在开车呢 这还用怀疑啊 兄弟 跟我们走一趟吧 此刻的直播间中 大多都是欢乐耍宝的弹幕 那些辱骂 说百拍的评论 刚刚出现就会被直接冲没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村里人自己种植的水果 有苹果 梨 芒果等等 白浅儿的手指指向了一旁的一个果园之中 摄像师十分有眼力地 抬起了摄像机 靠近了过去 早晨的雾水 让这些水果的身上 都沾染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水珠 硕大的果实 在我身之上 十分的整洁完美 没有一丝一毫的虫柱痕迹 大家看这些水果 都是十分的完好 我估计把这个果棚翻过来 都不一定找得到虫子 大家想不想知道一下 这是为什么 白浅儿将一个数大的芒果垫在手中 脸上带着笑意 看着镜头询问道 主播快说吧 不要再卖关子了 二十年的农业专家表示 这绝对不可能是喷散了农药的水果 不错 水果上面根本没有任何农药残留的痕迹 看上去十分的清新 而且这还不是一个 果棚里面几乎个个都是这样的 弹幕们一个个大喊着 让白浅儿赶紧从实招来 虽然白浅儿看不到弹幕 但是看到摄影师悄悄笔的手势 顿时就明白了 祝国大臣林墨所建造的回收站 完全是以百姓的利益为起点出发 回收站所回收的 可不仅仅是一些草药粮食 甚至你有虫子他们也回收 五条虫子就可以换一个棒棒糖 九条虫子可以换两个 传言回收站里面的治监官 就喜欢又肥又胖的虫子 所以这些果棚以及田地里面 每天一到放学时间 就会被孩子们席卷 白浅儿的话语 让所有直播前的观众们 都是一愣 他们刚开始还以为 会是什么村子里 祖传下来的秘方呢 没想到居然是用人力 来进行简单直白的清除 不过看看直播间里面 又红又大的苹果 再看看自己手中 不仅小还有蛀虫的苹果 一群人不由自主地 咽了一口口水 第1463集 林墨连线 主播 要不你问问 这些水果卖不卖啊 是啊 浅儿女神 就当成是粉丝福利 帮我问问吧 我眼馋那个芒果 好几分钟了 实在是太诱人了 摄影师朝着白浅儿 挥了挥手 后者赶忙走了过来 当看到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弹幕 都在说让自己问问能不能卖时 白浅儿的脸上顿时失笑 自己还在想着 怎么对农产品带货呢 结果这直接就送上来了 都不用自己开口了 大家不要着急 我去和村子里面的人商量一下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是可以的 白浅儿的身影离开了镜头 看了一下林墨之前给自己写的报表 白浅儿将这张报表放在了镜头之前 开口说道 这是我们根据和村里人商量之后 得出来的价钱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私聊我 然后备注要什么 需要多少金 当直播间内的观众们 看到白浅儿贴出来的价格时 一个个都惊呆了 不是因为白浅儿卖的多贵 而是他卖的实在是太便宜了 一斤苹果才卖一块五 芒果那么大 外面最起码一二十一斤 他就买八块钱一斤 顿时一个个观众们 都压抑不住自己的清晰 直接打开了私聊界面 输入了自己要多少 以及收获地址在哪 白浅儿不断地向着果棚里面走去 介绍着其他的水果 果棚很大 种植的水果也是千奇百怪 之前说的只是前面的几种 忽然 白浅儿的脸色微微一变 随后战言说道 各位观众朋友们 那么 就让我们来欢迎 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吧 嘉宾 今天怎么还有嘉宾啊 难道是邀请那个国际巨星前来 莫非是我的偶像柯老大 就在所有人都还在进行猜测时 原本只有白浅儿一人的屏幕 陡然变成了两半 另一边刚刚开始是黑屏 还隐隐约约的有声音传出 太子 你压的手拿开 挡到摄像头了 一身白色休闲妆 身形挺拔面容俊朗的林墨 出现在了另一边 各位上午好 当林墨出现后 整个直播间顿时炸开了锅 这就是你们抹黑的对象啊 那些黑子呢 都裹出来 哇 这位是祝国大臣啊 好帅好年轻 我愿意被他骗 我是林墨大人的狗 楼上怎么回事啊 好丢人 林墨的脸上带着淡然的微笑 目光看着镜头 想必各位也知道 我们这位大帅哥的身份 华夏武蒙镇月使 华夏医圣 万象国祝国大臣 林墨先生 白浅儿的声音 让林墨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无奈的笑容 随后平和了下来 林墨的脸色逐渐严肃 目光笔直地看着前方 开口说道 诸位 我现在以万象国祝国大臣的身份 正式宣布 万象国将会对所有散播谣言 抹黑污蔑万象国 及万象国高层的人员 发出吕诗涵 并且彻查此事 林墨的目光 让所有观看直播的观众们 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哆嗦 不是他们太怂了 实在是现在的林墨 实在是太有威严了 将洋洋洒洒的官话讲完 林墨脸上再次浮现出了微笑之色 诸位不必拘谨 刚才只是对那些暗中抹黑万象国人的警告 诸位若是有寇 也可以来万象国 感受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 以及各种美食 林墨的轻声笑语 让刚才还安静下来的弹幕再次暴动 林墨大人 我要跟你生猴子 林墨大人 我去万象你可以来接我吗 林墨大人 我们支持您 清一色地支持林墨的评论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林墨从哪搞来的水军呢 大家实在是太热情了 想必大家也知道我的主业 医生 林墨的话音落下 弹幕再次变动 对对对 医生嘛 医生和医生傻傻地分不清楚 别人学医是当医生 林墨大人学医是当医生 弹幕上的耍宝 让林墨的嘴角勾勒出一抹笑意 随后轻声说道 现在大家常年做着工作 腰肌劳损 腰间盘突出 颈椎病等等横行 于是我根据每个人的身体 研究出了一套适合大众的体操 不能说用了之后直接摆编不侵 但是一般情况下 可以收尽活苦的 直播间的观众们 听到林墨的话语 一个个都震惊了起来 我天哪 林墨医生都这么说了 看来是真的有用 卧槽 奈何本人没文化 一句卧槽走天下 我一个社畜常年坐在那里 每天都是腰疼脖子疼 求医生自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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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弹幕就差说俺也一样了 齐刷刷地求医生自体操 大家放心 我今天穿着这身衣服 就是为大家演示的 大家可以把手机打开录屏一下 或者后续我也会发到网上 供大家学习 说完之后 林墨的手臂微微抬起 以海浪般的波动抖动了起来 整个人的身体也上下抖动了起来 随后 林墨的手和脚不停地接触 放下 抬起 放下 抬起 所有蹲守在直播间前的观众们 一个个顿时呆若木鸡 看着专心致志的林墨 三个大大的问号 在他们的头上蹦出 这真的是体操吗 而且 为什么还有热血的配音呢 十几分钟后 体操结束的林墨 微微地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还好今天特地换上了一身 休闲的练功服 果然 自己这种结了婚的男人 已经老了呀 林墨看了一眼 太子手中的屏幕 开口说道 这套体操 虽然可能会有点消耗体力 但长时间坐着的话 可以试一试 并且我将它的名字 称为华夏一个 医学古籍的名字 本草钢木体操 整个直播间内 煞时安静了下来 一时之间竟然无人说话 两久之后 一条孤零零的弹幕出现 满朝文武 竟无一人敢言 原本安静的界面 再次山呼海啸的弹幕 奔涌而出 这 真的有用吗 有用吧 再怎么说 也是一胜创的 可我为什么觉得 这么奇怪呢 我也觉得 一群面色奇怪的观众们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原本他们还想着 看完之后 直接站起身来 做一套试试 但是 看着那个羞耻感 爆棚的体操 所有人默默地 放弃了内心之中的想法 在不舒服和社会性死亡之间 他们选择不舒服 林默看着屏幕上的弹幕 脸色平稳 一言不发 自己这是造福全人类 不丢人 太子 接下来你去做 三变之后换小黑 原本还在偷笑的太子 脸色直接一炯 而一旁吃着糕点的小黑 眼神一亮 猛地点了点头 差点被自己口中的糕点 呛死 林默一脸无奈地 递过去了一杯水 这孩子 怎么看上去傻糊糊 不太聪明的样子 太子一脸苦笑地 走到了镜头的面前 跳起了林默刚刚跳的 本草康木 那脸上的苦涩 都快喷出来了 另一边的白浅儿 见到林默开始跳操的时候 脸上就带着淡淡的笑意 到了后面 看到林默下去 太子上来时 差点就要绷不住了 白浅儿真的想说一句 自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一般情况下 肯定是不会笑的 但是真的忍不住啊 就在整个直播间 都处于欢乐的气氛 就连那些骂声 以及抹黑的声音 都直接被所有人给无视了 第1464集 京城明珠来线 白浅儿原本眼角都渗出眼泪的表情变换了一下 然后开口说道 那么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 大家可以猜一猜是谁呢 白浅儿的话语一出 太子的面色陡然轻松了起来 整个人直接化作一道残影 离开了镜头 他已经在思考到底是火星适合居住 还是水星适合居住了 林默重新回到了镜头之前 脸色平淡 嘉宾的名单是自己拟定的 他自然是知道下一位连线的嘉宾是谁 一个小窗口出现在了林默窗口的上方 一片黑色的窗口让所有观众有些疑惑 这是怎么了 之前林默出场也是一片黑 怎么这么出场也是一片黑啊 这又是哪路大神啊 快让我膜拜一番 稍微有点期待了 为什么我感觉这个窗口的黑和其他好像不一样啊 这条弹幕的出现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他们的目光牢牢地盯着那个小小的窗口 忽然在那黑暗之中涌现出了一抹赤红色的光芒 一条条红色的光芒在黑暗之内出现 汇聚最终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图案 在那图案之上还有着几个大字 京城明珠 金黄色大字浮现在黑色的屏幕之上 在金黄色的大字下方 还有一个画风非常精美的高塔 我觉这是京城明珠的出场 京城明珠是什么 为什么你们这么激动 京城明珠好像是华夏最具代表的电视台了 在所有人都纷纷震动之时 一个相貌可人的少女出现在了窗口之中 大家好 我是京城明珠的实习主持人南冰啊 少女的一番礼貌性的招呼让网友们纷纷重见 哇 老夫的少女心 这位姑娘 你也不想你的 楼上的窝国网友请住嘴 一名成熟知性的女人迈步缓缓走了过来 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京城明珠的主持人 纳兰明珠 她的谈吐以及气质 纷纷让网友们举其呐喊 这就是被称为京城公主的纳兰明珠小姐吗 我是纳兰明珠小姐的狗 楼上的 刚才说白浅二小姐的狗的也是你吧 三姓夹奴 放屁 我才是南冰二小姐的狗 没有去管网友们的争吵 林墨的表情也严肃了下来 她嘴唇张开 对着纳兰明珠轻声说道 纳兰明珠小姐 我以万象国驻国大使的名义 向您问一个问题 可以吗 纳兰明珠没有丝毫惊讶 毕竟早就在私底下联络过了 这是自然 万象国自古以来作为华夏坚实可靠的盟友 华夏将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回答 京都的许家大宅 正在观看直播的两个老头子 内心逐渐升起了不安 他们的内心不断地祈祷着 千万不要像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模样 林墨的声音依然稳重 土字清晰 保证所有网友可以听懂 万象国作为华夏的盟友 自然是深感荣幸 但是我想要询问 如今万象正在改革发展 叙事待发之中 按照双方的友谊合同 万象国每年会出大量的万象通报 购买华夏的产量 实在是缺少足够的粮食 并且万象国每年都在华夏 进口了70%的食物 那拉明珠对这些话语 点了点头 认同了林墨的话 那么万象国想要知道 今年的购买虽然还未开始 但却已经接近 万象国作为华夏的盟友 一直都是十分信任 华夏这个礼仪之棒的泱泱大国 但是今年 却陡然遭遇了国内动荡 所以万象想向华夏方面 提前进口500吨的产量 万象也知道 这个要求十分的为难华夏 所以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 涨价十分之一 林墨的话语说完后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虽然你说的话 都是为了万象国好 但是你一个华夏人 在这儿一口一个我万象国 一口一个华夏大国礼仪之邦 一时之间 观众们纷纷再次无言 纳兰明珠面对林墨的问题 好似认真地思考了很久 再次抬头说道 贵国的先王曾和华夏永修同好 加德烈陛下执政后 也适合华夏联盟的态度 并且还聘请了 我国武盟最强天才林墨 作为镇院士 所以我国决定 可以接受万象国提前购买 粮食的要求 至于十分之一的提价就不用了 华夏泱泱大国 永远不辜负自己的朋友 这就是华夏泱泱大国的魄力吗 是啊是啊 要是我估计涨价一半才会卖呢 兄弟们 请问移民华夏需要什么东西 弹幕之上一个个都开始羡慕起来 纳兰明珠的脸色平静 继续开口说道 并且华夏会尽量保障两国的往来 同时 任何所有想要破坏华夏 与万象友好关系的 将受到华夏法律的制裁 纳兰明珠的最后一句话 已经带上了一点冷意 许家大宅 此刻许老爷子手中的手机 已经摔落在地 说者无心是不是真的 他们不知道 但是听者有意 这句话明显就是在警告 他们这些世家大族 一个个的老实一点 若是破坏了两国的邦交 你们就等着法律的制裁吧 徐老爷子此刻面色铁青 双目之中蕴藏着无穷的怒火 京城明珠的出现 也就代表了华夏的意志 自己等人若是真的还干那种事情 就只有一个下场了 被狠狠地碾压而死 凭什么 他一个坠婿 凭什么都有这种力量 一旁的谢老爷子面色也是难看 这下子所有的功夫都白费了 甚至还前前后后 白白地花费了一百多个亿 老爷 我们派出去的人 全部被撵了回来 外面传来了管家焦急的声音 这一切 早就在刚刚看到京城明珠出现的那一刻 两人就猜到了 没事没事 徐明至少把夏末早茶拿到手了 徐老爷子强行地压抑着自己的怒火以及憋屈 他实在是害怕这股情绪要是爆发出来 自己指不定就要直接过去了 到时候将徐家交给这群废物 徐老爷子也不放心 就在他的怒火已经逐渐压制下来后 旁边的管家贴在了他的耳边 老爷 徐明少爷传来消息 说他被困在了排阳室 合同现在根本就寄不回来 随时可能被李莫再拿走 管家的话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徐老爷子双目一瞪 一口腥田涌上喉咙 一口血雾喷洒在了空中 徐老爷子顿时面目惨白 气弱油丝 吓坏了两人 来人哪 老爷出事了 好的 非常感谢京城明珠的连线 期待我们的下次连线 屏幕上的纳兰明珠点了点头 随后就直接断掉了连线 那么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第三位嘉宾 白浅儿的语气中透露着兴奋之色 哇 主播这么兴奋还是第一次 刚刚前面两位出现都没这么开心 是啊是啊 难道这次是什么大任务出场吗 浅儿女神 我愿意当下一位嘉宾的狗 楼上的社畜请住嘴 白浅儿的手指 轻轻地点在了屏幕上的连线上 下一刻 又是一个屏幕 出现在了林末的上方 所有人都秉息宁神地 等待着下一位嘉宾的出场 小小的屏幕中 短暂的黑屏之后 出现了一道身影 一袭白色古风长裙 精致的长发皮肩 宛若一位故事中走出的仙女 第1465集 白荣若出场 各位上午好 我叫白荣若 白荣若轻薄的红唇微微张开 轻声说道 弹幕在经历了短暂的消失后 下一刻再次出现 白荣若的身影刚刚出现 整个直播间内就直接炸开了锅 她的脸上带着点点微笑 看着镜头 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嘉宾 白荣若小姐 白浅儿带着笑意 看着自家姐姐 想要说些什么 却发现姐姐的注意力 根本不在自己的身上 白荣若的目光 一直悄悄地聚集在林墨的身上 根本就没有去理会 自己妹妹的意思 兄弟们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啊 爱情快快到来 寡人封你为王 快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你们看 白荣若仙子的眼睛 一直盯着林墨大人看 这个弹幕一出 所有人顿时惊呆了 他们一个个认真地 向着白荣若的双眼看去 果然 发现他的眼睛 一直都在敲咪咪地 盯着自己下面的林墨 不对劲 这很不对劲 三分钟之内 寡人要看到所有情报 来人 震的情报呢 网友们一个个都发现了事情不简单 甚至有的人还编出了一个堪比聊斋的故事 看到弹幕上的内容 白浅儿的眼中闪过了一丝郁闷 怎么自己姐姐一出场就看着林墨呀 自己这个妹妹在她的眼里就这么没有地位吗 赶紧拿出手机 在镜头外面给白荣若私发了一个消息 屏幕上原本呆呆的白荣若脸色变了一下 随后好像看了什么东西 白里透红的脸颊之上迅速地爬上了两抹红月 自己居然在这么多人看着的情况下这么失态 简直是丢死人了 各位我这边还有一些事情就先走了 白荣若的话语响起 随后目光不做丝毫掩饰地看了林墨一眼 她的目光中带着太多的情绪了 高雅洁白以及那隐藏最深的说不清道不明 观众们一时之间 全部被白荣若的眼神深深地迷住了 他们仿佛感觉到 那个宛若仙女般的女子就在自己身前一般 这一眼好似能够说完这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阴晴圆缺一般 整个屏幕之上 此刻居然只有零星的几条弹幕 并且弹幕之上写的还是 有生之年居然还能见到这样的场景 这辈子值了 若是一定要加上一个名字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一眼万年 那一眼 仿佛将自己所有的故事全都说了出来 也看懂了所有的东西 当你点开评论之后就会发现 这些评论的全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学家 甚至大多都是一些凭借着爱情题材 拿到世界文学奖项的老学鸠 他们此刻一个个热泪盈眶 因为他们好像真的看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爱情故事中的女主角 林默的屏幕也陡然消失 只留下了白浅儿一人 退出直播的林默一脸无奈 自己一个有父之夫被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被这么看着 谁受得了啊 看了一眼之前拟定下来的名单 林默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笑意 接下来的场合交给白浅儿就够了 而自己则是准备收尾工作了 京都谢家 回到谢家的谢老爷子面色阴沉地坐在椅子上 谢兴国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看着父亲的模样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谢家杀了林默这么多次 结果到现在 后者不仅没有一点事情 反而越来越厉害 谢家现在甚至都没有丝毫办法 广袤无垠的海面之上 几艘巨轮正行驶在海面之上 他们的旗杆之上 飘扬的是海外鸿门的旗帜 一名中年男人站在船头的位置 眉头紧皱地看向了海面之上 船长 您在这儿看什么呢 另外一名男人走了过来 将手中的瓶装水递给男人 笑着问道 船长常年风吹日晒的苍老面旁之上 是止不住的担忧 我的心里总有一股不安的情绪 船长的眼中透露着担忧之色 他在海上行驶了几十年的船 靠的就是自己的第六感 但是今天他的第六感却在不断地跳动 并且眉心也一直隐隐作痛 回头看了一眼其他的几只巨轮 这些都是鸿门派出支援广德堂的物资 足足有着三十吨之多 这次的门主对于林默十分看重 不仅授予了广德堂堂主的职位 甚至还调动了门内的物资 派遣了三十吨的各式各样的物资 让众人押运到大区连省交给林默 并且这几只巨轮上还有五吨香料 若是普通的香料 也不至于让船长如此担忧 但这些香料之中包含着龙咸香 藏金花等等各种昂贵香料 单单一千克就能卖出上万枫叶币的价格 巨轮之上足足有五吨香料 若是卖出去 最起码也价值上千亿的枫叶币 甚至还有其他的物资 哎呀 船长 您就是太担心了 咱们挂的可是鸿门的旗帜 哪个不长眼的 敢来袭击咱们呢 不要命了 副船长的话语 丝毫没有让船长内心的不安减少 他拿起了对讲机 直接开口说道 各位各位 从现在开始进行一级戒备 要望手把眼睛擦亮 若是这一次能够顺利抵达大学联手 我这个做船长的 亲自去请使广德党等主 给兄弟们加钱 船长的话语 让所有船员的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一个个的就连擦甲板的时候 都显得格外用力 半个小时过去 海面上依然是风平浪静 但船长内心的不安 却逐渐增加得更加厉害 看了一眼现在的位置 以及航海图 自己等人正静止地 向着万象的方向驶去 照这个路程 最起码也还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到 就在船长刚刚低头时 对讲机中 瞬间传来了瞭望手的声音 报告船长 在东南六十度方向 有海盗 瞭望手的声音 一字之诗 却是微不可闻 下一刻 医生身体和甲板碰撞的声音响起 船长扭头向着 瞭望杆的位置看去 瞭望手已经血肉模糊地 躺在了甲板之上 他的额头 还有一个血色小洞 十分清晰 船长的脸色剧烈变化 拿起对讲机大吼了一声 有海盗 全体警戒 船长快步地跑到了 瞭望手的身边 没有顾及鲜血 直接拿起他身上的望远镜 船长看向了 瞭望手所说的东南方六十度 果然 一群头上戴着红色围巾 骑着摩托艇的海盗 正快速地向这里赶来 老王 你现在立刻带着人 从后面坐快艇离开 去找广州汤林伯大人 船长的目光 看向了身边 同样面色紧迫的副船长 快速地 副船长的面色露出错愕 但是看着船长的面容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快速地向着巨轮的后面跑去 这是目前最有用的办法了 这片海域的磁场混乱 根本就发不出任何消息 而这帮海盗明显也都知道这个消息 特意在这里等着 船长看着越来越近的海盗们 转身来到了船上的一处消防柜之中 从里面摸出了一把AK 根据法律 像他们这种纯运输船 是不能携带任何武器的 并多聘请一些护航舰队跟随 但他们是谁呀 鸿门的运输舰 若是真的干什么事情 都不带武器 早就死了 兄弟们 一帮吊海盗 就敢来抢咱们 让这帮别孙看看 咱们到底是不是吃素的 第1466集 前来救援 乌泱泱的快艇 直接分为三个梯队 朝着三艘巨轮包围而来 正当所有人 都想着要大杀一场的时候 在快艇的身后 出现了两艘战舰 战舰上的主炮 已经对准了巨轮 只要他们有什么异动 就直接开炮 船长原本还有些 希望的脸色一阵变换 最后拿起了对讲机说道 所有人放弃抵抗 等待救援吧 船长放下手中的对讲机 脸上充满了苦涩之情 他这一刻 多么希望这个鸿门 特意开发出来的对讲机 在磁场混乱的环境中 概括的不再是500米 这点距离之外 消息根本就传递不出去 船长的目光望向了 身后远处海面上的 一个小黑点 自己现在所能做的 就是尽量替他们拖延一点时间 否则 等到鸿门的总部 得知自己等人失踪的消息 最起码也要半个月之后了 到了那个时候 所有的一切都完了 小黑 看好了 攀阳市五盟的练功室内 林默看着一脸认真的小黑说道 随后林默的目光 看向了面前悬挂着的纱带 在纱带的背后 放上了一个玻璃瓶 思索了一下 林默又将这个玻璃瓶 换成了一个塑料瓶 玻璃瓶若是打成残渣的话 不怎么好清理 小黑面容期待地 看着自己的老师 期待着他的教学 林默的胳膊缓缓抬起 看上去有些白嫩的胳膊 宛若蛟龙出海 瞬息之间就击打在了沙带之上 一道响声响起 林默将沙带背后 已经破了一个大洞的瓶子 拿了下来 小黑看着老师递来的瓶子 放在眼前仔细地观察着 塑料瓶上面 出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破洞 哇 老师好厉害 看着小黑崇拜的模样 林默一阵失笑 轻轻地揪了一把小黑 还有一点婴儿肥的脸蛋 正要说些什么 练功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 面色有些严肃的汪老三出现 林默大人 您跟我来一下 有一些事情 看着汪老三的样子 林默点了点头 揉了揉小黑的脑袋 林默交代道 小黑 你在这好好训练 到时候爆打太子那个狗东西 嗯 知道了 师父 林默跟着汪老三走出了练功室 一旁角落里面的太子 面色复杂 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呀 怒火中烧地看了一眼不远处 努力挥拳的小黑 太子一巴掌胡在了沈非凡的肩膀上 认真点 你胳膊都下垂这么多了 还练个锤子的拳呢 沈非凡神色沉重地点了点头 纵然额头之上全是汗珠 但他依然将已经颤抖的胳膊 勉强抬高 击打在身前的沙包之上 他在弥补自己之前的花天酒地 纸醉金迷 林默跟随汪老三来到了他的办公室 刚刚进入 就看到几名披头散发 衣衫褴褛的男人 站在办公室内 这几个人说 自己是海外鸿门的 一定要见你 汪老三指了指站着的几个人 对着林默说道 他的精神看上去很不错 并且整个人都轻松了一大截 五盟培养的人员 已经可以上手五盟的事务了 所以汪老三这个会长 现在除了处理一些大事之外 再也不用去熬夜通宵地干活了 那几名衣衫褛褛之人看到林默后 顿时情绪激动了下来 我等是鸿门 为广德唐押送物资的人员 我们运送物资在半路上的时候 出现了一伙海盗 船长知道我们肯定是打不过那些海盗 于是就让我们几个 前来寻找唐主您的帮助 求唐主救救船长他们吧 副船长浑身脏兮兮的 跪在林默的身前疯狂地磕头 不必如此 先起来吧 林默搀扶起了跪在地上的副船长 眉头轻轻皱起 前两天 安特使确实给自己来信 说鸿门调动了三十吨物资 乘坐巨轮向着自己这里出发 但是没想到在路上居然被海盗劫持了 你们是在哪里被劫持的 西洋的海上 比较接近西万象群岛 林默点了点头 对着门外喊道 来人 把这几位客人带去洗漱一番 并且尽量完成他们的要求 说完后 林默转身看向了衣衫褴的副船长 轻声道 你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现在去休息吧 剩下的交给我吧 看着林默 那名副船长点了点头 十分地信任林默 事实上 林默的名声在鸿门之中早就传开了 二十多岁的宗师级强者 这一点便足以让那些六七十岁 还未突破宗师的家伙吓了一跳 看着几人都走了出去 汪老三用询问的目光看向林默 林默转身将门关上 看向了汪老三 汪会长 你听说过西万象群岛吗 听到林默的询问 汪老三的脸上露出了思索之色 良久他才缓缓地开口说道 听说的是听说过一点 西万象群岛属于西洋公海之上 上面岛屿众多 并且势力鱼龙混杂 很多简薄的人的交易都在上面进行 好几个国家数次想要覆灭 但他们就好像能够提前得到消息一半 早早地撤离 那些国家每次花费巨大代价 销毁的也仅仅只是一些房子而已 久而久之 所有国家都对西万象群岛视若无睹了 大国都是会有想法 可是那个地方的周边都是小国 一旦大国说出想法 不管是不是真的 小国都会担心害怕 时间一长 西万象群岛也就成为一个 不法物品的交易之地 鸿门的货物 估计就是被上面的加勒海盗给抢了 汪老三说完之后 喝了一口水 润了润自己的嗓子 正当他再次看向林墨时 却发现后者正用奇怪的目光看着自己 汪会长 你以前是做情报部部长的吗 林墨的眼中充满了怀疑之色 甚至在想汪老三是不是别人打入的卧底了 不管是海防市 还是西万象群岛 这家伙虽然不能说得很精准 但也是说了个差不多 这能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吗 这位师大人 这点个人爱好而已 小事情 小事情 在林墨狐疑的眼神之中 汪老三尴尬地笑了笑 不过这位师大人 我其实不建议您去西万象群岛的 汪老三的表情严肃了下来 在自己的抽屉中翻找了一番 找出了一份海图摆在了桌子上 林墨大人 西万象群岛地处西洋深处 先不说他们的实力怎么样 你身为武蒙之月时 若是孤身一人前往的话 所有人都会担心 但若是我们派遣部队为您护航 估计在你岛之后 只剩下两个小楼楼了 汪老三的手指 在海域图上的一块 距离大陆很远的地方圈了一下 西万象群岛的位置 距离大陆最起码也有上万海里 这些距离一旦出了什么事情 根本就是原水救不了近火 但是我必须前去 我是鸿门广德堂堂处 现在我的物资丢了我自己都不管 到时候我这个位置 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坐下去了 林默的话语让汪老三点了点头 继续开口说道 你要是去的话 我也为您规划好了 汪老三从下面拿出了一份名单 上面有着四个名字 林默看了汪老三一眼 眼中带着夸赞之意 不愧是能当上会长的男人 果然什么都能想到 仅仅只是和那几个人交流了一番 就为林默准备好了 第1467集 交谈 汪老三将手中的名单递给林默 开口说道 慕容家家主慕容海总是强者 还是您救回来的 可以用 太子 这个我就不用说了 您的人 还有那名副船长 带上他 立于我们行使 还有海防冲副会长 何二 此人为人处事原话 可以减免很多麻烦 汪老三将为什么会选择他们的原因 一一说了一遍 五个人登岛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麻烦 顶多花点小钱就上去了 林默看着名单上面的内容 总是感觉有一股怪异之感 为什么自己感觉 这就是在去打副本呢 思索了一下 林默将名单放下 对着汪老三轻声说道 你的这个安排 可以说是十分的完美了 但是有的时候 越完美的安排 漏洞越大 那伙人肯定看到了 船上的鸿门船只 若是我猜的没错的话 这一次的后面 绝不止海盗抢劫这么简单 这次 我孤身一人前去即可 林默的话语 让汪老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为难之色 林默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指尖轻轻地触碰在了桌角的地方 原本的桌角 宛若被无上力气直接削断一般 接口十分的光滑 宛若本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一点扎手之感 汪老三的眼神中浮现出震撼之色 若是林默拿着剑或者武器做到这样 他倒是不会惊讶 宗师境界的实力应当这般 可林默现在的力量 光是手指轻轻一碰 就能做到拿武器的地步 林默的实力已经不知道 到了哪一步了 林默语气平淡地向着汪老三说道 此去西万象群岛 若是顺利 我会拿回物资 以及试着掌控那里 若是不顺 那里也就没必要存在了 林默明明十分平淡的语气之中 却透露出了无上的霸技 他的身形在汪老三的眼中不断放大 周身气势越来越足 甚至让汪老三的额头隐约地渗出了汗水 这让他想起了年轻时候的自己 第一次见华夏的那位大人时 对方面对自己明明十分的和善 可自己就是承受不住那股压力 是 手下明白 汪老三点了点头 没有再去劝说林默 对方现在的实力 想来应该也不会真的出事 林默点了点头 转身向着外面走去 他的内心其实想到了一个人 只不过暂时还未决定 汪老三拿起桌子上的纸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最终感叹道 哎 这月时可真是妖孽呀 再过两年 整个世界的宗师 说着说着 汪老三摇头一笑 自己又没见过其他的宗师 搞不好林默现在就已经是前几人了 看着桌子上的电话 汪老三思索了一阵 还是拿起了电话 在舰卫上点了几下 一阵待机声响起 汪老三静静地等待着电话的接通 我是宣元明 电话刚一接通 大长老沉稳的声音响起 大长老 大曲连省 潘阳市五目会长 汪老三 向您问好 电话那边的声音稍微沉默了一下 随后大长老爽朗的笑声响起 是排阳的小王啊 你可是没给我打过电话的 大长老对于汪老三还是有一些印象的 大曲连省那么多的会长 其中有一半天天都在给他打电话进行诉苦 但是汪老三却从来没有给宣元明打过电话 这也让宣元明对汪老三有一些印象 是我大长老 今天臣院士大人告诉我 要前往西万象群岛 小人觉得那里不怎么安全 还是觉得向您通报一声 哦 电话那边传来宣元明有些诧异的声音 随后笑道 不用担心 列摩是武盟这一代最为杰出的天才 你们全力配合他就行 来 是 汪老三恭敬地回复道 随后等待着宣元明挂断电话 但是却迟迟没有响起电话挂断的盲音 大长老的声音忽然再次响起 直击汪老三的内心 小王啊 潘阳市的事情我都知道 是武盟派人去得太晚了 也让你甚为去了 大长老的话语让汪老三的身体一颤 随后笑着说道 大长老 我不苦 只要能为武盟做出贡献 这些都是应该的 好 不愧是我武盟好男儿 有什么事情 直接找我解决 我会尽全力地支持你 和大长老的交流结束后 汪老三的双目看着天花板 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这几十年来的坚持是对的 两久之后他猛然站起身 来人 准备船只 林墨前往西万象群岛肯定需要特殊的渠道 而汪老三作为一个喜好收集情报的人 还真的有登上西万象群岛的暗号 攀阳市三十里外的一处码头 汪老三站在码头上 和林墨进行交谈 在所有人怪异的目光中 汪老三站在林墨的身边 不断地说着西万象群岛上面的事情 甚至还从怀里掏出了一个 刻着骷髅头的血红色令牌 还有就是 岛上群雄歌剧 羽龙混杂 您的消息可能传递不回来 那一片的海域统统刺场混乱 不管是对讲机还是电话都是废品 您若是有什么事情 或者身份暴露 直接点燃这一支烟火 我会甩定人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岛屿上面 汪老三又神奇地 从口袋中拿出了一个小号的烟花 嗯 不必如此担心 再这样下去 你之后是会长还是卧底 我可就说不准了 林墨修长的手指 轻轻地指了指身边的五盟成员们 他们的眼中不满了 和林墨当时一模一样的怀疑之色 随着邮轮的靠岸 林墨也不再多呆 直接踏步走了上去 他要通过这条河 前往沙巴神山后面的巴黎海 随后进入西洋海中 林墨的身影彻底消失后 汪老三美好气地看了一眼五盟的成员们 怎么 你们还想把我抓起来 看看是不是搅拌的 听到汪老三的语气后 所有人顿时转身离开了 这个感觉没错 是自己家的会长 三天的时间迅速过去 船长和副船长日夜轮换 不断地行驶 邮轮也终于是进入到了西洋的范围内 按照这个速度 什么时候能够抵达万象群岛 林墨的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船长 轻声询问道 船长看了一眼船上的导航 又看了看航海图 最后说道 有云那个地方 没人上传过资料 我判断应该在两天后 船长的话语让林墨点了点头 随后说道 到时候快到了的情况下 你们就直接开着子船回去 好的 子船比游轮小了很多 但是林墨看过 这片海域游荡的鲨鱼们 一般不会袭击 并且也足够他们所有人 放上足够的物资 两天后的清晨 夕阳的海域之上 船长以及副船长 还有几名船员站在甲板上 林墨大人 并位已经定好了 已经开启了自动讯号模式 按照汪会长的意思 您看到岛屿的时候 就直接停下来 按那个红色的大按钮 我们就先回去了 第1468集 不老实的家伙 一众船员一个个都上了子船 林墨微笑地点了点头 但是随后 林墨的眉头轻轻一皱 开口说道 不必匆忙 看来有些不安分的家伙 盯上你们了 林墨的目光看向了深邃的海面 一根手指轻轻地伸出 悬浮在了水面之上 平静的海面忽然有一道道波纹出现 数秒后 一个巨大的黑影 从海面下快速出现 随着不断的清晰 船长们也看到了 这是一只身体足足有四米长的鲨鱼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着 若是刚才他们直接上船的话 估计真的会被直接拽下船来 鲨鱼的头直接冲破水面 恐怖的样貌 足以让普通人不敢动弹 它张开了满是锋利牙齿的深渊巨口 顺着林墨手指的方向 向着林墨咬去 就在刚刚 原本潜伏在海里的它 忽然感觉到了一股致命的吸引力 仿佛只要吞噬了林墨 它就能产生什么变化一般 鲨鱼的巨口逐渐接近 腐臭味让林墨微微地皱眉 碎 林墨薄薄的双唇轻轻张开 沉稳的声音响起 这一幕看上去是那么的滑稽 面对海洋的霸主鲨鱼 林墨不仅不躲闪 甚至还一脸的平静 下一刻 原本还充满了凶猛气息的鲨鱼 直接陡然破碎 它足足四米长的身躯 宛若被一把利刃静直地 从中间分开 化为两半的身体 无力地掉落在了海洋之中 它可能到死之前 都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会死 鲜血在海洋中不断地飘散 林墨转头对着众人说道 好了 你们赶快上船吧 等下血腥味船开就不好走了 林墨说的确实没错 在几百米外 已经有几个小小的脚 露出海面了 船长面色严肃 连忙点了点头 带着船员们上了船 看着子船逐渐行驶而去 林墨的五指并拢为掌 体内力量调动 瞬间涌出 狂暴的内力 直接让远处的海面上 掀起了惊天波澜 随之而落的 则是一朵朵红色的雪花 船只哪怕没有船长 依然还在行驶 林墨就这么站在船头 若是有靠近船周身的鲨鱼 直接一掌 或者一指挥出 在上次和慕容云海战斗后 林墨拿出了九成的实力后 再次有了感悟 浑身的实力相比于之前 高了差不多一半 林墨不出手时 周身气势内敛 反普归真 宛若是一个普通人 可能唯一有什么不一样的 就是长得帅了一点 随着船只的渐渐行驶 林墨也看到了 远处有一片淡淡的雾气 在那白色的雾气之后 就是西万象群岛了 随着林墨的行驶 海面上的雾气也逐渐加重 一艘小船出现在了游艇的身边 你从哪里来的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虽然有雾气影响视线 但林墨恐怖的目立 还是一眼就看出了此人的面容 脸色苍白 声音中也强忍着惶恐 我是地狱归来 林墨强忍着自己的中二 说出了这句话 下方原本面色惶恐 身体颤抖的家伙 此刻逐渐安静了下来 令牌可有 林墨从怀中拿出了 那个汪老三交给自己的令牌 直接丢给了那人 小船上的人快速抓住了林墨的令牌 仔细地观看后大喊了一声 自己人 随着他的声音响起 周围出现了一艘 只比林墨游轮小一些的船只 相比之下 那艘船只上到处都是各种重型火力 小船上的人将那个令牌直接扔回 林墨伸出手直接抓住 塞回了口袋中 兄弟是哪条道上混的 林墨的面色不变 淡淡地回应道 搞一些走私的 好 走私兄弟就直接说出来了 不怕我们是伪装的猫吗 猫的意思 在这里是代表着那些派兵 欲要浇灭群岛的国家 你们不是 林墨的话语简短 也让对面船上的人脸上的戏血 稍微收了起来 在这种地方 狠人从来都不说话 因为你可能在和他逼逼赖赖的时候 人家一枪直接崩了你 兄弟 五万枫叶币的入导费交一下吧 听到对面的声音 林墨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微笑 看来自己被他们这群人当成了软柿子 任他们揉捏呢 五万枫叶币我这里没有 不过 我这船上倒是有一千斤的炸药 全都是枫叶国的军用 你们 要不要试一试 林墨白嫩的手上 忽然出现了一个遥控器 遥控器上面闪烁着 一阵一阵的红色光芒 对面船上的人 面色皆是大变 他们的目光皆是死死的盯着 林墨手中的遥控器 双方现在的距离只有一百米左右 若是林墨所说的是真的 一千斤的炸药一旦爆炸 再引燃林墨游艇的游库 到时候自己等人一个都跑不掉 都要死 船之上为首的青年 额头之上伸出了冷汗 他没有想到 自己就简简单单的试探一下 林墨是不是真的小白 却没有想到林墨居然这么狠 兄弟 我们就开个玩笑 欢迎你来到囚徒的天堂 船之向着后方退步 随后快速地闪开了 他们没有心情再去试探林墨 是不是还有别的底牌 万一真让林墨将自己等人直接击杀 那么他们死了都没有人会帮他们出头 只能死在海里喂鲨鱼了 林墨再次点击了那个红色的按钮 船之再一次动了起来 原本云雾缭绕 被遮挡的群岛逐渐清晰了起来 快到码头后 林墨按下了红色按钮 直接自己操控上了邮轮 他对于这方面也有一点知识 至少开进港湾还是能够做到的 从船上走下来 来到了码头上面 一个个身着麻衣短衫 下身是一件短裤 一个个浑身肌肉蠕动 凶神恶煞 看起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这些就是逃到了群岛上面的通缉犯 或者是犯了大错之人 他们并没有什么手艺 所以只能在这干气力活 林墨刚刚从游艇之上下来 这群家伙看到林墨 这个岛上一个人逍遥快活一段时间了 面对这些贪婪的目光 林墨视若无睹 静直地朝着码头外面走去 那些家伙一个个想要直接追上去 但是忽然想到了 岛上白天不准见血的规则 一旦见血 就要交五百枫叶币的金钱 你若是拿不出来也可以 用你的身体换 双眼 腰子 肾 卖血 总之你拿不出来钱没有关系 他们能帮你拿出来 至于多出来的金钱 先帮你收着 你下次再犯了 直接从上面扣 就在林墨走到码头的阶梯时 一个男人忽然从林墨身边经过 晚上尽量找个宾馆住着 不然容易出事 他的话语让林墨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这个岛屿之上居然还有人发善心来提醒别人 可真是太少见了 林墨没有说话 两人就好像没有任何的交流一般擦肩而过 只是林墨在走到台阶上方的时候 眼睛稍微斜视了一下 看了一眼那个提醒自己的男人的样貌 从码头离开后 林墨经过了短暂的石头路 终于来到了一处建设的还可以的小镇之上 虽然只有几个由石头搭建的楼房 其他的全部都是由木头所做 看上去十分勉强 但是能在这样的一个经常被倾角的地方 保持这样的规模 也算是挺不容易了 但我现在不可以均为均名的 有些计判的事情